景师通言第二部明末清初冯梦龙,第十四卷一哭鬼赖道人除怪,杏花过雨,见蚕红凌落胭脂颜色,流水飘香,人见远,难拖春心默默,恨别王孙,强硬木断,谁把青梅寨,金安何处,绿阳依旧难没, 消散云与虚余,多情,阴甚有清理清差,燕雨千斑,争结说些于一家消息,后约深蒙,除非重建,陷了方端的,而各无奈,寸长谦恨堆积,这只辞名换作念奴交,是一个副省世人姓沈,明文术所作,原来皆是几古人辞章之句,如何见得? 从头与各位说开,第一句道,杏花过雨,陈子高曾有寒食词,寄夜金门,柳思碧,柳夏人家寒食,英语物葱花寄寄,寓街春草诗,贤平熏龙无力,心是有谁知的,弹柱绕窗背壁,杏花残雨滴,第二句道,剑蚕红凌落胭脂颜色,黎安曾有,木春词,寄品力, 凌落残红,似胭脂颜色,一年春世,柳飞清绪,笋天新竹,寄末,幽对小园嫩绿,灯林卫族,畅游子归妻族,他年轻梦,千里游到成音西去,应有凌波,十位故人凝目,第三句道,流水飘香, 延安里是曾有,春雨词,寄,缓袭煞,无力强威带雨滴,多情蝴蝶衬花飞,流水飘香如燕体,南浦魂消春不管,东阳一简净先知,小楼今夜月依依,第四句道, 人游远,南脱春心默默,宝月禅师曾有,春祠,寄柳烧清,默默春心,情人游远,南脱离愁,而后寒清,风浅香软,春在梨花,行人已掉天涯,秋醒处残阳乱涯,门外秋千,墙头红粉,身怨谁嫁,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别尚孙,强音目断,欧阳永书曾有,清明词,寄,一壶桌,商春怀抱,清明过后,樱花好,劝君默向仇人道,又比香轮斩破,清清丹,夜来风月连清晓,强音目断无人道,恨别王孙愁多少,游顿春寒,未放花之老, 第七句道,谁把清眉斋,朝无就曾有,卷词,寄清商院,风摇动,雨轻松,脆条柔弱,花头重,春山窄,娇无力,以得荡出,供一把清垢来斋,都如梦,何时供,可怜敲损拆头放,关山阁,木云碧,艳余来也,全然又无蝎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安何处,绿阳依旧南墨,柳涕青曾有,春慈,寄清平乐,阴情未定,博日轰云影,金安何处寻方静,绿阳依旧南墨静,艳艳极许春情,可怜老去南闲,看去灭残双鬓,不随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云雨虚雨,艳书园曾有,春慈,寄予美人,飞花自有千情处,不向至边柱,小风飘饱以堪愁,更半冬流流水过秦楼,消散虚雨云雨苑,咸以蓝于现,远潭霜泪湾湿香红,暗根欲言光景与花铜。 第十一句道,多情,殷慎有,清离,清差,魏夫人曾有,春慈,寄,卷竹脸。 记得魏时春魏目,指手攀花,绣染花烧鹿,暗部春心供花雨,征寻双朵征仙去。 多情因慎相辜负,有清差清离,向谁分宿? 类是海棠花之处,东军空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雨千斑,康伯可曾有,春慈,寄,剪自木兰花。 洋花飘尽,云鸦绿阴风乍定,莲木闲锤,弄雨千斑燕鱼飞。 小楼深静,睡起残庄游未整,梦不树归,泪滴斑斑金履衣。 第十三句道,征解说蝎子一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慈,寄,夜游宫。 何是东军又去?空满院落花飞絮。 巧艳那补像人语,何曾解说一家蝎子? 旷是伤心絮,念个人而成暖祖。 一绝相思梦回处,连霄。 更那堪,闻肚字。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后曰深蒙,除非重见,黄鲁只曾有,春慈,寄,寄,导链子。 梅吊粉,柳瑶金,微雨清风脸莫尘。 后曰深祖何处处? 除非重见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献了方端的。 周美城曾有,春慈,寄,低离金。 梅花露谢春消息,柳丝长,草芽碧。 不绝星霜变白,念时光看戏。 蓝堂把九丝佳蓉,戴梅棚,愁春色。 阴书千里香书阁,献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 而今无奈,寸长前恨堆积,欧阳永书曾有词记,蝶炼花。 莲目东风寒料翘,雪里梅花,仙报春来早。 而今无奈寸长丝,堆积千愁空懊恼。 悬暖金炉莫兰作,问把金刀剪彩成仙巧。 秀被五更香睡好,罗维不绝杀创响。 话说沈文树是一个世人,自家今日也说一个世人, 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作十数回敲气作怪的小说。 我且问你,这个秀才姓慎名谁? 却说绍兴十年间有个秀才,是福州七五军人,姓吴明洪。 离了乡里,来行在临安府求取功名, 指望一举守灯游胡绑,十年渗到凤凰他。 争知道石运未至,一举不忠。 吴秀才闷闷不已,幽默甚魔盘缠, 也自修归故里,且只得胡乱在金石舟桥下开一个小小学堂度日。 等待后三年,春榜洞,悬场开,再会求取功名。 竹岳却与几个小男女打交, 年只开学堂后,也有一年之上。 也醉过那街上人家,都把孩们来与他教训, 颇自有些攒足。 当日正在学堂里教书, 只听得轻不连几上铃声响, 走将一个人入来。 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 却是半年前搬去的临社王婆, 原来那婆子是个撮河山, 专靠作媒卫生。 吴教授相依罢,道, 多事不现,而金婆婆在那里住。 婆子道, 直到教授忘了老媳妇, 如今老媳妇在前堂门里严惩住, 教授问, 婆婆高寿, 婆子道, 老媳妇大马之年七十有五。 教授青春多少, 教授道, 小子二十有二。 婆子道, 教授方山二十有二, 却想三十以上人。 想教授每日嫁费多少心神? 据老媳妇余见, 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 教授道, 我这里也几次见人来, 却没这般头脑, 婆干道, 这个不是冤家不聚会。 好教官人得知, 却有一头好亲在这里, 一千贯钱房卧, 带一个从家, 又好人才, 却有一床乐器都会, 一写的, 算得。 又是谋枪大官府地出身, 只要嫁个读书官人, 教授却是药野波, 教授听得说罢, 喜从天降, 孝竹颜开, 道, 若还真个有这人时, 可知好理。 只是这个小娘子, 如今在那里师婆余道, 好教教授得知, 这个小娘子, 从秦太师傅三通叛位下出来, 有两个月, 不知放了多少帖子。 也曾有省, 不, 愿理当执事的来说她, 也曾有内清私荡差的来说她, 也曾有门面扑袭人来说她, 只是高来不成, 低来不就。 小娘子道, 我只要嫁个读书官人, 更坚意没有爹娘, 只有个从嫁, 名换戒儿。 因她一床乐器都会, 义父里人都叫做李乐娘, 渐进在白雁池一个旧邻社家里住。 两个物资说由未了, 只见风吹起门前不连而来, 一个人从门守过去。 王婆道, 教授, 你献过去的那人魔, 便是你有份娶她做魂家, 王婆出门赶上, 那人不是别人, 便是李乐娘在她家住的, 姓陈, 换作陈干娘。 王婆私感诸如来, 与吴教授相依罢。 王婆道, 干娘, 宅里小娘子, 说清诚也未, 干娘道, 说不得, 又不是莫好亲来说她, 只是吃她执拗的苦, 口口声声, 只要嫁个读书官人, 却又没这般巧。 王婆道, 我却有个好亲, 在这里, 为之干娘与小娘子肯也不, 且娘道, 却教孩儿嫁物谁, 王婆止住吴教授道, 我教小娘子嫁这个官人, 却是好也不好, 师娘道, 修取笑, 若嫁的这个官人, 可知好理, 吴教授当日一日教不得学, 把邓小男女早放了, 都唱了诺, 先归去。 教授却把一把锁锁了门, 同住两个婆子上街, 免不得买些酒相待他们。 三杯之后, 王婆起身道, 教授既是要这头亲事, 却见干娘密一个帖子, 干娘道, 这媳妇有在这里, 侧手从抹胸里取出一个帖子来。 王婆道, 干娘, 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 汉地上打不得拍符, 你便约了一日, 带了小娘子, 和从嫁紧而来梅家桥下酒店里, 等我便同教授来过眼泽个干娘英允, 和公婆谢了吴教授, 自去。 教授还了酒前归家, 把闲话提过。 到那日, 吴教授换了几件新衣裳, 放了学生。 一程走将来梅家桥下酒店里时, 远远地五婆早接线了, 两个同入酒店里来。 道德楼上, 陈前恨接着, 教授便问道, 小娘子在那里, 干娘道, 孩儿和锦锦在东阁里坐地, 教授把三才舌尖是破窗眼, 张一张, 贺生财不知高低, 道, 两个都不是人, 如何不是人? 原来见她生得好了, 直到那夫人是南海观音, 见解是玉皇殿下世相王女, 嫩得道, 她不是人。 看那李乐娘时, 水简双眸, 花生单脸, 云殡青书蝉, 峨眉淡浮春山, 朱唇坠一颗腰桃, 浩尺排两行岁月, 义态自然, 窘出轮背, 有如织女下摇台, 浑似嫦娥离月殿, 看那从嫁景而始, 眸青可爱, 并颂看官, 心月龙眉, 春桃浮脸, 义态幽花未艳, 肌肤嫩语生香, 尖连助公公扣秀席儿, 罗继插短短紫金钗子, 如碾青梅亏小郡, 似其红杏出墙头, 自从当日插了钗, 离不得下财那里, 电眼传书, 不择一日, 吴教授娶过那夫女来, 夫妻两个好, 说得住, 云淡淡天边乱凤, 水沉沉交景鸳鸯, 写成今世不修书, 劫下来生双满带, 却说一日是月半, 学生子都来得早, 要拜孔夫子, 吴教授道, 姐姐, 我先起去来那造钱过, 看那从嫁紧而食, 脊背后披住一袋头发, 一双眼插浆上去, 拔向上血无助, 教授看见, 大叫一声, 匹然倒地, 及时婚家来救得苏醒, 姐儿也来扶起, 婚家道, 丈夫, 你献慎魔来, 吴教授是个养家人, 不成说道, 我见姐儿嫩地来, 自己也认作眼花了, 只得使个脱空, 瞒过道, 姐姐, 我起来时少住了件衣裳, 被冷风一吹, 忽然头晕倒了, 姐儿慌忙安排泄个安魂定破汤, 与她吃罢, 自漠视了, 只是吴教授肚里有些疑惑, 话修续凡, 食欲清明结价, 学生子却都不来, 教授吩咐了婚家, 换了衣服, 出去闲走一遭, 取路郭万松岭, 出今食镜慈寺里, 看了一会, 却待出来, 只见一个人看住吴教授唱个诺, 教授还礼不迭, 却不是别人, 是镜慈寺对门酒店里亮酒, 说道, 店中一个官人, 交男女来请官人, 吴教授同亮酒入酒店来使, 不是别人, 是王七府帕, 换作王七三官人, 两个蓄礼罢, 王七三官人道, 是来见教授, 又不敢相叫, 特地交亮酒来相请, 教授道, 七三官人如今那里去, 王七三官人口里不说, 度里思量, 吴教授新娶一个老婆在家不多时, 你看我消遣他责个, 道, 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里坟头走一遭, 早间看坟的人来说道, 桃花发, 度孕又熟, 我们去那里吃三杯, 教授道, 也好, 两个出那酒店, 取路来苏公滴上, 看那游春的人, 真个是, 人烟浮转, 车马浇灭, 只见和风善景, 历日增鸣, 刘渊翁绿柳音中, 粉蝶系奇花之上, 管弦洞处, 是谁家武术歌台, 雨孝轩时, 斜侧旁春楼下阁, 香车敬竹, 欲乐争持, 白面狼敲金成响, 红庄人皆秀连看, 府心路口讨一只船, 直到毛家不上岸, 以礼过玉泉龙井, 王七三官人家礼坟, 直在西山池县岭下, 好坐高岭, 下那岭去, 行过一礼, 到了坟头, 看坟的张安接线了, 王七三官人, 及时叫张安安排些点心就来, 厕守一个小小花园内, 两个人去坐地, 又是自作的渡运, 吃得大醉, 看那天色时, 早已, 红轮稀坠, 玉土东生, 家人秉竹归房, 江赏愚人罢掉, 渔妇卖鱼归逐境, 牧童齐独入花村, 天色雀晚, 吴教授要起身, 王七三官人道, 再吃一杯, 我和你同去, 我们过去县岭, 九里松路上, 祭地人家睡一夜, 吴教授口里不说, 度理思量, 我新娶一个老婆, 在家里, 于请我一夜不归去, 我老婆须在家等, 如何是好, 便是这时候去赶前堂门, 走到那里, 也关了, 见于王七三官人, 手撕挽住, 上驼县岭来, 你倒是有凑巧, 物有固然, 就那岭上, 云升东北, 物长西南, 下一阵大雨, 果然是银河道谢, 沧海盆青, 好阵大雨, 且是莫躲处, 冒着雨又行了数十步, 现一个小小竹门楼, 王六三官人道, 且在这里躲一躲, 不是来门楼下外雨, 却是, 朱阳走人屠宰家, 一脚脚来寻雾路, 两个奔来躲雨时, 看来却是一个野墓园, 只那门前一个门楼, 里面都没甚魔屋子, 石坡上两个坐住, 等雨住了行, 正大而下, 只见一个人冒关玉子院家打扮, 从隔壁竹篱坝里, 跳入墓园, 走江去墓堆余上叫道, 朱小四, 你这所有人请换, 今日顿当你这丝出头, 墓堆子李漫应道, 阿公, 小四来也, 不多时, 墓上吐开, 跳出一个人来, 玉子丝赶住了自去, 吴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见了, 被膝斩斩, 两股下摇而自顾, 看那雨却枉了, 两个又走, 地下又滑, 肚里又怕, 心头疑似小鹿而跳, 一双脚疼拜攻击, 后面疑似千军万马赶来, 再也不敢回头, 行到山顶上, 侧住耳朵听时, 空鼓传声, 听得淋雨里面断棒响, 不多时, 则见玉子驱将木堆子里, 跳出那个人来, 两个陷了又走, 灵门手却有一个败落山神庙, 人去庙里, 慌忙把两扇庙门关了, 两个把身躯抵住庙门, 真个气也不敢喘, 屁也不敢放, 听那外面时, 只听得一个人声唤过去, 道, 打杀我也, 一个人道, 打击网络, 你这思绪了我人情, 又不害我, 怎的不打你, 王七三观人滴滴说, 与吴教授道, 你听得外面过去的, 便是那玉鱼和木堆里 跳出来的人两个在里面 颤作一团, 吴教授却埋怨王七三观人道, 你一世教我在这里受惊受怕, 我家中魂家却不知怎的盼望事, 物资说言未了, 只听得外面有人敲门, 道, 开门择个, 两个问道, 你是谁, 仔细听时, 却是妇女生意, 道, 王七三观人好眼, 你却将我丈夫在这里一夜, 直交我寻到这里, 同儿, 我和你推开门, 叫你爹爹, 吴教授听的外面声音, 不是别人, 是我魂家和景, 怎知道我和王七三观人在这里, 木教也是鬼, 两个都不敢择声, 只听得外面说道, 你不开庙门, 我却从庙门禅里钻人来, 两个听得嫩他说, 日里吃的酒, 都变做冷汗出来, 只听得外面又道, 告妈妈, 不是锦儿多口, 不如妈妈且归, 明日爹爹自归来, 魂家道, 锦儿, 你也说的是, 我且归去了, 却理会, 却交道, 公七三观人, 我且归去, 你明朝却送我丈夫归来泽个, 两个那里感应他, 妇女和名说了自去, 王七三观人说, 吴教授, 你家里老婆和从交名都是鬼, 这里也不是人去处, 我们走修, 坐开庙门看时, 约莫是五更天气, 雾字未有人行, 两个下的领来, 上有一里多路, 现一所林子里, 走出两个人来, 上手的是陈甘娘, 下手的是土婆, 道, 吴教授, 我们等你多时, 你和王七三观人, 却从那里来施吴教授和王七三观人看见到, 这两个婆子也是鬼了, 我们走修, 真个便是张奔鹿跳, 煞月门飞, 下那领来, 后面两个婆子, 雾字慢慢地赶来, 一夜热乱, 不曾吃一些雾事, 肚里又鸡, 一夜见着许多不祥, 怎地得个圣人来冲一冲, 正嫩他说, 则见领下一家人家, 门前挂住一只松柯, 王七三观人道, 这里多则是麦毛柴酒, 我们就这里买些酒吃了柱威, 一道朵那两个婆子, 恰代奔入这店里来, 见个男女, 头上裹一顶牛胆鱼头巾, 身上央一条猪肝赤犊带, 就满当裤, 脚下草鞋, 王七三观人道, 你这酒怎地卖, 只见等汉道, 未有汤里无叫受到, 且把一碗冷得来, 只见那人也不择生, 也不择气, 王七三观人道, 这个开酒店的汉子又尴尬, 也是鬼了, 我们走修, 物字说未了, 酒店里起一阵风, 飞鱼虎啸, 不是龙吟, 明不能泄柳开花, 暗藏住山腰水怪, 吹开地狱门前土, 惹隐郎都山下沉, 风过处, 看时, 也不见了酒宝, 也不见有酒店, 两个立在墓堆子上, 虎的两个魂不附体, 急急取路到酒里, 松栋苑潜讨了一只船, 直到前塘门上了岸, 王七三观人, 自取路归嫁, 吴教授一静, 先来前塘门城下王婆家里看时, 献一把锁锁住门, 同那临舍时, 道, 王婆自污五个月有灵了, 虎得吴教授目睁口袋, 枉之所措, 一城离了前塘门, 取经石井陵公共院前, 过梅家桥, 到白燕池边来, 见到陈甘娘门守时, 十字竹竿封住门, 一晚关灯在门前, 上面写住八个字道, 人心似帖, 官法如炉, 问那里时, 陈甘娘也死一年有余了, 离了白燕山, 去路归到周桥下, 掀自己屋里, 一把太北镯门, 尖临舍家里, 桌漆和粗壁那里去了, 临舍道, 教授昨日一出门, 小娘子吩咐了我们, 自和解而在千娘家里去, 直到如今不归, 吴教授正在那里面面思去, 作声不得, 只见一个庙道人, 看住吴教授道, 关公妖气大众, 我与你早早断除, 免之后患, 吴教授及时请那道人人去, 安排香烛浮水, 那个道人做起法来, 念念有词, 喝声道, 急, 只见一元神将出现, 黄罗抹鹅, 紧带蝉腰, 造罗袍绣绣团花, 金甲树身微窄地, 剑横秋木, 削踏脚泥, 上通碧鸣之间, 下彻九幽之地, 夜龙作祟, 向海拨水底勤来, 邪怪魏妖, 入山洞穴中捉出, 六丁谈判, 权位福利之名, 上帝皆前, 赐有天丁之号, 神将生暗道, 真君遣何方使令, 真人道, 在吴贡家里兴妖, 井池县岭上未怪的, 都与我捉来, 神将领旨, 就吴教授家里起一阵风, 无形无影透人怀, 二月桃花被戳开, 旧地搓江黄叶去, 入山推出白云来, 风过处, 浊江几个未怪的来, 吴教授的魂家李乐娘, 是秦太师傅三通叛卫乐娘, 应与通叛怀身, 产王的客, 从嫁姐儿, 因通叛夫人肚色, 吃打了一毒, 因嫩的自割杀, 她自是割杀的鬼, 王婆是害水谷病死的鬼, 保亲臣干娘, 因在白燕池边洗衣上, 落在池里死的鬼, 在朱县岭上, 被御子叫开木堆, 跳出来的朱小口, 在日看坟, 害及病死的鬼, 那个岭下开酒店的, 是叫伤寒死的鬼, 道人一一审间明白, 去腰边取出一个葫芦来, 人见时便倒是葫芦, 鬼见时便是卯兜玉, 做起法来, 那些鬼个个抱头鼠窜, 捉入葫芦中, 吩咐吴教授把来埋在池县岭下, 启道人将拐杖望空一彻, 便做一只仙鹤, 道人成鹤而去, 吴教授直下拜道, 吴红肉眼不识神仙, 情愿相随出家, 望真仙救度弟子泽个, 只见到人道, 我乃上界甘真人, 你原是我旧日采药的弟子, 因你烦心不敬, 忠道有退毁之意, 因此堕落, 今生乏为贫诺, 教你背长鬼去, 消遣色情, 你今既已看破, 便可离尘半岛, 直带遗迹之年, 无荡渡辱, 说罢, 画阵清风不险了, 吴教授从此舍苏出家, 云游天下, 十二年后, 与甘真人于中南山中, 从之而去, 誓约, 一心半岛绝繁尘, 众魁如何敢出人, 邪正尽从心剖判, 西山鬼哭早翻身, 第十五卷, 禁令十美弼仇秀童, 塞翁得马飞未及, 宋子双芒起师兄, 霍夫前程如漆案, 但平方寸达天宫, 话说苏州府城内, 有个玄斗官, 乃是梁朝所建, 唐次使刘雨昕有诗道, 玄斗官里陶前数, 就是此地, 一名魏玄妙官, 这官聚郡城之中, 为姑苏之盛, 极致宽敞, 妙貌崇洪, 上至三清, 下至十殿, 无所不备, 各方皇冠道士, 何止数百, 内中有个北极真武殿, 俗名祖师殿, 这一方道士, 是传正义道教, 善能舒服遣将, 剖断人间祸福, 于中单表一个道士, 书家姓张, 手中灌弄一个皮雀, 人都换他做张皮雀, 其人有些古怪, 昏九次不必说, 偏好吃一件东西, 试甚东西, 飞月荒村里, 奔风辣雪天, 分明一太字, 疑点在旁边, 他好吃的是狗肉, 徒狗店里, 把他做个好主顾, 弱达的一只壮狗, 定去抱他来吃, 吃得快活时, 人家送的钱来, 都把与他也不算账, 或有鬼祟座号, 求他舒服镇宅, 欲助吃狗肉, 就把助站住狗肉汁, 写个符去, 叫人贴于大门, 邻人往往夜见贴福之处, 如有神将往来, 奇碎立志, 有个角大户家, 今年开点获利, 感谢天地, 欲建议谈摘酸仇打, 已请过了清真观礼周道士主谈, 周道士夸张皮雀之高, 角公义目其名, 命主馆及时相请, 那角家养, 一只房窄狗, 甚是肥状, 张皮雀平息看在眼里, 金帆献他相请, 说道, 你若要我来时, 须打这只狗请我, 带狗肉煮得稀烂, 酒也烫热了, 我才到你家里, 便服回复了角公, 角公晓得他是敲煞战怪的人, 只得依愿, 果然烫热了酒, 煮烂了狗肉, 张皮雀到门, 主人迎人堂中, 告以相请之意, 党中乡人灯竹, 摆得齐整, 供养住一堂柳道, 重道是已起过香头了, 张皮雀昂然而入, 也不扎神, 也不与重道是作依, 口中指教, 快将烂狗肉来吃, 酒要热些, 角公道, 且看他吃了酒肉, 如何作用, 当下大盘装狗肉, 大壶盛酒, 应列张皮雀面前, 自以逐之, 吃得盘无余骨, 酒无余滴, 十分最饱, 教导, 锅灶, 吃得快活, 嘴也不抹一抹, 望住拜神的铺沾上, 倒头而睡, 鼻息如雷, 自吸牌直睡至下半夜, 重道是酸是已完, 物字未醒, 又不敢去动弹他, 角公等的不耐烦, 到埋怨周道是起来, 周道是自觉无颤, 不敢分辨, 想到张皮雀时常吃醉了, 一睡两三日不起, 今番正不知几时才醒, 只得将表彰焚化了, 慈神谢江, 收拾道场, 弄道五更, 重道是吃了酒饭, 刚欲告辞, 只见张皮雀在拜瞻上跳江起来, 团团一转, 乱叫, 十日十日, 五日五日, 角公和重道事件他疯了, 都走来为助看, 周道是胆大, 向前抱住, 将他唤醒了, 口里还叫, 五日五日, 周道是问其缘故, 张皮雀道, 是才表彰, 谁人写的, 周道是道, 是小道亲手善写的, 张皮雀道, 中间落了一字, 差了两字, 角公道, 学生也亲口念过极变, 并无岔落, 那有此话, 张皮雀秀中速速响, 抽出一幅黄纸来, 道, 这不是表彰, 众人看见, 个个骇然道, 这表彰已焚化了, 如何却在他秀中, 直角也不动半毫, 仔细再念一遍, 到天尊宝号中, 果然落了字, 却看不出差处, 张皮雀指出, 其中一连云, 吃亏吃苦, 正来一辈之前, 轻短礼长, 仅作千金之子, 吃亏吃苦, 该写吃字, 今写吃字, 是吃舌的吃字了, 吃, 阴斥, 吃, 阴格, 两阴也不同, 奈, 字, 是理奈之奈, 奈字, 是奈何之奈, 奈字, 是奈凡之奈, 奈短奈长, 该写奈凡的奈字, 奈是果明, 借用不得, 你欺负上帝不识自摩, 如今上帝大怒, 叫我也难处, 脚弓和重道事件的表文, 不敢不信, 齐都求告道, 如今重修章奏, 再见斋谈, 不知可否实张皮雀道, 没用, 没用, 你表文上插落字面, 还是小事, 上帝因你有这道奏章, 在天曹日记部上查你的善恶, 你自开解库, 为父不仁, 轻对出, 重对入, 水丝出, 足文入, 兼将解了的诸灾, 但捡好的都换了自用, 又几只物质前者财足了年数, 就假托变卖过了, 不准赎取, 如此刻薄贫护, 以致肥扰, 你奏章中, 全无悔罪之言, 多是自夸之语, 以命雷不渝及焚烧乳污, 荡毁你的家私, 我只为赶你一苟之会, 求宽至十日, 上帝不允, 再三肯告, 已准到五日了, 你可出个小字, 凡五日内来赎典者勉励, 只收本钱, 其向来欺薪, 换人珠宝, 赖人质物, 虽然势难吐退, 发心喜舍, 便是为修桥补路之费, 由此善行, 上帝必然回肾, 或者收回雷布, 也未可知, 剿功初识, 也还有信从之意, 听说到收回雷布, 也未可知, 道不免有疑, 这封道士, 必然假托此因, 来不识我的财物, 难道雷布如此一收一放, 况且涨财的人, 算本算地, 怎肯放松, 口中答应, 心下不以为然, 张皮鹊和重道士, 辞别自取了, 剿功将此话割起不行, 到第五日, 解库里活起, 前堂后厅, 稍作白地, 第二日, 这些智当的人家都来讨当, 又不肯赔偿, 解起送来, 连田地不卖了, 剿大户一贫如洗, 有人知道, 张皮鹊曾预言雷火之期, 从此一静而畏, 张皮鹊在玄斗关五十余年, 后出渡前唐江, 风逆难行, 张皮鹊遣天江打揽, 崎岖如飞, 皮鹊呵呵大笑, 出了天江之怒, 为其所击而死, 后有人于徽商家服务, 皮鹊降比, 自称元氏天上狗元帅, 陈元已满, 重将请他上天归班, 飞机死也, 徽商闻真武殿之灵异, 舍失千金, 余殿钱堆一旦假山, 以为壮观之助, 这假山虽则美观反破了风水, 从此本房道旅, 更无得道者, 诗云, 雷火曾将点库坟, 扶居鬼, 宠果然真, 玄斗关里张皮鹊, 莫道无神也有神, 为何说这张皮鹊的话, 只为一般有个人家, 信了叔父赵江, 险些儿冤害了人的性命, 那人性金明满, 也是苏州府昆山县人, 少时读书不救, 江淫元利纳了个令使, 就参在本县虎防卫里, 他原是个乖巧的人, 待人接物, 十分客气, 同意中甚式的河, 坐不上三四个阅令使, 衙门上下, 莫一个不喜欢他, 又去结交这些门子, 要他在知县相公面前帮衬, 不时请他们吃酒, 又送些小巫事, 但与知县相公比较, 审问到夜境更深时, 他便留在家中素歇, 日主打魂, 那门子也都感激, 在县主面前虽不能用力, 美事却也十分周全, 十月五月中旬, 金令使之历房要开个历送监库房, 奔量要谋这个美缺, 那库房就历, 一历轮管两计, 任凭县主随意点的, 重历, 阴县是个历方, 人人思想要管, 屡屡县主点来, 都不肯服, 却去上司聚城批准, 要六房中择家道, 因时老城游过饭的, 当堂念月, 葛丽聚皆申报补私, 芳心村及一江满者, 拒不许月, 然虽如此, 其全出在礼房, 但平日与礼房相后的, 送些东道, 他便混账开上去, 那里管心残一满, 家道因时不因时, 这叫做观青丝案, 却说金满岸想道, 我虽是心蹭, 那立房流令时于我甚后, 怀送些东面与他, 自然送奸的, 若网得住, 也不枉费这一片心机, 躺奸不住, 却不空丢了银子, 又被人笑话, 怎的一个壁住之策便好, 忽然想起门鱼公文英, 他在衙门有年, 甚有见识, 何不寻他计较, 一静走出县床, 恰好县门口就预住王文英道, 金阿叔, 忙忙的那里去, 金满道, 好兄弟, 正来许你说话, 王文英道, 有什么事做成我, 金满道, 我与你做了方好说, 二人来到侧边一个酒店里坐下, 金满一头吃酒, 一头把要谋库房的事, 说与王文英知道, 王文英说, 此事只要由房开的上去, 包在我身上, 使你纠着, 金满道, 立方是不必说了, 但与唐年就怎么这等拔稳, 王文英复而低言, 道, 只消如此如此, 何难之有, 金满大喜, 连声称谢, 若得如此, 自挡后谢, 二人又吃了一回, 起身会超而别, 金满回到宫序里买东买西, 备下夜饭, 请立方令使刘云道家, 将上相事与他说致, 刘云应远, 金满取出五两银子, 送与刘云道, 歇小薄礼, 先送阿哥买果吃, 代事成了, 再找五两刘云甲代签让道, 自己弟兄, 怎么这样客气, 金满道, 阿哥从直邪吧, 不嫌轻, 就是阿哥的盛情了, 刘云道, 既如此, 我全收去再储, 把银秀了, 百出国品摇转, 二人背来斩去, 指引之更甚而散, 明日, 有一陵使察听了些风声, 拉了重力与刘云说, 金某他是个新村, 未及半年, 怎么就想要做库房, 这个定服不成的, 你要开支馆开, 少不得要当糖饼的, 恐怕连你也没去, 那时却不要见怪, 刘云道, 你们不要乱嚷, 即使也要通个情, 就是他在众人面上, 一团和气, 并无一毫不倒之处, 便开上去, 难道就是他问住了, 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 若去一想, 朋友面上又不好看, 说起来只是我们薄情, 又一个道, 争名争利, 顾得什么朋友不朋友, 薄情不薄情, 刘云道, 接, 不要与人争, 只去与命争, 是这样说, 明日就是你监住便好, 若不是你, 连这几句话也是多的, 还要算长那种有两个老成的, 见刘云说的有理, 便道, 老刘, 你的活虽是, 但他特性极了些, 就是做库房, 为之是货是福, 只等接了局, 方山剑的好歹, 什么正经, 做也罢, 不做也罢, 不要闲征, 个人自去前政事, 岁隔散去, 金满文的众人有言, 恐怕不稳, 又去接债, 央本献险要是夫, 写书主托之献相公, 说他者成名礼, 家道颇裕, 诸事可托, 这分明是叫把库房与他管, 但不好名言而, 话修樊旭, 到年旧这日, 刘云将应问各立名字, 开列一单, 成语之献相公看了, 换礼书房一样写下条子, 又呈上看罢, 命门子乱乱地总作一堆, 然后畅名取咎, 那卷闸传递的门子, 便是王文英, 已坐下壁, 金满一手拈起, 扯开恰好正式, 你倒当堂拈究, 怎么做得必, 原来刘云开上去的名单, 却从立, 护, 礼, 兵, 行, 公挨次写的, 立房也有管过的, 也有一满块的, 以下在树内, 金满是护房私立, 单上便是第一名了, 那公文英卷闸的时节, 已坐下暗号, 金满第一个上去粘时, 却不似一如反掌, 众人哪知旧礼, 正是, 随你观青似水, 难逃利华如游, 当时众立宪金满监柱, 都跪下想说, 他是个新村, 尚不该问库, 况且前梁干系, 不是小事, 就要拒接申报上可的, 若是金满管了库, 众立不敢轻易直截的, 县主道, 既是新餐, 就不该开在单上了, 众立道, 这是立房刘云得了他贿赂, 混开在上面的, 县主道, 立房既是混开, 你众人何不先来禀明, 只等他揪住了方来禀化, 明明是个妒忌之意, 众人见本官, 做了主, 谁敢再道个不字, 反讨了一场没趣, 县主落得, 在相关面上做个人情, 又且当堂揪住, 更无斑驳, 那些重力虽怀妒忌, 无可奈何, 做好做歉地说发金满背了一席戏酒, 放出结状, 申报上司, 不在话下, 且说金满自六月初一交盘上库接管, 就把五两银子卸了刘云, 那些门子因作弊成全了他, 当作恩人相看, 比钱愈加亲密, 他虽则管了库, 正在农忙之际, 诸事巨庭, 那里有什么钱粮丸呢, 到七八月里, 却又个把月不下雨, 做了个秋汉, 虽不至全灾, 却也是个半荒, 乡间人纷纷地都来告慌, 知县相公, 只得各处去踏勘, 也陌慎大声音, 眼见的这半年库房, 扯得直就够了, 时光迅速, 不绝到了十一月里, 青天间奏准, 本月十五日月时, 行闻天下救护, 本府奉闻, 铁下属线, 事业, 知县相公聚疾疗属师生僧道人等, 在线救护, 就立库房备办公宴, 于后堂款待重关, 金满因无人相帮, 将吟教厨服背下酒席, 自己却不敢离库, 转阳流云及门子, 在席上点管酒器, 支持诸事, 纵观不过败几败, 应了故事, 都到后堂悠久, 只留这些僧道, 在前边打一套脑脚, 吹一番细乐, 直闹到四重方散, 刚刚收拾得完, 洽又报新暗院道人, 县主急忙忙下船, 道府迎接, 又要支持船上, 驻海供应, 准准的一页盐也不合, 天明料, 茶点东西时, 不见了四定元宝, 金满自想, 昨日并不曾离库, 有追人用账研法偷去了, 只恐怕还失落在那里, 各处搜寻, 那里见个分毫, 住了急, 连声叫方道, 这帮晦气, 却失了这二百两银子, 如今把什么来赔补, 若不赔时, 一定精官出丑, 如何是瞎, 一头较言, 一边又重新寻起, 就把这间屋翻转来, 何尝有个影, 慌作一堆, 正没理会, 那室外边都小的, 库里失了银子, 近来探同, 倒半得口鱼舌碎, 那中丹喜欢的那几个不容他广酷的令使, 一味说轻话, 做鬼脸, 喜谈乐道, 正是, 本灾乐祸于人友, 替力分优半个五, 过了五六日, 知县相公接了暗院, 回到县里, 金满只得将此事丙知县主, 县主还未开口, 那几个令使在旁边, 你一嘴, 我一句, 道, 自己管库没了银子, 不去赔补, 道对老爷说, 难道老爷赔不成, 县主因钱翻揪库时, 有些偏护了金满, 今日没了银子, 颇有权容, 贺道, 库中是你执掌, 又没闲人道来, 怎么没了银子, 毕竟将去嫖赌花费了, 在此之无, 金且饶你的打, 县十日内将银补库如武定然参究, 是满气闷闷地走出县来, 及时寻县中银补商议, 江南人说银补, 就是北方叫藩子手一般, 其在官有明寒为之官补, 帮手为之白补, 金个使下居官补, 白补都腰过来, 到酒店中吃三杯, 说道, 金某今日劳动列位, 非为己司, 四定元宝, 寻常人家可有, 不比散岁的好用, 少不得败露出来, 只要列位用心, 若饥访得时, 拿货赃到时, 小子怨出白金二十两酬劳, 补人齐达应道, 荡德, 荡德, 一日三, 三日九, 看看十日献祖, 补人也吃了几遍酒水, 全无影响, 知县相公叫金满问, 银子有了魔, 金满禀道, 小的同补人鸡房, 尚无踪迹, 知县喝道, 我献你十日内陪补, 那等的你鸡房, 叫左右, 揣下去打, 金满叩头求饶, 道, 小的愿陪, 只求老爷在宽十日, 刻遍卖家私食物, 知县准了, 转眼, 金满广库, 又不曾衬得极多东西, 今日平白地要入这二百两银子, 甚费挫职, 家中首饰衣服之类, 尽数变卖也还不够, 身边盐得一臂, 小明金姓, 年方一十五岁, 省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 齿白唇红, 两道绣眉, 一双胶眼, 鬓似鸟云发尾地, 手如尖笋肉凝枝, 分明斗蒙上寒香, 疑似腰逃出发蕊, 金令使平稀爱如己女, 欲要把这婢子来出脱, 思想, 再等一二年, 遇个贵人公子, 或小妻, 或通房, 嫁他出去, 也讨得百来两银子, 如今忙不择架, 岂不可惜, 左思右想, 只得把住身的几位房子, 全结于人, 将银子凑足二百两只树, 清城四个元宝, 当堂对准, 封住库上, 吩咐他, 下次小心, 金令使心中好生不乐, 把库门锁了, 回到宫儿里, 独坐在门首, 越想越恼, 助肾来游, 用了这种屈才, 却不是清白晦气, 正那闷间, 只见家里小丝叫做绣童, 吃得半醉, 从外走来, 献了家长, 倒退帆布, 金令使骂道, 蠢奴才, 家长气闷, 你倒快活吃酒, 我千里没钱食用, 你倒有闲钱买酒吃, 秀童道, 我见阿爹两日气闷, 连我也不喜欢, 常听见人说酒可忘忧, 身边偶然积的积分银子, 买杯中物来散闷, 阿爹若末钱买酒时, 我还余得有一壶酒钱在店上, 取来救世, 金令使喝道, 谁要你的吃, 原来苏州有件风俗, 大凡做令使的, 布居内外人都称呼为相公, 秀童是九岁时卖在金家的, 自小抚养, 近已二十余岁, 只当过季的义男, 故称阿爹, 那秀童要取壶酒与阿爹散闷, 是一团孝顺之心, 谁知人心不同, 倒挑动了家长的一个激阔, 险些而送了秀童的性命, 正是老龟烹不烂, 疑惑钱哭丧, 当时秀仲自尽去了, 金令使磨然想到, 这一页岩也不曾合, 那里有外人进来偷了去, 只有秀童拿底东西, 进来几次, 难道这银子是他偷了? 又想到, 这小丝自幼跟随奔走, 甚是得力, 从不见他手脚有肾毛病, 如何陡然升起道心了, 想到, 这个斯平熙好酒, 繁味道的, 都从酒赌钱两件上起, 他吃溜了口, 没出来方, 献了大定银子, 又且手边方便, 如何不爱? 不然, 终日买酒吃, 那里来这许多钱广又想到, 不是他, 他就要偷食, 或者溜鸡快散碎银子, 这大定元宝, 没有这个力量, 就余了食, 那里出斥, 终不然, 放在钱柜上灵之前, 少不得引路人眼目, 就是拿出去时, 只好一定, 还留丁三定在家, 我今夜, 把他重铺搜紧一番, 便知分晓, 又想到, 这也不是偿法, 他如果偷了这大银, 必然忌顿在家中, 父母处, 怎肯还放在身边? 搜不着实, 反惹他笑, 若不是他偷的, 冤了他一场, 反冷了他的心肠, 哦, 有记了, 刚爱俊成有个莫道人, 赵江断氏, 急凶如赌, 见语在御丰寺中, 何不请他来疑问, 以绝凶中之遗, 过了一夜, 次日今晚早起, 吩咐秀童买些香烛纸马果品之类, 也要买些酒肉, 为谢浆之用, 自己却到御丰寺去请莫道人, 却说金令使旧邻有个贤汉, 叫做纪七官, 偶在街上, 看见秀童买了许多东西, 气愤愤地走来, 问其缘故, 秀童道, 说也好笑, 我爹真是叫了拜云, 钱这样没正经事, 二百两银子已自赔去了, 认了晦气罢休, 却又听了别人言语, 请什么道人来赵江, 邓贼道今日鬼混, 哄了些酒肉吃了, 明日少不得还要索谢, 成不成, 吃三瓶, 本钱去得不爽利, 又添些利钱上去, 好没要紧, 七官人, 你想这些道人, 可有真正活神仙在里面磨, 有着好酒好肉, 倒把宇秀童吃了, 还替我爹出的些气力, 摘了这贼道的嘴, 碾燥, 也可谢你一声磨, 正说之间, 恰好金令使从御风四转来, 秀童见价尝来了, 自去了, 金满宇记七官相见问道, 你与秀童说甚磨, 这七官也不信赵江之事的, 就把秀仲是财所言, 竖了一遍, 又道, 这小私道也有些见识, 金满陈阴无语, 邓记七官也只当闲活续果, 不想又挑动了家长一个激阔, 只因家常心仪, 闲使童而命丧, 金令使别了记七官自回县里, 腹内惆怅, 这话一发可疑, 他若不曾偷银子, 由我赵江变了, 如何要他怪那个道士, 口虽不言, 分明是土中去哈, 满渡泥心, 少听莫道人道了, 排摄坛场, 却将邻家一个小学生附体, 莫道人作章作至, 不刚踏斗, 念咒书符, 小学生就武将起来, 像一个捧剑之士, 口称邓将军下坛, 其声颇红, 不似小学生口气, 是满县真将下降, 叩首不迭, 至心通臣, 求盼偷银之贼, 天将摇手道, 不可说, 不可说, 金满再三叩求, 愿其大将只是真道性命, 莫道人又将灵牌施设, 贺道, 鬼神无私, 名以报应, 忧扣即搭, 急急如今, 金满扣之不已, 天将道, 平退闲人, 无荡告辱, 其实这些令使们家人, 及衙门内做工的, 闻得莫道人在金家赵江, 做一件稀奇之事, 都走来看, 赛作一屋, 金满好言好语都请出去了, 只剩的秀童一人在旁答应, 天将教导, 还有闲人莫道人对金令使说, 连秀童都遣出屋外去, 天将交金满书触手来, 金满贵而书其左手, 天将身指头占久在金满手心内, 写出秀童二字, 贺道, 记住, 金满大经, 正和他心中所疑, 有孔魏的, 叩头默默注告道, 金满抚养秀童已十余年, 从无偷窃之行, 若此淫果然是他所道, 便当言行究训, 此非轻易之事, 神明在上, 其在家详查, 莫随人心, 莫随人意, 天将又占住酒, 在桌上写出秀童二字, 又向空中指画, 详其字事, 亦此二字, 金满以为识然, 更无一意, 当下莫道人输了退福, 小学生望后便道, 浮起, 良久方醒, 问之一无所知, 金满把谢江的三生与莫道人散了福, 只推送他一步, 连夜去换殷补拿贼, 为头的张殷补, 叫做张二哥, 当下扣其所以, 金令使江秀童口中所言, 即天将三遍指明之事, 被细说了, 连殷补也有八九分道士, 只不是他机访来的, 不去担这余计, 推辞道, 未经道官, 难以调考, 姑满是衙门中出入的, 岂不会意, 便道, 此事由我做主, 与列位无赦, 只要严刑纠考, 考得真脏出来, 像十所许二十两, 不敢短少分毫, 张音补应允, 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帮手, 及时随金令使行走, 此时已有起庚时分, 秀童收拾了堂中家伙, 吃了夜饭, 正提万行灯出现来迎候家主, 才出德县门, 比三四个阴补将麻绳望井上变套, 不由分说, 直拖至城外一个冷铺里来, 秀童却何开口, 比阴补将铁齿向尖瞎上痛打一下, 大喝道, 你钱的好事, 秀空腹童叫道, 我千何想来, 阴补道, 你偷裤内这四定元宝, 藏于何处, 我在那家, 你家主一仿石了, 把你交付我的, 你快快招了, 免吃痛苦, 秀童叫天叫地地哭僵起来, 咒骨道, 由理言自壮, 负屈生必高, 秀童其实不曾做贼, 被阴补如法调考, 秀童疼痛难忍, 咬牙切齿, 只是不招, 原来大名律一款, 补道不许私刑调考, 若审出真道, 解官有功, 倘若不肯招任, 放了去时, 明日被他告官, 说诬陷平民, 罪当反作, 八不道调打山家, 欲已行过, 剑秀童不招, 心下也拙了慌, 商议只有鸠王, 铁锡库两件未事, 严公是脑姑上的姑, 眼睛内鸟珠都长出寸许铁锡库, 是将石屑放于夹棍之内, 未曾收紧, 痛以异常, 这是考贼的疾行了, 秀童上的脑姑, 乌儿复苏者数次, 婚债中承认了, 醒来依旧说没有, 阴补又要上铁锡库, 秀童忍痛不起, 只得招道, 是我一时剑材起义, 偷来藏在姐夫李大家床下, 还不曾动, 因补江板门台秀重道于家中, 用周汤江西, 等候天鸣, 到金令使公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里来报信, 此时秀童奄奄奄一息, 爬走不动了, 金令使叫了船只, 自同补义到李大家去起葬, 李大家住相问, 与秀童爹娘家相距不远, 阴不到时, 李大又不在家, 吓得秀童的简面如土色, 正不知肾魔缘故, 开了后门, 望爹娘家奔去了, 阴斋走人卧房, 发开床脚, 看地下土是不松, 以致虚掩, 金令使定要将除头啃起, 歧途齿鱼, 并无遗物, 众人道, 有心到这里耗脑一番了, 翻箱倒笼, 满屋寻一个遍, 那有些影, 金令使只得又同音不转来, 亲去叩问秀童, 秀童泪如而下, 答道, 我实不曾味道, 你们飞行吊考, 误要我招任, 无耻苦不过, 又不忍望班他人, 只得自认了, 说姐夫床下脏物, 实是浑化, 毫不相干, 无自九岁时蒙爹抚养成人, 近已二十多岁, 在家未曾有半点差错, 前日看现我爹废产完关, 暗地心痛之, 又献爹信了野道, 照将费钱, 欲加不乐, 不想到爹一到我身上, 今日我只欠爹一死, 更无别话, 说吧闷觉去了, 众音不叫唤, 方山醒来, 雾字哀哀地哭个不住, 金令使心下一绝惨然, 须语, 秀彤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 见秀彤躺在板门上, 六风八伤, 一丝两气, 大哭了一场, 奔到县前叫喊, 知县相公正值座堂, 问了口同, 盲差人换金满道来, 问道, 你自不小心试了库内银两, 如何通通阴捕, 妄杀千人, 飞行吊考, 金满炳道, 晓得破家纹固, 自主要激防此事, 讨个明白, 由莫道人善于赵江, 天江降谈, 三遍写出秀彤名字, 晓得又见他言语可疑, 所以信了, 除了此奴, 更无影响, 晓得也是出乎无奈, 不是故意, 知县也晓得他, 赔补的苦了, 此情未知真伪, 又被秀彤的爹娘左想右想, 无可奈何, 此时已是腊月十八了, 知县吩咐道, 岁底是盲, 且过了新年, 出事后面, 我与你亲审个明白, 众人只得不散了, 今晚回家, 到抱住一个鬼胎, 只恐秀彤死了, 到刘秀彤的爹娘服侍儿子, 又请依人去调制, 每日大酒大肉送去江西, 那秀彤的爹娘, 物字哭哭啼啼啼叙叙叙, 那贴得不住己, 正是, 青油贡自虎同行, 及凶事全吹未保, 却说补道之的秀彤的家属 叫寒准了, 十分助盲, 上一道, 我等如此崩掉, 还不肯吐露真情, 明日县堂上可知他不招的, 若不招时, 我被私家调考, 罪不能免乃秦成皇旨供于库中, 香花灯竹, 每日参拜祷告, 夜间就同金令使在库里歇宿, 求一报应, 金令使少不得又要破些礼在他们面上, 到了厨业, 支县把库逐一盘过, 支付新库力掌管, 金满已脱了肝剂, 只有师道是未给, 同情张音补向新库力说之, 原教章二哥在库里安歇, 那新库力也是本县人, 与主令使平息相好的, 无不应久, 事业, 金满各下二生相指, 携到库中, 败献成皇老爷, 就将服务, 请新库力和张二哥同酌, 三杯以后, 新库力说家中是盲, 到央金满替他照管, 自己要先别, 金满未是大结业, 不敢强留, 新库力将橱柜等都简看封锁, 又将库门锁月赋予竹满, 叫声相扰, 自去了, 金满又吃了鸡杯, 也就起身, 对张二哥说, 今夜除夜, 来早逝新年, 多吃鸡杯, 做个灵梦, 在下不得相陪了, 说吧, 将库门带上落了锁, 带了钥匙自毁, 张二哥被金满繁锁在内, 叹口气道, 这结业, 那一家不夫妇团员, 骗我晦气, 在这里替他们守库, 闷上心来, 只顾自筛自饮, 不觉鸣顶大罪, 合一而起, 睡至四更, 梦见神道伸之削脚, 踢他起来道, 银子有了, 陈大寿将来放在橱柜顶上葫芦内了, 张音补梦中惊觉, 慌忙爬起来, 向橱柜顶上摸个遍, 那里有什么葫芦, 难道神道也作弄人? 还是我自己心神恍六之故, 虚余之间, 又睡去了? 梦里又听得神道说, 银子在葫芦里面, 如何不取? 张音补惊醒, 坐在床铺上, 听利鼓, 恰好发泪, 爬起来, 推开窗子, 微微有光, 在向橱柜上下看时, 并无些子无事, 欲要去报雨金令时, 库门确淡锁住, 只得又去睡了。 少请, 听得外边人声热闹, 谷月轩敏, 乃是支线出来, 同仲官拜牌贺杰, 取杖庙行香。 天已将名, 金门几次将库门上钥匙, 交还新库吏了。 新库吏开门进来, 取红纸用印。 张音璞已是等得不耐烦, 急忙地戴了帽子, 走出库来。 恰好支线回线, 在那里排牙工作。 那金门已是整整齐齐, 穿着功服, 同重令使站立在堂上, 伺候作医。 张音璞走进前, 把他扯到旁边说梦中神道, 如此如此, 一连两次, 甚是奇异, 是来报你, 你可查县中有着陈大寿的名字否, 说吧, 张音补字回家去不提。 却说金满是日参夜过了支县, 又到库中城隍面前, 磕了四个头, 回家吃了饭, 也不去拜年, 只在县中辱查明信, 樊外郎, 属于, 灶快, 门子极尽子, 夜大, 曾在县里走动的, 无不查到, 并无陈大专名字。 整整地忙了三日, 常归年节酒, 都不曾吃得, 气得面红腹帐, 倒去埋怨那张音补说谎。 张音补道, 我是真梦, 厨师神道哄我, 今晚又想起前日赵江之事, 那天江夏林, 还莫具实话相告, 旷梦中之言, 怎便有准? 说吧, 丢在一边去了。 又过了两日, 是正月初五, 苏州风俗, 是日家家户户, 寄县五路大神, 为之烧历事。 吃过了历事饭, 方山出门做买卖。 今晚正在家中吃历事饭, 呼见老门鱼路有恩来拜年, 叫道, 金阿淑恭喜了。 有历事酒, 请我吃碗, 金令使道, 兄弟, 总是捷悟, 不好特地来请得, 今日来得极妙, 且吃三杯, 急忙交嫂子宣一壶酒, 安排些建成鱼肉之类, 与鹿门子对拙。 闲话中间, 鹿门子道, 金阿淑, 偷银鱼的贼, 有先门路魔。 金满摇手, 那里有, 鹿门子道, 要脏路, 问阴补, 你若多许阴补及两银子, 随你飞来贼, 也替你仿住了。 金满道, 我也许过他二十两银子, 只恨他莫本事赚我的钱, 鹿门子道, 假如今日有个人计访的贼人真信, 来报你时, 你还舍得这二十两银子磨? 金满道, 怎么不肯? 鹿门子道, 家书, 你方真个把二十两银子与我, 我就替你拿出贼来。 金满道, 好兄弟, 你果然如此, 也教我明白了这桩官司, 出脱了袖筒。 好兄弟, 你须是眼见的时, 莫又做猜谜的火, 鹿门鱼道, 我不是十分看得的时, 怎敢多口, 金令使急忙脱下帽子, 向屁上取下两钱重的一根金腕来, 地语鹿有恩道, 这件小意思全力信物, 坠出脏来, 莫说有余, 就是只剩的二十两, 也都与你鹿有恩道, 不该要金阿淑的, 今日是初五, 也得做兄弟的发个力士, 陆有恩氏, 以贯的门子, 就将挖耳插于网中之内, 叫, 金阿淑且关了门, 与你戏讲, 金满江大门闭了, 两个促膝戏谈。 正是, 踏破铁蝎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陆有恩间必住的, 也是个门子, 姓胡, 明媚, 年十八岁, 有个姐大叫做卢志高, 那卢志高因死了老婆, 就与小舅同住, 这胡美生的齐整, 多有人吊戏他, 倒也是个本分的小厮, 白从父母双亡, 全窥住姐姐居管。 一从姐姐死了, 跟着姐夫, 便学不出好样, 灌熟的是那妻子京儿, 随钱, 吃酒, 养婆娘。 去年腊月下旬, 陆门子一日出去了, 魂自闻的肩壁有腐凿之声, 出刺也不以为意。 以后, 但是街门下出去了, 就听得他家关门, 打得一片响。 陆门子回家, 就住了生。 魂家到厨业, 与上夫饮酒, 说及此事, 正不知凿甚磨东西, 陆门子有心, 过了出一泊, 出二出三一连, 在家住两日, 侧耳而听, 寂然无声。 到出四日, 驾坐出门往亲戚家败结, 却远远站住, 等尖壁关门之后, 敲得回来, 藏在家里。 果听得兼壁退凿之声, 从壁逢里张看, 只现胡美与卢志高聚, 蹲在地下。 胡美拿住一钉大银, 卢志高将斧敲纳定边下来。 陆门宇看在眼里, 晚间与二人相恶问道, 你家常常溃凿, 什么东西, 胡美面红不语。 卢志高道, 祖上传下一块好铁条, 要敲断打出刀来用, 陆友恩暗想道, 不是那活己是什么? 他两个那里来有这元宝, 当夜留在肚里, 赐日料的金令使在家烧看事, 所以特地来报。 今晚听了这些话, 就同陆友恩来寻张二哥不遇, 其夜就留陆友恩过宿, 明日初六, 起个早, 又往张二哥家, 并拉了四哥, 仅四个人, 四到胡美家来。 只见门上啰嗦, 末人在内, 陆门子叫魂家, 出个问气缘故。 魂家道, 昨日听见说要叫船往杭州进乡, 今早双双出门。 恰山去的, 此时就开了船, 也去不远。 四个人飞行赶去, 刚刚上司马桥, 只见小游船上的上溜, 在桥郡下买九来米。 令使们时常叫他的船, 都是相熟的, 王溜儿道, 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 金令使问道, 李尔, 你赶早买九竹米, 在那里去溜击道, 拖赖揽个杭州的仔, 药上有个把月生意, 金满派主监问, 是谁? 王溜儿富尔迪言道, 是湖门严同他姓卢的亲眷合教的船, 金满道, 如今他二人可在船里, 公溜击道, 那卢家在船甩, 胡舍还在岸上接婊子未来, 张音补听说, 高先把干壳扣住。 溜儿道, 我得何罪, 金满道, 不干你事, 只要你引我到船。 就放你, 溜儿连灭的久来的米都寄在殿上, 引住四个人下桥来, 八只手准备拿贼。 这正是, 闲时不学好, 今日回应迟, 却说卢志高在船中, 靠住蓝迁, 眼盼盼望那虎美皆婊子下来同乐, 却一眼瞧, 见金令使, 又现王溜儿井上麻绳带住, 心头跳动, 料到有些诧异, 也不顾铺盖, 跳在岸上, 舍命奔走。 宫流儿指道, 那带孝头金的就是姓卢的, 众人放开脚去赶, 口中只叫道库的贼修走, 卢志高住了忙, 跌上一跤, 被众人赶上, 一把拿住。 也把麻绢扣井, 问道, 胡美在那里, 卢志高道, 在婊子留仇解家里, 众人教卢志高作演, 其奔留仇解家来。 胡美先前听的人说外面, 拿道库的兔打住心头, 不对婊子说, 欲先走了, 不知去向。 众人只得拿刘仇解去, 都到张二哥家里, 搜卢志高身边, 并无遗物, 即搜到沾袜里, 搜出一定突元宝, 定边烦都敲去了。 张二哥要带他到城外冷铺里去调考, 卢志高道, 不必用刑, 我便招了。 去年实名间, 我同胡美都赌集了, 莫出设法。 胡美对我说, 只有库里有许多元宝空在那里, 我教他, 且拿几个来用用, 他趁着十五月十这夜, 偷了四定出来, 每人各分二定。 因不敢出斥, 只敲的定边实用。 那一定藏在米桶中, 米上放些破衣服盖住, 还在家里。 那两定却在胡美身边。 金蛮又闻, 那一夜, 我眼也不曾合, 他怎么拿得这样急溜, 卢志高道, 胡美凡便进来, 献你坐住, 不好动手。 那一夜闪入来, 恰好你们小厮在里面锄中取蜡烛, 打翻了麻油, 你起身去看, 方得其辩。 众人得了口词, 也就不带去调考了。 此时, 秀童在张二哥家江西, 悬动叹不得, 见拿住了真脏真贼, 咬牙切齿地骂道, 这砍头贼。 你便倒了银子, 却害得我好苦。 如今我也没出深渊, 只要咬下他一块肉来, 笑着口气, 便在草扑上要爬起来, 可怜那里正扎得动。 众人尽了安慰, 劝住了他, 心中转痛, 乌乌烟烟地啼哭。 金令使十分过意不去, 不觉也掉下眼泪, 连忙叫人抬回家中调养。 自己却同众人到湖美家中, 打开锁搜看, 将米菊里米青在地上, 滚出一定墨边的元宝来。 当日众人就带炉至高道县, 秉明了支县相公。 支县验了银子, 小的不在, 即将炉至高仲则五十板, 取了口辞收监。 等拿货虎美时, 一同拟醉。 出个广补文书, 击访虎美, 勿载避祸。 传户王溜儿, 乐富刘仇姐, 缘不知情, 且赃物未现破散, 暂时付宝在外。 先货元宝二哥, 本当还酷, 但酷饮已金金满, 便产赔补, 孤照给主赃利, 给还金满。 这一段, 满昆山人无有不服, 正是国政天心顺, 官清民自安。 却说金令石领了两个突元宝回家, 就在银匠铺里, 将银赞开, 把二八一石六两白银, 送与陆门子, 补食前沿。 却将石两宋宇章二哥, 厚获住胡美时, 还有奉谢。 次日金满后之县出堂, 叩谢。 之县有怜悯之心, 深恨胡美。 乃出官赏银石两, 历县, 杨补衙积获。 过了半年之后, 张四哥偶有事到胡州双邻地方, 船从苏州楼门过去, 忽见胡美在楼门堂上行走。 张四哥急拢船上岸, 叫道, 胡阿蒂, 慢走。 胡美回头认的是阴谱, 忙走一步, 转弯往一个豆腐店里头就躲。 卖豆腐的老儿, 才要声张, 胡美像兜肚里摸出雪白光亮水墨般的一定大银, 对酒缸草盖上一丢说道, 容我躲过今夜时, 这定银子与你平分, 老儿摊了这定银子, 慌忙捡过了, 只一个去处叫他藏了。 张四哥赶到转弯处, 不见了胡美, 有个多嘴的闲汉, 指点他在豆腐店里去寻。 张四哥进店同时, 那女儿之推没有。 张四哥满屋, 看了一周遭, 果然没有。 张四哥身边取出一块银子, 约有三四钱重, 拔鱼老儿说道, 这小厮是昆山县门子, 倒了官库出来的, 大老爷出广补拿他。 你若时时务时, 引他出来, 这鸡钱银子送你老人家买果子吃。 你若藏留, 着想知县主, 拿出去时, 问你个同道。 老儿慌了, 连银子也不肯接, 将手望上一指。 你到什么去处?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躲得安稳, 说出晦气。 那老儿和妈妈两口, 只住的一间屋, 又做豆腐, 又做白酒, 狭窄没处睡, 将木头架一个小小格, 恰好打个坡, 临睡时把短梯爬不去, 却有一个电锄而引住。 虎美正躲得稳, 却被张四哥一手脱缰下来, 就把麻绳附住, 骂道, 害人贼, 银子藏在那里。 虎美战战兢兢答应道, 一定用完了, 一定在酒缸盖上, 老者怎敢隐瞒, 余得率力取出。 张四哥见老者, 何姓何名, 老者惧怕, 不敢答应。 旁边一个人替他答道, 此老姓陈明大寿, 张四哥点头, 便把那三四钱银子撇在老儿柜上, 带了虎美, 踏在船头里面, 连夜回昆山县来。 正是, 莫道亏心是可作, 恶人自有恶人魔。 此时如至高, 已病死于狱中。 直线见累死了一人, 心中颇惨, 又令始终多有与虎美, 有勾搭的, 都来卷他金满面前讨饶, 由央门语头王文英来说。 金满想起同酷的事亏他, 只得把人情迈在众人面上, 秉之献道, 道银虽是虎美, 造谋卖出解大, 矿原银所事不多, 邱老爷从宽发落, 知献将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 只将虎美重责三十, 兼个屠罪, 以为后来。 元宝一定仍给海金满领去, 金满又将十两银子卸了张四哥。 张四哥因说起福酒店老者始末, 众人各个亥然。 方知去年张二哥除夜梦成皇吩咐, 陈大寿已将银子放在橱顶上葫芦内了。 胡者, 胡美, 卢者, 卢志高, 陈大寿乃老者之姓名, 胡美在殿橱顶上搜出。 神明之语, 一字无漆, 果然是, 暗示亏心, 神目如殿。 过了几日, 背下朱阳, 抬住橙皇庙中赛神酬谢。 金满回恩区的绣童, 受此苦楚, 况此童出饮酒之外, 并无失德, 更坚立心忠厚, 死而无怨, 更没有甚么好处回答的他。 乃改秀同名金秀, 用己之姓, 视如亲子。 将美必经兴许他未婚, 带身体调制地强旺了, 便陪为夫妇。 金秀的父母, 聚个欢喜无言。 后来今满无子, 家业就是金秀成顶。 金秀也纳个力缺, 人称为小金令使, 三考满了, 是至暗查思经历。 后人有诗探金秀之网, 诗云。 宜人无用用无疑, 耳畔修听是与非。 凡是要平真实践, 古今冤屈有谁知。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谁言金古事难穷, 大底荣枯总是空。 算得生前随分过, 争如云外纸冰红。 暗天雪色眉根白, 悬落花光脸上红。 惆怅七两两回首, 木林萧索起悲风。 这八句诗, 来西川成都府华阳县王处后, 年纪将及六旬, 把镜照面, 见须发有鸡根白的, 有感而作, 世上之物, 少则有壮, 壮则有老, 古之常理, 人人都免不得的。 原来诸物都是先白后黑, 唯有梦虚却是先黑后白。 又有带花刘史君, 对镜中, 见着头发斑白, 曾坐醉亭楼子。 平生性格, 随分好些春色, 沉醉脸滑墨。 虽然年老新未老, 满头花芽中冒测, 病如霜, 虚似雪, 自皆策。 几个香枝动我染, 几个香枝劝我摘。 染斋有何意? 荡出博作短命晚, 如今已过中年课, 且留些装完井, 尽叫白。 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 有个园外, 年鱼六巡, 虚发颇然。 只因不服老, 炕子贪色, 荡散了一个佳祭, 几乎做了诗香之鬼。 这园外姓甚名谁, 却做出甚魔事来, 正是沉随车马和年静, 世系人心早晚休。 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 一个开线铺的园外张士连, 年过六旬, 妈妈死后, 截然一身, 并无儿女。 家有十万资石, 用两个主管营运。 张园外乎一日拍胸长叹, 对二人说, 我许大年纪, 无儿无女, 要十万家才合用。 二人曰, 园外何不娶房娘子, 生得一男伴女, 也不觉得香火, 园外甚喜, 差人随即换张眉里眉前来。 这两个眉人端地事, 开言成匹配, 举口何姻缘? 一世上奉之鸾姑, 管宇宙单眠毒素。 传言玉女, 用机关把臂拖来, 事案金童, 下说此拦腰抱住。 调缩之女害相思, 引得嫦娥离月殿。 园外道, 我因无子, 相反你二人说亲, 张眉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道, 大摆子许多年纪, 如今说亲, 说甚魔人似的。 教我怎地应他, 则见李眉把张眉推一推, 便道, 容易, 临行, 又叫住了道, 我有三句话, 只因说出这三句后来, 叫缘外。 青云有路, 翻为苦楚之人, 白骨无焚, 化作尸香之鬼。 没人道, 不知缘外意下何如, 张缘外道, 有三件事, 说与你两人, 第一件, 要一个人才出入, 好母好祥的。 第二件, 要门户相当。 第三件, 我家不有十万贯家财, 需住个有十万贯防医的亲来对付我, 两个梅人, 肚里暗笑, 口中胡乱答应道, 这三件事都容易, 当下相思缘外自去。 张梅在路上与李眉商一道, 若说的这投亲事成, 也有百事贯钱赚, 只是缘外说的话大不住人, 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个年少郎君, 却肯随你这老头子, 偏你这几根白胡须是砂糖半的。 李眉道, 我有一头倒也凑巧, 人才出众, 门户相当, 张梅道, 是谁嫁? 李眉云, 是王昭轩府里出来的小夫人。 王昭轩出去时, 十分崇本, 后来只立一句话破战些, 失了主人之心, 情愿白白礼, 把羽人, 只要各有门风的便肯。 随身房至少也有几万贯, 只怕年纪推小些, 张梅道, 不愁小的推小, 还嫌老的推老, 这投亲张员外怕不中意, 只是此而心下必然不美。 如今对此而说, 把张家年纪瞒过了一二十年, 两边就差不多了。 李眉道, 明日是个何何日, 我同你先到张宅讲定彩礼, 随到王昭轩府一说便成, 是网歌归无话。 此日, 二媒约会了, 双双地到张员外宅里说, 杂日员外吩咐的三件事, 老西寻得一头亲, 男的嫩般凑巧。 第一件, 人才十分足色。 第二件, 是王昭轩府里出来, 有名声的。 第三件, 十万贯房搭, 则怕园外嫌他年小, 张园外问道, 却几岁, 张梅应道, 小园外三四十岁, 张园外满脸堆笑道, 全杖做成则个。 画修续凡, 当下两边据说允了, 少不得行才那里, 殿艳已毙, 花竹成亲。 次早餐败家堂, 张园外穿紫罗衫, 新头巾, 新靴新袜。 这小夫人, 筑甘红肖金, 大秀团花霞壮, 肖金盖头, 生的。 新月龙眉, 春桃拂脸, 义态幽花疏立, 肌肤嫩雨生光。 说不见万种摇烧, 画不出千般艳艳。 和须楚霞云飞过, 便是蓬莱殿里人。 张园外从场至上看过, 暗暗的喝彩。 小夫人揭起盖头, 看见园外须眉浩白, 暗暗的叫苦。 花竹叶过了, 张园外心丁喜欢, 小夫人心下不乐。 过了月雨, 只限一人相依道, 今日是园外生辰, 小道送书在此, 原来园外, 但欲出一月半, 本命生辰, 向有道书。 那时小夫人开书看时, 扑素素两行泪下, 见着园外年几六时, 埋怨两个没人将找悟了。 看那张园外时, 这几日又添了四五剑在身上, 腰变天腾, 眼变天泪, 耳变天龙, 鼻变天涕。 一日, 园外对小夫人道, 出外搏钱, 夫人耐静, 小夫人只得应道, 园外早去早归。 说了, 园外自处去, 小夫人自思量, 我嫩地一个人, 许多房搭, 却嫁一个白须老, 心下正烦恼, 身边立住从嫁道, 夫人今日何不门手, 看街消遣, 小夫人听说, 便同养娘到外边来看。 这张园外门手, 是胭脂绒线铺, 两臂装住橱柜, 当中一个子圈沿边帘子。 养娘放下帘钩, 垂下帘子, 门前两个主管, 一是李庆, 五十来岁, 一个张胜, 年纪三十来岁, 二人献放了帘子, 问道, 为甚魔。 养娘道, 大人出来看街, 两个主管躬身在帘鱼前参见。 小夫人在帘子底下起一点珠唇, 录两行岁欲, 说不得数句言语, 交张胜惹场烦恼, 远如沙漠, 何书莫底苍潭, 众若秋山, 难比无穷太华。 小夫人先叫李尚管问道, 在园外宅里多少年了? 李主管道, 李庆在此二十余年, 夫人道, 园外寻常照管你也不曾。 李主管道, 一饮一酌, 接触园外, 雀尖张主管, 唱主管道, 张胜从先父在园外宅里二十余年, 张胜随助先父, 便驱逝园外, 如今也有十余年, 小夫人问道, 园外曾广顾拟摹, 张胜道, 举家衣食, 接触园外所赐, 小夫人道, 主管少待, 小夫人折身进去不多时, 地鞋物语封主管, 把绣包手来接, 功身谢了。 小夫人却叫张主管道, 终不成语了他不与你, 这物件虽不值钱, 也有好处, 张主管也依李主管, 接取功身谢了。 夫人又看了一回, 自然去, 两个主管, 各自出门前支持买卖, 原来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银钱, 张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钱, 当时张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银钱, 李主管也不知张主管得的是金钱。 当日天色已晚, 淡现, 野烟四合, 宿鸟归林, 家人丙竹归房, 路上行人头垫, 于父父于归竹境, 木童齐独后孤村。 当日晚算了账目, 把文部成章园外, 今日卖鸡账, 买鸡文, 人上欠鸡文都欠压了。 原来两个主管, 各轮一日在铺中当职, 其日却好正轮助张主管直诉。 门外面一间小房, 点住一盏灯。 张主管闲坐半上, 安排歇速, 呼听得有人来敲门。 张主管听得, 问道, 是谁? 应道, 你则开门, 却说与你, 张主管开了房门, 那人呛将人来, 闪身已在灯光背后。 张尚夫看时, 是个妇人。 张主管吃了一惊, 慌忙道, 小娘子, 你这早晚来有甚事。 那夫人应道, 我不是私来, 早问于你务事地交我来。 张主管道, 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 想是交你来讨还。 那妇女道, 你不理会得, 封主管得的是银钱。 如今, 小夫人又交把一件物来与你, 只限那夫人背上取下一包衣装, 打开来看到, 这鸡剑把于你穿的, 又有鸡剑妇女的衣服, 把于你娘只见妇女留下衣服, 坐别出门, 赴回身道, 还有剑要紧的道望了, 又向衣袖里取出一定五十两大银, 撇了肉去。 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 不明个白, 一夜不曾睡着。 明日早起来, 张主管开了店门, 一日做买卖。 等得李主管到了, 将铺面交割与她, 张胜自归到家中, 拿出衣服银子与娘看。 娘问, 这物是那里来的, 张主管把夜来的话, 一一说与娘制。 婆婆听得说道, 孩儿, 小夫人她把金钱与你, 又把衣服银子与你, 却是甚魔一死。 娘如今六十以上年纪, 自从没了你爷, 便满眼只看你。 若是你做出事来, 老生靠谁? 明日便不要去, 这张主管是个本分之人, 况又是个孝顺的, 听见娘说, 便不往扑里去。 张员外见她不去, 使人来叫, 问道, 如何主管不来? 婆婆应道, 孩儿感谢风寒, 这几口身子不快, 来不得。 传于园外得知, 贪便来, 又过了几日, 李主管献她不来, 自来叫道, 张主管如何不来? 铺中莫人相帮, 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 这两日反重, 李主管自去。 张员外二五便使人来叫, 做娘的, 只是说为得好。 张员外见三回五次叫她不来, 猜道, 心事别有去处。 张胜自在家中, 时光迅速, 日月如梭, 年纸之间, 在家中早过了一月有余, 道步的坐吃山崩。 虽然的小夫人许多物事, 那一定大银子, 容易不敢出赤, 衣裳又不好变卖, 不去营运, 日来月往, 手内使得没了, 却来问娘道, 不交儿子去张员外宅里去, 闲了经济, 如今在家中日逐盘费如何挫止, 那婆婆听得说, 用手一指, 指住乌粮土道, 孩儿你现也不见。 张胜看时, 原来乌粮上挂住一个包, 取浆下来, 道, 你爷养的你这等大, 则是这件物事身上打开纸包看时, 是个花考考。 婆婆道, 你如今依仙坐这道路, 席爷的生意, 卖些棚之荣献, 当日时宇元宵, 张胜道, 今日元宵夜端门下放灯, 便问娘道, 儿子欲去看灯则个娘道, 孩儿, 你许多时不行这条路, 如今去端门看灯, 从张员外门前过, 又去惹是昭妃, 张胜道, 世人都去看灯, 说道, 今年好灯, 儿子去去便归, 不从张员外门前过便了, 娘道, 要去看灯不妨, 则是你自去看不得, 同一个相识作伴去才好, 张胜道, 我与王二哥同去, 娘道, 你两个去看不妨, 第一磨的吃酒, 第二同去同回, 吩咐了, 两个来端门下看灯, 正壮主当十次欲酒, 撒金钱, 好热闹, 王二哥道, 这里难看灯, 一来我们身小利妾, 助身来由吃挨吃脚, 不如去一处看, 那里也抓付住一座敖山, 张胜问道, 在那里, 王二哥道, 你倒不知, 王昭宣府里抓付住小敖山, 今夜也放灯, 两个便附身回来, 却到王昭宣府前, 原来人又热闹四端门下, 就府门前下献了王二哥, 张胜只叫得生苦, 却是怎的归去, 临出门时, 我娘吩咐道, 你两个同去同回, 如何不献了王二哥, 指我先到屋里, 我娘便不焦躁, 若是王二哥先回, 我娘定到我那里去, 当夜看不得那灯, 独自一个行来行去, 蒙醒道, 前面是我那就主人张元外宅里, 每年到元宵夜, 歇浪现铺, 天许多烟人, 今日想他也未收灯, 以礼信步行到张元外门前, 张胜吃惊, 只见张元外家门便开住, 十字两条竹竿, 附住皮革底, 盯住一碗炮灯, 罩住门上一张手绑贴在, 张胜看了, 虎得目睁口呆, 枉之所措, 张胜去这灯光之下, 看这手绑上写著道, 开封府左军寻愿, 看到百姓张世连, 魏不合, 方才读到魏不合三个字, 物字不知道, 出肾罪, 则剑灯笼底下一人喝道, 你好大胆, 来这里看肾的, 张主管吃了一惊, 拽开脚步便走, 那喝的人大踏不敢将来, 叫道, 是肾魔人, 直嫩大胆, 夜晚问, 看这榜座肾魔, 虎得张胜便走, 剑刺间, 行列巷口, 待要转弯归去, 相思二更, 献一轮明月, 正照住荡空, 正行之间, 一个人从后面赶将来, 叫道, 张主管, 有人请你张胜阿头看时, 是一个酒博士, 张胜道, 想是公二哥在巷口等我, 制些酒吃归去, 恰也好, 同这酒博土到店内, 随上楼梯, 到一个阁前面, 良久道, 在这里, 掀开脸, 张主管看线一个妇女, 身上衣服不堪其整, 头上蓬松, 正是, 鸟云不整, 为思昔日豪华, 粉泪贫飘, 未亦当年富贵, 秋夜月蒙云笼罩, 牡丹花被土尘买, 这妇女叫, 张主管, 是我请你张主管看了一看, 随, 有些面熟, 却想不起, 这妇女道, 张主管如何不认得我, 我便是小夫人, 张主管道, 小夫人如何在这里, 小夫人道, 一言难尽, 张胜问, 夫人如何嫩甸, 小夫人道, 不和信没人口, 嫁了张员外, 原来张员外因, 稍断假银示范, 把张员外父去左军寻院里去, 至今不知下落, 家既并许多房产, 都封姑了, 我如今一身无所归住, 特地投奔你, 你看我平息之面, 留我家中住几十则个, 张胜道, 使不得, 第一家中母亲严解, 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 礼下不整官, 要来张胜家中, 断然使不得, 小夫人听得到, 你将为长言俗语道, 呼舌容易浅舌难, 怕口酒碎深, 盘费重大, 我教你看, 用字去怀里提出贱物来, 文中使觉山葬寺, 傍岸方知水阁村, 小夫人将一串一百单八颗西株树株, 磕磕大如鸡豆子, 明光灿烂, 张胜献了贺彩道, 有眼不曾见这宝物, 小夫人道, 许多房高, 尽比官府寂寞了, 则藏得这物, 你若肯留在家中, 但但把这件宝物逐科去卖, 尽可过日, 张主管听得说, 正是, 归去只愁红日晚, 思量游孔马行尺, 横财红粉歌楼酒, 谁为三班是不迷, 当日张胜道, 小夫人要来张胜家中, 也得我娘肯十方可, 小大人道, 和你同去问婆婆, 我只在对门人家等回报, 张胜回到家中, 将前后事情逐一对娘说了一遍, 婆婆是个老人家, 心思, 听说如此落难, 连声叫道, 苦恼, 苦恼, 小夫人在那里, 张胜道, 现在对门等, 婆婆道, 请相见, 相见礼毕, 小夫人把诗来说的话, 从头戏说一遍, 如今都无亲妻投奔, 特来见婆婆, 望起荣流, 婆婆听得说道, 夫人暂住数日布房, 只怕加寒怠慢, 思量别的亲戚再去投奔, 小夫人便从怀里取出树珠地与婆婆, 灯光下, 婆婆看见, 就留小夫人在家住, 小夫人道, 来日捡科来货卖, 开启烟纸线坡, 门前挂着花烤烤味剂, 张胜道, 有这件宝物, 胡乱卖动, 便是若前前, 况且五十两一定大银未动, 正好收买货物, 张胜自从旱店, 借了张园外一路买卖, 其实人换张胜做小张园外, 小夫人屡次来缠张胜, 张胜心肩似铁, 只以主母相待, 并不急乱, 当时清明节后, 怎现的? 清明何处不生烟? 郊外微风挂指前, 人笑人歌方草地, 乍情乍雨姓花天, 海棠之上绵满雨, 杨柳堤边最荣眠, 红粉佳人蒸话板, 彩丝摇曳学飞仙, 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 小张园外也出去游玩, 晚间来, 却带入万圣门, 则听的后面, 人叫张主管, 当时张胜自私道, 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张园外, 甚人叫我主管, 场间头看时, 却是日主人张园外, 张胜看张园外面上赤柱四字金印, 棚头垢面, 衣服不整齐, 及时进入酒店里, 一个吻便格而坐下, 张胜问道, 主人园何如此狼狈, 张园外道, 不合成了这头亲事, 小夫人园是土招宣府里出来的, 今年正月初一日, 小夫人自在莲尔里探街, 指一个安童拖住盒, 打从面前过去, 小夫人叫住问道, 府中近日有甚事说, 安童道, 府里别无甚事, 则是前日王昭宣寻一串 一百单八颗西珠树珠不限, 带泪得一府的人, 莫一个不吃罪责, 小夫人听得说, 脸上或青或红, 小安童自去, 不多时二二十人来家, 把他房仓和我的家私都半将去, 便捉我下左军寻愿拷问, 要这一百单八颗树珠, 我从不曾见, 回说没有, 将我打顺毒棒, 拘禁在间, 到亏当日, 小夫人人去房里自调身死, 官司莫决策, 把我断了, 则是一事, 至今日, 那一串一百单八颗树珠不知下落, 张胜闻言, 心下自私道, 小夫人也在我家里, 树珠也在我家里, 早捡动刀顺了, 甚是黄祸, 劝了张元外邪九十, 相别了, 张胜言路思量道, 好事获人, 回到家中, 见小夫人, 张胜一步退一步道, 告夫人, 饶了张胜性命, 小夫人问道, 怎嫩她说, 张胜把试来大张元外说的话, 说了一遍, 小夫人听得道, 却不作怪, 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缝, 一声高丝一声, 你岂不理事得, 她道, 我在你这里, 故意说这话, 教你不留我, 张胜道, 你也说的是, 又过了数日, 只听得外面道, 有人寻小元外, 张胜出来迎接, 便是大张元外, 张胜心中道, 家里小夫人使出来相见, 是人是鬼, 便明白了, 叫养娘请小夫人出来, 养娘人去, 只莫寻讨处, 不见了小夫人, 当时小元外, 既知小夫人真个是鬼, 只得将前面是, 一一告语大张元外, 问道, 这串树珠却在那里, 张胜去房中取出, 大张元外教, 张胜同来王昭轩府中说, 将树珠交纳, 其余捡去树科, 将前取赎器, 公昭轩属免张氏连罪犯, 将家私给孩, 仍旧开烟之戎献铺, 大张元外, 仍请天庆官道士作战, 追见小夫人, 只因小夫人生前, 慎有张胜的心, 死后尤然相从, 窥杀张胜立心至成, 到底不曾尤然, 所以不受其祸, 超然无泪, 如今财色迷人者纷纷皆是, 如张胜者万中无一, 有失赞云, 谁不贪财不爱饮, 始终难染正人心, 少年得似张主管, 鬼或人非两不亲, 第十七卷顿秀才一招交态, 蒙正瑶中怨气, 买尘担赏书生, 文夫诗意惹人轻, 才入荣华称庆, 红日偶然阴囤, 黄河上有成青, 浮云眼底总难平, 老八角跟立定, 这首《西江乐》大概说人穷通有识, 故不可以一时之得意而自夸其能, 亦不可以对之失意而自坠其志, 唐朝甘露年间, 有个王牙丞相, 官居一品, 全押百辽, 冲仆钱数, 日食万钱, 说不尽荣华富贵, 其府地厨房与一僧似相邻, 每日厨房中敌锅静碗之水, 倾向沟中, 其水从僧寺中流出, 一日寺中老僧出行, 偶见沟中流水中有白雾, 大如雪片, 小如玉蟹, 近前观看, 乃是上白米饭, 王丞相除下锅里碗里洗刷下来的, 长老和长念声,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随口吟叙一首, 春时更种下石云, 历历磕磕沸沸沸沈, 春丢戏康如泡玉, 吹成香饭似堆饮, 三餐饱食无余事, 一口饥食可疗品, 勘探沟中狼极见, 可怜天下有穷人, 长老吟诗以罢, 随换人公道人, 将照离照起沟内残范, 向清水河中敌去污泥, 探于筛内, 日色晒前, 用磁缸收住, 且看基石满的一缸, 不够三四个月, 其缸已满, 两年之内, 并积得六大缸有余, 那王牙丞相, 直到千年富贵, 万代奢华, 谁知乐极生悲, 一招触犯了朝廷, 严门待勘, 未知生死, 其实宾客散尽, 冲仆逃亡, 苍岭尽卫仇家所夺, 王丞相至千二十三口, 识尽粮绝, 单机忍恶, 啼哭之声, 闻于临四, 长老听得心怀不忍, 只是一强之格, 除非学强刻意相通, 长者将刚内所积范前进软, 争而溃至, 公衙丞相吃霸, 甚以为美, 浅碧于间老僧, 他出家之人, 何以由此惊食? 老僧道, 此非贫僧家常吃饭, 乃府上敌府洗碗之鱼, 流出沟中, 贫僧可惜有用之物, 弃之无用, 将清水洗尽, 日色晒前, 留位荒年瓶盖之事, 今日谁知, 仍记了尊府之急, 正是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王牙丞相听罢, 贪道, 我平息无恬天物如此, 安得不败, 今日之祸, 必然不免, 其夜遂服毒而死, 当初富贵时节, 怎知道有今日, 正是贫贱长丝富贵, 富贵又屡危机, 此乃福过灾生, 自取其救, 假如今人贫贱之时, 那之后日富贵, 即如荣华之日, 起信后来苦楚, 如今, 在下再说个先忧后乐的故事, 列位看官们, 内中堂有胯下忍辱的寒信, 欺不下击的苏秦, 听在下说这段平话, 个人回去硬挺住头颈过日, 以待诗来, 不要先坠了志气, 有诗四句, 秋风摔草定逢春, 耻帅泥中也会身, 画虎不成军莫孝, 安排崖找使惊人, 话说国朝天顺年间, 福建盐忽府江乐县, 有个患家, 姓马, 明万群, 官拜立刻给失踪, 因论太监王阵专权误国, 虚极未免, 夫人早丧, 单生一子, 明曰马任, 婊子得称, 十二岁有产, 聪明宝学, 说起他聪明, 就如颜子渊文艺之时, 论起他宝学, 就如于是南武车富统, 真个文章盖世, 名誉过人, 马给想爱惜如良金美誉, 字不必言, 离中那些富家儿郎, 一来为他是皇门的贵公子, 二来到他经节之才, 早晚飞黄腾达, 无不征仙奉承, 其中更有两个人奉承的要紧, 真个是, 冷中送暖, 闲里寻忙, 出外必称弟兄, 使前那问而我, 藕画殿中酒美, 请饮三杯, 才夸记管荣娇, 带包一月, 多吞捧屁, 游云手有余香, 随口踏谈, 唯恐人先着脚, 说不尽致孝邪间, 只少个出七线子, 各叫黄圣, 绰号黄并丸, 一个叫顾养, 绰号飞天炮仗, 他两个祖上也曾出世, 都是父后之字, 目不识丁, 也顶个读书的虚名, 把玛德称作个大菩萨供养, 颁他日后富贵往来, 那玛德称是忠厚君子, 彼以礼来, 此以礼在, 献他殷勤, 也遂予之未有, 皇圣就把亲妹六凡, 须与德称未婚, 德称闻此女才貌双全, 不胜之喜, 但从小立个誓愿, 若要洞房花竹叶, 必须金榜挂名时, 玛给世间他立志高明, 也不相强, 所以年过二十, 尚未完取, 时值相逝之年, 呼一日, 皇圣, 顾样邀玛德称, 向书铺中去买书, 建书铺隔壁有个算命店, 牌上写道, 要知命好丑, 纸尖章铁口, 玛德称道, 此人名为铁口, 必肯直言, 买完了书, 就过兼臂, 与那张先生拱手道, 学生建造, 求教, 先生问了八字, 将五行生克之术, 五行虚实之理, 推算了一回, 说道, 尊官若不见怪, 小子方敢直言, 玛德称道, 君子问哉不问福, 何须隐晦, 皇圣, 顾祥两个在旁, 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 说出话来冲撞了公子, 皇圣便道, 先生仔细看看, 不要轻谈, 顾祥道, 此位是本县大明氏, 你只看他荆轲发解, 还是发魁, 先生道, 小子只具理直讲, 不知准否, 贵造偏财归路, 父主争容, 论理毕生于贵幻之家, 皇顾二人叩首大笑道, 这就准了, 先生道, 吴肯忠命缠魁毕, 文章观世, 二人又大笑道, 好先生, 算得准, 算得准, 先生道, 只嫌二十二岁, 交浙运不好, 官杀重重, 胃祸不小, 不但破家, 以防伤命, 若过得二十一岁, 后来倒有五十年躲华, 只怕一丈扩的水缺, 双脚跳不过去, 皇圣就骂起米道, 放屁, 那有这话, 顾祥伸出拳来道, 打这丝, 打歪他的铁嘴, 马德称双手拦住道, 命之李威, 只说他算不准就罢了, 何须计较, 皇顾二人, 口中还不干净, 却得马德称敌死劝慧, 那先生只求无事, 也不想算命钱了, 正是, 阿贱人人喜, 直言各个贤, 那时连马德称也指道自家拓手功名, 虽不深怪那先生, 却也不信, 谁知三场得意, 绑上无名, 自十五岁进场, 道接二十一岁, 三颗不重, 若伦年纪还不多, 只未尽长屡次了, 反觉不利, 又过一年, 刚刚二十二岁, 马给是一个门生, 又蹭了王震一本, 王震疑心做主, 直使而然, 在李前仇, 密缩朝中心腹, 寻马万群荡出, 作有私食罪过, 作赃万两, 驻本处俯案破解, 马万群本是个清官, 闻之此信, 一口气得病数日身死, 马德称哀妻尽礼, 此心无穷, 却被有私逢迎上意, 必要万两赃银交纳, 此时只得变卖家产, 但是有税气可查者, 有私镜子顾家官卖, 只有续制一个小小日装, 未曾起税, 官府不知, 马德称, 是顾祥平息之交, 只说顾家产业, 让他暂时承认, 又有古董书籍等项, 约数百金, 寄予皇盛家去弃, 却说, 有司官将马给世家房产田业尽数变卖, 卫足其数, 雾白, 吹毛求私不已, 马德称, 服输在坟堂屋内暂住, 呼一日, 顾祥遣人来言, 府上于夏田庄, 官府已知, 瞒不得了, 马德称无可奈何, 只得入官, 后来文的反噬顾祥举手, 一则恐后连累, 二者博有私的笑脸, 德称之人情豪险, 复之一笑, 过了岁余, 马德称在皇盛家索取忌顿物件, 连走数次, 拒不相接, 劫末遣人送一封铁来, 马德称拆开看时, 没有书简, 只封账目一纸, 内开某月某日, 某是用银若钱, 某该合认, 某该独认, 如此废一次, 随将古董书籍等相, 估计扣除, 不还一见, 德称人怒, 荡了来人之面, 将帐幕扯碎, 大骂一场, 这般苟翼之辈, 在修相见, 从此亲事一步提起, 皇盛巴不得杜绝马家, 正中其怀, 正合住西汉逢宫的四句, 道是, 一跪一见, 交情乃见, 一死一生, 乃现交情, 马德称在坟屋中守孝, 弄得衣衫褴褂, 口是不周, 当初父亲存日, 也曾周记过别人, 今日自己遭困, 确实人周记, 我广守坟的老王, 调夺他把坟上树木道卖与人, 得称不肯, 老王指住路上几棵大柏树道, 这树不在坟旁, 卖之无妨, 得称一九, 奖定价钱, 先到一棵下来, 中心都是重铸空的, 不值钱了, 再到一棵, 意义负如此, 得称探道, 此乃命也, 就交住手, 那两棵树只当烧柴, 卖不多钱, 不两日用完了, 身边只剩的十二岁一个 夹生小丝, 央老工作中, 也卖与人, 得银无两, 这小丝过门之后, 夜夜小仪起来, 主人不要了, 退还老王处, 缩取原价, 得称不得已, 情后减退了二两身价卖了, 好奇怪, 第二遍去, 就不小仪了, 这鸡夜小仪, 分明是打落得称这二两银子, 不在话下, 光阴四溅, 看看府满, 得逞贫困之急, 无门可告, 想起有个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 湖州德青县之县也是父亲门生, 不如去投奔他, 两人之中也有一遇, 当下将基建神物家伙, 托老公卖冲路费, 将写了就衣就肠, 收拾做一个包裹, 搭棉上路直至杭州, 建纳表叔刚刚十日之前已病故了, 随到德青县头那个知县时, 又正欲这几日为钱粮事情, 与上司争论不合, 使性要回去, 告病关门, 无由通报, 正是, 十来凤送出下阁, 运女雷轰剑福杯, 得逞两处投入不住, 想得南京衙门做官的多有年纪, 又趁船到京口, 欲要渡江, 怎奈连口大西风, 土木船寸不难行, 只得网聚令一路步行而入, 竟网留都, 屈数国都纳积个城门, 神策金川一封门, 怀远请粮到石城, 三山巨宝连通缉, 洪武朝阳走太平, 马德称由通缉门人城, 到饭店中宿了一夜, 次早往不客等个衙门打听, 往年多有年纪未官的, 如今生的生了, 转的转了, 死的死了, 坏的坏了, 一无所欲, 成性而来, 却难兴进而返, 流连光景, 不觉又是半年有余, 盘缠拒以用尽, 虽下学武大夫无门起时, 也难免屡蒙正僧院投斋, 呼一日, 德称投斋到大报恩寺, 遇献个相识相亲, 问其相礼之想, 方知本省宗师按林岁考, 德称在先府满时, 因无礼物送与学礼师长, 不曾动得起复文书及游学啃子, 也不想如此酒客于外, 如今阴信不通, 教官竟把他做避考深处, 千里之遥, 无由辩妇, 真是, 无漏更遭连夜雨, 传池又欲打头风, 德称文此消息, 长叹数生, 无面回乡, 抑郁密各管地, 全且教书虎口, 再做道理, 谁知世人眼浅, 不识高低, 文之异乡公子如此形状, 必是个浪荡之徒, 便有锦心秀长, 谁人信他, 谁人请他, 又过了几时, 和尚们都怪他薅恼, 语言不逊, 不可尽说,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 有个运良的赵指辉, 要请个门馆先生同往北京, 一则陪话, 二则带笔, 偶语承恩寺主持商议, 得称文之, 想消, 承此机会, 往北京一行, 岂不两遍, 遂央僧此戏, 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穷鬼起身, 就在指挥面前, 称阳得称好处, 且是减情甚少, 赵指挥是五官, 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省, 便约得称在四, 头次相见, 择日请了下船同行, 得称口如玄河, 宾主颇也得河, 不一日到黄河岸口, 得称偶然上岸登东, 呼听发一声响, 犹如天崩地裂之行, 慌忙起身看时, 赤了一惊, 原来河口绝了, 赵指挥所捅良船三分四散, 不知去向, 但见水是滔滔, 一望无际, 得称举目无依, 仰天喉哭, 叹道, 此乃天绝我命也, 不如死修, 方欲投入河流, 寓意老者相救, 问其来历, 得称素霸, 老者侧然怜悯, 道, 看你青春美智, 将来岂无发迹之期, 辞去短盘至北京, 费用亿不多, 老夫带得有三两荒银, 全力成静, 说吧, 去摸秀里, 却摸个空, 连呼奇怪, 仔细看时, 秀底有一小孔, 那者者赶早出门, 不知在那里扼住减落地减去了, 老者皆探道, 古人云, 得咱信啃日, 是你运通时, 今日看起来就是心肯, 也有个天术, 非是老夫令熙, 乃足下命运不同所至而, 欲驱足下过设下, 又恐路远不变, 乃妖得称道是心里, 向一个相熟的主人家借银五钱未赠, 得称深感其异, 只得受了, 再三称谢而别, 得称想这五钱银子, 如何盘缠的许多路, 思量一计, 买下纸笔, 一路卖字, 得称写作俱佳, 争奈时运未利, 不能讨得文人末世赏见, 不过村方野店胡乱买鸡张狐币, 此辈晓得什么好歹, 那肯出钱, 得称有一顿墨易毒, 半计半饱, 直挨到北京城里, 下了饭店, 监店主人借去深看查, 有两个向后的年博, 一个是兵部游侍郎, 一个是左倾曹光露, 当下写了名次, 先去夜曹公, 曹公见其衣衫不整, 心下不悦, 又知是王震的仇家, 不敢招架, 送下小小成衣就辞了, 再去现游侍郎, 那游供也是个墨易似的, 自家义无所赠, 写一封简帖, 建在边上陆总兵处, 店主人建有这封书, 料有祭遇, 将五两银子借为盘缠, 谁知正知北鲁也先未扣, 大略人处, 陆总兵失机, 牛姐来惊奸罪, 连游侍郎都罢馆去了, 德称在塞外耽搁了三四十月, 又无所欲, 依旧回到京城履玉, 店主人舍了五两银子, 莫处取讨, 又欠下房钱饭钱若干, 索性做个婉转, 倒不好推他出门, 想起一个主意来, 前面胡同有个刘谦户, 妻子八岁, 要访个夏璐先生教书, 乃见德称, 刘谦户大喜, 讲过数情二十两, 店主人先知一记述修自己收受, 准了所借之术, 刘谦户颇进主道, 送一套新衣服, 迎接德称道笔作馆, 自此另餐下缺, 且迅勇之侠, 众文经史, 在李文章, 刚刚坐役三个月, 学生出其斗来, 大一下要不孝, 十二朝身死, 刘谦户单之辞子, 正在哀痛, 又有刻薄小人对他说道, 马德称是个降祸的大碎, 好气的贺神, 所到之处, 必有栽殃, 赵旨挥请了他, 就坏了梁传, 游氏郎见了他, 就坏了官职, 他是个不吉利的秀才, 不该与他亲近, 刘谦户不想自而死生有命, 到抱怨先生带累了, 各处传说, 从此经中起他一个艺名, 叫做顿秀才, 樊顿秀才接上过去, 家家庇护, 处处关门, 但是早行御注顿秀才的一日美彩, 做买卖的舍本, 寻人的不恶, 告官的礼书, 讨债的不是私打定是私骂, 就是小学生上学, 也被先生打几下手心, 由此竖想, 把他做妖物相看, 倘然狭路相逢, 一个个土口闲没, 叫句极力方走, 可怜马德称衣冠之咒, 宝学之诺, 近日时运不利, 弄得日无宝餐, 夜无安秀, 同时有个这种无奸生, 性甚应之, 闻之顿秀才之名, 不幸有此事, 特地寻他相会, 言之欲锁, 扣其胸中所学, 甚有接待之意, 作息游未宣, 忽得家书报家中老父病故, 量呛而别, 转见与同乡吕洪种, 吕宫请之御所, 带以圣传, 方山举柱, 忽然厨房中火起, 学家惊慌逃奔, 得称因父内经行了几步, 被地方拿他做人头, 解去官司, 不由分说, 下了肩扑, 性吕洪种是个有天理的人, 替他使钱, 免其家责, 从此顿秀才其名义著, 无人招接, 仍赴麦子未生, 冠于表家书寿轴, 喜逢心碎写春连, 夜间常在祖师庙, 观圣庙, 无险庙这几处安身, 或与道人代写书头, 趁机闻前度日, 划分两头, 却说黄病鬼黄圣, 自从马德称去后, 出师还搏他还乡, 道宗师行处, 不见回家, 又有人传信, 道是随照指挥梁传上经, 破黄河水诀, 以赵莫矣, 心下淡然无虑, 朝夕逼勒妹子六仪改片, 六嫔以死自逝, 绝不二夫, 道天顺晚年相逝, 黄圣董元贿赂, 买中了丘榜, 礼中奉承者填门色户, 闻之六患年常未嫁, 求亲者日不离门, 六魔兼之不从, 黄圣也无可奈何, 到冬底, 打叠行囊, 在北京会试, 马德称献了相逝路, 以知黄圣得意, 必然到京, 想起旧恨, 休与相见, 欲先出京躲避, 谁知黄圣不耐功名, 若是自家学问上正来的前程, 道也理之当然, 不放在心里, 他原是买来的举人, 小人成君子之气, 不绝守之武之, 足之导之, 又将饮五十两买了个看盒, 持一道经, 寻了个大大的下厨, 且不去温习京时, 终日穿花接过柳相, 在院子里表子家行乐, 常言道乐极悲声, 飘出一身了创, 磕场渐进, 将白金白两送大衣, 只求素语, 大衣用清粉节药, 数日之内身体光鲜, 草草完场而归, 不够半年, 创毒大发, 医治不全, 乌乎哀哉, 死了, 既无兄弟, 又无余息, 足间都来抢夺家私, 齐齐王氏幼默主张, 全赖六换一身, 内之丧氏, 外应亲族, 暗普利四, 众心俱乐福无言, 六换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 不下数千金, 想起丈夫富州消息, 为之真假, 假了多少盘缠, 各处遣人打听下落, 有人自北京来, 传说马德称未死, 落寞在京, 京中都呼为顿秀才, 六换是个女中大夫, 慎有批注, 收拾起资重银两, 带了丫鬟壮仆, 雇下船只, 一往来到北京寻取丈夫, 仿制马德称在真定辅龙兴寺大悲隔血, 法花经怕乃将白金白两, 新衣数套, 新笔作书, 尖锋停荡, 拆老家人工安泽去, 迎接丈夫, 吩咐道, 我如今便与马相公原历入奸, 请马相公到此读书应举, 不可迟滞, 王安道游行寺, 献了长老, 问, 福建马相公何在? 长老道, 我这里只有个顿秀才, 并没有什么马相公, 王安道, 就是了, 凡隐相见, 和尚隐到大杯阁下, 直到, 旁边桌上血经的不是顿秀才, 主安在家时, 曾见过马德称几次, 今日虽然拦绿, 如何不认得? 一见德称, 便跪下磕头, 马德称却在贫贱患难之中, 不料有此, 一时想不起来, 慌忙扶住, 问道, 足下何人? 王安道, 小的是江乐县皇家, 奉小姐之命, 特来迎接相公, 小姐有书在此, 德称便问, 你小姐嫁归和窄广王安道, 小姐守志至今, 事不改事, 殷家相公禁锢, 小姐亲到京中来访相公, 要与相公入宿北庸, 请向公早半行期, 德称方才开见而看, 原来是一首诗, 诗运, 何事消狼练远游, 应知鸟冒为龙头, 图南自有风云变, 且整双消极凤楼, 德称看罢, 微微而笑, 公安线上依附银两, 且请启程日期, 德称道, 小姐盛情, 我岂不知, 只是我有言在先, 若要洞府花竹叶, 必须金榜挂名时, 向困贫困, 学业酒荒, 金姓有余资可供灯火之费, 且待明年秋适得待之后, 方敢与小姐相见, 王安不敢相逼, 目次回书, 德称取血经余下的简丝一幅, 达诗四句, 竹竹封尘以燕油, 好音刚喜见烹头, 记额素有攀花曰, 墨前蒲生出凤楼, 德称封了诗, 赋予王安, 王安兴夜归京, 回复了六晚小姐, 开始看壁, 叹息不已, 七年天顺爷爷正欲土木之变, 皇太后全请游王设位, 改元景泰, 将监燕王振全家超莫, 凡餐和王振吃亏的家官赐饮, 黄小姐在狱中得了这个消息, 又遣王安到游兴寺抱于马德称之道, 总称此时虽然介于僧房, 图书满岸, 心衣美食, 已不似在先了, 和尚们晓得是马公子马相公, 无不亲近, 七年正是三十二岁, 交逢好运, 正应张铁口先生推算之语, 可见,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德称正在寺中温习就业, 又得了公安报信, 收拾行囊, 别了长老妇精, 另寻一遇安歇, 黄小姐波家充二人服饰, 一应日用公己, 落以奋送, 德称草城表彰, 续仙臣马万群直言得获之由, 一则为父亲起恩昭雪, 一则为自己辩父前程, 圣旨道, 准赴马万群原官, 仍加三级, 马人父学父母, 所超莫田产, 有私追给, 德称插家董鲍宇小姐知道, 黄小姐又拆王安送银两道得称狱中, 叫他肚立入宿, 明春就考了奸援, 至秋发魁, 就与狱中整备喜严, 与黄小姐成亲, 来春又中了第十名惠魁, 殿是二甲, 考选数集市, 上表给甲还乡, 焚黄叶木, 圣旨准了, 夫妻依锦还乡, 府县官员出郭迎接, 往年超莫田宅, 据用官驾赎海, 造策交割, 分毫不少, 宾棚一向书师者, 此日奔走其门如是, 只有顾祥一人, 自觉修残, 迁往他郡取气, 十章铁口先生尚在, 闻之马公子得地荣归, 特来拜贺, 得称后赠之而去, 后来马人执做到礼, 兵, 行三部尚书, 六摩小姐封一品夫人, 所生二鱼, 剧中假科, 替莹不绝, 至今颜平府人, 说读书人不得地者, 把顿秀才未比, 后人有诗探云, 十年落魄少之音, 一日风云的衬心, 秋菊春桃十个友, 何须海底去捞针, 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安, 买之牛而学种田, 节间茅乌向林犬, 也知老去无多日, 且向山中过几年, 未立未观中换客, 能诗能九总神仙, 诗文万物俱增价, 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八句诗乃是达者之言, 未勾说, 老去文章不值钱, 这一句, 还有个评论, 大抵功名迟速, 莫逃忽命, 也有早成, 也有晚达, 早成者未必有成, 晚达者未必下达, 不可以年少而自逝, 不可以年老而自弃, 这老少二字, 也在年数上, 论不得的, 假如甘罗十二岁未成相, 十二岁上就死了, 这十二岁之年, 就是他发白齿落, 被去腰弯的时候了, 后斗日子已短, 叫不得少年, 又如江太公八十岁, 还在渭水钓鱼, 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 败为世上妇, 文公崩, 武上吏, 他又秉锁魏军师, 左武功戴商, 定了周家八百年基业, 风于齐国, 又交其子丁公至齐, 自己流向周朝, 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方死, 你说八十岁一个老渔翁, 谁知同后还有许多事业, 日食正常理, 这等看江起来, 那八十岁上, 还是他出树发, 钢顶官, 做新郎, 应童子室的时候, 叫不得老年, 做人只知眼前贵贱, 那知去后的日长日短, 见个少年富贵的奉承不暇, 多了几年年纪, 路呛不遇, 就怠慢他, 这是短线博实之辈, 譬如农家, 也有枣古, 也有晚道, 正不知邓一种收成的好, 不见古人云, 东元桃季花, 早发还鲜尾, 迟迟见叛松, 郁郁寒晚翠, 闲话休提, 却说国朝正统年间, 广鲁桂林府兴安县, 有一秀才, 父姓鲜鱼, 名同, 子大通, 八岁时曾举神童, 十一岁游库, 超增补国, 论他的才学, 便是董仲书, 司马向儒也不住在眼里, 真个是胸衣万卷, 比扫千军, 论他的志气, 便向逢经, 何侠连中三远, 也只算他使代理东西, 真个是足孽风云, 气冲牛斗, 何其才高而竖起, 质大而命薄, 年年科学, 岁岁官场, 不能得诸一点鹅, 黄榜标明, 到三十岁上, 荀子该出贡了, 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 贡图的前程是不屑旧的, 思量穷秀才家, 权规学中年归这几两康吟, 做个读书本钱, 若出了学门, 少了这项来路, 又去坐监, 反费盘缠, 况且本省比监理又好中, 算计不通, 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 那下手该供的秀才, 就来打话要他让供, 情愿将几十斤筹谢, 谢于彤又得了这个利息, 自以为的借, 第一便是个情, 第二便是个利, 人人要供, 个个争先, 谢于彤子三十岁上让供起, 一连让了八遍, 到四十六岁, 物自沉埋于半水之中, 持足于轻补之对, 也有人笑他的, 也有人连他的, 又有人劝他的, 那笑他的他也不惨, 连他的他也不受, 只有那劝他的, 他就勃然发怒气来道, 你劝我就供, 只无过道俺年长, 不能够磕地了, 却不知龙头属于老成, 梁浩八十二岁中了状元, 也替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争气, 俺若情愿小救时, 三十岁上救了, 肯用力钻刺, 少不得做个辅佐先政, 魅住新田作曲, 尽可容身肥家, 只是如今是个科目地世界, 假如孔夫子不得科地, 谁说他胸中才学, 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 粗粗礼记的鸡篇烂旧时文, 遇了个盲事官, 乱雇乱点, 睡梦里偷的个尽事到手, 一般有人拜门生, 称老师, 谈天说地, 谁敢出个题目, 将戴纱帽的, 再考他一考模, 不止于此, 作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忽处, 进士官就是个同打铁柱的, 彻慢作曲, 莫人敢说他不自, 科贡官, 兢兢业业, 捧了卵子过桥, 上司还要寻衬他, 笔记暗怨负命, 参论的但是进士官, 凭你虚爱极贪极酷, 公道看来, 拿问也还透头, 说道结末, 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 道, 此一尘者, 官真虽真, 但或念初任, 或念年轻, 尚渴望其自新, 侧其末路, 孤照浮躁, 或不极力降调, 不够纪念功夫, 依旧做起, 唐斗的些银子央要到挽回, 不过对调个地方, 全然漠视, 科贡的官一分不适, 就当作失分, 晦气预祝别人有势有力, 没处下手, 随你清廉闲宰, 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纲, 有着许多不平处, 所以不重近视, 再做不得官, 安宁可老如终身, 死去到阎望面前高升教区, 还拨时来时出头, 岂可屈身小舅, 终日受人懊恼, 吃顺气玩度日, 遂吟师一手, 失约, 从来资格困巢身, 只重科名不重人, 处是奉割成孔带, 叶公龙豪起求真, 若海皇跨中无分, 宁可清趁老此身, 铁燕磨川豪杰式, 春秋晚遇说平津, 汉时有个平津侯, 父姓公孙明洪, 五十岁独春秋, 六十岁对策第一, 做到丞相封侯, 鲜鱼童后来六十一岁登帝, 仁已未失场, 此事后话, 却说鲜鱼童自淫了这八句诗, 旗智玉瑞, 怎奈时运不利, 看看武师齐头, 苏姓还是旧苏秦, 不能凶改换头面, 再过二年, 连小考都不利了, 每到科学年分, 第一个篮场高考的就是他, 讨了多少人的厌见, 到天顺六年, 鲜鱼童五十七岁, 病发都苍然了, 恶自己在后生家队里, 谈文讲义, 唯唯不倦, 那些后生见了他, 或以为怪物, 望而彼之, 或以为笑句, 久而戏之, 这都不在话下, 却说兴安县之县, 兴自明玉石, 表自顺之, 这将台州府先居县人士, 少年科甲, 生价甚高, 习的是谈文讲义, 商骨论金, 只是有见毛病, 爱少见老, 不肯一视同仁, 献了后生英俊, 嘉义讲戒, 若是年长老成的, 世卫朽物, 口乎先辈, 甚有戏武之代, 其年相试戒期, 宗师行文, 命献李陆科, 丽之县将和县生缘考试, 弥封乐卷, 自是福利, 从公品地, 黑暗里拔了一个第一, 心中十分得意, 向众秀才面前夸奖道, 本县拔的个手卷, 其账大有无悦中气脉, 必然连结, 通宪秀才, 揭末能及, 众人拱手听命, 却似汉黄筑坛败江, 正不知败那一个有名的豪杰, 笔记拆号唱名, 只限一人应声而出, 从人从中即将上来, 你道这人如何? 矮又矮, 皮又胖, 须便黑白个一半, 破如中, 欠十样, 阑珊不孔重重展, 你也瞧, 我也看, 浊海观带向湖畔, 不再胯, 不再赞, 先被今朝说嘴惯, 休闲他, 莫自叹, 少不得大家做老汉, 不须赢, 不须干, 叙齿轮流做领案, 那暗首不是别人, 正是那五十六岁的怪物, 孝巨, 名叫仙鱼童, 和唐秀采轰然大笑, 都道, 仙鱼仙辈, 又启用了, 连宽公也自修得满面通红, 顿口无言, 一时间看错文字, 今日众人瞩目之地, 如何翻悔, 忍住一度紫气, 胡乱将试卷拆完, 喜得除了第一名, 此下一个个都是少年英俊, 还有些可重待喜, 世日山宫发放诸生是碧, 回崖闷闷不悦, 不在话下, 却说先于同少年诗本, 是个名士, 因胭制了数年, 虽然质不曾灰, 却也是择信屈原淫毒苦, 洛阳记千勉夺残, 今日出其不意, 考个暗首, 也自觉有些兴透, 到学到考试, 未必爱他文字, 亏了县家暗首, 就搭上一名科举, 喜滋滋去赴省市, 众朋友都在下处看经书, 温厚厂, 只有先于同兵西宝学, 终日在街坊上游玩, 旁人看见, 都猜到, 这位老相公, 不知是送儿子孙儿进场的, 世外之人, 毫不悠闲自在, 若晓得他是科举的秀才, 少不得要笑他几声, 日居月珠, 忽然八月初七日, 街坊上大吹大雷, 迎市官进公院, 先于同观看之际, 渐兴安县兰宫, 主旨聘做礼记鹏房考官, 先于同字想, 我与毕公同经, 他考过我按手, 必然爱我的文字, 金番玉和, 时有八九, 谁知山公心里不然, 他又是一个见识的, 我娶个少年门生, 他后路幽远, 官也多作几年, 房事也靠得住他, 那些老师素儒, 娶之无意, 又道, 我科考时不合昏了眼, 错取了先于先辈, 在众人前老大没趣, 金番再娶中了他, 却不又是一场笑话, 我金月卷, 但是三场做得齐整的, 多应是素学之上, 年纪长了, 不要娶他, 指剑嫩嫩的口气, 乱乱的文法, 歪歪的四六, 窃窃的策论, 愧债的叛语, 那定是少年初学, 虽然学问未充, 养他一两颗, 年还不长, 且托了先于同这件肝剂, 算之已定, 如法月卷, 取了几个不整不齐, 略略有些笔姿的, 大圈大典, 呈上主司, 主司都批了中字, 到八月念八日, 主司同各经房, 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 礼记真房手卷, 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 父姓仙渝, 名童, 习礼记, 又是那五十六的怪物, 笑具侥幸了, 次公好生惊异, 主司见次公有不乐之色, 问其缘故, 侧公道, 那先于童年既已老, 孔志之魁列, 无以压服后生, 情愿把一卷换他, 主司纸堂上匾额, 道, 此堂既名位置公堂, 岂可以老少而思爱惜乎, 自古龙头属于老成, 也好把天下读书人的志气鼓舞一番, 遂不含更换, 判定了第五名正魁, 立功无可奈何, 正是, 饶军用尽千般力, 命理安排动不得, 本心拎取少年郎, 依旧取将老怪物, 志公立心, 不要忠先于先辈, 故此只减下整齐的文字才中, 那先于同事速学之上, 文字必然整齐, 如何反投其机, 原来先于同位八月初七日, 看了立功入联, 自就愈合十有八九, 回归狱中, 多吃了鸡杯生俩, 坏了脾胃, 破釜起来, 勉强进场, 一头想文字, 一头谢谢, 谢得一丝两气, 草草顽片, 二场三场, 仍负如此, 十分才学, 不曾用得一分出来, 自未万无忠实之理, 媚知侧公道不要整齐文字, 以此竟占了个高魁, 也是命理否及太来, 颠知导致, 自然凑巧, 那兴安县刚当指中他一个举人, 当日露鸣燕霸, 八童年叙齿, 他就居了第一, 各方考官献了门生, 聚个欢喜, 为次公闷闷不悦, 现于同感气功两番之与之恩, 愈加殷勤, 山公愈加懒散, 上京会士, 执照常规, 全无作兴家后之意, 明年先于同五十八岁, 会士又不地了, 相见次公, 湾公更无别语, 只劝他选了官罢, 仙子同做了四十十年秀才, 不肯做共生官, 今日财中得一年相识, 怎肯就举人职, 回家读书, 欲语绝有兴, 美闻里中秀才会闻, 他就秀了纸墨笔焰, 挨入会中同做, 凭众人耍他, 笑他, 磕他, 厌他, 总不在意, 做完了文字, 将众人所作看了一遍, 欣然而归, 以此未尝, 光阴仍然, 不觉转眼三年, 又当会士之期, 先于同十年六十有依, 年齿虽增, 框千如日, 在北京第二遍会士, 在御所得起一梦, 梦见中了正魁, 会士路上有名, 下面却填作记诗经, 不是礼记, 先于同本是个素学之士, 那一经不通, 他功名心急, 梦中之言, 不由不信, 就改了诗经应试, 试有凑巧, 物有偶然, 弃之县未官清正, 行取道经, 亲受理科给士忠之职, 其年又静会士经房, 耐功不知先于同改经之事, 心中想到, 我两遍错了主意, 取了那先于先辈做了手卷, 今番会事, 他年纪已发长了, 若李记房里又中了他, 这才是终身之诱, 我如今不要看李记, 改看了诗经卷子, 那先于先辈, 中与不忠, 都不干我事, 笔记人连月卷, 遂请看诗真五房卷, 侧功又想到, 天下举子像先于先辈, 的量也非之一人, 我不忠先于同, 又中了别的老, 可不是躲了雷弓, 遇了披鲁, 我晓得了, 但凡老师素如, 经纸必然十分透彻, 后生家专攻四书, 经意必然不经, 如今到下, 要取求经整齐, 但是有些笔资的, 不妨提纸影响, 这定是少年之辈了, 月卷进城, 等到揭晓, 博武房头卷, 列在第十名正魁, 差号看时, 却是桂林府新安县学生, 父姓先于, 明童, 喜, 诗经, 刚刚又是那六十一岁的怪物, 孝巨, 气得刺恶石木争口呆, 如稿木死灰模样, 早知公贵生成定, 悔却从前在用心, 奈公又想到, 论其世上同名性的尽多, 只是桂林府新安县却, 没有两个先于同, 但他向来是礼记, 不知何故又改了, 诗经, 好生奇怪, 后其来业, 扣其改经之故, 先于同将梦中所见, 说了一遍, 奈公叹息连声道, 真命尽事, 真命尽事, 自此, 策功与先于同师生之意, 比前反绝厚了一分, 欧世过了, 先于同考在二甲头上, 得选行不主事, 人道他晚年一地, 又居冷局, 替他气闷, 他欣然自如, 却说必退时, 在扎科衙门直言赶剑, 因奏书里面, 触吐了大学士刘吉, 被急寻他罪过, 下于诏语, 那实行部官员, 一个个奉承刘吉, 欲将赐公至之死地, 却好天与其变, 先于同在本部一利周旋看去, 所以赐公不止赤亏, 又替他纠和童年, 在各衙门恳求方便, 刚公岁的从经详处, 七公子想到, 卓亦种花花不活, 无心灾溜溜成阴, 若不忠的这个老门生, 近日性命也难保, 乃往仙渝先被遇所败谢, 仙渝同道, 门生受恩师三番之欲, 今日小小孝劳, 只可少达科举而已, 天高地厚, 未愁万一, 当日师生二人欢迎而别, 自此不论弃公在家再任, 每年必遣人问候, 或一次或两次, 虽奉金微薄, 表情而已, 光阴仍然, 仙渝同只在部中千转, 不绝六年, 应生之福, 精忠重他财品, 敬他老成, 力不力心要寻个, 好缺推他, 仙渝同全不在意, 偶然先居具有性质, 立功的公子兰静贡与豪护茶家, 征坟的江界, 缩骂了一场, 扎家走失了个小丝, 赖山公子打死, 将人命是告官, 山静贡无力对立, 一径逃往云南父亲人所去了, 官府一妻公子逃逆, 人命真情, 差人血片, 下来提人, 家属也见了几个, 严门京聚, 先于同察的泰州正缺之府, 乃秧人讨这地方, 力不知台州原非美缺, 既然自己情愿, 有何不从, 即将先于同推升台州府之府, 先前同道任三日, 豪家已知新太守是策宫门生, 特讨此缺而来, 替他解分, 必有天相之情, 现在衙门谣言放雕, 先于同只推不闻, 策家家属宿渊, 先于同一阳位不理, 密查的当母人访计查家小司, 误在避祸, 约过两月有余, 那小司在杭州拿到, 而于太守当堂审明, 得细字陶, 欲闻家无干, 当将小司则取扎家领状, 测试家属, 急刑释放, 迥会一日, 亲往粉索踏砍江界, 扎家县小司已出, 白之所送礼须, 恐结送之日必然吃亏, 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处说方便, 一面又央人到次家, 情愿把坟戒相让讲和, 仇家是已得白, 也不愿结冤家, 先于太守准了何夕, 将查家博家伐志, 身降上司, 两家漠不心服, 正是, 知仇堂上无明镜, 不怕民间有鬼好, 先于太守乃写书信一通, 差人往云南府回赴房师弃功, 山功大喜, 想道, 树经极得刺, 树讨李德因, 若不曾重得这个老门生, 今日身家也难促, 遂写恳切谢起一音, 潜而千吻, 静而滋回, 道府败谢, 先于同道, 下宫暮年烟肃, 未是所弃, 受尊功老师三番之欲, 得多科目, 长孔身先勾贺, 大得不报, 今日恩兄被屋, 礼荡报白, 下官阴风吹火, 小笑区区, 只可少愁老师相识提拔之德, 上欠情多多也, 因为毕公子经济家世, 劝他玉户读书, 自此无话, 先前同在台州做了三年之府, 声名大振, 生在徽宁道做兵线, 类生河南连史, 亲于官职年至八旬, 经历比少年物资有余, 推升了浙江巡抚, 谢于同想道, 我六十一岁登帝, 且喜如图烟塞, 试图到顺流, 并不曾有风波, 经官至府台, 恩荣吉矣, 一向清秦自始, 不负朝廷, 今日急流勇退, 半至当然, 但受赐公三藩之欲之恩, 报之未尽, 此任正在房施地方, 或可少效捐哀, 乃择日启程赴任, 一路迎送荣耀, 自不必说, 不一日, 到了浙江省城, 此时赐公也历任做到大餐地位, 因并母不能理事, 至日正在家, 文德先于先辈, 又坐本省开府, 乃领了十二岁孙, 亲到杭州夜见, 入宫虽是房施, 到小于先于宫二十余岁, 今日耐宫智政在家, 又有了木吉, 油垂可怜, 先于宫年已八旬, 渐如壮年, 未至开府, 可见发达不在于迟早, 侧宫叹息了许多, 正是, 松百合顿县陶峰, 请君点减碎寒之, 且说先于同道任以后, 正你遣人问候立宫, 闻说立参政道门, 喜不自胜, 道展而迎, 只请到司宅, 以师生礼相见, 侧宫患十二岁孙, 宪了老公祖先于宫问, 此位是老师何人? 侧宫道, 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 大子昔日南中, 又蒙昭雪, 此恩值如父宰, 今天幸福肯幼兆无声, 老夫衰病, 不久于世, 大子读书无成, 只有子孙, 名曰山雾, 资性颇敏, 特携来相托, 求老公祖倾慕先于公道, 门生粘耻, 几非仕途人物, 正为施恩仇报未尽, 所以强言而来, 今日诚老师以令孙相托, 此乃门生报德之会也, 比亦预留令孙在碧牙筒小孙辈课业, 为沈老师放心否, 气功道, 若蒙老公祖教训, 老夫死亦明目, 遂留两个书童服侍利物在都府衙内读书, 测公子别去了, 那闹舞资性过人, 文章日进, 就是年之秋, 学到暗林, 先于公立见神童, 进学不理, 依旧留在衙门中勤学, 三年之后, 学业已成, 先于公道, 此次科取科地, 我亦可以报老师之恩乙, 乃将奉吟三百两赠语, 必误为笔焰之资, 亲送到台州先居县, 市值次公二日前一并身亡, 先子公哭殿已毙, 问, 老师临终亦有何言, 毕竟共道, 先父遗言, 自己不幸少年登地, 原而爱少见老, 偶尔暗中摸索, 得了老公祖大人, 后来许多年少的门生, 咸于不等, 生辰不一, 拒不得其气力, 全亏了老公祖大人一人, 始终看去, 我子孙世世, 不可怠慢老成之事, 先于公呵呵大笑道, 下官今日三报施恩, 正要天下人小的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处, 不可爱少而见老爷, 爸, 坐别回省, 草上去张, 告老至事, 得知与告, 迟亦还乡, 悠悠临下, 每日训客儿孙之侠, 同礼忠父者饮酒赴施, 后八年, 长孙先于韩湘榜高奎, 赴京惠世, 恰好先居献赐武士年终局, 也到京中, 两人三室同家, 又是少年同窗, 并在一离读书, 笔集惠世涛小, 同年蹦世, 两家互相称赫, 先于童子56岁登科, 61岁登甲, 历世23年, 妖精一子, 西恩三代, 告老回家, 又看了孙科弟, 直活到96岁, 整整的40年晚运, 至今浙江人肯读书, 不到六七十岁还不丢手, 往往有晚达者, 后人有诗探云, 历明何必苦奔忙, 迟早虚余再上仓, 但学藩头能结果, 三千余岁未未尝, 第十九卷翠亚内白药招药, 古本作定山三怪, 幼云, 新罗白药, 早退和朝宠则飞, 建章争赶帮丹子, 蓬莱殿里迎搏驾, 花尊楼前进立志, 街骨为钟龙鼓动, 鱼犹在战衣锥, 子孙藩作声平和, 不念仙皇创业史, 这首诗, 提著唐诗第七帝, 亦法为之玄宗, 古老乡传云, 天上一座星, 为之玄星, 又为之金星, 又为之参星, 又为之长庚星, 又为之太白星, 又为之启明星, 世人不识, 叫做小星, 初上时, 东方未明, 妖色江小, 那座星渐渐的暗将来, 先明厚暗, 这个未知玄, 唐玄宗自姚崇, 宋琼未相, 米脉不过三四钱, 千里不愧行两, 自从姚宋二相死, 杨国忠, 李林府未相, 教玄宗生出四件病来, 内座色荒, 外座秦荒, 丹九世荫, 郡子雕强, 玄宗最宠爱者, 一个贵妃, 叫做杨太贞, 那贵妃又被递离宠一个活, 姓安明露山, 负重三百六十斤, 做戳飞燕, 走疾奔马, 善武狐选, 其一疾如风, 玄宗爱其肖剑, 因而得宠, 露山岁拜玄宗为父, 贵妃为母, 杨妃把这安露山头发都剃了, 擦一脸粉, 画两道眉, 打一个白饼, 用锦绣采螺, 做成炸宝, 选出壮宫俄树人扛台, 绕那六宫行走, 当时则是取笑, 谁知浸润之间, 太真与露山未乱, 一日, 露山正在太真宫补行了, 宫俄报道, 驾到, 露山脚节非常, 于强半曲, 贵妃轮煌出营, 官发散乱, 语言失度, 错呼胜上尉郎君, 玄宗驾及时起, 使六宫大使高丽氏, 高旗送太真归帝, 使其省过, 贵妃求见, 腰于不得, 替为出宫, 却说玄宗自离了贵妃三日, 时不甘位, 卧不安息, 高丽氏叹之圣意, 其奏道, 贵妃骤请困倦, 言语诗次, 得罪万岁欲前, 今省过三日, 相以知罪, 万岁爷何不照之, 玄宗命高监网, 看妃于在家作何事, 高纪奉旨到阳太师师弟, 见过了贵妃, 回奏天子, 言, 娘娘容颜愁惨, 书目俱费, 一见奴婢, 便问圣上安否, 泪如而下, 乃取庄台对镜, 呼持兵舟剪刀, 解散青丝, 剪下一缕, 用五采荣绳节之, 守字封祭, 托奴婢传语, 送到狱前, 娘娘含泪而言, 妾一身所有, 借出皇上所赐, 只有身体发夫, 受之父母, 以此寄谢圣恩, 愿无望七夕夜半之约, 原来玄宗与贵妃七夕夜半, 曾在陈湘廷有私事, 愿生生逝世, 同案同枕, 此时玄宗闻之高之所奏, 见贵妃风济清丝, 差而观之, 欺然不忍, 即时命高丽氏用香车戏免, 迎贵妃入宫, 自此愈加宠幸, 其时四方贡献不绝, 西夏国禁月羊琵琶, 南粤国禁武敌, 西凉州禁葡萄酒, 新罗国禁白药子, 这葡萄酒共禁欲前, 琵琶赐予郑观音, 玉笛赐予玉帝宁王, 新罗白药赐予崔丞相, 后因李白学士提臣香亭牡丹师, 将召飞燕笔诸大真娘娘, 暗藏击刺, 被高丽氏奏告贵妃, 畏宿天子, 将李白触贬, 崔丞相原来与李白氏故交, 世相连累, 得指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 正是, 老规碰不烂, 疑惑即哭丧, 崔丞相来到定州中山府, 远近接入晋府, 交割排印了弊, 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 如秤之平, 如绳之直, 如敬之鸣, 不一月之间, 智得府中路不时矣, 时聊天保春出, 春, 春, 柳嫩花心, 梅蟹粉, 草扑荫, 央提北里, 燕雨南岭, 郊元寺宝马, 紫墨广香轮, 日暖冰消水绿, 风和雨嫩烟轻, 东阁广排公子燕, 仅成多少看花人, 崔丞相有个衙内, 名唤崔亚, 年纪二十来岁, 生得美大夫, 幸好败烈, 见着春闻天色, 宅堂里插手向前道, 告爹爹, 请一日严甲, 遇出野外游恋, 不知爹爹尊义如何, 相公道, 无而出去, 则所早归, 崖内道, 领爹尊治, 则是而有一事, 欲取父慈父, 相公道, 你有甚说崖内道, 欲借欲赐新罗白药同网, 相公道, 好, 把出去照管, 修脚师了, 这件物是上方所赐, 新罗国尽道, 世上只有这一只, 万物走失, 上方再来索取, 却是那里去讨, 衙内道, 而带出去无妨, 但只要光药周府, 叫人看完泽个, 相公道, 早归, 少爷, 衙内借得宾罗白药, 另一个五放家嫁住, 果然是那里去讨, 千江闹庄银安马过来, 衙内攀安上马出门, 明是说话的当时童年生, 井坚长, 劝住崔衙内, 只好修取, 千不合, 万不合, 带这只新罗白药出来, 惹出一场怪事, 真个是亘古未闻, 余今罕有, 有失未正, 外座秦荒内色荒, 烂沾蝎子又何妨, 早晨嫁出苍蝇去, 日暮归来红粉香, 崔衙内寻常好拜练, 当日借得新罗白药, 好生喜欢, 交着五放家嫁住, 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脚把弹弓, 燕木乌春奴子, 驾眼圆铁找嘴弯英, 钦尸耳系腰身口犬, 出德城外, 川桃溪, 过梅雾, 灯绿阳林, 舍方草渡, 杏花村高悬俩望, 毛友盘迪亚青莲, 正是, 不暖不寒天气,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 决道个人走得辛苦, 寻一个酒店, 衙内推安下马, 入店问道, 有甚好酒买些个? 光靠上众人注脚力, 只现走一个酒宝出来唱题, 看那人时, 生的, 身长八尺, 抱头烟领, 还眼骨浅, 有如一个聚水段乔章义德, 远水镇上王燕章, 衙内看了酒宝, 早吃一惊到, 怎么有这般生的恶相貌的人, 酒宝唱了暗, 站在一边, 衙内叫, 有好酒把些个来吃, 就犒赏众人, 那酒宝从里面多, 一桶酒出来, 随行自有带住底酒盏, 安在灼上, 筛下一盏, 先进崖内,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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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棚会有, 君末代, 时长酒, 鸣呼时前, 礼于茶后, 临风不可无, 对月须较有, 李白一饮一淡, 流灵解醒无斗, 公子沾唇脸四桃, 家人入腹腰如柳, 衙内见筛下酒色红, 心中枣精, 如何嫩地红, 踏住酒宝脚根, 入去到酒缸前, 扬开缸盖, 只看了一看, 吓得衙内, 顶门上不陷三魂, 脚底下荡散七破, 只见血水里面浸住浮米, 衙内出来, 交一行人且莫吃酒, 把三两银子与酒宝, 还了酒钱, 那酒宝接钱, 畅诺谢了, 衙内攀安上马, 离酒店, 又行了一二里地, 又见一座山岗, 原来门外卫之锅, 锅外卫之交, 交外卫之野, 也外卫之破, 行了半日, 相思到北越恒山, 一座小峰在横山脚下, 山势果是雄涌, 山, 山, 突兀回还, 罗翠带, 裂青蓝, 洞云飘渺, 见水滑琴, 轮若前山外, 蓝光一望间, 暗想云峰上在, 一陪谢旅重攀, 既是七贤虽可爱, 圣十四号起一贤, 衙内恰带上那山去, 抬起头来, 剑山脚下立住两条木栓, 柱上盯住一面板牌, 牌上写住几句言语, 衙内立马看了道, 这条路上嫩滴厉害, 勒住马, 叫, 回去修, 众人都赶上来, 衙内止住板牌, 教众人看, 有十字的, 独道, 此山通北越恒山路, 名为定山, 有路不可行, 其中精灵不少, 鬼怪极多, 行路君子, 可从此山下手小路来往, 切不可经此山过, 特欲秉之, 如今却怎地好, 衙内道, 却只得回去, 带要回来, 一个一搏上架主, 一枚脚鸡, 出来道, 赴衙内, 男女在此居, 上面万千景致, 生树般敲膝, 作拐直前的飞禽走兽, 衙内既是出来败猎, 不入这山去, 从小路上去, 那里是平地, 有肾飞禽走兽, 可惜闲了新罗白药, 也可惜闲了某手中脚鹰, 这一行架的小药, 猎狗, 弹公, 奴子, 都未弃物, 牙内道, 也说的是, 你们都听我说, 若打得活得归去, 到府中一个赏银三两, 吃鸡杯久了归, 若打得死的, 一人赏银一两, 也吃鸡杯久了归, 若都打不得飞禽走兽, 银子也没有, 酒也莫得吃, 众人各硬了赌, 牙内把马摔一边, 掀上山去, 众人也各上山来, 可杀作怪, 全没讨个飞禽走兽, 只见草地里吊吊地响, 牙内用五轮八光左右两点神水, 则看了一看, 鹤生彩, 从草里走出一只干红兔儿来, 众人都向前, 牙内道, 鱼若捉得这红兔儿的赏无两银子, 去马后立住个人, 手探主新罗白药, 牙内道, 却如何不去乐, 贤汉道, 告牙内, 未得台旨, 不敢善变, 牙内道一声, 快去, 那贤汉领台旨, 放那白药鱼乐红兔儿, 这白药剑放了手, 一刺剑也四遍去, 这兔儿见那白药赶得紧, 去浅草丛中变钻, 药子见兔儿走得不见, 一刺镜飞过山嘴去, 牙内道, 且与我寻白药子, 牙内也乐住马, 转山去赶, 赶到山腰, 献一所松林, 送, 送, 杰骏阴浓, 能耐碎, 解灵冬, 高亲避汉, 森耸清风, 一息形如盖, 求幻世若隆, 貌业风生瑟瑟, 繁之月影重重, 四季长池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一牙内守, 苗柱水墨角把弹弓, 其纳马杆, 看现白药子飞入林子里面去, 牙内也入这林子里来, 当初白药子拔向上带住一个小铃, 林子背后一座峭壁悬崖, 没路上去, 则听着峭壁顶上铃儿响, 牙内抬起头来看时, 吃了一惊, 道, 不曾见这般敲踢作怪底势, 却那峭壁顶上一株大树底下, 做住一个仪杖来长短窟窿, 头上相助仙金鹅帽, 身上紧袍的的金甲灰灰, 紧袍的的一条抹额粒之红, 金甲灰灰, 削穿一双鹰鹅绿, 看那骷髅左手架住白药, 右手一个指头拨那药子的铃, 口里喷喷地引着白药子, 牙内道, 却不作怪, 我如今去讨, 幽默路上得去, 只得在下面告道, 尊神, 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圣, 一时走了心罗白药, 望尊神剑海择个, 看那骷髅, 疑似洋扬不彩, 四次告了他五七番, 赔了七八个大赌, 这人从又不见一个人淋鱼来, 骷髅只是不彩, 牙内忍不得拿起手中弹弓, 拽得满, 去得较亲, 一谈于打去, 一声响亮, 看时, 骷髅也不现, 白药子也不见了, 撑住马, 出这林子前, 人从都不见, 着眼看那林子, 四下都是青草, 看看天色晚了, 牙内慢慢地行, 肚中又激, 下马里安, 吊坠千柱马, 带要出这山路口, 看那天色, 雀早红日西沉, 鸦雀奔临高嗓, 打鱼人亭舟霸道, 望客旅滩城, 烟村韬绕, 山寺寄了, 玩银灯, 佛钱, 点照, 月上东郊, 孤村酒吸收了, 彩敲人回, 攀谷道, 过前夕, 石亭旅提虎啸, 深远家人, 望夫归, 以门斜靠, 牙内独自一个千柱马, 行到一处, 却不是早起入来的路, 星光之下, 远远地望见树间草屋, 牙内道, 惭愧, 这里有人驾驶, 确实好了, 竟来到跟前一看, 现一座庄院, 庄, 庄, 林堤棒刚, 青瓦屋, 白泥墙, 桑马应日, 鱼柳成行, 山鸡名竹物, 野犬费村方, 但凡烟绵草舍, 轻盈物照田桑, 家有鱼粮鸡全宝, 护无瑶头子孙康, 牙内把马戏在中前柳树上, 便去扣那中门, 牙内道, 过往行人, 迷失道路, 借宿一宵, 来日寻路归家, 庄里无人答应, 牙内又道, 是现任中山府崔丞相儿子, 因不见了新罗白药, 迷失道路, 问宅里借宿一宵, 敲了两三次, 方才听得有人应道, 来也, 来也, 携驴响, 脚步屋, 一个人走江出来开门, 牙内打一看时, 叫生苦, 那出来的不是别人, 却便是早间村酒店里的酒宝, 牙内问道, 你如何却在这里, 酒宝道, 告官人, 这里是酒宝的主人家, 我却人去说了遍出来, 酒宝去不多时, 只见几个轻衣, 簇拥住一个着前红衫的女儿出来, 无道自善丹青, 错不出风流体断, 侧文通能蛇变, 说不尽许多精神, 牙内不敢抬头, 告娘娘, 催亚迷失道路, 赶就贵庄借宿一宵, 来日归家, 丞相爹爹确当报效, 只献女娘道, 奴等牙内多时, 裹蒙重访, 请牙内且入壁庄, 牙内道, 其敢折入, 再三再四, 只管乡请, 牙内唱了赌, 随着入去, 到一个草堂之上, 剑灯竹银黄, 轻衣点降茶来, 牙内告娘娘, 敢问此地是何去处, 娘娘是何姓氏, 女娘听地问, 起一点珠唇, 录两行碎玉, 说出数句言语来, 牙内道, 这是又作怪, 茶罢, 结果斩脱, 牙内自思量道, 先自肚里一击, 却叫吃茶, 正嫩沉吟间, 则见女娘娇, 安排酒来, 到不了, 轻衣多过果拙, 请客之间, 多接而办, 木天席地, 灯竹银黄, 盐牌一闷齐碑, 洗斩金皮王学, 猪吞壮成一果, 玉盘醋就真修, 珊瑰盐上, 轻衣美丽捧瑕翅, 留刀杯中, 粉面丫鬟真玉叶, 牙内插手向前, 多猛刺酒, 不敢抵受, 女娘道, 不妨, 驱狼少饮, 家间, 也是熏陈贵妻之家, 牙内道, 不敢拜问娘娘, 果是那一宅, 女娘道, 不必问, 他日自知, 牙内道, 家间父母望我回去, 告娘娘指路, 令某早归, 女娘道, 不妨, 家间正是五伯诸侯的音隽, 牙内又是宰相之子, 门户正相当, 奴家见爹爹一亲, 东来不救, 西来不成, 不想因缘却在此处向会, 博听地说, 玉家心慌, 却不敢抗为, 则应地落, 一杯两斩, 酒至述寻, 牙内告娘娘, 指一条路, 交某归会, 女娘道, 不妨, 左右明日交爹爹送牙内归, 牙内道, 男女不同习, 不共识, 自古瓜田不纳履, 礼下不整官, 深恐得罪于尊前, 教女娘道, 不妨, 纵然不做夫妇, 也带明日送牙内回去, 牙内似梦如醉之间, 则听的外面人于马斯, 轻衣报道, 将军来了, 女娘道, 爹爹来了, 请牙内少等则个, 女娘轻衣连步, 向前去了, 牙内道, 这里有慎将军, 捏手捏脚, 围住他到一闭乡, 转过一个格尔里去, 听得有人在里面生患, 牙内去黑处, 把舌尖额开, 纸窗一望时, 吓得浑身冷汗, 动弹不得, 道, 我这性命休了, 走了一夜, 却走在这个人家里, 当尸牙内窗眼里, 看见阁里两行都摆列珠红椅子, 主位上坐一个仪仗来长短骷髅, 却便是日间一担子打的, 且看他如何说, 那女孩见爹爹叫了万福, 问道, 爹爹莫甚是, 骷髅道, 孩儿, 你不来看我则个, 我日间出去, 献一只雪白药子, 我献他奇异, 捉将来架在手里, 被一个人在山脚下打我一担子, 正打在我眼里, 好疼, 我便问山神土地时, 却是崔丞相儿子崔牙内, 我若捉的这丝将来被减负在将军柱上, 批料取心, 左手拔起酒来, 右手把住他心肝, 吃一杯酒, 嚼一块心肝, 以报冤仇, 说有未了, 只现一个人从屏风被转江出来, 不是别人, 却是早来村酒店里的酒保, 将军道, 班全, 你听得说也不曾, 班全道, 财健说, 却不颇耐, 崔丫内早起来店中向我买酒吃, 不知却打了将军的眼, 女孩道, 告爹爹, 她也想是误打了爹爹, 望爹爹饶恕他, 班全道, 妹妹, 莫怪我多口, 崔丫内是来供妹妹在草堂饮酒, 女孩告爹爹, 崔狼语奴饮酒, 她是五百年前因眷, 看孩儿面, 且饶恕他责个, 将军便只管焦躁, 女孩只管劝, 崔丫在窗鱼外听的, 道, 这里不走, 更待何时, 走出草堂, 开了院门, 跳上马, 摔一边, 那马四肢体, 疑似翻斩撒脖, 道不得个慌不择路, 连夜胡乱, 走到天色江小, 离了顶山, 崔丫道, 惭愧, 正说之间, 林子里抢出十余个人来, 大喊一声, 把崖内猝住, 崖内道, 我好苦, 出得龙潭, 又入虎穴, 仔细看时, 却是随从人等, 崖内道, 我吃你们一惊, 众人煎崖内, 一夜从那里去来, 今日若不见崖内, 我们都打磨头脑恶官司, 崖内对众人, 把上相识说了一遍, 众人都以守家讹道, 早是不曾坏了性命, 我们昨晚夜不敢归去, 在这林子里等到今日, 早是辛罗白药, 原来飞在鲫鱼后面树上, 方山收的那羊角鹰的道, 赴崖内, 男女再次土居, 这山里有多少奇勤异寿, 只好载人去出炼, 可惜耽搁了辛罗白药, 崖内道, 这思又来, 众人辅策助崖内归到府中, 一行人离了靠舍, 却入堂里献了爹妈, 唱了案, 相公道, 一夜你不归, 那里去来, 又杀了妈妈, 崖内道, 告爹妈儿子昨夜献一件诧异的事, 把说过许多活, 从头说了一遍, 相公焦躁, 小后生乱倒胡说, 且伐在书院里, 交院子看住, 不得出离, 崖内只得入书院, 时光似箭, 日月如梭, 粘齿间过了三个月, 当时是夏间天气, 夏, 夏, 鱼亭煞, 完善清, 尖风炸, 散发披荆, 弹起达马, 古顶焚龙弦, 照臂名人画, 当头竹网风生, 两行轻松暗瓦, 最好陈礼与浮瓜, 对清博旋开心线, 牙内过三个月, 不出书院门, 今日天色却热, 且离书院去后花园里乘凉, 坐定, 牙内道, 三个月不敢出书院门, 今日在此乘凉, 好快活, 听那更点, 早逝二更, 只见一轮月从东上来, 月, 月, 元休无歇, 夜东生, 小溪灭, 少见团圆, 多逢无缺, 偏移午夜时, 最称三秋节, 幽光解放岩霜, 好色能七瑞雪, 穿窗深夜呼清风, 曾遣离人情惨怯, 牙内盛住月色, 闲行观看, 则见一片黑云起, 云站处, 见一个人驾一轮乡车, 载住一个妇人, 看那驾车的人, 便是前日久宝般大, 乡车里坐住前红山女儿, 牙内月光下任的是庄内借宿留她吃酒的女娘, 下车来道, 牙内, 外日奴好意相留, 如何不别而行, 牙内道, 好, 不走, 左手把啄酒, 右手把柱心干做下口, 告娘娘, 饶催某性命, 女孩道, 不要怕, 我不是人, 亦不是鬼, 奴是上界神仙, 与牙内是五百年音卷, 金石特来笑于飞之乐, 叫班犬自驾香车去, 牙内一时被她这色迷了, 色, 色, 难离异祸, 隐身归, 藏柳墨, 长小人质, 灭君子得, 后主慢多才, 咒王空有力, 伤人不痛之刀, 对面杀人之贼, 方之双眼是横拨, 无限闲鱼被沉溺, 两个同在书院里过了数日, 院子道, 这几日牙内不许我们入书院里, 是何一顾, 荡夜张见一个妖妹的妇人, 院子先来副馆家婆, 便来赴了相公, 相公焦躁做一片, 仗见入书院里来, 牙内见了相公, 只得唱个歌, 相公道, 我儿, 教你在书院中读书, 如何引惹临舍妇女来, 朝廷得知, 只说我纵放你如此, 也防我儿将来事录, 牙内指印的案, 告爹爹, 无此事, 却待在问, 只见屏风后, 走出一个女孩来, 叫声万福, 相公见了, 月天焦躁, 杖手中宝剑, 一步向前, 喝一声道, 住, 剑不下去, 万事俱修, 一剑下去, 交相公道腿三步, 看手中利刃, 只剩的剑把, 吃了一惊, 道去住不得, 只见女孩道, 相公修交, 奴与催郎五百年阴气, 何谓夫妇, 不日同位神仙, 相公出货不得, 却来与夫人商量, 交请法官, 那里捉得住, 正嫩的烦恼, 则剑客将司来辅道, 告相公, 有一司法, 姓罗明公事, 新道人来公餐, 克斯说, 相公不见客, 问, 如何不见客, 可将司把上见使说了一遍, 罗法司道, 此间, 有一一修行, 在世神仙, 可以断得, 姓罗明公远, 是某家兄, 克斯父相公, 相公及时请相见, 茶汤罢, 便问罗真人在何所, 得了背戏, 便修杂子, 请将罗公远下山, 到府中献了, 崔丞相看那罗真人, 果实生得非常, 便引到书院中, 与这妇人相见了, 罗真人劝欲那妇人, 看罗某面, 放射崔崖内妇人那里啃依, 罗真人既再三劝欲, 不从, 做起法来, 呼起一阵怪风, 风, 风, 荡翠飘红, 呼南北, 呼西东, 春开柳叶, 秋谢吴童, 梁入珠门内, 寒天露相中, 四鼓声摇陆地, 如雷响镇晴空, 乾坤收拾尘埃静, 现日遗音却有功, 那阵风过处, 叫下两个道童来, 一个把住一条腹摸索, 一个把住一条黑柱杖, 罗真人令到童桌下那妇女, 妇女见到童来桌, 她叫一声班犬, 从须空中跳下班大来, 愤愤地请起双拳, 静来笛笛, 原来邪不可以余政, 被两个道童一条锁子, 先附了班大, 后附了甘红山女, 喝叫现行, 班大便做一只大虫, 于红山女儿便做一个红拓, 道, 骷髅神, 原来近是一个将军, 死葬在定山之上, 岁九年身, 成器了, 现行作怪, 罗真人断了这三怪, 救了崔崖那性命, 从此至今, 定山一路太平无事, 这段画本, 则换作新罗白药, 定山三怪, 有失未正, 虎奴兔女活枯居, 作怪成群山上头, 一字真人名断后, 行人弹道永无忧, 第二十卷鸡鸭翻金满产货, 终日昏昏醉梦间, 呼闻春进墙登山, 因过竹苑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贤, 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 姓继民安, 在北司官厅下做个鸭帆, 指付妻两口, 欧一日, 下帆在家, 天色却热, 无可消遣, 却安排了钓杆, 以离取鹿来到金明, 踏上钓鱼, 钓了一日, 不曾发誓, 姬安肚里焦躁, 却待收了钓杆归去, 决道浮于沉下去, 军起一件物事来, 知安道生好, 不知高低, 只有钱那里一讨, 安在栏内收拾了杆子, 起身取鹿归来, 一头走, 只听得有人叫道, 姬安, 回头看时, 却又没人, 又行又叫, 记安, 无奈金明驰掌, 乳若放我, 叫乳富贵不可言尽, 乳若害我, 叫你何家人口死于非命, 仔细听时, 不是别处, 却是鱼栏内叫声, 记安道, 却不作怪, 一路无话, 到的家中, 放了杆子篮, 那魂家道, 丈夫, 快去厅里去, 太为使人, 来叫你两遭, 不知有肾事, 吩咐便来, 记安道, 今日是下翻日期, 叫我做肾, 说不了, 又使人来叫, 鸭帆, 太为等你, 记安连忙换了衣衫, 和那叫的人去前当官的事, 鸭带回来家中, 脱了衣裳, 叫安排饭来吃, 只见魂家安排一件物事, 放在面前, 鸭帆见了, 吃了一惊, 叫声苦, 不知高低, 我这性命修了, 魂家也吃一惊道, 没甚事, 叫苦连生, 鸭帆却把早间去钓鱼的事说了一遍, 道, 是一条金蛮, 他说, 无奈金鸣耻掌, 若放我, 大幅不可言, 若害我, 叫我何家死于非命, 你却如何把他来害了, 我这性命何修, 魂家简说, 淬了一口唾, 道, 却不是放屁, 金蛮又会说起后来, 我现没有下饭, 安排他来吃, 却又没事, 你不吃, 我一发吃了, 既安终是闷闷不已, 道的晚间, 夫妻两个姐带脱衣去睡, 魂家见他怀闷, 离不得把些精神来陪逝他, 自当夜之间, 那魂家身怀六甲, 只现眉笛眼慢, 富大乳高, 疏忽见又十月满足, 临盆之时, 叫了收生婆生下个女孩来, 正是, 也花不种年年有, 烦恼无根日日生, 那鸭帆看了, 夫妻二人好不喜欢, 取名叫做庆奴, 时光如见, 转眼之间, 那女孩年灯二八, 长成一个好身材, 伶俐聪明, 又娇成一身本事, 爹娘怜惜, 有如性命, 时玉静康炳五年间, 事马离乱, 因此, 既安家夫妻女儿三口, 收拾随身细软包裹, 流落周府, 后来打听的车架杭州住夜, 官员都随嫁来临安, 既安便以离取路奔行再来, 不择一一日, 三口而入城, 全时讨得个安歇, 便去询问, 日日官员相见了, 一, 就收留在厅注意, 不在话下, 既安便叫人寻间房, 安顿了七小居住, 不止一日, 既安去住浑家岛, 我下番无事, 若不做些营生, 恐做吃山空, 许得歇个道业, 来乡住方好, 浑家岛, 我也这般想, 别陌甚是好做, 算来只好开一个酒店, 便是你上番时, 我也和孩儿在家里卖得, 既安道, 你说的是, 和我肚里一般, 便去理会这结事, 次日, 便去打喝个酿酒的人, 却是外方人, 从小在临安讨一饭吃, 莫爹娘, 独自一人, 姓周明的, 排行第三, 安排都长, 选吉日粮食, 开一张店面, 周三就在门前卖些果子, 自捏合些汤水, 到晚问, 就在既安家睡, 既安不在家, 那娘儿两个自在家中卖, 那周三直视秦丽, 却不夺懒, 疏忽之间相及数月, 呼潮一日, 姬安对妻子道, 我有句话和你说, 不要称我, 婚家道, 却有甚是, 只管说, 姬安道, 这几日我献那庆奴, 全部向那女孩向太, 婚家道, 孩儿日夜不曾放出去, 外莫甚是, 想必长成了嫩魔, 姬安道, 莫托大, 我见她和周三两个打眼色, 当日莫话说, 一日, 姬安不在家, 坐娘的叫那庆奴来, 我儿, 娘有件事和你说, 不要瞒我, 庆奴道, 没甚是娘便说道, 我这几日, 现你身体粗丑, 全部向母样, 时对我说, 庆奴贱问, 只不肯说, 娘见那女孩, 前言不应后语, 失张失智, 倒三不住两, 面上忽轻忽红, 娘道, 必有缘故, 捉住庆奴, 搜紧她身上时, 只叹得口气, 叫声苦, 连塞增长, 打那女儿, 你却被何人坏了, 庆奴吃打不过, 哭住道, 我和那周三两个有事, 娘见说, 不敢出声, 携住脚, 只叫的苦, 却是怎的季节, 爹归来时需说, 我在家管盛事, 装这般幌子, 周三不知里面许多事, 物资在门前卖酒, 到晚, 季安归来歇息了, 安排些饭食吃吧, 浑家道, 我有见识和你说, 裹应你的言语, 那丫头被周三那撕坏了身体, 那季安不听地说, 万事全休, 听得说时,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便要去打那周三, 浑家拦住道, 且商量, 打了他, 不争我家却是慎活计, 季安道, 我指望交这件人去各官员府地, 却做出这般事来, 譬如不养的, 把这丫头打杀了罢, 做娘的再三再四, 劝了一个时辰, 爹性稍过, 便问这事却怎地出货, 做娘的不慌不忙, 说出一个法而来, 正是, 金风吹树禅先绝, 断送无偿死不知, 浑家道, 只有一法, 免得装黄子, 季安道, 你且说, 浑家道, 周三纳斯, 又在我家的时, 何不把他来招罪了, 说话的, 当时, 不把女儿嫁与周三, 只好羞, 也只被人笑得一场, 两下赶开去, 却没后面许多说话, 不想基安听清了妻子之言, 便道, 这也使得, 当日且吩咐周三归去, 那周三在路上思量, 我早间见那做娘的打庆奴, 晚间押翻归, 却打发我出门, 末世东窗事发, 若是这事走漏, 需叫我吃官司, 如何季节, 没做理会处, 正是, 乌鸦与喜鹊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闲话提过, 离不得之押翻, 使人去说何周三, 下财那里, 择日成亲, 不在话下, 疏忽之间, 周三入坠在家, 一载有余, 夫妻甚是说得住, 两个暗地计较了, 只要搬出去住, 在家起暗睡早, 夺揽不动, 周三那丝打出调入, 公然潜移, 既安忍不得, 不住和那周三丝闹, 便和魂家商量, 和这次官司一场, 夺了修, 却不妨碍, 日前十遍怕人笑, 莫出手, 金帆只说是招纳撕不住, 便安排圈套, 捉纳周三些个事, 闹僵起来, 和他打官司, 临摄劝不住, 夺了修, 周三只得离了寄押翻家, 自去赶衬, 庆奴不敢择生, 杜李自烦恼, 正自生离死别, 讨修在家相及半载, 只见有个人来寻押翻娘, 却是个说亲的媒人, 相见之后, 坐定道, 闻之宅上小娘子要说亲, 老习富特来, 寄安道, 有甚好头脑, 万望主萌, 婆子道, 不是别人, 这个人是, 胡一营有请寿的官身, 战役在官员去处, 姓妻明清, 寄安见说, 因缘相撞, 却便肯, 及时便出个帖子, 几杯酒相带, 鸦帆娘便说道, 婆婆用心则个, 事成时, 却得相谢, 婆婆谢了自去, 夫妻两个却说道, 也好, 一则有请寿官身, 二则年纪大些, 却老成, 三则周三纳斯, 不敢来胡生市, 已自驾了个官身, 我也认得这七青, 却善熟, 话中献快, 没人意何说成, 依旧少不得许多劫次, 成亲, 却说庆奴与七青两个说不住, 道不得个少女少郎, 情色相当, 七青却年纪大, 便不忠纳请奴役, 却整日闹吵, 末一日静办, 爹娘献不成模样, 一与女夺修, 告托官员, 封过状子, 去所属看人情面, 给状判例, 七青无利事, 被夺了修, 欲吃的罪, 便来积押翻门前骂, 胡朝一日, 发出句说话来, 教张公, 吃酒理工罪, 柳树上铸刀, 桑树上出血, 正是, 安乐窝中好使乖, 中堂有科技输来, 多应只是名合力, 撇在床头不拆开, 那七青欲吃的酒罪, 便来司马, 却又不敢与他争, 出食邻里也来相劝, 伺候吃的罪便来, 把做常事, 不踩他, 一日, 七青只住鸡鸭翻道, 看我不杀了你这狗男女不信, 道了自去, 邻里都知, 却说庆奴在家, 又经半载, 只见有个婆婆来闲话, 末世来说亲, 相见了, 查吧, 婆子道, 有件事要说, 怕鸭翻焦躁, 继安夫妻两个道, 但说不妨, 婆子道, 老媳妇见小娘子两边说亲不住, 何不把小娘子去个好官原家, 三五年一成, 却出来说亲也不迟, 继安听说, 杜里道, 也好, 一则两边装幌子, 二则坏了些钱物, 却是又嫁什么人似的, 便道, 婆婆有什么好去处娇孩去择个, 婆子道, 便是有个官人要小娘子, 特地叫老媳妇来说, 现在家中安歇, 她曾来宅上吃酒, 认得小娘子, 她是高油君主部, 如今来这里礼会差遣, 莫人相伴, 只是要带归宅里去, 却不知鸭翻肯也不肯, 夫妻两个记忆了一会, 便道, 若是婆婆说时, 必不肯相悟, 望婆婆主蒙则各, 当日说定, 商量简日, 做了文字, 那庆奴拜祠了爹娘, 便来服侍那官人, 有分教做个师乡之鬼, 父子不得相见, 正是, 天听计无声, 苍苍何处寻, 飞高亦飞远, 都旨在人心, 那官人是高油君主部, 家小都在家中, 来行在礼会本身差遣, 姓礼, 名字游, 讨得庆奴, 便宜四夫妻一般, 日间寒时节, 夜里正月半, 那庆奴思一得一, 思十得十, 数月后, 官人家中信道, 催纳官人去, 恐再都下费用钱物, 不止一日, 钱当完备, 安排行装, 买了人士, 雇了船只, 即日启程, 取水路归来, 在路滩花练酒, 千言成途, 直是快快, 相思到家, 当真人等接着, 那工人出来, 与官人相见, 官人指应的曹, 便道, 工人在宅前管不义, 便交庆奴入来参拜工人, 庆奴低住头, 走入来立地, 却待拜, 工人道, 且休拜, 便问, 这是慎魔人广官人道, 识不瞒工人, 在都下早晚无人使唤, 胡乱讨来相伴, 今日带来服侍工人, 工人看了庆奴道, 你却和官人好快活, 来我这里做什么, 庆奴道, 奴医, 识遭记, 工人看离乡背景之面, 只限工人交两个养娘来, 与我除了那贱人官子, 脱了身上衣裳, 换鸡剑粗不一常住了, 解开脚, 蓬松了头, 罚去除下打水烧火, 做饭, 庆奴只叫得万万生苦, 哭告工人道, 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 若不要庆奴, 情愿转那身前, 还归宅中, 工人道, 你要去可知好理, 且罚你除下吃些苦, 你从前快活也够了, 庆奴看住那官人道, 你带我来, 却教我嫩的模样, 你须与我告工人择个, 官人道, 你看工人何等情性, 随你了得的包带制, 也断不得这事, 你且没奈何, 我自性命不保, 等他性下, 却与你告, 及时押庆奴到厨下去, 官人道, 工人若不要踏实, 只消退在牙家, 转变身前变了, 何须发怒, 工人道, 你好坐坐, 物字说理, 自此罚在厨下, 相及一鸣, 呼一日晚, 官人去厨下, 只听得黑地里有人叫官人, 官人听得, 认得是庆奴声音, 走进前来, 两个扯住了哭, 不敢高声, 便说道, 我不和带你回来, 教你吃这般苦, 庆奴道, 你只管叫我在这里受苦, 却是及时得了, 官人沉吟半赏, 道, 我有道理救你处, 不若我告他, 只作退你去牙家, 转变身前, 安排谢舍, 悄悄地教你在那里往, 我自教人把钱来, 我也不识自来和你相聚, 是好也不好, 庆奴道, 若得如此, 可知好理, 却是灾星退堵, 当夜官人离不得把知识说道, 庆奴受罪也够了, 若不要他时, 交发父牙家去, 转变身前, 工人应允, 不知里面许多事, 且说官人拆一个心腹余后, 叫做张斌, 专一料理这事, 把庆奴安顿郎设理, 隔的那宅中一两条街, 只瞒住工人一个不知, 官人不适便走来, 安排鸡杯酒吃了后, 免不得干些莫正经的事, 却说宅里有个小官人, 叫做佛郎, 年方六岁, 直视得人息, 有时往来庆奴那里耍, 爹爹便道, 我儿不要说向妈妈道, 这个是你姐姐还是应诺, 呼一日, 佛郎来, 要走入去, 那张斌与庆奴两个, 向并肩而坐吃酒, 佛郎献了, 便道, 我只说向爹爹道, 两个男女回避不迭, 张斌连忙走开躲了, 庆奴一把抱住佛郎, 坐在怀中, 说, 小官人不要胡说, 姐姐自在这里吃酒, 等小官人来, 便把果子与小官人吃, 那佛郎只是说, 我想爹爹道, 你和张鱼后两个坐肾摩, 庆奴听了, 口中不道, 心下思量, 你说了, 我两个却如何, 眉头一纵, 记上心来, 宁苦你, 莫苦我。 没奈何, 来年今月今日今时, 是你继尘, 把条手中捉住佛郎, 扑翻在床上, 便去一勒。 那里削半碗饭时, 那小官人命归全世, 正是, 时间烽火性, 烧雀碎寒心, 一时把那小官人来勒杀了, 却是怎的出货? 正没礼会处, 只见张斌走来, 庆奴道, 颇奈这思, 只要说语, 爹爹知道。 我一时慌促, 把来勒死了, 那张斌听说, 较生苦, 不知高低, 道, 姐姐, 我家有老娘, 却如何出货? 庆奴道, 你教我坏了她, 怎嫩她说? 是你家有老娘, 我也有爹娘。 事到这里, 我和你收拾些包裹, 走归行再献我爹娘, 这需不妨。 张斌没奈何, 只得随顺, 两个打叠包, 让开了逃走, 离不得宅中不现了佛郎, 寻到庆奴家里, 现他和张斌走了, 孩儿勒死在床, 一面告了官司, 出上桌捕, 不在话下。 张斌和庆奴两个, 取路到镇江, 那张斌肚里思量住老娘, 意住这事, 因此得病, 就在客殿中江西, 不止一日, 身边戏软衣物解禁。 张斌道, 要一文看也没有, 却是如何寄解 赖赖的两行累下, 教我做个诗香之鬼, 庆奴道, 不要烦恼, 我有钱, 张斌道, 在那里, 庆奴道, 我会一身本事, 唱得好曲, 到这里怕不得休。 何不买个罗, 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 趁百时文, 把来使用, 是好也不好。 张斌道, 你是好人家儿女, 如何做得这等够当? 庆奴道, 是极无奈, 但得你末世, 和你归邻安建我爹娘, 从此庆奴, 只在镇江殿中赶衬。 话分两头, 却说那周三自从夺休了, 做不得经济。 归乡去投奔, 亲戚又不住, 一下衣裳浊汗, 到秋天都破了。 再归行再来, 鱼姬鸦翻门首过, 其实是秋深天气, 蒙蒙的雨下。 姬安在门前立地, 周三现了便唱个梦。 姬安见是周三, 也不好问他来做肾魔。 周三道, 打着礼过, 见掌人, 唱个案, 姬安见他身上栏楼, 动了个侧影之心, 便道, 人来, 请你吃完酒了去, 当时只好修饮那丝, 却没甚事。 千不合, 万不合, 教人来吃酒, 却叫济鸦翻, 一种是死, 死之太苦, 一种是亡, 亡之太躯。 却说 既安引周三进门。 老婆道, 末世, 引他来做肾, 周三献了丈母, 唱了诺, 道, 多事不献。 自从多了修, 病了一场, 做不得经济, 头远亲不拙。 姐姐安乐, 既安道, 修说, 自你去之后, 又讨头脑不拙。 如今且去官员人家三二年, 却又理会, 便叫浑家暖江酒来, 与周三吃, 吃吧, 没甚事, 周三泄了自去。 天色雀晚, 有一两点雨下, 周三道, 也醉过, 他留我吃酒, 却不是他家不好, 都是我自讨的这场烦恼, 一头走, 一头想, 如今却是怎的好? 深秋来道, 这一冬如何过的? 自古人急激声, 磨上心来, 不如等到夜深, 多开挤压翻门。 那老夫妻两个, 又睡得早, 不妨我, 拿些个东西, 把来过冬, 那条路确净, 不甚热闹。 走回来等了一些, 多开门闪身入去, 随手关了。 仔细听时, 只听得压翻娘道, 关得门户好。 前面想, 压翻道, 撑打得好。 浑家道, 天色雨下, 怕有做不事的。 起去看一看, 放心, 压翻真个起来看。 周三听得道, 苦野, 起来捉住我, 却不厉害, 去那灶头边, 摸住把刀在手, 黑地里立住, 压翻不知头脑, 走出房门看时, 周三让他过一步, 批脑后便堕, 觉得趁手, 批然倒地, 命归全世。 周三道, 只有那婆子, 索性也把来杀了, 不择生, 走上床, 揭开杖子, 把压翻娘杀了。 点起灯来, 把家中有底细软包裹都收拾了。 路乱了半夜, 周三背了包裹, 倒拽上门, 以礼出北关门。 且说天色已小, 人家都开门, 只见计压翻家, 竟悄悄不闻声息。 临舍道, 末世睡沙了也, 隔门叫唤不应。 推那门时, 随手而开。 只见那中门里既压翻死尸在地, 便叫压翻娘, 又不应。 走入房看时, 只见床上写尽住那死尸, 香笼都开了。 众人都道, 不是别人, 是七卿这丝, 每日醉了来骂, 便要杀他。 今日真个做出来, 及时经有所属, 便去捉了七卿。 七卿不知来历, 一条所赴将去, 和临舍解上临安府。 府主见报杀人公事, 及时声听, 压纳七卿至面前, 便问, 有请关身, 折赶进城内杀命掠财, 七卿出事便说, 后吃临舍指正叫骂情游, 分说不得。 结证深奏朝廷, 看得七卿有请关身, 禁城内图财杀人, 压父是曹处斩。 但现, 刀过十一点清风, 尸到处满街流血, 七卿再吃了一刀, 且说周三坏了两个人命, 只嫩得羞, 却没有天理。 天际层错害了一个, 只是石尘未到, 且说周三一离曲路, 直到镇江府, 讨个客店些了。 末世, 出来闲走一遭, 决道肚中有些鸡就这里买些酒吃, 只现一家门前招子上写道, 醒成春夏秋冬酒, 醉岛东西南北人。 周三入去时, 酒保唱了诺, 问了生树, 安排蔬菜下口。 方山吃得两盏, 只见一个人, 头顶住丝罗, 入来阁前, 道个万福。 周三抬头一看, 当时两个都吃一惊, 不是别人, 却是庆奴。 周三道, 姐姐, 你如何却在这里, 便交来坐地。 较量九人天之斩来, 便道, 你家中说卖你官员人家, 如今却如何嫩对, 庆奴剑说, 泪下树行。 但谢, 鸡生骄雨如殃黄, 一串珍珠落线头。 道, 你被修之后, 嫁个人不拙, 如今卖我在高游君主不嫁。 道的他家, 娘子肚色, 罚我除下打火, 挑水做饭, 一言难尽, 吃了万千辛苦。 周三道, 却如何流落到此, 庆奴道, 实不相瞒, 后来与本府于后两个有事, 小官人撞见, 要说与他爹爹, 因此把来勒杀了。 没计奈何, 逃走在此。 那思却又害病在殿中, 解荡使劲, 因此, 我便出来攒几钱盘缠。 今日天语之幸, 撞见你。 吃了酒, 我和你同归殿中, 周三道, 必定是你老公一般, 我需不去, 请奴道, 不妨, 我自有道理, 那里是交周三去, 又交坏了一个人性命。 有失未正, 日暮迎来相隔中, 百年心事一消同, 寒积古意纱窗外, 以绝恩情煮小风。 当时两个同道殿中, 甚是说得住, 当初误字熟药主舟, 去看那张斌, 伺候有了周三, 便不管他。 有易毒, 没易毒。 张斌又见他两个公然, 在家前科, 先自十分定坐十五分, 得口气, 死了。 两个正式推门入派, 免不得买具棺木成练, 把去烧了。 周三搬来殿中, 两个依旧做夫妻。 周三道, 我有句话和你说, 如今却不要你出去卖唱, 我自寻邪道路, 转得钱来使, 庆奴道, 怎么嫩他说? 当初是磨叽奈何, 做此道路, 自此两个恩情, 便是。 云淡淡天边架缝, 水沉沉交井鸳鸯, 欢愉闲夜短, 寂寞恨更长。 呼一日庆奴道, 我自离了家中, 不知阴信, 不若和你同去行在, 头本爹娘。 大虫恶杀不吃, 周三道, 好却好, 只是我和你归去不得, 庆奴道, 怎得, 周三却待说, 又忍了。 当时只不说便修, 千不合, 百不合, 说出来, 分明似飞蛾头火, 自送其死。 正是, 花枝叶下游藏刺, 人心怎饱不怀毒, 庆奴误药尖各背戏。 周三道, 实不相瞒, 如此如此, 把你爹娘都杀了, 却走在这里。 如何归去的, 庆奴见说, 大哭起来, 扯住道, 你如何把我爹娘来杀了? 周三道, 住住。 我不合杀了你爹娘, 你也不合杀小官人和张斌, 大家是死的, 庆奴沉吟半赏, 无言抵对。 疏忽之间, 相及数月。 周三忽然害住病, 起床不得, 身边有些钱物, 又都拾尽。 庆奴看住周三道, 家中没柴米, 却是如何? 你却不要可我, 前回一只金帆载, 依旧去卖唱几时, 等你好了, 却又理会。 周三无计可施, 只得应允。 自从出去赶衬, 每日赚的几罐钱来, 便无话说, 有十攒不得来, 周三那四便骂, 你都是又喜欢汉子, 贴了他, 不由分说。 若赚不来, 庆奴只得去到 畜属酒店里贵头上, 借几罐归家, 赚得来便害他。 一日, 却是深冬天气, 下雪起来。 庆奴立在微楼上, 一柱栏杆立地, 只见三四个客人, 上楼来吃酒。 庆奴道, 好大雪, 晚间墨前归去, 那死又骂。 且喜那三四客人来饮酒, 我且胡乱去卖一卖, 便去揭开脸, 打个照面。 庆奴只叫的苦也, 不是别人, 却是宅中当职的。 叫一声, 庆奴, 你好坐坐, 却在这里, 吓得庆奴不敢择生。 原来宅中下壮, 得知道走过镇江, 便差宅中一个荡直司赶着做工的来桌。 便问, 张斌在那里, 庆奴道, 生病死了。 我如今却和我先头丈夫周三在殿里住, 那死在临安把我爹娘来杀了, 却再次撞见, 同坐一处, 当日久也吃不成。 及时赴了庆奴, 到殿中床上托起周三, 赴了, 解来府中, 尽请勘解。 两个各自认了本身罪犯, 伸走朝廷。 那有七卿驱死, 别做失刑。 周三不和徒才杀害外父外母, 庆奴不和因好杀害两条性命, 押父是曹处斩。 但谢, 犯由前瘾, 棍棒后随, 前贤后响, 这翻过后击十回, 把眼睁开, 今日使之天报尽。 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闸, 不犯萧和六尺条, 这两个正是明有刑法相细, 暗有鬼神相随。 道不得各,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予来迟。 后人评论此事, 道记鸦帆掉了金蛮, 那时金蛮在竹篮中, 开口原说道, 辱若害我, 叫你何家人口, 死于非命。 只何记鸦帆夫妻偿命, 如何又连累周三, 张斌, 七卿等许多人。 想来这一般人也是一员一会, 该是一宗岸上的鬼, 只借金蛮做个引头。 连这金蛮说话, 金鸣池执掌, 为之虚实, 总是个凶妖之先兆。 既安既知其义, 便不该带回家中, 以制害他性命。 大凡物之一常者, 便不可加害, 有失未证。 离旧诸舍得美媚, 孙一龙子或其说, 劝君莫害非常物, 或服名中报不虚。 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经娘。 兔走乌妃及若迟, 百年世世总依稀。 内朝富贵三更梦, 历代君王一举起。 宇定九州汤寿夜, 秦吞六国汉登基。 百年光景无多日, 昼夜追欢还是迟。 话说赵宋未年, 河东十世山中有个隐士, 不言姓名, 自称时老人。 有人认得的, 说他原是有才的豪杰, 因遭胡缘之乱, 曾义军门献策不听, 自起义兵, 恢复了几个州线。 后来见时事日俗, 执大势已去, 乃微服前顿, 隐于此山中。 指山未幸, 农仆自己, 齿言是尽。 或与谈论古今兴肺之事, 唯唯不倦。 一日进山有老少二儒, 闲步时事, 与隐士相遇。 欧谈汉、 唐、 宋三朝创业之事, 隐士问, 宋朝何者 胜于汉, 唐、 一世云, 修文言武, 一世云, 历朝不诸禄大臣, 隐士大孝党。 二公之言, 皆非通论, 汉好征伐四乙, 儒者虽言其属武, 然瞒一味俱, 称力强悍, 为武游借其余威, 以服匈奴。 唐出辅兵最盛, 后便为藩阵, 虽跋扈不沉, 而大牙相至, 终界其力。 宋子炫渊和鲁, 但与用兵, 其后以遂事未尝, 以拒敌未惠, 金元祭起, 遂之王国, 此则言武修文之避尔。 不禄大臣虽是忠厚之典, 然间雄武国, 一概孤荣, 使小人尽有飞望之福, 退伍不测之祸, 忠颂之势, 朝正坏与奸相之手。 乃至末年时穷失败, 寒魁咒于鲁庭, 刺四道于侧下, 不亦惋乎。 一是卫胜于汉, 唐, 起其燃灾, 二如道, 据先生之意, 以何卫胜, 引誓道, 他是虽不及汉, 唐, 唯不贪女色最盛, 二如道, 何以见之, 引誓道, 汉高溺爱于七姬, 唐宗乱伦于帝父。 吕氏, 武士极威社稷, 非燕, 太真, 病于恭维。 宋代虽有盘乐之主, 绝无余色之君, 所以高, 曹, 相, 孟, 归得独善其美, 此则远过于汉, 唐者已, 二如探浮而去。 正是, 要知古往今来里, 虚问高明远见人。 方山说, 宋朝朱棣不贪女色, 全是太祖皇帝一谋之善, 不但是卫君以后, 早期厌霸, 宠幸西书。 自他未曾发迹变态的时节, 也就是个铁正正的好汉, 直道而行, 一邪不染。 则看他千里宋经娘, 这节故事便知。 正是, 说十亿气灵千古, 画到英风透九霄, 八百君州真地主, 一条干磅显熊豪, 且说五代乱里有诗四句, 朱立石刘锅, 梁唐进汉州, 都来十五地, 扰乱武师丘, 这五代都是偏霸, 未能混一, 其使徒自割裂, 民无定主, 到后周虽是五代之位, 物自有五国三镇, 那五国, 周国威, 北汉流崇, 南唐里无, 属于巨, 南汉流碎, 那三镇, 吴越前左, 京南高宝荣, 湖南周行逢, 虽说五国三镇, 那周朝成梁, 唐, 晋, 汉之后, 好卫正统, 赵太祖赵光印曾是周卫殿前兜点简, 后因陈桥兵变, 代周卫帝, 混一语内, 国号大宋, 当初卫曾发迹变态的时节, 因他父亲赵红因, 曾是汉卫越州防御使, 人都称匡风卫兆公子, 又称卫赵大郎, 生得面如黑血, 目若蜀星, 力敌万人, 弃吞四海, 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人侠人气,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是个管弦式的祖宗, 撞磨头祸的太岁, 现在佩京城打了御沟兰, 闹了御花园, 触犯了汉卫地, 逃难天涯, 道官西户乔杀了董达, 得了名马赤田林, 黄州除了宋虎, 朔州三磅打死了李子英, 灭了陆州王李锦超一家, 来到太原地面, 遇了叔父赵景青, 施景青在青油关出家, 就留赵公子在关中居住, 谁知染病, 已我三月, 比起病欲, 景青朝夕相陪, 要他将吸身体, 不放他出外闲游, 一日景青有事出门, 吩咐公子道, 侄耐心静坐片时, 并如小玉, 切勿行动, 景青去了, 公子那里坐得住, 想道, 便不到街坊游荡, 这本关中闲步一回, 又且何妨, 公子将房门拽上, 绕点游关, 先登了三清宝殿, 行遍东西两廊, 七十二丝, 又看了冬月庙, 转到嘉宁殿上游玩, 叹息一声, 真个是, 金炉不动千年火, 欲展长明万载灯, 行过多景楼玉皇阁, 一处处垫子催鬼, 制度红场, 公子喝来不迭, 果然好个清游关, 关之不足, 玩之有余, 转到哪都地府冷静所在, 却见小小一殿, 正对那子孙公相近, 上写住祥摩宝殿, 殿门身壁, 公子前后官看了一回, 正欲转身, 忽闻有哭泣之声, 乃是妇女声音, 公子侧耳而听, 其声出于殿内, 公语道, 暖敲作怪, 这里是出家人住处, 缘何藏匿妇人在此, 其中必有不明之事, 且去问道童陶取钥匙, 开这殿来, 看个明白, 也好放心, 回身道房中, 换道童讨降魔殿上钥匙, 道童道, 这钥匙师傅自家收管, 其中有机密大事, 不许闲人开看, 公子想道, 莫信职中职, 虚防人不仁, 原来俺叔父不是个好人, 三回五次只叫俺静坐, 莫出外闲行, 原来干着够当, 出家人承慎规矩, 俺今日便去打开店门, 怕怎的, 方玉移步, 直线赵景青回来, 公子寒怒相迎, 口中也不叫叔父, 气愤愤地问道, 你老人家在此出家, 余的好事, 景青出其不意, 便道, 我不曾做甚事, 公子道, 将魔殿内索的是什么人, 景青方才省得, 便摇手道, 闲之莫管闲事, 公子急得暴躁如雷, 大声叫道, 出家人清静无畏, 红尘不染, 为何殿内索着个妇女, 在内哭哭啼啼, 必是非礼不法之事, 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 事一事二, 说得明白, 还有个商量, 休要七三瞒四, 我赵某不是与你和光同臣的, 景青献他言辞俊利, 便道, 贤侄, 你错怪余书了, 公子道, 怪不怪是小事, 且说殿内可是妇人, 景青道, 正是, 公子道, 可又来, 景青小的公羽姓造, 还未敢名言, 用缓同答应道, 虽是妇人, 却不干本官道众之事, 公子道, 你是个义官之主, 就是别人做出歹事, 忌顿在殿内, 少不得你知情, 景青道, 闲之息怒, 此女乃是两个有名响马, 不知那里辱来, 一月之前寄予此处, 托乌等替他好生看守, 若有差池, 寸草不留, 因是闲之并未权, 不曾对你说得, 公子道, 响马在那里, 景青道, 赞往那里去了, 公子不信道, 岂有此理, 快与我打开店门, 换女子出来, 暗自审问他详细, 说罢, 挫了浑铁, 其美短棒, 往前先走, 景青知他性如烈火, 不好遮拦, 慌忙取了钥匙, 随后赶到降魔店前, 景青在外边开锁, 那女于在店中听的锁响, 直到是强人来到, 欲加啼哭, 公子也不谦让, 才等门开, 一脚跨境, 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后虎坐一团, 公子近前放下奇美短棒, 看那女子果然盛得标致, 眉扫春山, 眸横秋水, 寒愁寒恨, 犹如西子捧心, 欲为欲提, 婉似杨妃剪发, 琵琶声不响, 是个未出赛的名妃, 胡前吊若成, 分明强和番的菜女, 天生一中风流泰, 便是丹青话不真, 公子抚慰道, 小娘子, 俺不比奸淫之徒, 你修得惊慌, 且说家居何处, 谁人引诱到此, 堂又不平, 俺赵某于你解救则个, 那女子方山举袖事类, 深深道个万福, 公子还礼, 女子先问, 尊官高兴, 景清代达道, 此乃佩经赵公子, 女子道, 公子听禀, 未曾说的一两句, 早已扑速速流下泪来, 原来那女子也姓赵, 小字京娘, 是蒲州谢良县小祥村居住, 年方17岁, 因随父亲来杨曲县海北越乡院, 入狱两个响马强人, 一个叫做满天飞张馆, 一个叫做着地滚周静, 见京娘颜色, 饶了她父亲性命, 掳掠到山神庙中, 张周二, 强人争要成亲, 不肯相让, 议论了两三日, 二人恐坏了一起, 将这京娘, 记顿于青油关祥摩殿内, 吩咐道士小心攻击看守, 再去别处访求个美貌女子, 掳掠而来, 凑成一对, 然后同日成亲, 未压债夫人, 那强人去了医院, 至今未回, 道士惧怕她, 只得替她看守, 京娘叙出原由, 赵公子方山向景青道, 世财甚是粗鲁, 险些冲撞了叔父, 既然京娘是良家侍女, 无端被强人所掳, 俺今日不救, 更待何人, 又向京娘道, 小娘子休要悲伤, 万事有赵某在此, 管教你重回故土, 再献蒙娘, 京娘道, 虽成公子美意, 释放奴家出于虎口, 奈家乡千里之遥, 奴家孤身女流, 怎生跋涉, 公子道, 救人须就彻, 俺不远千里, 亲自送你回去, 京娘拜谢道, 若蒙如此, 便是重生父母, 景青道, 贤侄, 此事断然不可, 那强人势大, 官司尽补他不得, 你今日救了小娘子, 点手者难辞其责, 再来问我要人, 教我如何对付, 须当连累于我, 公子孝道, 大胆天下去得, 小心寸不难行, 俺赵某一生建议避位, 万夫不惧, 那响马虽狠, 赶比的鹿州王摩, 他须也有两个耳朵, 小的俺赵某名字, 既然你们出家人怕事, 暗留个记号在此, 你们好恢复那响马, 说吧, 轮起昏铁漆煤棒, 横住身子, 向那垫上朱红童子, 狠地打一下, 里拉一声, 把零花窗窟都打下来, 再负一下, 把那四扇棍子打个东倒西歪, 虎的京娘战战兢兢, 远远地躲在一边, 景青面如土色, 口中只叫, 罪过, 公子道, 强人若再来时, 只说赵某打开殿门抢去了, 远个有头, 债个有主, 要来寻暗时, 叫他打蒲州一路来, 景青道, 此去蒲州千里之遥, 路上盗贼生发, 独马单身, 尚且难走, 况有小娘子牵绊, 凡事宜三思而行, 公子笑道, 汉卫三国时, 官云长独行千里, 五官斩六将, 护住两位黄嫂, 直到古城与留皇叔相会, 这才是大丈夫所谓, 今日一位小娘子救她不得, 赵某还做什么人, 此去躺然冤家狭路相逢, 叫她双双寿死警青道, 然虽如此, 还有一说, 鼓者男女做不同习, 食不共器, 先知千里相送小娘子, 虽则美意, 处于义气, 旁人怎知就礼, 见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 嫌疑之际, 被人谈论, 可不畏好成倩, 反畏仪是英雄之法, 公子呵呵大笑道, 叔父莫怪我说, 你们出家人灌装架子, 里外不一, 俺们做好汉的, 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 人言都不计较, 警青献她主意已决, 问道, 贤侄及时启程, 公子道, 明早便行警青道, 只怕贤侄身余还不健忘, 公子道, 不妨是, 警青教道同志久送行, 公子于席上对京娘道, 小娘子, 方山叔父说一路嫌疑之际, 恐生议论, 俺借此席面, 与小娘子结为兄妹, 俺姓赵, 小娘子也姓赵, 五百年何时一家, 从此兄妹相衬变了, 京娘道, 公子贵人, 奴家怎敢搬高, 警青道, 既要同行, 如此最好, 忽道童取过拜瞻, 京娘请恩人在上, 受小妹于一拜, 公子在旁还礼, 京娘又拜了警青, 忽为伯伯, 警青在席上, 续起侄儿许多英雄了得, 京娘欢喜不尽, 事业只引致更雨, 警青让自己卧房与京娘睡, 自己与公子在外乡同宿, 五更鸡唱, 警青起身安排早饭, 又被些干粮牛斧, 为卤中职用, 公子输了赤以林, 将行李扎妇停挡, 主妇京娘, 妹子, 只可村庄打扮, 不可野荣炫浮, 惹是昭妃, 早饭已毙, 公子扮作客人, 京娘扮作村姑, 一般地戴个雪帽, 其没遮了, 兄妹二人坐别景青, 景青送出房门, 忽然想起一世道, 贤侄, 今日去不成, 还要计较, 不知景青说出甚话来, 正是, 却得与茅芳圆举, 虎牙爪不成行, 景青道, 一马不能骑两人, 这小娘子公鞋袜小, 怎跟得上, 可不耽误了成途, 从容密一辆, 车儿童去却不好, 公子道, 此事算之久矣, 有个车辆又费照顾, 将此马让与妹子骑坐, 俺师院千里不行, 香随不淡, 京娘道, 小妹有类恩人远送, 愧妃男子, 不能执鞭坠料, 岂敢反战尊气, 绝难从命, 公子道, 你是女流之辈, 必要角力, 赵某角又不小, 不行正合其宜, 京娘再次推辞, 公子不允, 只得上马, 公子跨了腰刀, 手指混铁干棒, 随后向景青一一而别, 景青道, 贤侄路上小心, 恐怕遇了两个响马, 需要用心提防, 下手展觉些, 莫带累我关中之人, 公语道, 不妨, 不妨, 说罢, 把马尾一拍, 喝声, 快走, 那马拍腾腾便跑, 公子放下脚步, 紧紧相随, 鱼路免不得积餐可饮, 夜住小行, 不一日行至焚舟借修献地方, 这赤隐铃原是千里龙居马, 追封竹殿, 自清游关至焚舟, 不过三百里至城, 不够明马半日持咒, 一一则公子不行恐奔赴不及, 二则京娘女流不惯驰骋, 所以控配缓缓而行, 兼之路上贼寇生发, 需要慢其早些, 每日只行一百余礼, 公子时日行到一个上纲之下, 地名黄毛殿, 当初原有村落, 因试乱人荒都逃散了, 还存得个小小店, 日色江卜, 前途旷野, 公子对京娘道, 此处安歇, 明日早行罢, 京娘道, 但凭遵义, 殿小二接了包裹, 京娘下马, 去了雪茂, 小二一眼瞧见, 舌头吐出三寸, 缩不进去, 心下想道, 如何有这般好女子, 小二牵马戏在屋后, 公子请经娘进了殿房坐下, 小二哥走来贴住呆看, 公子问道, 小二哥有甚话说, 小二道, 这位小娘子是客观甚魔人, 公子道, 是暗妹子, 小二道, 客观, 不是小人多口, 千山万水, 路途间不该带此美貌家人同走, 公子道, 为何, 小二道, 离此十五里之地, 叫做戒山, 得况人稀, 都是陆林中好汉出没之处, 倘若强人知道, 只好白白李宋宇, 他做压寨夫人, 还要贴他个例事, 公子大怒骂道, 贼狗大胆, 敢须严恐虎客人, 照小二面门一拳打去, 小二口吐鲜血, 手掩住脸, 向外籍走去了, 殿家娘就在除下发话, 京娘道, 恩兄推性造了些, 公子道, 这丝言语不知进退, 怕不是良善之人, 先教他小的矮些手段, 京娘道, 既在此借宿, 恶不得他, 公子道, 怕他责慎, 京娘便道除下雨殿, 家娘相见, 将好言好语稳贴了他扮上, 殿家娘方才息怒, 打点动人做饭, 京娘归房, 房中皆有余光, 还未点的, 公子正作, 与京娘讲话, 只限外面一个人入来, 到房门口探头探脑, 公子大喝道, 什么人敢来瞧俺角色, 那人道, 小人自来寻小二哥闲话, 与客官无钱, 说吧, 到厨房下, 与店家娘轻轻浓浓地, 讲了一回方去, 公子看在眼里, 早有三分疑心, 灯火已到, 店小二只是不回, 店家娘将饭送到房里, 兄妹二人吃了晚饭, 公子交经娘眼上, 房门掀起, 自家只推水火, 带了刀棒绕屋而行, 约末二更十分, 只听得赤允林在后边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声, 此时十月下旬, 月光初起, 公子敲步上前观看, 一个汉子被马踢倒在地, 现有人来, 勿能地正法起来就跑, 公子之士盗马之贼, 追赶了一城, 不觉树里, 转过溜水桥边, 不见了那汉子, 只见对桥一间小屋, 里面灯烛辉煌, 公子一那汉子躲逆在内, 不禁看时, 见一个白须老者, 端坐于上床之上, 在那里送经, 怎生母样不, 眼如迷雾, 虚弱凝霜, 眉如柳絮之飘, 面有桃花之色, 若非天上金星, 必是山中社长, 那老者献公子进门, 慌忙起身失礼, 公子答一, 问道, 长者所送何经, 老者道, 天皇救苦经, 公子道, 送他有甚好处, 老者道, 老汉见天下分崩, 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 扫荡燕尘, 就民于涂炭, 公子听得此言, 暗和奇迹, 心中也欢喜, 公子又问道, 此地贼寇颇多, 长者可知他的行藏魔, 老者道, 贵人莫非是同一位骑马女子, 下在坡下毛垫里的, 公子道, 然也, 老者道, 性欲老夫, 险些而经的贵人, 公子问其缘故, 老者请公子上座, 自己旁边相陪, 从容告诉道, 这届山新生两个强人, 聚集扑罗, 打架劫舍, 扰害坟禄地方, 一个叫做满天飞张馆, 一个叫做着地滚周静, 半月之间, 不知那离抢了一个女子, 二人争取味觉, 忌顿他方, 带在寻的一个来, 各成婚配, 这里一路店家, 都是那强人吩咐过的, 但访得有美貌佳人, 急忙抱她, 重重有赏, 晚上贵人到时, 那小二便去暴雨周静知道, 先差野火而遥望来, 探望虚实, 说道, 不但女子貌美, 兼且骑一匹骏马, 单身客人, 不足畏惧, 有个千里脚沉鸣, 第一扇走, 一日能行三百里, 贼人拆他先来到马, 重扣在前面赤松临下屯渣, 等待贵人五更经过, 便要抢劫, 贵人需要防备, 公子道, 原来如此, 长者何以知之, 老者道, 老汉久居于此, 洞悉都知, 贱贼人切不可说出老汉来, 公子谢道, 成叫了, 绰棒起身, 衣光走回, 店门雾字半开, 公子挨身而入, 却说店小二位, 接应陈鸣道马, 回到家中, 正在防卫与老婆说话, 老婆暖酒与他吃, 献公子进门, 闪在灯背后去了, 公子心生一计, 便叫京娘问店家讨酒吃, 店家娘取了衣, 把空壶在房门口酒缸内咬酒, 公子出击不意, 将铁棒罩脑后一下, 打倒在地, 酒壶也撇在一边, 小二听得老婆叫苦, 也取朴刀赶出房来, 怎当公子一意待劳, 手起棍落, 也打翻了, 再负两棍, 都结果了性命, 京娘大惊, 急就不急, 问其打死二人之故, 公子将老者所言, 续了一遍, 京娘吓得面如土色道, 如此屠戮难行, 怎生是好, 公子道, 好歹有赵某在此, 贤妹放心, 公子撑了大门, 就除下掀起酒来, 饮个半醉, 上了马料, 将鸾灵色口, 使其无声, 扎父包裹停挡, 将两个尸便, 拖在除下柴堆上, 放弃火来, 前后门都放了一把火, 看火是剩了, 然后引京娘上马而行, 此时东方见白, 经过溜水桥边, 欲在寻老者问路, 不见了诵经之事, 但见土强气的三尺高, 一个小小庙, 庙中社工坐于旁边, 方知夜间所现, 乃社工引导, 公子想到, 他呼我未贵人, 又献我不敢正坐, 我必非常人也, 他日躺然发迹, 荡家封号, 公子催马前进, 约行了树里, 望见一座松林, 如火云相似, 公子叫声, 贤妹慢行, 前面想是赤松林了, 言由未必, 草荒中钻出七个人来, 手指刚插, 望公子便棚, 公子会者不忙, 将铁棒架住, 纳汉且斗且走, 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 激得公子怒起, 双手举棒, 喝声, 啄, 将半个天灵盖披下, 纳汉便是野火遥望, 公子叫京娘约马赞助, 俺到前面林子里, 结果了那伙毛贼, 和你同行, 京娘道, 奔凶仔细, 公子放不前行, 正是, 圣天子百灵助顺, 大将军八面威风, 那赤松林下注的滚, 周近囤柱四五十扑落, 听得林子外脚不响, 直到是遥望福禄报信, 手提长枪, 钻江出来, 正迎住公子, 公子知识强人, 并不打话, 举棒便打, 周近挺枪来敌, 约斗上二十余和, 林子内艾罗之, 周近御敌, 晒起罗一起上前, 团团围住, 公子道, 有本事的都来, 公子一条铁棒, 如金龙罩体, 玉蟒缠身, 迎住棒似秋叶翻风, 进驻身如落花坠地, 打得三分四散, 七零八落, 周近胆寒起来, 枪法乱了, 被公子一棒打倒, 众缩罗发声喊, 都落荒乱跑, 公子再负一棒, 结果了周近, 回步已不见了京娘, 急往四下抓寻, 那京娘已被五六个多罗, 簇拥过赤松林了, 公子急忙赶上, 大喝一声, 贼徒那里走, 众多罗见公子追来, 弃了京娘, 四散去了, 公子道, 贤妹受惊了, 京娘道, 是财扑罗内有两个人, 曾跟随想马到清游关, 圆认的我, 方山说, 周大王与客人交手, 料这客人窦大王不过, 我们先送你在张大王那边去, 公子道, 周近这丝已被鞍脚除了, 只不知张管在于何处, 京娘道, 只愿你不相遇更好, 公子催马快行, 约行四十余里, 到一个市站, 公子腹中饥饿, 带住配头, 欲要扶京娘下马上殿, 只见几个殿家都忙乱乱地安排吹翼, 全部来招架行客, 公子心仪, 因带有京娘, 怕得声势, 牵马过了殿门, 只见家家庇护, 到尽头处, 一个小小人家, 也关住门, 公子心下奇怪, 去敲门时, 默认答应, 转身到屋后, 将马拴在树上, 轻轻地去敲他后门, 里面一个老婆婆, 开门出来看了一看, 意中甚是黄剧, 公子慌忙跨进门内, 与婆婆作一道, 婆婆休亚, 暗示过路客人, 带有女眷, 要借婆婆家中火, 吃了饭就走的, 婆婆碾身碾鬼的叫华生, 京娘一进门相见, 婆婆便降门闭了, 公子问道, 那边店里安排酒会, 迎接什么官府, 婆婆摇手道, 客人修管闲事, 公子道, 有甚闲事, 直嫩利害, 俺这远方客人, 樊婆婆说名则个, 婆婆道, 今日满天飞大王再次经过, 这乡村脸钱备饭, 买进求庵, 老身有个儿子, 也被店中叫去乡邦了, 公子听说, 思想, 原来如此, 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与他个干净, 绝了清油官的祸根罢, 公子道, 婆婆, 这是俺妹子, 为还南岳相怨到此, 怕逢了强途, 受他惊恐, 有烦婆婆家藏匿片时, 等着大王过去之后方行, 自当厚谢婆婆道, 好为小娘子, 全躲不防事, 只客观不要出头惹事, 公子道, 俺男子汉自会躲闪, 且到路旁打听消息泽个, 婆婆道, 子谢, 有剑城泄电, 饶口热水, 等你来吃, 饭却不方便, 公子提棒仍出后门, 欲带乘马前去迎他一步, 忽然想到, 俺在清油官中说出了千里不行, 今日畏惧怕强贼乘马, 不算好汉, 随大踏步奔出路头, 心生一计, 附身到店家, 大盼盼地叫道, 大王即刻到了, 撒家是打前站的, 你下马饭碗也喂, 店家道, 都完了, 公子道, 先摆一席鱼撒家吃, 众人极威之下, 谁敢便其真假, 还要, 他在大王面前方便, 大鱼大肉, 热酒热饭, 只顾搬将出来, 公子放量大脚, 吃到九分九, 外面废船, 大王到了, 快摆相按, 公子不慌不忙, 取了护身笼, 出外看时, 只见石鱼对枪刀棍棒, 摆在前岛, 到了店门, 一起跪下, 那满天飞张广而骑驻高头骏马, 千里脚尘明知边紧随, 背后又有三五师梭罗, 时来乘车辆簇拥, 你到一班两个大王, 为何张广嫩般骑整, 那强人出入聚散, 缘无定规, 况且文说单身客人, 也不再起义了, 所以周见未免轻敌, 这张广而分路在外行节, 阴千里脚尘明报道, 二大王已拿的有美貌女子, 请她到界山相会, 所以整齐队伍而来, 行村过阵, 壮观威夷, 公子隐身北墙之侧, 看得真切, 等待码头相近, 大喊一声道, 强贼看棒, 从人从中跃出, 如一只老鹰半空飞下, 说是迟, 那石块, 那马惊骇, 望前一跳, 这里棒式去得重, 打折了马的一只前蹄, 那马富腾就到, 张广伸松, 早跳下马, 背后陈明持棍来营, 早被公子一棒打翻, 张广而舞动双刀, 来斗公子, 公子腾不到空阔处, 与强人放对, 斗上石鱼盒, 张广一刀砍来, 公子棍起, 中其手指, 广而右手施刀, 左手辨绝没事, 回步辨走, 公子喝道, 你绰号满天飞, 今日不怕, 你飞上天去, 赶尽一步, 举棒望脑后劈下, 打做个肉宝, 可怜两个有名的强人, 双双死于一日之内, 正是, 三魂渺渺满天飞, 漆破幽幽, 着地滚, 众喽啰却带药走, 公子大叫道, 俺是佩经赵大郎, 自与贼人张广, 周尽有仇, 今日都已剿除了, 并不于众人之事, 众扑裸起了枪刀, 一起败倒在地, 道, 俺们从不见将军嫩般英雄, 情愿服侍将军为债主, 公子呵呵大笑道, 朝中视觉, 俺尚不稀罕, 岂肯坐落草之事, 公子看见种扑罗中, 陈明亦在其内叫出问道, 昨夜来到马的就是你摩, 陈明叩头负罪, 公子道, 且跟我来, 赏你一餐饭, 众人都跟到店中, 公子吩咐店家, 俺今日与你地方除了二害, 这些都是良敏, 方山所备饭时, 都祝他饱餐, 俺自有发放, 其管带张管一夕留住, 俺有用处, 店主人不敢不依, 众人吃罢, 公子叫陈明道, 闻你日行三百里, 有用之才, 如何施身于贼人, 俺今日有用你之处, 你肯依否, 陈明道, 将军若有所谓, 不必水火, 公子道, 俺在宁京, 喂打了御花园, 又闹了御沟兰, 逃难在此, 凡你到汴京打听事体如何, 半月之内, 可在太原府清游关照之关处等候我, 不可视线, 公子借笔验写了书父赵景清家书, 把语沉明, 将贼人车辆财帛, 打开分作三分, 一分散与世镇人家, 长期向来骚扰之费, 就将打死贼人尸首, 及枪刀等相, 注重人自去解观情赏, 其一分重楼落分趣味, 衣食之资, 各自还乡生理, 其一分又颇为两分, 一半赏与陈明为路费, 一半寄予清游关, 修理降摩店门窗, 公子分派已毕, 众心都服, 各个感恩, 公子教殿主人将酒席一桌, 抬到婆婆家里, 婆婆的儿子也都来了, 与公子及京娘相见, 向婆婆说之除害之事, 各个欢喜, 公子向京娘道, 于兄一路不曾坐的个主人, 今日借花献佛, 与贤妹压经把斩, 京娘千恩万谢, 自不必说, 事业, 公子自取义中银食两送与婆婆, 就肃于婆婆家里, 京娘想起公子之恩, 荡出红福一妓女, 尚能自责英雄, 莫说受恩之下, 愧无所报, 就是我终身之事, 舍了这个豪杰, 更脱何人, 欲要自荐, 又休开口, 欲待不说, 他直信汉子, 那只奴家一片真心, 左思右想, 一夜不睡, 不觉五更鸡唱, 公子起身尾巫要走, 京娘闷闷不悦, 心生一计, 鱼路只推腹痛难忍, 鸡便要解, 要公子扶他上马, 又扶他下马, 一上一下, 将身微贴公子, 碗井勾肩, 万机已悬, 夜宿又嫌寒道热, 殃公子俭辈天长, 软香温玉, 岂无动情之处, 公子生性当直, 尽心忧待, 全然不以为怪, 又行了三四日, 过去卧地方, 离蒲州三百余里, 其夜宿于荒村, 京娘口中不语, 心下惆怅, 如今将次到家了, 只管害羞不说, 措辞机会, 一到家中, 此事便所罢休, 毁之何及, 黄昏以后, 四字无声, 威灯明灭, 京娘勿自未睡, 在灯前长叹流泪, 公子道, 贤妹因何不乐? 京娘道, 小妹有句心腹之言, 说来又怕唐突, 奔人莫怪, 公子道, 兄妹之间有何嫌疑? 尽说无妨, 京娘道, 小妹生归娇女, 从未出门, 只因随父进香, 误陷于贼人之手, 锁进清游关中, 还亏贼人去了, 苟延数日之命, 得见恩人。 倘若贼人相犯, 妾宁受刀斧, 有死不从。 今日蒙恩人拔离苦海, 千里步行相送, 又为妾报仇, 崛起后患。 此恩如重生父母, 无可报答。 倘苍不嫌冒愁, 愿被铺床迭背之术, 使妾少尽报效之万一。 不知恩人云否, 公子大笑道, 贤媚诧矣。 俺与你萍水相逢, 出身相救, 拾出侧影之心, 飞滩美丽之貌。 况彼此同性, 难以未婚, 兄妹相衬, 岂可极乱。 俺是个坐怀不乱的柳夏慧, 你岂可学纵欲拜礼的无梦子。 修得狂言, 惹人笑话, 精良修残满面, 半赏无语, 崇幼开言道, 恩人体怪妾夺言, 妾非淫无苟见之辈, 只为弱体余生, 尽出恩人所赐, 此身之外, 别无报答。 不敢妄与恩人昏沛, 得为妾臂, 服侍恩人一日, 死亦明目, 公子勃然大怒道, 赵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 一生正直, 并无邪念。 你把我看作 施恩忘报的小辈, 假公济司的好人, 是何道理? 你若邪心不惜, 俺及金撒开双手, 不管闲事, 怪不得我有史无中了。 公子此时声色俱立, 精良深深吓拜道, 今日方见恩人心事, 赛过柳夏慧, 鲁男子。 愚昧是女流之辈, 坐井观天, 望起恩人恕罪则各, 公子方山息怒, 道, 贤妹, 非是俺交注骨色, 本位义气尚于礼, 不行相送。 今日若就私情, 与那两个响马合意? 把从前一片真心化为假意, 惹天下豪杰们笑话, 金娘道, 恩凶高见, 窃金声不能补报大德, 死荡闲环皆草, 两人说话, 直到天明, 正是。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情练落花。 自此, 金娘欲加严禁公子, 公子亦欲加怜悯金娘。 一路无话, 看看来到蒲州, 金娘虽住在小样村, 却不认得。 公子问路而行, 金娘在马上望见故乡光景, 好生伤感。 却说小祥村赵元外, 自从试了金娘, 将棘两月有余, 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 忽然庄客来报, 金娘骑马回来, 后面有一红脸大汉, 手指甘棒跟随。 赵元外道, 不好了, 想马来讨庄查了。 妈妈道, 难道想马只有一人? 且教儿子赵文去看个明白, 赵文道, 湖口里那有回来肉? 妹子被想马劫去, 岂有送转之礼。 必是容貌相向的, 不是妹子, 道游未了, 金娘已进中堂, 爹妈见了女儿, 相抱而哭。 哭罢, 问其得回之故。 金娘将贼人所进青游关中, 幸遇赵公子陆穴不平, 开门九出, 认为兄妹千里步行相送, 并途中连珠二寇大略, 续了一遍。 金恩人现在, 不可怠慢, 赵元外慌忙出堂, 献了赵公子败谢道, 若非恩人英雄了德, 吴女必陷于贼人之手, 父子不得重逢已, 虽令妈妈同金娘拜谢, 又换儿子赵文来见了恩人, 装上宰珠设宴, 款待公子。 赵文私下与父亲商一道, 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妹子被强人劫去, 家门不幸。 今日, 跟着红脸汉子回来, 人无利己, 准肯早起, 必然这汉子与妹子有情, 千里送来, 岂无缘故。 妹子经了许多风波, 又有谁人聘他。 不如招坠那汉子在门, 两全其美, 省得旁人议论, 赵公是个随风道舵莫主意的老, 听了儿子说话, 便叫妈妈换京娘来问他道, 你与那公子千里相随, 一定把身子许过他了。 如今你哥哥对爹说, 要招坠于你卫夫, 你意下如何? 京娘道, 公子正直无私, 与孩儿结为兄妹, 如嫡亲相似, 并无吊喜之言。 今日望爹妈留他在家, 管待他十日半月, 少尽其心, 此事不可提起, 妈妈将女儿言语述于赵公, 赵公不以为然。 少监言习完备, 赵公请公子坐于上席, 自己老夫妇下席相陪, 赵文在左席, 京娘又席。 久知述寻, 赵公开言道, 老汉一言相告, 小女余生, 借出恩人所赐, 老汉月门感德, 无以为报。 姓小女尚未许人, 抑郁献与恩人, 为姬肘之妾, 扶起物据。 公子听得这话, 一盆烈火从心头多起, 大骂道, 老匹夫, 俺为义气而来, 凡把此言来侮辱我。 俺若贪女色时, 路上也就成亲了, 何必千里相送? 你这般不识好歹的, 枉费俺一片热心, 说吧, 将桌子掀翻, 往门外一直便走。 赵公服父虎地战战兢兢, 赵文见公子粗鲁, 也不敢上前。 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 急走去扯住公子依据, 劝道, 恩人息怒。 且看愚昧之面, 公子那里肯依, 一手欺托了京娘, 奔至柳树下, 解了赤以林, 月上安佩, 如飞而去。 京娘哭倒在地, 爹妈劝转回房, 把儿子赵文埋怨了一场。 赵文又羞又恼, 也走出门去了。 赵文的老婆, 听得爹妈为小姑上埋怨了丈夫, 好生不喜, 强所相劝, 将冷雨来奚落京娘道, 姑姑, 虽然离别是苦事, 那汉子千里相随, 忽然而去, 也是个薄情的。 她若是有人意的人, 救了这头亲事了。 姑姑青年美貌, 怕没有好姻缘相配, 修得愁烦则各, 气得京娘泪流不绝, 顿口无言。 心下自想道, 因奴命奏实乖, 遭逢强暴, 性欲英雄相救, 指望脱以终身。 谁知事记不邪, 反射瓜里之嫌。 今日父母歌嫂, 亦不能相量, 何况他人, 不能报恩人之德, 反类恩人的清明, 为好成倩, 揭奴之罪。 四次搏命, 不如死于清游关中, 省了许多是非, 道得干净, 如惊悔之无极。 千死万死, 左右一死, 也表奴贞洁的心迹, 挨之夜深, 爹妈睡熟, 精良取笔, 提食四具于壁上, 搓吐立香, 望空拜了公子四拜, 将白罗汉中, 悬良自意而死。 可怜闺秀千金女, 化作南科一梦人。 天明老夫妇起身, 不见女儿出房, 到房中看时, 见女儿亦在凉间。 吃了一惊, 两口放声大哭, 看壁上有诗韵。 天父红颜不遇时, 受人凌辱被人欺。 今宵一死愁公子, 彼此清明天地至。 赵妈妈解下女儿, 儿子媳妇都来了。 赵公顽其失意, 方知女儿兵精欲劫, 把儿子痛骂一毒。 免不得买官获恋, 责得安葬, 不在话下。 再说, 赵公子承住千里赤古林, 连夜走至太原, 与赵之官相会, 千里脚臣明已到了三日。 说汉后主已死, 过令公禅位, 改国号约州, 招纳天下豪杰。 公子大喜, 住了数日, 别了赵之官, 同臣明还归汴京, 应募为小孝。 从此随世宗南征北讨, 内宫致殿前都点减。 后寿周禅位, 宋大祖, 臣明相从有功, 义官至节度使之职。 大祖即位以后, 灭了北汉。 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 遣人到蒲州谢良县寻访消息。 使命寻的求聚师回报, 太祖甚是接叹, 赤峰为真义夫人, 立赐于小祥村。 那黄毛殿溜水桥社工, 赤峰太原都土地, 命有思泽的建庙, 至今香火不绝。 这段话, 提作赵公子大闹清游官, 千里送京娘, 后人有诗赞云。 不练私情不畏强, 独行千里送京娘。 汉堂吕五分多事, 谁及英雄赵大郎。 第二十二卷送小官团圆破战令。 不是姻缘莫抢求, 姻缘钱定不虚忧。 任从波浪翻天起, 自有中留稳渡舟。 话说正得年问, 苏州府昆山县大街, 有一居民, 姓宋明敦, 原是换家之后。 魂家卢氏, 夫妻二口, 不做生理, 靠住祖谊田地, 现成收些租客为活。 年过四时, 并不曾生得一男伴女。 宋敦一日对魂家说, 自古道, 养儿代老, 击古房积, 你我年过四旬, 尚无子嗣。 光阴四见, 眨眼头白, 百年之事, 靠住何人, 说罢, 不绝泪下。 卢氏道, 宋门姬祖善良, 未曾作恶造业, 况你义事单传, 老天绝不绝你祖宗之嗣。 朝雨也有早晚, 若是不该朝时, 便是痒得长成, 半路上也抛撇了, 老而无功, 在添许多悲气, 宋敦点头道时。 历才室内未前, 只听得坐起中有人咳嗽, 叫唤道, 玉丰在家摩, 原来苏州风俗, 不论大家小家, 都有个外号, 彼此相衬。 玉丰就是宋敦的外号, 宋敦侧耳而听, 叫唤第二句, 便认的声音是刘顺泉。 那刘顺泉双鸣有才, 积祖驾一只大船, 拦载客户, 往各省交谢。 趁得好些水饺银两, 一个十泉的家业, 团团都坐在船上。 就是这只船本, 也值几百斤, 浑身是香妥木打造的。 江南溢水之地, 多有这祥生理。 那刘友才是宋敦醉气之友, 听的是他声音, 连忙驱出作气。 彼此不须作医, 拱手相见, 分作看查, 字不必说。 宋敦道, 顺泉今日如何得侠? 刘友才道, 特来与玉丰借件东西。 宋敦笑道, 主舟缺什么东西, 道与寒家相见? 刘友才道, 别的东西不来前领。 指这座, 是宅上有余的, 故此赶来其口。 宋敦道, 果是寒家所有, 绝不相恋, 刘友才不慌不忙, 说出这件东西来。 正是, 背后并非情诏, 当前不是困凶。 俄皇戏不密针锋, 镜首将来供奉。 还愿曾装明钞, 其神并尘威荣。 明山谷杀己相从, 染下炉香浮洞。 来来宋敦夫妻二口, 困难于得子, 各处烧香其次, 做成黄布符, 黄布袋, 庄果佛马春前之类。 烧过香后, 悬挂于家中佛堂之内, 甚是制成。 刘友才长于宋敦五年, 四十六岁了, 阿玛徐氏一无子息。 闻得徽州有盐商求寺, 新建陈州娘娘妙于苏州盐门之外, 香火甚盛, 祈祷不绝。 刘友才恰好有个方便, 要驾船往丰桥接客, 抑郁进一炷香, 却不曾做得不服不戴, 特特与宋家告诫。 其实说出缘故, 宋敦沉恩不语。 刘友才道, 玉丰莫非有令戒之心魔, 若无坏时, 一个就陪两个, 宋敦道, 岂有此理? 只是一见, 既然娘娘妙灵险, 小子抑郁复州亦网。 知不知及时去, 刘友才道, 即刻变形, 宋敦道, 不服不戴, 捉经另有一副, 共是两副, 尽可分用, 刘友才道, 如此甚好, 宋敦入内, 于婚家说之, 欲往郡城烧香之事。 刘氏也欢喜, 宋敦于佛堂挂壁上, 取下两副不服不戴, 留下一副自用, 将一副借于刘友才。 刘友才道, 小子先往州中伺候, 欲风可快来。 船在北门大阪桥下, 不嫌怠慢时, 吃些建成素饭, 不削带米, 送敦应允。 当下茫茫地 扮下些乡竹芝马汉张定段, 打碟包裹, 穿了一件新连旧的 洁白胡筹道袍, 赶出北门下船。 趁着顺风, 不够半日, 七十里之城, 等闲到了。 周伯峰桥, 当晚无话, 有诗未证。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峰于火队瞅眼。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船。 此日起个黑枣, 在船中喜惯罢, 吃了些琐食, 敬了口手, 一段黄布福陀的名才, 黄布带安插纸马文书, 挂于巷上, 步到陈州娘娘庙前, 刚刚天晓。 庙门虽开, 殿门还关住。 二人在两廊游绕, 观看了一遍, 果然造的齐整。 正在赞叹, 哑的一声, 殿门开了, 就有庙柱出来迎接进殿。 其实香客未到, 竹架尚须, 庙柱放下琉璃灯来取火点竹, 讨文书替他通臣祷告。 二人焚香礼拜已毕, 各将几十文钱, 愁泻了庙柱, 画旨出门。 刘友才再要邀宋敦到船, 宋敦不肯。 当下刘友才将步伏布带交还宋敦, 各个称谢而别。 刘友才自往丰桥接客去了。 宋敦看大色上早, 要往楼门趁船回家。 刚欲一步, 听得墙下深吟之声。 进前看时, 却是矮矮一个卢锡棚搭在庙园之侧, 中间握住个有病的老和尚, 奄奄欲死, 呼之不应, 问之不答。 宋敦心中不忍, 停谋而看。 旁边一人走来说道, 客人, 你只管看他责慎, 要便做个好事了去。 宋敦道, 如何做个好事? 那人道, 此僧是陕西来的, 78岁了, 他说一生不曾开婚, 每日只送金刚经。 三年前在此木画建安, 没有施主。 搭这个卢锡棚儿住下, 送经不错。 这里有个素饭店, 每日只上午一餐, 过午就不用了。 也有人可怜他, 是他些钱敏, 他就把来孩了店上的饭钱, 不留一闻。 近日得了这病, 有半个月不用饭食了。 两日前还开口说的话, 我们兼他, 如此受苦, 何不早去罢。 他说, 因缘味道, 还等两日, 今早连话也说不出了, 早晚待死。 客人若可怜他时, 买一口薄薄棺材, 焚化了他, 便是做好事。 他说因缘味道, 或者这因缘就在客人身上, 宋敦想道, 我今日为求私而来, 做一件好事回去, 也得神天知道。 便问道, 此处有棺材垫模, 那人道, 出向陈三郎家就是。 宋敦道, 樊足下同网一看, 那人引路到陈家来。 陈三郎正在殿中之分泄降巨木。 那人道, 三郎, 我引个主顾做成你。 三郎道, 客人若要看寿板, 小店有真正资源加料双拼的在里面, 若要建成的, 就店中淡凭简则, 宋敦道, 要建成的, 陈三郎指住一副道, 这是头号, 足价三两, 宋敦未及还价。 那人道, 这个客官是买来舍与那卢西棚内老和尚做好事的, 你也有一半功德, 莫要讨虚价。 陈三郎道, 既是做好事的, 我也不敢要多, 照本钱一两六钱吧, 分好少不得了, 宋敦道, 这价钱也是公道了, 想起汉中脚上带的一块银子, 约有五六钱重, 烧香剩下, 不上一百铜钱, 总错语它还不够一半。 我又处了, 刘顺全的船在风桥不远, 便对陈三郎道, 价钱依了你, 只是还要到一个朋友处夕办, 少请便来, 陈三郎道罢了, 说道, 人从容便, 那人欺然不乐道, 客人既发了个好心, 却又做脱身之计, 你身边没有银子, 来看则慎。 说又来了, 只见街上人纷纷而过, 多有说这老和尚, 可连半月前还听的他念经之声, 今早无呼了。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万事修。 那人道, 客人不听地说磨, 那老和尚已死了, 他在地府睁眼等你断送礼, 送敦口虽不语, 心下腹想道, 我既是看定了这句棺木, 躺或往风桥去, 刘顺全不在船上, 重不然呆坐等他回来。 况且常言道, 驾一不择主, 躺别有个主顾, 添些价钱, 这幅棺木买去了, 我就失信于此僧了。 爸, 爸, 便取出银子, 刚刚一块, 逃等来一撑, 叫声惭愧。 原来是快元宝, 看时像少, 撑时便多, 道有七钱多重, 先叫陈三郎收了。 将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连旧的洁白胡绸道袍脱下, 道, 这一件衣服, 架在一两之外, 躺贤不值, 全时相抵, 带小子取熟, 若用得时, 便起收算, 陈三郎道, 小店大胆了, 莫怪计较, 将银子衣服收过了。 宋敦又在舍上拔下一根银层, 约有二钱之重, 教育那人道, 这支卷, 相反换些铜钱, 以为并脸杂用, 当下店中看的人都道, 难得这位好事的客官, 他担当了大事去。 其余小事, 我们地方上也该凑出些钱钞相助, 众人都凑钱去了。 宋敦又附身到卢戏边, 看那老僧, 果然话去, 不觉双眼垂泪, 分明如亲戚一般, 心下好生酸楚, 正不知什么缘故。 不忍再看, 寒泪而行。 到楼门时, 航船已开, 乃自换一只小船, 荡日回家。 浑家见丈夫黑夜回来, 身上布穿道袍, 面又带悠惨之色, 直到与人争敬, 茫茫地来问。 宋敦摇手道, 画场里, 一静走到佛堂中, 将两副布袱挂起, 在佛前磕了个头, 进房坐下, 讨茶吃了, 方才开谈, 将老和尚之事背戏说之。 浑家道, 正该如此, 也不秀怪。 宋敦见浑家贤惠, 倒也回仇作喜。 是夜夫妻二口, 睡到五更, 宋敦梦见那老和尚登门拜谢道, 还月命和五子, 寿数一尺于此矣。 因谈月心田慈善, 上帝命严寿半计。 老僧与谈月又有一段姻缘, 院头宅上味, 以报盖棺之德, 卢氏也梦见一个金身罗汉走进房里, 梦中叫喊起来, 连丈夫也惊醒了。 各言其梦, 似信似疑, 皆叹不已。 正是, 种瓜还得瓜, 种豆还得豆, 劝人行好心, 自作还自受。 从此卢氏怀孕, 十月满足, 生下一个孩。 因梦见金身罗汉, 小名金郎, 官名就叫宋金。 夫妻欢喜, 自不必说。 此时刘友才夜生一女, 小名一春。 各个长成, 有人一多两家对亲。 刘友才道也心中情愿。 宋敦却嫌他传户出身, 不是名门旧族。 口虽不语, 心中有不允之意。 那宋金方年六岁, 宋敦一病不起, 乌虎哀哉了。 自古道, 家中百世兴, 全靠主人命。 十个妇人, 敌不得一个男子。 自从宋敦故后, 卢氏长家, 连遭荒歉, 又礼中欺他孤寡, 科派护义。 卢氏称吃不定, 只得将田房见次卖了, 另屋而居。 初时, 还是榨穷, 以后作吃。 山崩, 不上十年, 弄作真穷了, 卢氏亦得病而亡。 断送了臂, 送金只剩的一双赤手, 被房主赶逐出屋, 无处投奔。 且喜从幼学的一件本事, 会写会算。 偶然本出一个饭举, 选了浙江除州辅江山县之县, 正要寻个写算的人。 有人将宋金说了, 范公就交人引来。 见他年纪又小, 又生的奇整, 心中甚喜。 扣其所长, 果然疏通珍草, 算善归除。 当日就留于书房之中, 取一套新衣与他换过, 同桌而食, 好生优待。 择了几日, 范之县与宋金下了官船, 同网认索。 正是, 东东画骨催征照, 袭袭和风荡紧翻。 却说, 宋金虽然贫贱, 终是旧家子弟出身。 今日作范公门馆, 岂肯卑巫苟见, 与同仆贝和光同臣, 授其戏舞。 那些管家们欺他年幼, 献他作作, 欲有不然之意。 自昆山启程, 都是水路, 到杭州便起汗了。 众人吊纽家主道, 宋金小思家, 在此写算服侍老爷, 还该小心谦逊, 他全部之礼。 老爷又带他推过饭了, 与他同坐同时。 周中还可混账, 到陆路中火歇宿, 老爷也要存个体面。 小人们商议, 不如教他写一纸靠身文书, 方才妥贴。 到衙门时, 他也不敢放肆为妃, 饭举人是棉花做的耳朵, 就依了众人言语, 换送金到仓, 要他写靠身文书, 送金如何啃写。 逼累了多时, 范公发怒, 贺交拨去衣服, 贺出船去。 中仓头拖拖拽, 拨得前前静静, 一领单步山, 赶在岸上。 气得宋金半赏, 开口不得。 只见叫马纷纷伺候 范之献起路。 宋金擒住双泪, 只得回避开去。 身边并无财物, 受恶不过, 少不得学那两个古人。 五香吹萧子无门, 寒芒济世于嫖母, 日间皆放起时, 夜间古妙其身。 还有一件, 宋金中是旧家子弟出身, 认你十分落薄, 还存三分骨气, 不肯随那叫皆盖虎一流, 奴言必息, 没连没尺, 讨得来便吃了, 讨不来忍饿, 有一顿磨一毒。 过了几时, 渐渐面黄鸡寿, 全无昔日风神。 正是, 好花遭雨红巨退, 芳草精霜绿尽调。 时值暮秋天气, 金风催冷, 湖降下一场大雨。 宋金时缺一丹, 在北兴观观王庙中, 丹机受冻, 出头不得。 这与刺臣牌直下至五牌坊之, 宋金将腰带收紧。 那不出庙门来, 未及数步, 披面欲助一人。 宋金睁眼一看, 正是父亲宋敦的罪器之友, 叫做刘友才, 好顺权的。 宋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不敢相认, 只得垂眼低头而走。 那刘友才早已看见, 从背后一手挽住, 叫道, 你不是宋小观摩。 为何如此模样, 宋金两类交流, 插手告道, 小侄衣衫不齐, 不敢为礼了。 程老叔垂问,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江泛之县无礼之事, 告诉了一遍。 刘翁道,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你肯在我船上相帮, 管教你保暖过日, 宋金便下跪道, 若得老叔收留, 便是重生父母。 荡下刘翁引住宋金到于河下, 刘翁先上船, 对刘寇说之其事。 刘姬道, 此乃两得其便, 有何不美, 刘翁就在船头上召, 宋小观上船, 于自身上脱下旧步道袍, 叫他穿了。 引他到后烧, 献了妈妈徐氏, 女儿怡春在旁, 也相见了。 宋金走出船头, 刘翁道, 把饭与宋小观吃。 刘翁道, 饭便有, 只是冷的, 宋春道, 有热茶在锅内, 宋春便将瓦灌鱼 咬了一罐滚热的茶。 刘翁便在橱柜内 取了些烙菜, 喝那冷饭, 赋予宋金道, 宋小观, 船上买卖, 比不得家里, 胡乱用些吧, 宋金借得在手。 又见细雨纷纷而下, 刘翁叫女儿, 后烧有旧瞻力, 去下来与宋小观带, 宋春取救瞻力看使, 一边倚刺站开。 宋春手快, 就盘设上拔下针线, 江战处逢了, 丢在船棚之上, 叫道, 拿瞻力去带, 宋金带了破瞻力, 吃了茶桃冷饭。 刘翁教他收拾船上家伙, 扫抹船只, 自往岸上接客, 至晚方回, 一夜无话。 此日, 刘翁起身, 献宋金在船头上闲坐, 心中暗响, 出来之人, 莫惯了他便便喝道, 哥尔郎吃我家饭, 穿我家衣, 闲时搓鞋绳, 打鞋锁, 也有用处, 如何空坐。 宋金连忙答应道, 但凭驱使, 不敢有违, 刘翁便取一绒马皮, 赋予宋金, 叫他打锁子。 正是, 在他矮糟下, 怎敢不低头。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 心情做活, 并不偷懒, 兼知写算精通, 凡客货再传, 都是他记账, 出路分毫不爽。 别传上交易, 也多有秧他去拿算盘, 登账包。 客人无不敬而爱之, 都夸到好个宋小官, 少年年厉力。 刘翁留屈见他小心得用, 另眼相待, 好意好时地管顾他。 在客人面前, 任为表直。 宋金义自已未得索, 心安体事, 冒日风雨。 帆船户中无不新鲜, 光阴四溅, 不绝两年有余。 刘翁一日暗想, 自家年纪见老, 只有一女, 要求各贤婿依靠终身, 伺送小官一般, 倒也十全之美。 但不知妈妈心下如何, 失业与妈妈饮酒半配, 女儿怡春在旁, 刘翁止住女儿对妈妈道, 怡春年纪长成, 未有终身之托, 奈何。 刘姬道, 这是你我靠老的一桩大事, 你如何不上紧? 刘翁道, 我也日常在念, 只是男的个十分如意地, 向我船上送小官嫩般本事人才, 千种选一, 也就不能够了, 刘翁道, 何不就许了宋小官, 刘翁甲义道, 妈妈说那里话, 她无家无倚, 靠住我船上吃饭。 手无分文, 怎好把女儿许她, 刘翁道, 宋小官是患家之后, 旷系故人之子, 当初她老子存实, 也曾有人异过亲来, 你如何忘了? 今日虽然落宝, 看她一表人才, 又会写, 又会算, 招得这般女婿须不辱了门面, 我两口儿老来, 也得锁靠。 刘翁道, 妈妈, 你主意已定否? 刘叔道, 有什么不定? 刘翁道, 如此甚好。 原来刘友财平夕是个怕婆的, 久已看上了宋金, 只愁妈妈不肯。 今见妈妈凯然, 十分欢喜。 当下便换宋金, 对着妈妈面许了她这头亲事。 宋金初始也谦逊不当, 见刘翁夫妇一团美意, 不要她费一分钱抄, 指所顺从。 刘翁往阴阳生家, 选择周堂吉日, 回复了妈妈, 将船嫁回昆山。 先与宋小官上头, 做一套绸卷衣服与她穿了, 浑身新衣, 新帽, 新鞋, 新袜, 装扮得宋金依法标志。 虽无此剑彩, 胜死攀安茂时分, 刘翅也替女儿备办些衣室之类。 即日已到, 请下两家亲戚, 大赦喜盐, 将来金坠入船上未婿。 次日, 诸金作贺, 一连吃了三日喜酒。 宋金成亲之后, 夫妻恩爱, 自不必说。 从此传上生礼, 日行一日。 光阴四剑, 不绝过了一年零两个月。 宇春怀孕日满, 产下一女。 夫妻爱惜如今, 轮流怀抱。 七岁方过, 此女害了痘疮, 医药不孝, 十二朝身死。 宋金痛念爱女, 哭泣过哀, 欺情所伤, 遂得了个枕镜之际。 朝凉暮热, 饮食渐渐, 看看古路肉霄, 行驰走慢。 刘翁, 刘淑出时还指望他病好, 替他迎一问补, 研制一年之外, 病是有家无减。 三分人, 七分鬼, 血也血不动, 算也算不动, 到做了眼中之丁, 巴不得他死了干净, 却又不死。 两个老人家懊悔不迭, 互相抱怨起来, 当初只指望半子靠老, 如今看着货色, 不死不活, 分明一条烂死蛇缠在身上, 摆脱不下, 把个花枝般女儿误了终身, 怎生事了? 未今之计, 如何生个计较, 送开了那冤家, 等女儿另招个家序, 方山称心, 两口商量了多数, 定下个计策, 连女儿都瞒过了, 只说有客户在于江北, 遗传王仔, 行至池州五西地方, 到一个荒僻的所在, 但县孤山寄寄, 远水滔滔, 野暗荒芽, 绝无人计。 是小小逆风, 刘公故意把舵史歪, 传遍向沙岸上隔住, 却叫宋金下水推舟, 宋金手持脚慢, 刘公就骂道, 借病鬼, 莫利器使船时, 岸上野柴也砍些来稍稍, 省得钱买, 宋金自觉惶愧, 取了碎刀, 正扎到岸上砍柴去了, 刘公乘其未悔, 把舵用力撑动, 拨转船头, 挂起满风帆, 顺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颠沛, 且喜冤家里眼睛, 且说宋金上岸打柴, 行到茂林深处, 树母虽多, 那有气力去砍伐, 只得食蟹而残柴, 割蟹败疾, 抽取枯藤, 树作两大捆, 却又没有气力背负的去, 心生意知, 再取一条枯藤, 将两捆也柴穿作一捆, 露出长长的藤头, 用手挽之而行, 如木铜牵牛之势, 行了一时, 想起忘了炸刀在地, 又负字转去, 取了左刀, 也插入柴捆之内, 缓缓地脱下岸来, 到于伯州之处, 已不现了船, 但渐将阴沙岛, 一望无际, 宋金沿江而上, 且行且看, 并无踪影, 看看红日西沉, 情之未丈人所窃,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不觉痛切于心, 放声大哭, 哭得气焉猴子, 闷觉于地, 半赏方苏, 忽见岸上一老僧, 正不知从何而来, 将主杖着地, 问道, 谭月伴侣何在? 此非驻族之地也, 宋金芒起身做礼, 口称性命, 被丈人刘翁拖转, 如今孤苦无归, 求老师父提志, 救取唯命, 老僧道, 贫僧毛安不远, 且同网赞助一宵, 来日再做道理, 宋金感谢不已, 随助老僧而行, 约莫离许, 果见毛安一所, 老僧敲时取火, 煮些粥汤, 把与宋金吃了, 方才问道, 令月与谭月有何愁戏? 愿闻其详, 宋金将入坠船上, 及得病之由, 背戏告诉了一遍。 老僧道, 老谭月怀恨令月呼, 宋金道, 当初求起之时, 蒙比收养昏佩, 今日并未见弃, 乃小生命保所致, 岂敢怀恨他人? 老僧道, 听自所言, 真忠厚之事也, 尊样乃七情所伤, 非要而可治, 为清心调舍可以预知。 平日间曾奉佛法诵经否, 宋金道, 不曾老僧于秀中取出一卷相赠, 道, 此乃金刚般若经, 我佛心印。 贫僧金教授善悦, 若日诵一遍, 可以惜诸妄念, 却并延年, 有无穷利益。 宋金原是陈州娘娘庙前老和尚转世来的, 前生专诵此经。 今日口传新寿, 一遍遍能赎诵, 此乃是前因不断。 宋金和老僧打坐, 闭眼宋金, 将此添鸣, 不绝睡去。 急至醒来, 身坐荒草坡间, 并不见老僧及茅庵在那里, 金刚经却在怀中开卷能诵。 宋金心下好生差矣, 遂去池水尽口, 将经狼颂一遍, 绝万律消逝, 并体顿然健忘。 方知圣僧显化相救, 亦是素阴所致也。 宋金向空寇头, 感激龙天保佑。 然虽如此, 此身如大海浮平, 没有着落, 信不行去, 早觉腹中积内。 望见前山临墓之内, 隐隐似有人家, 不免在温旧稿, 向前骑尸。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宋小官胸中话急, 难过福来。 正是, 陆逢近处全开境, 水到穷石在发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 并无人烟, 但剑枪刀割汗, 便差林间。 宋金心仪不绝, 放胆前去。 见一所败落土地庙, 庙中有大香八支, 封所圣故, 尚用松茅遮盖。 宋金暗想, 此必大道所藏, 不止枪刀, 乃祸人之计。 来历虽则不明, 取之无碍, 心生遗迹, 乃折取松之插地, 寄其路径, 一步步走出临来, 直至江岸。 也是宋金时亨运泰, 恰好有一只大船, 因逆浪冲坏了舵, 停泊于暗下修舵。 宋金甲坐慌张之状, 向船上人说道, 我陕西前金也。 随无叔父走湖广未伤, 道经于此, 为强贼所结。 叔父被杀, 我只说是跟随的小狼, 久病起哀, 赞容残喘。 贼乃前伙那一人, 与我同住土地庙中, 看守货物。 他又往别处行动去了。 天性同伙之人, 昨夜被毒蛇咬死, 我得脱身在此。 姓方便载我去, 周人闻言, 不慎谢。 宋金又道, 现有八具箱在庙内, 借我家财物。 庙去此不远, 多秧机位上岸, 台归周中。 愿意一箱威胁, 必须肃网, 万亿贼徒回转, 不为无极干事, 且有祸患。 众人都是千里求财的, 文说有八箱祸物, 一个个欣然愿望。 当时聚起十六愁后生, 准备八副绳索杠棒, 随宋金往土地庙来。 果剑巨香八至, 其香甚重。 每二人台一一箱, 恰好八杠。 宋金将林子内枪刀收起, 藏于深草之内, 八个箱子都下了船, 堕已修好了。 周人间宋金道, 老客金玉河网, 宋金道, 我且往南京省亲。 周人道, 我的船正要往瓜州, 去喜又是顺便, 当下开船, 约行五十余里, 方谢。 众人奉承陕西客有钱, 道凑出银子, 买酒买肉, 与他压惊称赫。 次日西风大起, 挂起番来, 不吉日, 到了瓜州停泊。 那瓜州到南京, 只隔十竹里江面, 宋金令换了一只渡船, 江湘龙只减重地台下七个, 把一个箱子送宇州中众人以见其言。 众人自去开箱分用, 不在话下。 宋金渡到龙江关口, 寻了殿主人家住下, 换铁匠对了持药, 打开箱看时, 其中冲啊, 都是金玉珍宝之类, 原来这伙强盗鸡之有年, 不是取之一家, 或之一食的。 宋金先把一箱所续, 甭之于是, 以得数千金。 孔主人生仪, 迁玉于城内, 买家奴服饰, 身穿罗纪, 食用高粮。 鱼六箱, 只捡精华之物留下, 其他都便卖, 补下数万金。 就于南京移封门内, 买下一所大宅, 改造厅堂园亭, 置办日用家伙, 极其滑整。 门前开张点铺, 又置买田庄树处, 加冲树石房, 出色管事者十人, 又续美同四人, 随身答应。 满京城都称他为签园外, 出城鱼马, 入庸金资。 口栈道, 居一气, 养一体, 送金今日, 财发深发, 肌肤冲月, 荣采光泽, 绝无向来枯极之荣, 寒酸之气。 正是, 人逢韵至精神爽, 月道秋来光彩心。 话翻两头, 且说刘友财那日, 哄了女婿上岸, 拨转船头, 顺风而下, 顺息之间, 以行百里。 老夫妇两口, 暗暗欢喜。 怡春女儿油然不知, 只道仗大孩在船上, 煎好了汤药, 叫她吃食, 连呼不应。 还道睡住在船头, 自要去换她, 却被母亲劈手夺过药杂, 向江中一泼, 骂道, 借病鬼在那里。 你还要想她? 怡春道, 真个在那里。 母亲道, 你爹嫌她病害得不好, 恐沾染他人。 方山哄她上岸打柴, 乘次转船来了, 怡春一把扯住母亲, 哭天哭地叫道, 还我送狼来, 刘公听得稍内啼哭, 走来劝道, 我儿, 听我一言, 傅到家嫁人不住, 一世之苦。 那害界的死在早晚, 左右要拆散的, 不是你因怨了, 倒不如早些开交干净, 免致耽误你青春。 带坐爹的另捡个好郎君, 挽你终身, 休想他爸, 怡春道, 爹做的是什么事? 都是不仁不义, 伤天理的勾当。 宋郎这头亲事, 原是二亲主张, 既做了夫妻, 同生同死, 岂可反悔。 就是他病逝必死, 亦当待其善终, 和忍弃之于无人之地。 宋郎今日为奴而死, 奴爵不独生。 爹若可怜剑海儿, 快转船上水, 寻取宋郎回来, 免被旁人击棒留公道, 那害羊的不屑了船, 定然转往别处村方起石去了, 寻之何意? 况且下水顺风, 相去以百里之遥, 一动不如一镜, 劝你吸了心罢, 宇春县父亲不允, 放声大哭, 走出船弦就要跳水, 洗得刘妈手快, 一把托住。 宇春已死自逝, 哀哭不已。 两个老人家, 不到女儿直性如此, 无可奈何, 准准地看守了一夜。 次早只得衣顺他, 开船上水。 风水俱腻, 弄了一日, 不够一半之路。 这一夜啼啼哭哭, 又不得安稳。 第三日身排十分, 方道德先前隔船之处, 宇春亲自上岸巡娶丈夫, 只现沙滩上乱柴二捆, 左刀一把, 认的是船上的刀, 眼见的这捆柴, 是送狼驼来的。 误在人亡, 欲加疼痛, 不肯心思, 定要往前寻觅。 父亲之所跟随童去, 走了多时, 但剑树黑山深, 阴无人计。 刘公劝他回船, 又啼哭了一夜。 第四日黑早, 在教父亲一同上岸寻觅, 都使旷野之地更无影响。 只得哭下船来, 想到, 如此荒郊, 郊丈夫何处起时? 旷久病之人, 行走不动, 他把柴刀抛起沙牙, 一定是覆水自尽了, 哭了一场, 望住江心又跳, 早被刘公拦住。 宜春道, 爹妈养得奴的身, 养不得奴的心。 孩儿左右是要死的, 不如放奴早死, 已见送狼之面。 两个老人家见女儿十分痛苦, 甚不过意, 叫道, 我儿, 是你爹妈不是了, 一时失于计较, 愚出这事, 差之在前, 懊悔也没用了。 你可怜我年老之人, 只生的你一人。 你若死时, 我两口性命也都难保。 愿我儿恕了爹妈之罪, 宽心度日, 带坐爹的血液招子, 于沿江市镇各处粘贴。 倘若送狼不死, 献我招贴, 定可相逢。 若过了三个月无限, 凭你做好事, 追减丈夫。 坐爹的替你用钱, 并不吝惜, 宽春方山收累谢道, 若得如此, 孩儿死也明目, 刘公及时写个循序的招贴, 粘于沿江市镇墙壁触掩之处。 过了三个月, 绝无音号。 宽春道, 我丈夫果然死了, 急忙置背头书麻衣, 穿着一身重校, 设了灵位祭奠, 请九个和尚, 做了三昼夜功德。 自将授耳不失, 为王夫祈福。 刘翁, 刘欧爱女之心无所不至, 并不敢一些为虞, 闹了数日方休。 物字潮苦五更, 夜枯黄昏。 林传闻之, 吾不敢叹。 有一般相熟的客人, 闻之此事, 吾不可惜宋小官, 可连留小娘者。 怡春整整地哭了半年六个月方才祝生。 刘翁对阿妈道, 女儿这几日不哭, 心下渐渐冷了, 好劝她嫁人, 终不然我两个老人家守住个孤儒女儿, 缓急何靠, 刘叔道, 阿老见得是。 只怕女儿不肯, 叙事缓缓地为她。 又过了月雨, 其实十二月二十四日, 刘翁回传道昆山过年, 在亲戚家吃醉了酒, 乘起酒星来劝女儿道, 新春将近, 除了孝坝, 依春道, 丈夫是终身之孝, 怎样除的? 刘翁争酌演道, 什么终身之孝? 做爹的许你带事便带, 不许你带时, 就不容你带, 刘姬献老儿口重便来收磕道, 在等女儿带过了残岁, 除夜做晚更饭起了铃, 除笑罢, 宜春见爹妈话不投机, 便提哭起来道, 你两口和既害了我丈夫, 又不容我带笑, 无非要我改嫁他人。 我岂肯师姐已父送郎, 宁可带笑而死, 绝不除笑而生。 刘翁又带发作, 被婆子骂了几句, 披颈地推向传苍睡了。 宁春一仙又哭了一夜, 到月尽三十日除夜, 宁春祭奠了丈夫, 哭了一会。 婆子劝住了, 三口同吃夜饭, 爹妈见女儿昏酒不闻, 心中不乐, 便道, 我儿, 你孝是不肯除了, 略吃点荤腥, 何妨得。 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气, 宁春道, 未死之人, 苟言残喘, 连这碗素饭也是多吃的, 还吃剩荤菜。 刘叔道, 既不用荤, 吃杯素酒也好解闷。 宁春道, 一滴何曾到酒泉, 想住死者, 我何人下咽。 说吧, 又哀哀地哭僵起来, 连素饭也不吃, 就去睡了。 刘翁夫妇料道, 女儿志不可夺, 从此再不强他。 后人有诗在宁春之节。 誓曰, 闺中节列古今船, 船女和曹月简编, 誓死不宜金石智, 百周, 端不愧前嫌。 话分两头。 再说, 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个月, 把家业政的失权了, 却叫管家看守门墙, 自己带了三千两银子, 领自四个家人, 两个美童, 雇了一只航船, 逞至昆山来访刘翁, 刘翅。 邻舍人家说道, 三日前往宜珍去了, 宋金将银两发了布匹, 转至宜珍, 下个有名的主家, 上祸了弊。 此日, 去河口寻住了刘家船只, 摇见浑家, 在船烧麻衣宿装, 致其首节未嫁, 伤感不已。 回到夏处, 向主人王公说道, 河下有一舟父, 戴孝而甚美。 我已访的是昆山刘顺泉之船, 此父及其女也。 吴丧偶已将两年, 欲求此女位济世, 遂于秀中取出白金十两, 奉与王公道, 此薄一权位久资, 反老翁执法。 成事之日, 更当后谢。 若奸彩礼, 虽千金无意不吝, 王公皆饮欢喜, 竟往船上邀刘翁道一酒馆, 承设相款, 推刘翁于上座。 刘翁大惊道, 老汉操舟之人, 何劳如此后代? 必有缘故, 王公道, 且吃三杯, 方敢启齿, 刘翁心中欲疑道, 若不说明, 必不敢做。 王公道, 小殿有个陕西前员外, 万管家财。 丧偶将二载, 慕令爱小娘子美貌, 欲求未济世, 愿出聘礼千金。 特阳小子作法, 妄无见据, 刘翁道, 周女得佩服是, 岂非致愿。 但无而守截瞬间, 严急再昏, 便予寻死。 此事不敢奉命, 圣意亦不敢领, 便予起身。 王公一手扯住道, 此事一出前员外之意, 托小子做个主人。 既已废了, 不可须知, 誓缘不邪, 无害也, 刘翁只得做了。 饮酒中间, 王公又说起, 员外相求, 出于智诚, 望老翁回舟, 从容商议, 刘翁被女儿几遍头水虎坏了, 只是摇头, 略不同口酒散个别。 王公回家, 将刘翁之语, 术与原外。 宋金方之魂家首帜之间, 乃对王公说道, 因事不成也罢了, 我要雇他的船, 载货往上将出托, 难道也不允? 王公道, 天下船载天下客。 不肖说, 自然从命, 王公即使与刘翁说了雇传之事, 刘翁果然依愿。 宋金乃吩咐家童, 先把铺沉行礼发下船来, 或且刘岸上, 明日发也未迟。 宋金仅衣雕帽, 两个美童, 各穿绿绒直身, 手持熏炉如意跟随。 刘翁夫夫人坐陕西前缘外, 不复相识。 到底夫妇之间, 与他人不同, 宇春在稍尾窥视, 虽不敢变姓是丈夫, 暗暗地惊怪道, 有七八分思想。 只见那前缘外财上的船, 便向船烧说道, 我腹中积了, 要饭吃, 若是冷的, 把些热茶淘来吧, 宇春以自心仪。 那前缘外, 又贬河童仆道, 哥尔郎吃我家饭, 穿我家衣, 闲时搓些绳, 打些锁, 也有用处, 不可空做。 这几句分明是宋小关初上船时, 刘翁吩咐的话。 宇春听得愈加疑心, 稍请, 刘翁亲自捧茶凤前缘外。 缘外道, 你船烧上有一破瞻力, 借我用之, 刘翁愚蠢, 全部省事, 竟与女儿讨那破瞻力。 宇春娶瞻瞻力父与父亲, 口中微淫四句。 瞻力虽然破, 惊弩守自逢。 阴思待立者, 无腹就实容。 前缘外听稍后吟诗, 默默会议, 接力在乎, 一吟四句。 先凡已换骨, 故乡人不识。 虽则锦衣玄, 难忘就瞻力。 是叶翼春对翁姬道, 舱中前缘外, 已及送狼也。 不然何以知, 无传有破瞻力, 且面旁向消, 语言可疑, 可细寇之, 刘翁大笑道, 吃女子。 那宋家借病鬼, 此时骨肉据消矣。 就是当年未死, 亦不过启示他乡, 安能至此赴圣乎。 刘渠道, 你当初怪爹娘劝你除孝改嫁, 动不动跳水求死。 今见客人富贵, 便要认他是丈夫, 倘你认他不认, 岂不可休, 怡春满面修残, 不敢开口。 刘翁便招阿妈道背出道, 阿妈你修如此说, 因缘之事, 莫非天数。 前日王殿主请我到酒馆中饮酒, 说陕西前缘外院出于金聘礼, 求我女儿为济世。 我因女儿直性, 不曾同口。 今日难得女儿自家新活, 何不将鸡就鸡, 把她许陪前缘外, 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 留机道, 阿老见的事。 那前缘外来故, 我家船只, 或者其中有意, 阿老明日可让叹之, 刘翁道, 我自有道理。 次早, 前缘外起身, 淑系已毙, 手持破瞻力于船头上翻覆把玩。 刘翁起口问道, 缘外, 看这破瞻力则慎, 缘外道, 我爱那缝补处, 这行针线必出自妙手。 刘翁道, 此乃小女所缝, 有何妙处? 前日王殿主传缘外之命, 曾有一言, 为之真否, 前缘外故意问道, 所传何言? 刘翁道, 他说缘外丧了儒人, 即将二载, 未曾记取, 遇得小女未婚。 缘外道, 老翁愿也不愿, 刘翁道, 老汉求之不得。 但恨小女首节瞬间, 是不再嫁, 所以不敢轻诺。 缘外道, 令婿为何而死? 刘翁道, 小婿不幸得了个脾脆之急, 七年因上岸打柴未悬, 老汉不知, 错开了船, 以后曾出招贴寻访了三个月, 并有动静, 多是投江而死了。 缘外道, 令婿不死, 他遇了个亿人, 病都好了, 反护大财致富。 老翁若要会令婿时, 可孤令爱出来。 此时怡春策耳而听, 一闻此言, 便枯僵起来, 骂道, 薄姓前郎, 我为你带了三年重孝, 受了于心万苦, 今日还不说实话, 带怎么, 宋金也多累道, 我妻快来相见, 夫妻二人抱头大哭。 刘翁道, 阿妈, 眼见的不是什么前缘外了, 我与你虚索去谢罪, 刘翁, 刘叔走进仓来, 失礼不迭。 宋金道, 丈人丈母, 不须恭敬, 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时, 莫再拖转, 两个老人家羞残满面。 宇春便除了校服, 将灵位抛向水中, 金送变幻跟随的同仆来与主母磕头。 翁姬杀姬至酒, 管带女婿, 又挡接风, 又是庆贺言喜。 安息已毙, 刘翁旭起, 女儿自来, 不吃婚酒之意, 宋金惨然下泪, 亲自与婚家拔斩, 劝他开婚。 随对翁屈道, 据你们设心拖转, 欲绝无命, 恩断义绝, 不该相认了。 今日勉强吃你这杯酒, 都看你女儿之面, 宇春道, 不应这番拖转, 你何有发迹? 旷爹妈日前也有好处, 今后但祭恩, 莫及愿。 而宋金道, 锦衣贤妻遵命, 我已立家于南京, 田园富足, 你老人家可泣了驾州之夜, 随我道比, 同享安乐, 岂不美哉, 翁屈在三称县, 是夜无话。 次日, 王殿主闻之笔事, 登船拜贺, 又吃了一日酒。 宋金刘家同三人于王殿主家发布取账, 自己开船, 先往南京大宅子。 住了三日, 同魂家到昆山故乡扫墓, 追见王亲。 宗族亲党各有后赠。 此时范之县已罢官在家, 文之宋小官发迹还乡, 恐怕街放撞见没趣, 躲向乡里, 有粤鱼不敢入城。 宋金完了故乡之事, 重回南京, 敏家欢喜, 安享富贵, 不在话下。 再说宇春见宋金, 每早避进佛堂中拜佛宋金, 问其缘故。 宋金将老僧所传, 金刚经却并延年之事说了一遍。 宇春一起信心, 要丈大教会了, 夫妻同宋, 到老不衰。 后享受个九十余, 无疾而终。 子孙为南京侍父之家, 亦有发科递者。 后人平云, 刘老儿未善不忠, 宋小官因祸得福。 金刚经, 消除灾难, 破粘力团圆骨肉。 第二十三卷乐小社, 气声密偶。 一鸣喜乐何顺忌? 怒气雄声出海门, 周人云士子虚魂。 天排雪浪情雷吼, 地拥银山万马奔。 上映天伦分会说, 下临宇宙定朝昏。 吴争月占今何在? 一曲于歌过晚村。 这首诗, 单提著杭州前唐江朝, 原来非同小可, 刻式定信, 并无差错。 自古至今, 莫能考其出墨之游。 从来说到天下有四诀, 却是雷州幻谷, 广德埋藏, 登州海市, 前唐江朝。 这三诀, 一年指责一变。 唯有前唐江湖, 一日两番。 自古换作罗沙江, 未因风涛险恶, 巨浪滔天, 常翻了船, 以此明智。 南北两山, 多生虎豹, 名为虎林。 后因虎自犯了唐高组织祖父与会, 改名武林。 又因江朝显训, 怒涛汹涌, 冲害居民, 因取名明海军。 后至唐魏五代之间, 去那静山过来, 临安一人乾宽生的义子。 生师洪光满世, 礼人见者将为火发, 皆往救治。 却是他家产下一男, 两足下有青色毛, 长寸鱼, 父母以为怪物欲杀之。 有外母不肯, 乃留之, 因此小名婆留。 看看长大成人, 身长七尺有鱼, 美容貌, 有志勇, 慧罗自俱美, 幼年专作四上无赖。 因官司积补甚锦, 乃投静山法纪禅师躲难。 法纪叶文寺中秦兰云, 今夜前五苏王在此, 无令惊动, 法纪知他是一人, 不敢相留, 乃作书建英网苏州头太守安缓。 经乃用罗魏帐下都部署, 每夜在府中马院速歇。 食欲掩天酷热, 太守夜起独步后园, 至马院边, 只见前锤睡在那里。 太守方坐监, 只见那正厅背后, 有一眼枯井, 井中走出两个小鬼来, 戏弄前罗。 却见一个金甲神人, 把那小鬼一鹤都走了, 口称道, 此乃五苏王在此, 不得无礼, 太守听罢, 大惊, 急回府中, 心大一支, 以此好生看待前英。 后因皇朝作乱, 前英破贼有功, 信宗败为节度使。 后遇董昌作乱, 前罗收讨平定, 昭宗峰为吴越国王, 因杭州建都, 至得国中宁静, 只是地方狭窄, 更兼长江汹涌, 心肠不悦。 呼一日, 由思进道金色鲤鱼一尾, 约长三尺有鱼, 两目炯炯有光, 将来作御膳。 前王献此于壮剑, 不忍杀之, 令处之池中。 夜梦一老人来见, 鹅冠薄黛, 口称, 小生夜来如此不孝, 成酒醉, 殿作金色鲤鱼, 由于江岸, 被人获知, 尽与大工作御膳, 谢大王不杀之恩。 金者小生特来哀告大王, 愿王怜悯, 差人送往江中, 必荡重报, 前王应允, 龙君乃退。 前王洒然惊觉, 得了一梦, 赐早生殿, 换左右打起那鱼, 差人放之江中。 荡夜, 由孟龙君谢约, 赶大王再生之恩, 降何以报。 小圣龙宫海藏, 应有其真一宝, 夜光珠, 迎齿碧, 任从大王所欲, 极荡奉献。 前王乃言, 真主珠碧, 飞无怨也。 唯我国辟出海鱼, 地方无千里, 矿间长江广阔, 波涛汹涌, 日夕相冲, 使国人常有风波之患。 汝能稀的一方, 以广吾国, 事所愿也。 龙王曰, 此事甚意, 燃戒则戒, 荡在何日见海。 前王曰, 五百节后, 仍赴海之龙王曰, 大王来日, 可铸铁柱十二支, 各长一丈二尺。 请大王自登州, 小圣使瞎鱼距于水面之上, 大王但见处, 可集下铁柱一支, 其水渐渐自持, 沙掌为平地。 王可跌石为唐, 其地极广野, 龙军退去, 前王惊绝。 此日, 另有私铸造铁柱十二支, 亲自登州, 于江中看之。 国见有鱼虾城距一十二处, 乃令人以铁柱沉下去, 江水自退。 王乃登岸, 但见无一时, 沙掌掌为平地, 自赴阳山前, 直至海门周山位置。 前王大喜, 乃使石将于山中凿石未板, 以黄罗木贯穿其中, 排列成塘。 因凿石迟慢, 乃下令, 如有军民人等, 以新旧石板将传装来, 一传换米一传, 各处即将传载石板来换米。 因此弃了江岸, 石板有余。 后方使称魏前唐江, 至大宋高宗南渡, 建都前唐, 改名临安府, 称魏行在。 方使人燕元吉, 风俗纯美。 四次美玉年年八月十八, 乃朝生日, 清澄世树, 皆往江唐之上, 玩朝快乐。 亦有本上善识水性之人, 手执十幅齐帆, 出没水中, 为之弄朝, 果实好看。 至有不识水性深浅者, 学弄朝, 多有被泼了去, 坏了性命。 临安府引得知, 累次出榜禁欲, 不能格其风俗。 有东坡学士, 看朝一决未正。 无而生长鸭桃渊, 冒险轻生不聪敛。 东海若知名主义, 硬叫破浪变桑田。 话说南宋临安府, 有一个旧家, 姓乐名美善, 原是贤福方安平巷内出身, 祖上七北医官。 禁阴家道消法, 一在前堂门外居住, 开个杂色货铺子。 人都种他的家事, 称他为乐大业。 妈妈安世, 单生一子, 宁和。 生的眉目清秀, 伶俐乖巧。 幼年既在永庆项母就安三者家抚养, 附在兼臂喜江市馆中上学。 喜江市家有个女儿, 小名顺娘, 小乐何以岁。 两个同学读书, 学中取笑道, 你两个姓名喜乐何顺, 何是天元一对, 两个小儿女, 知觉见开, 听这话也自欢喜, 遂私下约为夫妇。 这也是一时戏律, 谁知做了后来配合的早语。 正是, 因原本是前生定, 曾向场陶会礼来。 乐何到十二岁时, 顺娘十一岁。 那时乐何回家, 顺娘生归女工, 各不相见。 乐何虽则童年, 心中凌厉, 常想顺娘情义, 不能割舍。 又过了三年, 十指清明将近, 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 就便游西湖。 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 但凡湖传, 人从荣辩, 或三棚刚有, 或袋子挟妻, 不择男女, 各自去站个坐头, 饮酒观山, 随意取乐。 安三老领住外甥上船, 站了个坐头。 方山坐定, 只现船头上又一家女眷入来, 看是不是别人, 正是兼闭喜江世家母女二人, 和一个丫头, 一个奶娘。 三老任的, 慌忙作医, 又交外甥来相见了。 此时顺娘年补求岁, 一发长成的好了。 乐何有三年不限, 今日水面相逢, 如见珍宝。 虽然分桌而坐, 四目不识观看, 相爱之意, 彼此尽致。 只恨众人瞩目, 不能续情。 船到呼心亭, 安三老和一班男客, 都到亭子上闲步, 乐何推腹痛留在舱中, 癌身与喜大娘攀化, 稍稍地与顺娘相近。 捉空以目纵情, 彼此一会, 少请众客下船, 又分开了。 傍晚, 各自分散。 安三老送外甥回家。 乐何一心亦助顺娘, 提示一手。 嫩蕊娇香欲未开, 不因风蝶子生菜。 他年若坐偏周旅, 日日西湖一醉回。 乐何将此尸体于桃花间上, 折位方胜, 藏于怀秀。 私自进城, 道永清向喜家门首, 伺候顺娘, 无路可通。 如此数次, 文说朝王庙有灵, 乃斯买香竹果品, 在朝王面前祈祷, 愿与喜顺娘, 今生得逞渊吕。 拜吧, 炉前画指, 偶然方圣从袖中坠地, 一阵风卷出纸前的火来烧了。 急去抢食, 只剩的一个吕字。 乐何时起看了, 想到, 吕乃双口之意, 此意吉兆, 心下甚喜。 忽见碑亭内坐意老者, 衣冠古朴, 容貌清奇, 手中执意团善, 上写因缘前定四个字。 乐何上前坐一, 动问, 老翁尊姓, 答道, 老汉姓使, 又问道, 老翁能算因缘之士乎? 老者道, 颇能推算, 乐何道, 小子乐何凡老翁一推, 赤绳戏于何处? 老者笑道, 小摄人年未若冠, 如何变想这事? 乐何道, 西汉武帝为小儿时, 圣母抱于西上, 温欲得阿娇为欺否? 帝答言, 若得阿娇, 当已金屋住之, 年无掌幼, 其情一也。 老者遂问了年月日时, 在五指上一轮道, 小摄人家眷是熟人, 不是生人乐何献说的合击, 电倒, 不满老翁, 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 为之缘法何如, 老者引之一口八角井边, 叫乐何看井内有缘无缘辩制。 乐何手把井栏张望, 但陷阱内水势甚大, 巨涛汹涌, 如万寝相似, 其杠如镜。 内里一个美女, 可十六七岁, 子罗珊, 姓黄群, 绰约可爱。 在戏任之, 正是顺娘, 心下又惊又喜, 却被老者望背后一推, 刚刚地跌在那女子身上, 大叫一声, 猛然惊觉, 乃是一梦, 双手雾字抱定停住。 正是, 黄粮游未熟, 一梦到华清。 乐何醒将转来, 看亭内石碑, 其神性石鸣归, 唐石捐财筑塘汉水, 死后封为朝王。 乐何暗想, 原来梦中所现石老翁, 即朝王也。 鹅段姻缘, 石有九旧, 回家对母亲说, 要央眉与喜顺娘一亲。 那安妈妈是妇导家, 不知高低, 便向乐宫调夺其事。 乐宫道, 殷亲一劫, 需要门荡户对。 我家虽, 曾有六倍衣冠, 渐进衰微, 经济营活。 喜江市名门宫市, 他的女儿, 怕没有人求允, 肯与我家对亲。 若央眉网说, 凡取其孝乐何县父亲不允, 又教母亲央求母舅去说和。 安三老所言, 与乐宫一般。 乐何大师所望, 背地里叹了一夜的气, 明早将只表一排位, 上写亲戚喜顺娘声位七个字, 每日三餐, 避对而食之, 夜间安放枕边, 低缓三声, 然后就寝。 每日清明三月三, 重阳九月九, 端午龙舟, 八月晚朝, 这几个盛会, 无不刷并修容, 华一美福, 在人从中挨挤。 只恐顺娘出行, 侥幸一遇。 同班生意, 人家有女儿的, 见乐小舍人年长, 都来一亲, 爹娘即便要应成, 倒是乐何利不肯, 立个誓愿, 直待喜家顺娘嫁出之后, 方山放心, 再图婚配。 是有凑巧, 这里乐何立世不娶, 那边顺娘却也红嫁不照, 天喜未临, 高不成, 低不就, 也不曾许的人家。 光阴四箭, 疏忽又过了三年。 乐何年一十八岁, 顺娘一十六岁了。 男未有侍, 女未有嫁。 男才女貌正相贺, 未卜姻缘是若和。 且喜世家据未定, 只须灵却肯填和。 话分两头, 却说事实, 南北通和。 七年有金国使臣高景山来中国修片。 那高景山上会文章, 朝命轩一个汉林范学士接办。 当八月中秋过了, 又到十八朝生日, 就城外江边浙江亭子上, 搭彩铺沾, 大排盐宴, 款待使臣官朝。 裴燕官非指一员, 都统司令驻水军, 呈战舰, 千水面往来, 释放五色烟火炮。 豪家贵妻, 沿江十副彩幕, 年更三十余里, 赵江如铺锦相似。 市井弄水者, 共有数百人, 倒浪争雄, 出没游戏。 游岛滚木, 水魁磊珠般计议。 但现, 迎朝古浪, 拍案一周, 惊吞呼自海门来, 怒吼摇连天机出。 何必地生银汗, 分明天阵春雷。 驰官似匹炼飞空, 远听如前军池嗓。 乌尔永剑, 平分白浪弄红波, 鱼腹轻便, 出没江心夸好手。 果然是万请碧波随地滚, 千寻雪浪, 接云奔。 北朝使臣高景山陷了, 毛发皆耸, 皆叹不已, 果然奇观。 范学士道, 相公见此, 和不次一家作, 即令取过文房四宝来。 高景山谦让再三, 作念奴交此。 云涛千里, 梵金谷绝至, 东南风雾。 碧海云横出一线, 呼尔雷鸿苍壁。 万马奔天, 群额铺地, 汹涌飞烟雪。 无人永汉, 便竟踏浪雄节。 向旗帜分红, 无音楚管, 与胡钱俱发。 人物江山如许丽, 起信腰分难灭。 旷世行宫, 星产五福, 光雁亏豪发。 金看无语, 平栏孤待明月。 高景山提壁, 满座皆赞其才, 只有饭学士道, 相公辞座得甚好, 只可惜万马奔天, 群额铺的, 江潮比得来清了。 这潮可比玉龙之士, 学士碎座, 水调歌头, 倒是。 灯铃跳东小, 史觉大虚宽。 海天相接, 潮生万里一毫端。 滔滔怒生熊世, 晚圣五龙细水, 浸出墨泊间。 雪浪翻云角, 拨卷水晶寒。 扫方铔, 卷圆胶, 大阳翻。 天秉银汉, 壮观江北与江南。 借问子屯何在? 博望乘挂先去, 直视几十孩。 上界银河窄, 流泻到人间。 饭学士提罢, 高景山献了, 大喜道, 奇哉佳作。 难比万马争持, 真是御龙细水。 不提各官, 敬欢饮酒。 且说临安大小户人家, 闻得是日朝廷款待北史, 陈设百戏, 清城侍女都书观看。 乐和打听的喜家一门也去看朝, 亲早便装扮旗掌, 来到乾塘江口, 折来折去, 找寻喜顺娘不住。 节目来到一个去处, 换作天开图画, 又叫做团围头。 因那里团团围转, 四面都看现朝头, 顾名团围头。 后人讹传, 为之团于头。 这个所在, 朝市扩大, 多有子弟立脚不劳, 被朝头涌下水去, 又有豁湿了身上衣服的, 都在夏浦桥边搅挤较前。 有人坐下, 临江仙一支, 丹朝那看湖的。 自古前唐难比。 看朝人成群作对, 不待中秋, 相随相衬, 尽往江边游戏。 沙滩盼, 远望朝头, 不绝青天浪起。 头襟如洗, 斗把衣裳去挤。 夏浦桥边, 疑似奈何持叛, 裸修劈头似鬼。 入城里, 轰好衣裳, 游问鸡时起水。 乐河道团围头寻了一转, 不见顺娘, 附身又寻转来。 那时人山人海, 围拥住洗棚采木。 乐河身材极溜, 在人从里挨挤进去, 依依不一看。 行走多时, 看见一个妇人, 走进一个洗棚里面去了。 乐河认的这妇人, 是喜家的奶娘。 紧不随后, 果然喜江是一家男女, 都成团巨快地坐下饮酒玩赏。 乐河不敢十分逼近, 又不舍得十分误远。 紧紧地贴住席棚而立, 去定顺娘目不转睛, 恨不得走进前去, 双手搂抱, 说句话。 那小娘子抬头观省, 远远地也认得是乐小舍人, 献她屈前退后, 神情不定, 心上也绝可怜。 只是父母相随, 寸步不离, 无由相会一面。 正是, 两人中父侍, 尽在不言中。 却说乐河于喜顺娘, 正在相逝七皇之际, 呼听地说朝来了。 道由未觉, 耳边如山崩得宿之声, 朝头有树杖之高, 一涌而至。 有失未正, 银山万蝶耸为为, 书得排空势若飞, 信世子虚灵未泯, 至今由自奋神威。 那朝头比往年更大, 只打到岸上高处, 掀翻锦目, 冲到席棚, 众人发声喊, 都退后走。 顺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 一时着盲不知高低, 反向前几步, 脚儿打滑不住, 溜得滚入波浪之中。 可怜秀隔金闺女, 翻作随波逐浪人。 乐和乖绝, 约莫朝来, 便宜身立于高腹去处, 心中不舍的顺娘, 看顶席棚, 高叫, 避水, 呼见顺娘跌在江里去了。 这惊飞小, 说时迟, 那石块, 就顺娘跌下去这一刻, 乐和的眼光, 紧随住小娘子下水, 脚步自然流不往, 扑通地向水一跳, 也随波而滚。 他那里会水, 只是为情所使, 不顾性命。 这里喜将士夫复健女儿坠水, 荒极了, 乱呼, 救人救人。 救得舞女, 自有重赏, 那顺娘穿住紫罗山姓黄裙, 最好继任。 有那一般弄朝的子弟们, 踏住朝头, 如履平地, 摊住利物, 应胜而亡。 翻拨脚浪, 来捞救那紫罗山姓黄裙的女子。 却说乐和跳下水去, 直至水底, 全部绝波涛之苦, 心下如梦中相似。 行到朝王庙中, 剑灯竹辉煌, 香烟撂绕。 乐和下拜, 求朝王救取顺娘, 赌脱水恶。 朝王开言道, 喜顺无以收留在此, 今交付你去, 说吧, 小鬼从神帐后, 将顺娘送出。 乐和拜谢了朝王, 领顺娘出了庙门。 彼此十分欢喜, 一句话也说不出, 四只手儿紧紧对面相抱, 绝身子或尘或符, 翻出水面。 那一般弄朝的看见子罗山姓黄裙, 在浪中献出, 慌忙去抢。 极致脱出水面, 不是丹却是双。 四五个人, 扛头扛脚, 台上按来, 对喜江势道, 且喜连女婿都就起来了, 喜公, 喜母, 丫鬟, 奶娘都来看食, 此时八月天气, 衣服都单薄, 两个脸对脸, 胸对胸, 胶骨叠肩, 且是微暴的紧, 分拆不开, 叫唤不醒, 体上微暖, 不生不死的模样。 父母慌又慌, 苦又苦, 正不知什么义故。 喜家眷属哭作一堆, 众人争先来看, 都道从古来无此其事。 却说乐美善正在家中, 有人抱她儿子, 在团鱼头看潮, 被潮头打在江里去了, 慌得一步一跌, 直跑到团围头来。 又听的人说, 打捞的一男一女, 那女的是喜江世家小姐。 乐公分开人众, 挨入看时, 认得是儿子乐和, 叫了几声, 妻儿放声大哭道, 而喝。 你生前不得吹消吕, 谁知你死后方成连理之, 喜江世问其缘故, 乐公将三年前, 儿子执意求亲, 即是不先取之言, 续了一遍。 喜公, 习母道抱怨起来道, 你乐门七北一关, 也是旧族。 况且两个幼年, 曾同窗读书, 有此说话, 何不早说? 如今大家叫唤, 若唤的醒时, 情愿把小女配与令郎, 两家一边唤女, 一边唤, 约莫叫唤了半个时辰, 渐渐掩开气绪, 四肢一搏, 物子不放。 乐公道, 我儿快苏醒, 将世公已许下, 把顺娘配你喂妻了, 说由未必, 只见乐和睁开双眼道, 岳翁修耀眼而无信, 跳起身来, 便向喜公, 喜母作一称谢。 喜小姐随后苏醒, 两口精神如故, 清水也本土一口。 喜杀了喜江时, 乐杀了乐大爷。 两家都将牵衣服换了, 雇个小教台回家里。 欢日, 倒是喜江世央没来乐家一亲, 愿追乐和未去, 没人就是安三老。 乐家无不应允, 择了吉日, 喜家送些金箔之类。 生肖古月, 迎娶乐和道家成亲。 夫妻恩爱, 自不必说。 满月后, 乐和同顺娘备了三生祭礼, 到朝玉庙去赛谢, 喜江市见乐和聪明, 言明师在家, 叫他读书, 后来连科吉地。 至今, 临安说婚姻配合故事, 还传喜乐和顺四字。 有诗未证。 少父亲痴长更狂, 却将情字赶朝王。 钟情若到真身处, 生死风波总不防。 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复, 与旧客王公子奋之计不同。 公子初年柳墨游, 玉堂一箭便愁虑。 黄金数万节消费, 红粉双毛在泪流。 财祸拐, 蒲居体, 犯法红铜玉内酬。 按林托马渊想托, 百岁姻缘到白头。 话说正德年间, 南京金陵城有一人, 姓王明穷, 别号私竹, 终以丑科尽士, 类官至礼部尚书。 因刘歹善权, 合了一本。 圣旨发挥原刑, 不敢激刘, 收拾轿马和家眷起身。 王爷暗想, 有几两凤银, 都吸在他人名下, 一时取讨不及。 矿长子南京中书, 赐子时当大笔, 愁出半赏, 乃乎公子三官前来。 那三官双鸣景龙, 自顺青, 年方一十六岁。 生得眉目清新, 风自俊雅。 读书一幕诗行, 举笔即便成文, 原是个风流才子。 王爷爱惜, 胜如心头之气, 掌上之针。 当下王爷幻志吩咐道, 我留你在此读书, 叫王定讨账, 银子完日, 坐速回家, 免得父母牵挂。 我把这里账目都留于你, 叫王定过来, 我留你与三叔在此读书讨账, 不许你引诱他胡行乱味。 吴若知道, 罪则非笑王定叩头说, 小人不敢, 次日收拾启程, 前定与公子送别, 转到北京, 另寻御所安下, 公子锦衣赋命, 再与读书, 王定讨账。 不觉三月有余, 三万银账都收完了。 公子把底账扣算, 分离不欠, 吩咐王定选日起身。 公子说, 王定, 我们试题聚已完了, 我与你到大街上各项口仙耍片时, 来日起身, 王定遂及锁了房门, 吩咐主人家用心看住牲口。 房主说, 放心, 小人知道二人离了寓所, 至大街观看黄斗景致。 但现, 人烟凑急, 车马轩天。 人烟凑急, 和四山五月之音, 车马轩蓝, 近六步九卿之辈。 做买做卖, 总四方上产其真, 闲荡闲游, 靠万岁太平洪福。 处处胡同扑锦绣, 家家杯千醉新歌。 公子喜之不见, 忽然又见五七个患家子弟, 各拿琵琶闲子, 欢乐饮酒。 公子道, 王定, 好热闹去处。 王定说, 三叔, 这等热闹, 你还没到那热闹去处理。 二人前至东华门, 公子睁眼观看, 好锦绣景致。 只见门踩金凤, 筑盘金龙。 王定道, 三叔, 好魔。 公子说, 真个好所在。 又走前面去, 问王定, 这是那里? 王定说, 这是紫金城。 公子往里一室, 只见城内锐气腾腾, 红光闪闪。 看了一会, 果然富贵无过于帝王, 叹息不已。 离了东华门往前, 又走多时, 到一个所在, 见门前站住几个女子, 衣服整齐。 公子便问, 王定, 此时何处? 王定道, 此时酒店, 乃与王定进到酒楼上。 公子坐下, 看那楼上有五七席饮酒的, 那中一席有两个女子, 坐住同饮。 公子看那女子, 人物清楚, 比门前站的, 更胜几分。 公子正看中间, 酒保将酒来, 公子便问, 此女是那里来的, 酒保说, 这是一乘金家丫头, 翠香, 翠红, 三官道, 生得清气, 酒保说, 这等就说标志。 他家里还有一个粉头, 排行三姐, 浩宇唐春, 有十二分颜色。 宝儿所嫁太高, 还为书拢公子听说留心, 叫王定还了酒钱, 下楼去, 说, 王定, 我与你春院胡同走走。 王定道, 三叔不可去, 老爷知道, 宰了公子说, 不妨, 看一看就回, 乃走至本寺院门首。 果然是, 花街柳巷, 秀阁诸楼, 家家品珠谈丝, 处处吊之弄反。 黄金买笑, 无非公子王孙, 红袖妖欢, 都是妖姿丽色。 正宜香雾迷天矮, 忽听歌声别愿叫。 总然道学也迷魂, 认识贞僧顺破戒。 公子看得眼花缭乱, 心内惆怅, 不知那是一乘金的门。 正寺中间, 有个卖瓜子的小伙, 叫做金歌走来, 公子便问, 那是一乘金的门。 金歌说, 大叔莫不是要耍, 我引你去, 王定便道, 我家相公不嫖, 莫错认了, 公子说, 但求二线。 那金歌就抱与老宝知道, 老宝慌忙, 出来迎接, 请进代茶。 王定县老宝流茶, 心下慌张, 说, 三叔可回去罢, 老宝听说, 问道, 这位何人? 公子说, 是小架, 宝子道, 大哥, 你也进来吃茶去, 怎么这等小气? 公子道, 休要听他, 跟着老宝往里就走。 王定道, 三叔不要进去, 俺老爷知道, 可不干我事, 在后边自言自语。 公子那里听他, 静到了里面坐下, 老宝叫丫头看茶, 茶吧, 老宝便问, 客官贵姓, 公子道, 学生姓王, 家父是礼不正堂, 老宝听说拜道, 不知贵公子, 施瞻休罪, 公子道, 不爱, 休要计较, 久闻令爱玉堂春大名, 特来相访, 老宝道, 左有一位客官, 要殊隆小女, 送一百两彩礼, 不曾许他, 公子道, 一百两彩礼, 小灾。 学生不敢夸大话, 除了当今皇上, 往下也属家父, 就是家祖, 也做过侍郎, 老宝听说, 心中暗喜, 便叫翠鸿请三姐, 出来见尊客, 翠鸿去不多时, 回话道, 三姐身子不见, 辞了罢, 老宝起身带笑说, 小女从幼养娇了, 只带老碧子去换他, 王定在旁侯挤, 又说, 他不出来就罢了, 墨幼去换, 老宝不听其言, 走进房中, 叫, 三姐, 我的儿, 你时运到了, 今有王上书的公子, 特募你而来, 欲堂春低头不语, 慌得那宝便叫, 我儿, 王公子好个标志人物, 年纪不上十六七岁, 庚中广有金银, 你若打得上这个主击, 不但名声好听, 也够你一世受用, 玉姐听说, 及时打扮, 来见公子, 临行, 老宝又说, 我儿, 用心奉承, 不要怠慢他, 玉姐道, 我知道了, 公子看玉堂春果然胜得好, 并晚乌云, 眉弯心悦, 机宁锐雪, 脸衬朝霞, 秀中玉笋尖尖, 裙下金莲窄窄, 亚旦书装篇有韵, 不识之粉, 自多姿, 便竖尽满怨明媚, 总书他十分春色, B, 玉姐偷看公子, 眉清目秀, 面白唇红, 身段风流, 衣裳清楚, 心中也是暗戏, 当下玉姐拜了公子, 老宝就说, 此非贵客座处, 请到书房小续, 公子相让, 进入书房, 果然收拾得精致, 明窗敬己, 古画古炉, 公子却无心细看, 一心只对住玉姐, 宝儿帮衬, 叫女儿挨住公子肩下坐了, 吩咐丫鬟白酒, 王定听见白酒, 一发助盲, 连声催促三叔回去, 老宝丢个眼色与丫头, 请这大哥到房里吃酒, 脆香, 脆红道, 姐夫请进房里, 我和你吃中喜酒, 王定本不肯去, 被脆红二人, 拖拖拽拽扯进去坐了, 甜言美语, 劝了鸡杯酒, 出师还是勉强, 以后吃得热闹, 连王定也忘怀了, 索性放落了心, 且于快乐, 正饮酒中间, 听得传语公子叫王定, 王定忙到书房, 只献杯盘罗列, 本思自有答应乐人, 奏动乐器, 公子开怀乐也, 王定走进身边, 公子复耳低言, 你到下处取二百两银子, 四皮齿头, 再带伞岁爷二十两, 到这里来, 王定道, 三叔要这许多银子何用, 公子道, 不要你闲管, 预定没奈何, 只得来到下处, 开了皮箱, 取出五十两元宝四个, 并尺头最银, 再到本思院说, 三叔有了, 公子看也不看, 都交送于宝, 说, 银两尺头, 权位令爱出汇至理, 这二十两最银, 把座赏人杂用, 王定指道, 公子要讨那三姐回去, 用许多银子, 听说只当初慧之理, 吓得舌头吐出三寸, 却说宝儿一现了许多东西, 就叫丫头转过一张空桌, 王定将银子齿头, 放在桌上, 宝儿假意, 谦让了一回, 叫玉姐, 我儿, 败谢了公子, 又说, 今日是王公子, 明日就是王姐夫了, 叫丫头收了礼物进去, 小女房中还背的游小镯, 请公子开怀畅演, 公子与玉姐肉手相掺, 同志相防, 只见唯平小桌, 锅品真修, 聚以摆设完备, 公子上座, 宝儿自弹弦子, 玉堂春清唱幼酒, 弄得三观古松金养, 神荡昏迷, 王定现天色晚了, 不见三观动身, 连催了几次, 丫头受宝儿之命, 不与他传, 王定又不得进房, 等了一个黄昏, 翠红要留他素歇, 王定不肯, 自毁下出去了, 公子只饮到二股方散, 玉堂春殷勤服侍公子上床, 姐依旧寝, 真个男探女爱, 盗凤滇价, 彻夜交情, 不在话下, 天明, 宝儿教除下白酒煮汤, 自尽厢房, 追红讨喜, 叫一声, 王姐夫, 可喜可喜, 丫头小丝都来磕头, 公子吩咐王定, 每人赏银一两, 翠香, 翠红各赏衣服一套, 折备银三两, 王定早晨本要来接公子回遇, 见他撒曼史前, 有不然之色, 公子暗想, 在这奴才手礼讨真线, 毫不爽力, 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 自家便当, 宝儿见皮箱来了, 欲加奉承, 真个朝朝寒时, 夜夜元宵, 不绝住了一个多月, 老宝要生心磕派, 设一大喜酒, 搬戏眼乐, 专请三官御姐二人复习, 宝子举杯静公子说, 王姐夫, 我女儿与你成了夫妇, 地久天长, 凡家中事物, 忘记扶持, 那三官心里, 只怕宝子心里不自在, 看那银子犹如粪土, 凭老宝说谎, 欠下许多债付, 都替他悬, 又打若前手是酒器, 坐若前衣服, 又许他改造房子, 又造百花楼一座, 与玉堂春坐卧房, 随其科派, 渐渐许了, 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急得家人公定手足无措, 三回五次催他回去, 三官出事含糊答应, 以后逼急了, 反将王定痛骂, 王定没奈何, 只得道求玉姐劝他, 玉姐素知钱婆利害, 也来苦劝公子道, 人无千日好, 花有几日红, 你一日无钱, 他翻了脸来, 就不认得你, 三官此十手内还有钱钞, 那里信他这话, 王定暗想, 心爱的人还不听他, 我劝他责慎, 又想, 老爷若知此事, 如何乐得, 不如回家, 鲍鱼老爷知道, 凭他怎么财处, 与我无钱, 王定乃对三官说, 我在北京无用, 先回去罢, 三官正宴, 王定多管, 巴不得他开身, 说, 王定, 你去使, 我与你十两盘费, 你到家中查老爷, 只说账未完, 三叔先使我来奸安, 玉姐也送五两, 宝子也送五两, 王定败别三官而去, 正是, 个人自扫门浅血, 莫管他家瓦上霜, 且说三官被酒色迷住, 不想回家, 光阴四剑, 不绝一年, 王八淫妇, 终日科派, 莫说上头, 作声, 讨粉头, 买丫环, 连王八的授阔都打得到, 三官手内才空, 王八一见无钱, 凡事输淡, 不照常答应奉承, 又住了半月, 一家大小座闹起来, 老宝对玉姐说, 有钱便是本寺院, 无钱便是养鸡院, 王公子墨钱了, 还留在此作甚, 那曾见本寺院举了劫父, 你却呆手, 那穷鬼作甚, 玉姐听说, 指大耳边之风, 一日三官下楼往外去了, 丫头来抱与宝子, 宝子叫玉堂春下来, 我问你, 即使打发王三起身, 玉姐见话不投机, 附身向楼上便去, 宝子随即跟上楼来, 说, 奴才, 不理我摩, 玉姐说, 你们这等没天理, 王公子三万两银子, 拒送在我家, 若不是踏实, 我家东也欠债, 西也欠债, 焰有今日这等足用, 宝子怒发, 一头撞去, 高叫, 三儿打娘里, 王八听见, 不分是非, 便拿了皮鞭, 赶上楼来, 将玉姐拨跌在楼上, 举鞭乱打, 打得环片发乱, 血泪交流, 且说三官在五门外 与朋友相续, 忽然面热肉颤, 心下怀疑, 急慈归, 竟走上百花楼, 看见玉姐如此模样, 心如刀割, 慌忙抚摸, 问其缘故, 玉姐睁开双眼, 看见三官, 强把精神正主说, 俺的家务事, 与你无干, 三官说, 冤家, 你为我受打, 还说无钱, 明日辞去, 免得累你受苦, 玉姐说, 哥哥, 当初劝你回去, 你却不依我, 如今孤身在此, 盘颤又无, 三十余礼, 怎生去得, 我如何放得心, 你看不能还乡, 流落在外, 又不如忍气且住几日, 三官听说, 闷倒在地, 玉姐近前抱住公子, 说, 哥哥, 你今后休要下楼去, 看那王八淫妇怎么样行来, 三官说, 玉带回家, 难见父母兄嫂, 待不去, 又受不得王八冷言热语, 我又舍不得你, 带住, 那王八淫妇只管打你, 玉姐说, 哥哥, 打不打你休管他, 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女夫妻, 你岂可一旦别了我, 看看天色又晚, 房中往常时丫头丙登上来, 今日火也不语了, 玉姐见三官痛伤, 用手扯到床上睡了, 一地一声长欲短气, 三官玉姐说, 不如我去罢, 再, 皆有钱的客官, 省你受气, 玉姐说, 哥哥, 那王八淫妇任他打我, 你好歹休要起身, 哥哥在时, 奴命在, 你真个要去, 我只一死, 二人直哭倒天明, 起来, 无人与他玩水, 玉姐叫场头, 拿中茶奶与你姐夫吃, 饱子听见, 高声大骂, 大胆奴才, 少打, 叫小三自家来取, 那丫头小丝都不敢来, 玉姐无奈, 只得自己下楼, 到厨下, 盛满饭, 泪滴滴自拿上楼去, 说, 哥哥, 你吃饭来, 公子才要吃, 又听得下边骂, 待不吃, 玉姐又劝, 公子方才吃的一口, 那淫妇在楼下说, 小三, 大胆奴才, 那由巧媳妇做出五米粥, 三官分明听得他话, 直所隐忍, 正是, 囊中有物, 精神望, 手内无前面目残, 却说王八脑恨欲解, 待要打他, 躺货打伤了, 难叫他挣钱, 待不打他, 他又炼住王小三, 十分逼得小三急了, 他是个酒色迷了的人, 一时, 他寻个自尽, 躺货尚书老爷差人来接, 那时, 把泥做也不干, 左思右算, 无计可施, 宝子说, 我自有妙法, 叫他离咱门去, 明日是你妹子生日, 如此如此, 换做到房级王八说, 倒也好, 宝子叫丫头楼上问, 姐夫吃了饭还没有, 宝子上楼来说, 休怪, 板家务事, 与姐夫不相干, 又照常摆上了酒, 吃酒中间, 老宝盲陪笑道, 三姐, 明日是你姑娘生日, 你可禀王姐夫, 封上人情, 送去与他, 御姐当晚封下礼物, 第二日清晨, 老宝说, 王姐夫早起来, 衬粮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 大小都离寺院, 将办理, 老宝故意斥一惊, 说, 王姐夫, 我忘了锁门, 你回去把门锁上公子不知宝子用之, 回来锁门不提, 且说王八从邓小巷转过来, 叫, 三姐, 头上掉了卷子, 哄得玉姐回头, 那王八把头口打了两边, 顺小向流水出城去了, 三官回院, 锁了房门, 忙往外赶看, 不见玉姐, 欲住一伙人, 公子躬身便问, 列位曾见一起男女, 往那里去了, 那伙人不是好人, 却是短路一的, 现三官衣服齐整, 心生一记, 说, 才驻卢尾西边去了, 三官说, 多谢列位, 公子往卢尾里就走, 这人哄得三官往卢尾里去了, 急忙走在前面等住, 三官至近, 跳起来喝一声, 却去扯住三官, 旗下手拨去衣服帽子, 拿绳子捆在地上, 三官手足南正, 昏昏沉沉, 挨到天明, 还只想了玉堂春, 说, 姐姐, 你不知在何处去, 那知我在此受苦, 不说公子有难, 且说王八淫妇拐珠玉姐, 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 也得安下, 玉姐明知中了王八之计, 路上牵挂三官, 泪不停滴, 再说, 三官在芦苇里, 口口声声叫救命, 许多乡老近前看见, 把公子解了绳子, 就问, 你是那里人? 三官害羞, 不说是公子, 也不说朴玉堂春, 浑身上下又无衣服, 眼中掉泪说, 列位大叔, 小人是河南人, 来此小买卖, 不幸欲助歹人, 将一身衣服进拨去了, 盘飞一闻也无, 众人见公子年少, 舍了几件衣服与他, 又与了他一顶帽子, 三官谢了众人, 拾起破衣穿了, 拿破帽子戴了, 又不见玉姐, 又没了一个钱, 还进北京来, 顺着房颜, 低住头, 重早到黑, 谁也莫得口, 三官饿得眼黄, 到天晚寻宿, 又没人家吓他, 有人说, 想你这个模样子, 谁家吓你? 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 有密人打帮子, 早晚勤进, 可以度日, 三官静置总铺门手, 只见一个地方来雇人打羹, 三官向前叫, 大叔, 我打头羹, 地方便问, 你姓慎摩, 公子说, 我是王小三, 地方说, 你打二羹吧, 湿了羹, 短了仇, 不与你钱, 还要打理, 三官是个自在惯了的人, 贪睡了, 晚问把羹湿了, 地方骂, 小三, 你这狗骨涛, 也莫造化, 吃着自在饭, 快驻走, 三官自私无路, 乃到孤老院里去存身, 正是, 一般院子里, 苦乐不相同, 却说那王八宝子, 说, 咱来了一个月, 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 咱们回去吧, 收拾行李, 回到本寺院, 只有玉姐, 每日思想公子, 寝食俱费, 宝子上楼来, 苦苦劝说, 我的儿, 那王三已是王家去了, 你还想他怎么, 北京城内多少王孙公子, 你只是, 想助王三不接客, 你可知道我的性子, 自讨分晓, 我再不说你了, 说罢自去了, 玉姐泪如雨滴, 想王顺清手内无半文钱, 不知怎生去了, 你要去时, 也通个信息, 免使我苏三常常挂签, 不知何日, 再得与你相见, 不说玉姐想公子, 且说公子, 在北京院讨饭度日, 北京大街上, 有个高手王银匠, 曾在王上书处打过酒气, 公子在前婆家打手事物件, 都用住他, 一日往孤老院过, 忽然看见公子, 唬了一跳, 上前扯住, 叫, 三叔, 你怎么这等模样, 三官从头说了一遍, 王银匠说, 自古狠心王八, 三叔, 你进到韩家, 清茶淡饭, 暂住几日, 等你者也使人来接你, 三官听说大喜, 跟随至王将家中, 王将竟他是上书公子, 尽力管带, 也住了半月有余, 他媳妇子现短, 不见尚书家来接, 直到丈夫说谎, 承住丈夫上街, 便发说话, 自家一窝子男女, 那有嫌犯养他人, 好意留吃几日, 个人要自达食物, 终不然在此养老送中, 三官受气不过, 低住头, 顺着房阁往外, 出来信步而行, 走至官王庙, 蒙醒官圣来醉灵, 何不肃他, 乃进庙, 跪于神前, 素以王八宝而复兴之事, 败倒良久, 起来闲看两郎化的三国功劳, 却说庙门外街上, 有一个小伙儿叫云, 本金瓜子, 一一分一统, 高尤鸭蛋, 半分一个, 此人是谁? 是卖瓜语的金哥, 金哥说道, 原来是年景消书, 买卖不计, 当时本寺院有王三叔在时, 一时照顾二百钱民子, 转得来, 我父母吃不了, 自从三叔口家去了, 如今谁买这物? 二三日不曾发誓, 怎么过? 我到庙里歇歇再走, 金哥进庙里来, 把盘子放在供桌上, 跪下磕头, 三官确认的是金哥, 无颜践踏, 双手掩面坐于门县门边, 金哥磕了头起来, 也来门县上坐下, 三官直到金哥出庙去了, 放下手来, 却被金哥认识, 说, 三叔, 你怎么在这里? 三官含羞带泪, 将前世道了一遍, 金哥说, 三叔休哭, 我请你吃些饭, 三官说, 我得了饭, 金哥又问, 你这两日没见你三神来, 三官说, 久不相见了, 金哥, 我烦你到本寺院秘密语, 三神说, 我如今这等穷, 看他怎么说, 回来赴我, 金哥应允, 端起盘, 往外就走, 三官又说, 你到那里看风色, 他若想我, 你便提我在这里如此, 若无真心疼我, 你便修话, 也来回我, 他这人家有钱的另一样带, 无钱的另一样带, 金哥说, 我知道, 辞了三官, 往院里来, 在于楼外边立住, 说那玉姐手托相塞, 将汉中室内声声指教, 王顺清, 我的哥哥, 你不知在那里去了, 金哥说, 真个想三叔里, 咳嗽一声, 玉姐听见, 问外边是谁, 金哥上楼来, 说是我, 我来买瓜子, 与你老人家科里, 玉姐眼中掉泪, 说, 金哥纵有羊羔美酒, 吃不下, 那有心绪科瓜人, 金哥说, 三神, 你这两日怎么淡了, 玉姐不理, 金哥又问, 你想三叔, 还想谁, 你对我说, 我与你接去, 玉姐说, 我自三叔去后, 招招思想, 那里又有谁来, 我曾记得一辈古人, 金哥说, 是谁, 玉姐说, 稀有个亚仙女, 郑元和为她黄金使剑, 去打莲花落, 后来收新秦读诗书, 一举成名, 那亚仙风乐场终显大名, 我常怀亚仙之心, 怎得三叔, 他向郑元和方好, 金哥听说, 口中不语, 心内自私, 王三岛也与郑元和相向了, 虽不打, 莲花落背, 也在孤者院讨饭吃, 金哥奶滴滴, 把三婶叫了一声, 说, 三叔如今在庙中安歇, 叫我秘密地抱于你, 寄他些盘费, 好上南京, 玉姐虎丽惊, 金哥修要哄我, 金哥说, 三婶, 你不信, 跟我到庙中看看去, 玉姐说, 这里到庙中有多少远, 金哥说, 这里到庙中有三里的, 玉姐说, 怎么敢去, 又问, 三叔还有圣话, 金哥说, 只是少银子钱使用, 并莫圣话, 玉姐说, 你去对三叔说, 十五日在庙里等我, 金哥去庙里回复三官, 就送三官到王将家中, 倘若他家不留你, 就到我家里去, 幸得王将回家, 又留住了公子不提, 却说老宝又问, 三姐, 你这两日不吃饭, 还是想住王三里, 你想他, 他不想你, 我儿好吃, 我与你寻个比王三强的, 你也新鲜些, 玉姐说, 娘, 我心里一件事不得停荡, 宝子说, 你有甚模式, 玉姐说, 我当初要王三的银子, 黑夜与他说话, 止住城隍爷爷说事, 如今等我还了院, 就接别人, 老宝问, 及时去还院, 玉姐道, 十五日去罢, 老宝慎喜, 玉先背下香烛芝麻, 等到十五日, 天未明, 就叫丫头起来, 你与姐姐烧下水洗脸, 玉姐也怀心, 起来梳洗, 收拾私房银两, 并拆串首饰之类, 叫丫头拿住纸马, 竟往城隍庙里去, 进得庙来, 天还未明, 不见三官在那里, 那小的三官却躲搭东廊下香等, 先已看见玉姐, 咳嗽一声, 玉姐就知, 叫丫头烧了纸马, 你先去, 我两边看看十地严君, 玉姐叫了厂头转身, 竟来东廊下寻三官, 三官献了玉姐, 休免通红, 玉姐叫声, 哥哥王顺卿, 怎么这等模样, 两下抱头而哭, 玉姐将所带有二百两银子东西, 赋予三官, 叫他置半衣帽买骡子, 再到院里来, 你只说是从南京才到, 修复奴严, 二人含泪个别, 玉姐回至家中, 宝子见了, 欣喜不胜, 说, 我儿还了院了, 玉姐说, 我还了旧院, 发下心愿, 宝子说, 我儿, 你发下肾魔心愿, 玉姐说, 我要再接王三, 把咱一家子死的灭门绝户, 天火烧了, 宝子说, 我儿这院, 推发得重了些, 从此欢天喜地不提, 且说三官回到王将家, 将二百两东西, 递与王将, 王将大喜, 随即到了市上, 买了一身绣薄衣服, 粉底造靴, 绒袜, 瓦棱帽子, 青丝韬, 真穿扇, 皮箱罗马, 绊得齐整, 把砖头瓦片, 用布包裹, 甲冲银两, 放在皮箱里面, 收拾打扮停的, 雇了两个小丝, 跟随就要起身, 王将说, 三叔略停片时, 小子制一杯酒剑行, 公子说, 不劳如此, 多蒙厚爱, 一日须来报恩, 三官遂上马而去, 庄成国套入胡同, 无此焉能不强从, 窥杀玉堂垂念勇, 故知红粉一英雄, 却说公子, 辞了王将夫妇, 静置春院门手, 只见几个小乐公, 都在门手说话, 忽然看见三官气象一心, 唬了一跳, 飞风暴雨者保以劳保听说, 半赏不言, 这等是怎么处, 向日三姐说, 他是幻家公子, 金银无数, 我却不信, 逐他出门去了, 今日到带有金银, 毫不惶恐人也, 左思右想, 老朱连走出来见了三官, 说, 姐夫从何而至, 一手扯住马头, 公子下马唱了半个诺, 就要行, 说, 我伙计都在船中等我, 折宝陪笑道, 姐夫好狠心也, 就是四破僧丑, 也看佛面, 纵然要去, 你也看看玉堂春, 公子道, 向日那几两银子直慎的, 学生岂肯放在心上, 我金银箱内, 现有五万银子, 还有鸡船货物, 伙计也有数十人, 有王定看守在那里, 宝子一发, 不肯放手了, 公子恐怕撤脱了, 将鸡就寄, 进到院门坐下, 宝儿吩咐出下, 盲白酒席接风, 三官茶坝, 就要走, 故意捅出两钉银子来, 都是五两头细丝, 三官捡起, 秀儿藏之, 宝子又说, 我到了姑娘家酒也不曾吃, 就问你, 说你往东去了, 寻不现你, 寻了一个多月, 俺才回家, 供子成吉便说, 亏你好些, 我那时也寻不现你, 王定来接我, 我就回家去了, 我心上也嵌挂住玉姐, 所以急急而来, 老宝忙叫丫头去抱于堂春, 丫头一路笑上楼来, 玉姐已知公子到了, 故意说, 奴才养肾魔, 丫头说, 王姐夫又来了, 玉姐故意唬了一跳, 说, 你不要哄我不肯下楼, 老宝慌忙自来, 玉姐故意回脸往里睡, 宝鱼说, 我的气儿, 王姐夫来了, 你不知道魔, 玉姐也不语, 连问了四五声, 只不答应, 这一时代要骂, 又用住他, 扯一把椅子拿过来, 一直坐下, 常遇了一声气, 玉姐见他这模样, 故意回过头起来, 双膝跪在楼上, 说, 妈妈, 今日饶我这顿打, 老宝忙扯起来说, 我儿, 你还不知道王姐夫又来了, 哪有五万两花银, 船上又有护并火技术十人, 笔钱加倍, 你可去献他, 好心奉承, 玉姐道, 发下心愿了, 我不去接他, 保子道, 我儿, 发愿只当取笑, 一手碗玉姐下楼来, 半路就叫, 王姐夫, 三姐来了, 三官献了玉姐, 冷冷地坐了一衣, 全部文存, 老宝便叫丫头摆桌, 取酒真上一钟, 身身万福, 地语公姐夫, 全当老身不适, 可念三姐之情, 修走别家, 叫人笑话, 三官微微冷笑, 叫声, 妈妈, 还使我的不是, 老宝殷勤劝酒, 公子吃了鸡杯, 叫声多扰, 抽身就走, 翠红一把扯住, 叫, 玉姐, 玉安姐夫陪个笑脸, 老宝说, 王姐夫, 你推作绝了, 丫头把门顶了, 休放你姐夫出去, 叫丫头把那行李抬在百花楼去, 就在楼下重设酒席, 做琴细乐, 又来奉承, 吃了半更, 老宝说, 我先去了, 让你夫妻二人续话, 三官玉姐正中奇异, 携手登楼, 如同酒汉逢甘雨, 好似他相遇故知, 二人一碗续话, 正是欢愉嫌夜短, 寂寞恨更长, 不掘骨打四更, 公子爬将起来, 说, 姐姐, 我走吧, 玉姐说, 哥哥, 我本预留你多住几日, 只是留君千日, 终须一别, 金帆坐鸡回家, 再绣惹闲花野草, 献了二亲, 用意公输, 躺货成名, 也争得这一口气, 玉姐难舍王公子, 公子留恋玉堂春, 玉姐说, 哥哥, 你到家, 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 三官说, 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 我再来也无意了, 玉姐说, 你只诸圣贤爷说了誓愿, 两人双膝跪下, 公子说, 我若南京再娶家小, 五皇六月害病死了我, 玉姐说, 苏三再若接别人, 铁索长家永不出世, 就将近于拆开, 各之一半, 日后为继, 玉姐说, 你败了三万两银子, 空手而回, 我将近银手是器皿, 都与你拿去罢, 三官说, 王八银妇知道时, 你怎打发他, 玉姐说, 你莫管我, 我自有主意, 玉姐收拾完备, 轻轻地开了楼门, 送公子出去了, 天明宝起来, 叫丫头烧下洗莲水, 盛下进口茶, 看你姐夫醒了时, 送上楼去, 问他要吃肾膜, 我好做去, 若是还睡, 休惊醒他, 丫头走上碾去, 见摆设的器皿都没了, 梳妆侠也出空了, 撇在一边, 揭开帐子, 床上空了半边, 跑下楼, 叫妈妈罢了, 宝子说, 奴才, 荒肾膜, 惊诸你姐夫, 丫头说, 还有肾膜姐夫, 不知那里去了, 俺姐姐回脸往里睡住, 老宝听说, 打惊, 看小丝裸脚都去了, 连忙走上楼来, 洗的皮箱还在, 打开看时, 都是个砖头瓦片, 宝儿变骂, 奴才, 王三那里去了, 我就打死你, 为何金音器皿他都偷去了, 玉姐说, 我发过心愿了, 金帆不是我接他来的, 宝玉说, 你两个昨晚说了一页话, 一定晓得他去处, 王八就去取皮鞭, 玉姐拿个手帕, 江头扎了, 口里说, 带我寻王三海你, 忙下楼来, 往外就走, 宝子乐宫, 恐怕走了, 随后赶来, 玉姐行至大街上, 高升教区, 徒才杀命, 只见地方都来了, 宝子说, 奴才, 他倒把我金银手势尽情拐去, 他还放雕, 王八说, 由他, 咱到家里算账, 玉姐说, 不要说嘴, 咱往那里去, 那是我家, 我同你倒行不堂上讲讲, 那家里是公侯宰相朝廊驸马, 他那里的金银器皿, 万物要凭个礼, 一个行愿人家, 至轻至贱, 那有甚魔大头面, 带往那里去作席, 王尚书公子在我家, 费了三万银子, 谁不知道他去了就开手, 你昨日献他有了银子, 又去哄到家里, 图谋了他行李, 不知将他下落在何处, 列位做个证件, 说得宝子无言可达, 王八说, 你叫玉三拐去我的东西, 你反来图赖我, 玉姐舍命, 就骂, 王八淫妇, 你图财杀人, 还要说嘴, 贱金皮箱都打开在你家里, 银子都拿过了, 那王三官不是你谋杀了是那个, 宝子说, 他那里存甚魔银子, 都是砖头瓦片哄人, 玉姐说, 你亲口说带有五万银子, 如何今日又说没有, 两下思闹, 众人晓得三官败过三万银子是真, 谋命的是未必都将好言劝解, 玉姐说, 列位, 你既劝我不要道官, 也得我骂他几句, 出这口气, 众人说, 凭你骂罢, 玉姐骂道, 你这王八是胃不保的狗, 宝子是填不满的坑, 不肯思量做生理, 只是排局骗别人, 奉承尽是天罗网, 说话皆是现人坑, 只图你家长兴旺, 那管他人贫不贫, 八百好钱买了我, 与你挣了多少印, 我父叫做周雁亨, 大同城里有名人, 买粮未见该甚罪, 兴犯人口问充君, 哄幼良家子弟游自渴, 徒才杀命罪非清, 你一家万分无天理, 我且说你两三分, 众人说, 玉姐骂得够了, 宝子说, 让你骂许多时, 如今损回去了, 玉姐说, 要我回去, 须立个文书执照于我, 众人说, 文书如何写, 玉姐说, 要写不和买粮未娼, 及图才杀命等话, 王八那里肯写, 玉姐又叫起驱来, 众人说, 买粮未捐, 也是门户常事, 那人命是不得时, 却难招任, 我们只主张写个 赎身文书于你罢, 王八还不肯, 众人说, 你莫说别像, 之王公子三万银子 也购买三百个粉头了, 玉姐左右心不像你了, 舍了他罢, 众人都到酒店里面, 讨了一张棉纸, 一人念, 一人写, 只要王八宝子压花, 玉姐道, 若写得不公道, 我就扯碎了, 众人道, 还你停的, 写道, 立文书本斯乐护苏怀同七一乘金, 向江前, 百文, 讨大同府人周燕亨女, 玉堂春在家, 本望皆克靠老, 奈女不愿未娼, 写道不愿未娼, 玉姐说, 这句就是了, 需要写收过王公子彩礼银三万两, 王八道, 三二, 你也拿些公道出来, 这一年多费用去了, 难道也算, 众人道, 只写二万罢, 又写道, 有南京公子王顺青, 与女相爱, 怀得过夜二万两, 凭重一座, 赎身财杂, 今后听凭玉堂春假人, 并于本户无钱, 历此未诏, 后写正德年月日, 立文书乐护苏怀同期一乘金, 见人二有十余人, 众人先押了花, 苏怀指得也押了, 一乘金也画个十字, 玉姐收气, 又说, 列位老爹, 我还有一件事, 要先讲歌名, 众人曰, 又是甚是, 玉姐曰, 那百花楼, 原是王公子盖的, 波娱我住丫头园, 是公子买的, 要叫两个来服侍我, 以后米面柴心菜书等项, 须是一一攻击, 不许稍乐短少, 只待我嫁人方指, 众人说, 这是都依助你, 玉姐瓷血先回, 王八又请众人吃过酒饭方散, 正是, 周郎妙计高天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 话说公子在路, 夜住小行, 补暑日, 来到金陵自家门手下马, 王定看见, 虎类已经, 上前把马扯住, 进的里面, 三官坐下, 王定一家拜见了, 三官就问, 我老爷安摩王定说, 安, 大叔, 二叔, 姑爷, 姑娘何如, 王定说, 聚安, 又问, 你听的老爷说我家来, 他要怎么处, 王定不言, 长寓一口气, 只看看天, 三官就知其意, 你不言语, 想是老爷要打死我, 王定说, 三叔, 老爷是不留你, 金帆不要见老爷了, 思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兄嫂讨些盘费, 他方去安身罢, 公子又问, 老爷这二年与何人相后, 让他来与我说个人情, 王定说, 无人敢说, 只除是姑娘姑爹, 一死间烧啼啼, 也不敢直说, 三官道, 王定, 你去请姑爹来, 我与他讲这件事, 王定及时去请留斋场, 和尚社道来, 叙礼毕和刘二位说, 三舅, 你在此, 等俺两个与咱也讲过, 使人来叫你, 若不一时, 烧信于你, 坐肃逃命, 二人说罢, 竟往谭府来见了王尚书, 坐下, 查罢, 王爷兼何上社, 田庄好魔, 上社达道, 好, 王爷又兼留斋场, 学业何如, 他说, 不敢, 连日有事, 不得读书, 王爷笑道, 读书过万卷, 下笔如有神, 秀采江河未本, 家屋读书子, 官从何处来, 今后须疑勤学, 不可江光阴错过, 留斋场唯唯谢教, 和尚舍问, 客位前这强己识柱的, 一向不见, 王爷笑约, 我年大了, 无夺田产, 日后恐怕大的二的征镜, 欲先分位两分, 二人笑说, 三分加事, 如何只做两分, 三官回来, 叫他那里住, 公爷闻说, 心中大脑, 老夫平生两个小儿, 那里又有第三个, 二人齐声叫, 爷, 你如何不疼三官往景龙, 当初还是也不是, 托他在北京讨仗, 无有一个去接寻, 修说三官十六七岁, 北京是花柳之所, 就是九冠江湖, 也迷了心, 二人双膝跪下, 掉下泪来, 王爷说, 墨下烧的苟畜生, 不知死在那里了, 再休提起了, 正说间, 二位姑娘也到, 众人都知三官到家, 直哄住王爷一人, 王爷说, 今日不请都来, 想必有甚事情, 即叫家奴白酒, 何敬安欠身打一公约, 你闺女昨晚做一梦, 梦三官往景龙身上拦驴, 叫他姐姐救他性命, 三更谷做了这个梦, 半夜垂床倒枕哭到天明, 埋怨助我不接三官, 今日特来监问三舅的信音, 留心摘一说, 自三舅在京, 我夫妇日夜不安, 经我与姨父凑些盘废, 明日起身去接他回来, 王爷含泪道, 贤婿家中还有两个儿子, 吴他又呆怎生, 和刘二人往外就走, 王爷向肩扯住, 问贤婿何故起身, 二人说, 爷扯手, 你家亲生子还是如此, 何况我女婿也, 大小儿女放声大哭, 两个哥哥一起下跪, 女婿也跪在地上, 奶奶在后边掉下泪来, 引得王爷心动, 一哭起来, 王定跑出来说, 三叔, 如今老爷在那里哭泥, 你好过去献老爷, 不要带等恼了, 王定推住公子进前厅跪下, 说, 爹爹, 不孝儿王景龙今日回了, 那王爷两手擦了泪眼, 说, 那无耻畜生, 不知死地往那里去了, 北京族街上最多游士光棍, 偶遇畜生面庞丝像, 假冲畜生来家, 哄骗我财物, 可叫小司拿送三法司问罪, 那公子往外就走, 二位姐姐赶至二门手拦住说, 短命的, 你带往那里去, 三官说, 二位姐姐, 开放条路与我逃命罢, 二位姐姐不肯撤手, 推至前来双膝跪下, 两个姐姐手指说, 短命的, 娘为你痛得肝肠碎, 一家大小为你哭得眼花, 那个不牵挂, 众人哭在伤情处, 御爷一声喝住, 众人不要哭, 说, 我依住二位姐夫, 收了这畜生, 可叫我怎么处他, 众人说, 萧萧气在处, 王爷摇头, 奶奶说, 任我打罢, 王爷说, 可打多少, 众人说, 任爷爷打多少, 王爷道, 须依我说, 不可阻我, 要打一百, 大姐二姐跪下说, 爹爹严命, 不敢阻当, 容你而代替吧, 大哥二哥, 每人替上二十, 大姐二姐, 每人一替二十, 王爷说, 打他二十, 大姐二姐说, 叫他姐夫, 也替他二十, 只看他这等黄兽, 一棍扫在那里, 等他飙满肉肥, 那时打他不迟, 王爷笑道, 我儿, 你也说的是, 想这畜生, 天理已绝, 良心已丧, 打他何意? 我问你, 家无生活计, 不怕斗亮金, 我如今又不做官了, 无处挣钱, 做何生意, 以为虎口之介, 要做买卖, 我又无本钱于你, 二位姐夫间, 他那银子还有多少, 和, 刘遍问三舅, 银子还有多少? 宫定抬过皮箱打开, 尽是金银首饰器皿等物, 王爷大怒, 骂, 狗畜生, 你在那里偷的这东西, 快携手撞, 修药法辱了门庭, 三官高叫, 跌跌息怒, 听不笑而一言, 遂将出御玉堂春, 后来被宝如何哄骗尽了, 如何亏了王银将收留, 又亏了金歌报信, 玉堂春司将银两赠我回乡, 这些首饰器皿, 皆与唐春所赠, 背戏竖了一遍, 王爷听说骂道, 无耻苟畜生, 自家三万银子都花了, 却要仓付的东西, 可不休杀了人, 三官说, 而不曾强要他的, 是他情愿与我的, 王爷说, 这也罢了, 看你姐夫面上, 与你一个庄子, 你自去耕地不重, 公子不言, 王爷怒道, 王景龙, 你不言怎么说, 公子说, 这是不是孩儿做的, 王爷说, 这是不是你做的, 你还去嫖怨罢, 三官说, 而要读书, 王爷校约, 你已放荡了, 心愿一马, 独胜魔书, 公子说, 孩儿此口堵制, 用心读书, 王爷说, 既知读书好, 缘和这等胡卫, 和静安立起身来说, 三就受了艰难苦楚, 这下来改过千善, 料想要用心读书, 王爷说, 就依你众人说, 送他到书房里去, 叫两个小厮去服侍他, 及时就叫小厮送三官往书院里去, 两个姐夫又来说, 三就久别, 望老爷留住他, 与小婿共饮则可, 王爷说, 贤婿, 你如此乃非教子范芳, 休要纵他, 二人道, 老爷言之最善, 于是翁婿大家痛饮, 尽罪方规, 这一出父子相会, 分明是, 月被云遮重路采, 花边双打又过来, 却说公子进了书院, 轻轻独坐, 只献满架诗书, 笔山雁海, 叹道, 书贺, 相别日久, 且是声色, 御带不看, 焉得一举成名, 却不辜负了无解言语, 御带读书, 心缘放荡, 一马难收, 公子寻思一会, 拿住书来读了一会, 心下只是想注意唐春, 忽然鼻闻肾气, 耳闻肾声, 乃金书童道, 你闻这书里肾魔气, 听听肾魔想, 书童说, 三叔, 巨墨有, 公子道, 没有, 呀, 原来鼻闻乃是枝粉气, 耳听极是争板声, 公子一时思想起来, 欲解当初嘱咐, 我是肾魔化来, 叫我用心读书, 我如今未曾读书, 心意还丢他不下, 坐不安, 寝不宁, 茶不思, 饭不想, 书洗无心, 神思恍惚, 公子自私, 可怎磨出他, 走出门来, 只见大门上挂住一连队鱼, 十年受尽创浅苦, 一举成名天下文, 这是我公共坐下的对联, 他终举会事, 官至侍郎, 后来咱爹爹在此读书, 官到赏书, 我今在此读书, 一要攀龙赴凤, 以继前人之志, 又献二门上有一连对子, 不受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公子集回书房, 看现风月机关, 洞房春意, 公子自私, 乃是二叔乱了我的心, 将一伙而焚制, 破镜分拆, 聚将收了, 心中回转, 发至秦学, 一日书房无火, 书童往外取火, 王爷正坐, 叫书童, 书童尽前跪下, 王爷便问, 三叔这一会用功不曾, 书童说, 丙老爷得知, 我三叔先时通不读书, 胡思乱想, 体受如柴, 这半年整日读书, 晚上读至三更方才睡, 五更就起, 直至饭后, 方才梳洗, 口碎吃饭, 眼不离书, 王爷道, 奴才, 你好说谎, 我亲自去看他, 书童教, 三叔, 老爷来了, 公子匆匆荣荣迎接父亲, 王爷安息, 观他行不安详, 可以献他学问, 王爷正面坐下, 公子拜见, 王爷约, 我献的书你看了不曾, 我出的题你做了多少, 公子说, 跌跌严命, 馅儿的书都看了, 题目都做完了, 但有余力旁观子时, 王爷说, 拿文字来我看, 公子取出文字, 王爷看他所作文课, 一篇强如一篇, 心中甚喜, 叫, 景龙, 去应个如是科举吧, 公子说, 而读了今日书, 赶望终举, 王爷说, 一遭中了虽多, 两遭中了盛广, 出去观观场, 下课好中, 王爷就写书语题学察院, 许公子科举, 静到八月初九日, 进过头场, 写出文字与父亲看, 王爷喜道, 这七篇, 终有河南, 到二场三场聚完, 王爷又看他后场, 喜道, 不再散举, 绝是魁姐, 话分两头, 却说魁姐自上了百花楼, 从不下梯, 是日闷眷, 叫丫头, 拿棋子过来, 我与你下盘棋, 丫头说, 我不会下, 魁姐说, 你会打雕魔, 丫头说, 也不会, 魁姐将其盘双路, 一阶撇在楼板上, 丫头见魁姐眼中掉泪, 急忙多过饭来, 说, 姐姐, 自从昨晚没用饭, 你吃个点心, 魁姐拿过分胃两半, 右手拿一块吃, 左手拿一块与公子, 丫头欲接又不敢接, 魁姐猛然睁眼见, 不是公子, 将那一块点心掉在楼板上, 丫头又忙多过一碗汤来, 说, 饭前躁, 吃些汤吧, 魁姐刚瞎的一口, 泪如涌泉, 放下了, 问, 外边是甚魔响, 丫头说, 今日中秋佳姐, 人人玩乐, 处处坐歇, 俺家翠香, 翠红姐都有克里, 玉姐听说, 口罪不言, 心中自私, 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 叫丫头拿过镜子, 来照了一照, 猛然唬了一跳, 如何瘦得我这模样, 把那镜丢在床上, 长玉短叹, 走至楼门前, 叫丫头, 拿鱼鱼过来, 我在这里坐一坐, 坐了多时, 只见明月高升, 绿楼鼓转, 玉姐叫丫头, 你可收拾香竹过来, 今日八月十五日, 乃是你姐夫近三场日子, 我稍一炷香保佑他, 玉姐下楼来, 当天井跪下, 说, 天地神明, 今日八月十五日, 我哥王景龙进了三场, 愿他早战凹头, 明阳四海, 住坝, 深深败了四败, 有失未正, 对月烧香道告天, 何时地谢赴中渊, 王朗有日灯金榜, 不在金生皆好员, 却说西楼上有个客人, 乃山西平阳府红铜县人, 哪有整万银子来北京贩马, 这人姓沈明红, 因文玉唐春大名, 特来乡访, 老宝见他有钱, 把翠香打扮, 当作玉姐, 香蕉树日, 沈红芳之不是苦求一见, 是夜鸭头下楼取火, 与玉姐烧香, 小翠红忍不住多嘴, 就说了, 沈姐夫, 你每日问响玉姐, 今夜下楼, 在天井内烧香, 我和你悄悄地张他, 沈红将三千银子买煮了丫头, 悄然跟到楼下, 月明中看得仔细, 等他拜罢, 取出畅题, 玉姐大惊, 问, 是慎魔人, 答道, 在下是山西沈红, 有数万本钱, 在此饭吗? 九木玉姐大名, 未得面赌, 今日得见, 如波云雾简青天, 望玉姐不弃, 同道西楼一会, 玉姐怒道, 我与你素不相识, 金档复业, 何故自夸才是, 望生事端, 沈红又哀告道, 王三官也只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 他有钱, 我一有钱, 那些儿强似我, 说吧, 就上前要搂抱玉姐, 被玉姐照脸震一口, 急急上楼关了门, 骂丫头, 好大胆, 如何放这野狗进来, 沈红没意思自去了, 玉姐思想起来, 分明是小翠香, 小翠红这两个奴才抱他, 又骂, 小淫妇, 小贱人, 你接着得意, 孤老也好了, 怎该来落乌我, 骂了一顿, 放声悲哭, 但得我哥哥在时, 那个奴才敢吊戏我, 又气又苦, 越想越独, 正是, 可人去后无日线, 俗子来时不带招, 却说三官在南京相试中场, 闲坐无事, 每日只想遇解, 南京一般也有本思愿, 公子再不去走, 到了二十九官榜之日, 公子想到三更以后, 方山睡住, 外边报喜地说, 王景隆重了地求名, 三官梦中闻信, 起来书洗, 扬边上马, 前拥后促, 去腹路乌宴, 父母兄嫂, 姐夫姐姐, 喜作一团, 连日作庆贺言习, 公子卸了主考, 辞了提学, 坟前寄扫了, 起了文书, 查父母得知, 而要早些赴经, 到辟静去出安下, 看书数月, 好人会事, 父母明知公子本义牵挂玉堂春, 中了举, 只得依从, 叫大哥二哥来, 景隆赴经会事, 昨日祭嫂, 有多少人情, 大哥说, 不过三百余两, 王爷道, 那只够他人情的, 分外再与他一二百两拿去, 二哥说, 柄上跌跌, 用不得许多银子, 玉爷说, 你那知道, 我那童年门生, 在京颇多, 往返交接, 飞一钱不行, 等他手中宽裕, 读书也有兴, 叫景隆收拾行装, 有知心童年, 约上两三位, 吩咐家人, 到张先生家看了梁晨, 公子恨不得一时就到北京, 邀了几个朋友, 雇了一只船, 及时拜了父母, 辞别凶爽, 两个姐夫邀亲朋至十里长亭, 着百作别, 公子上的传来, 手舞足蹈, 莫知所知, 众人不解其意, 他心里, 只想读玉姐玉堂春, 不测一日到了纪宁府, 舍舟起汉, 不在话下, 再说, 沈红子从中秋夜见了玉姐, 到如今朝思暮想, 费寝忘参, 叫声, 二位贤姐, 只为这冤家害得我一丝两气, 七连八道, 望二位可怜我孤身在外, 举眼无亲, 替我劝话玉姐, 叫他相会一面, 虽死在九泉之下, 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 说吧, 双膝跪下, 翠香, 翠红说, 沈姐夫, 你且起来, 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这话, 你不见中秋夜骂的, 我们不耐烦, 等俺妈妈来, 你仰满他, 沈红说, 二位贤姐, 替我请出妈妈来, 翠香姐说, 你跪住我, 再磕一百二十个大响头, 沈红慌忙, 跪下磕头, 翠香及时就去, 将沈红说的言语数语老宝, 老宝到西楼献了沈红, 问, 沈姐夫换老生何事, 沈红说, 别无他事, 只为不得玉堂春到手, 你若帮衬我成就了此事, 修说金银, 便是杀身难报, 老宝听说, 口内不言, 心中自私, 我如今若许了他, 躺三而不肯, 教我如何, 若不许他, 怎哄出他的银子, 沈红见老宝, 愁出不语, 便看翠红, 翠红丢了一个眼色, 走下楼来, 沈红急跟他下去, 翠红说, 常言解受鞘, 宝爱抄, 你多拿些银子出来打动他, 不愁他不用心, 他是使大钱的人, 若少了, 他不放在眼里, 沈红说, 要多少矿翠香说, 不要少了, 就把一一千两与他, 方山城的此事, 也是沈红命运该败, 浑如鬼迷一般, 急一住翠香, 就拿一千两银子来, 叫妈妈财礼在此, 老宝说, 这银子老申全收下, 你却不要兴急, 待老申慢慢地为他, 沈红败谢说, 小子玄玄而望, 正是, 请下烟花诸葛亮, 玉图风月玉堂春, 且说十三省相视榜, 都到五门外张挂, 王银将邀金歌说, 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 两个跑在五门外南直立榜下, 看戒园是书经, 往下地求个乃王景龙王将说, 金歌好了, 三叔已终在第四名, 金歌道, 你看看的却, 怕你认不得字, 王将说, 你说话好欺人, 我读书读到, 孟子, 难道这三个字也认不得? 随你叫谁看? 金歌听说大喜, 二人买了一本相视录, 走到本寺院里, 去报与唐春说, 诏书中了, 玉姐叫丫头将视录拿上楼来, 展开看了, 上看第四名王景鲁, 著名应天府如是, 礼记, 玉姐不出楼门, 叫丫头盲牌相按, 败谢天地, 起来先把王将谢了, 转身又谢金歌, 虎德王八宝子魂不在体, 上一说, 王三忠了举, 不久到京, 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 可不仁财两世, 三儿向他孤老, 绝没甚好言语, 搬斗是非, 叫他报往日之仇, 此事如何了, 宝子说, 不若先下手未强, 王八说, 怎么样下手, 老宝说, 咱已收了沈官人一千两银子, 如今再要了他一千, 见些价钱卖与他爸, 王八道, 三儿不肯如何, 宝子说, 明日杀猪宰羊, 买一桌纸钱, 假说冬月庙看会, 烧了纸, 说了是, 何家丛粮, 在不在烟花巷里, 小三若闻之丛粮一节, 必然也要往月庙烧香, 叫沈官人先安轿子, 静台往山西去, 公子那时就来, 不见他的情人, 心下就冷了, 王八说, 此季大庙, 及时暗暗地与沈红商议, 又要了他一千银子, 次早, 丫头鲍鱼遇解, 俺家杀猪宰羊, 上月庙里, 郁姐问, 为何? 丫头道, 听得妈妈说, 魏王姐夫重了, 恐怕她到京来报仇, 今日发愿, 何家丛粮, 郁姐说, 是真是假, 丫头说, 当真理, 昨日沈姐夫都辞去了, 如今再不接客了, 郁姐说, 既如此, 你对妈妈说, 我也要去烧香, 老宝说, 三举, 你要去, 快, 书洗, 我换轿而抬你, 郁姐梳妆打扮, 同老宝出的门来, 正见四个人, 抬住一顶空轿, 老宝便问, 歇轿是雇的, 这人说, 正是, 老宝说, 这里到月庙要多少雇价, 那人说, 抬去抬来, 要一钱银子, 老宝说, 只是五分, 那人说, 这个是小, 请老人加上轿, 老宝说, 不是我做, 是我女儿要做, 玉姐上轿, 那二人抬住, 不往冬月庙去, 竟往西门去了, 走有树里, 到了上高转折去处, 玉姐回头, 看见沈红在后旗住个骡子, 玉姐大叫一声, 爸, 想是王八宝鱼倒卖我了, 玉姐大骂, 你这些贼狗奴, 抬我住那里去, 沈红说, 往那里去, 我为你去了二千两银子, 买你往山西家去, 玉姐在教中浩涛大哭, 骂声不绝, 那教夫抬了飞也四走, 行了日, 天色已晚, 沈红寻了一座店房, 排合饮美酒, 指望洞房欢乐, 谁知玉姐提住便骂, 处住便打, 沈红见店中人多, 恐怕出丑, 想到, 瓮中之鳖, 不怕他走了, 全奈机日, 到我家中, 何愁不从, 于是反将好话奉承, 并不去犯他, 玉姐终日啼哭, 自不必说, 却说公子一到北京, 将行李上店, 自己带两个家人, 就往王淫降加, 探问玉堂春消息, 王将请公子坐下, 有建成酒, 且吃三杯接风, 慢慢告诉王将就拿酒来斟上, 三官不好推辞, 连饮了三杯, 又问, 玉姐赶不知我来, 王将叫, 三叔开怀, 再饮三杯, 三官说, 够了, 不吃了, 王将说, 三叔酒别, 多饮鸡杯, 不要太牵, 公羽又饮了几杯, 问, 这几日曾献玉姐, 不曾广王将, 又叫, 三叔且莫问此事, 再吃三杯, 公子心仪, 站起说, 有甚或长或短, 说个明白, 羞闷死我也, 王将只是劝酒, 却说金歌在门守经过, 知道公子在内, 进来磕头叫喜, 三官问金歌, 你三婶近日何如, 金歌年又多嘴, 说, 卖了, 三官急问说, 卖了谁, 王将瞅了金歌一眼, 金歌缩了口, 公子兼之盘问, 二人瞒不过, 说, 三婶卖了, 公子问, 几时卖了, 王将说, 有一个月了, 公子听说, 一头撞在尘埃, 二人忙扶起来, 公子问金歌, 卖在那里去了, 金歌说, 卖与山西客人沈红去了, 三官说, 你那三婶就怎么肯去, 金歌续出, 宝儿甲一丛粮, 杀猪宰阳上月庙, 哄三婶同去烧香, 似于沈红约定, 顾下轿子抬去, 不知下落, 公子说, 王八道卖我玉堂春, 我与他算账, 那时叫金歌跟着, 带领家人进到本寺院里, 进的院门, 王八眼快, 跑去躲了, 公子问中丫头, 你家玉姐何在, 无人感应, 公子发怒, 房中寻见老宝, 一把揪住, 叫家人乱打, 金歌劝住公子, 就走在百花楼上, 看见锦杖罗筛, 岳家怒恼, 把香龙进行打碎, 气得痴呆了, 问, 丫头, 你姐姐嫁那家去了, 可老师说, 饶你打, 丫头说, 去烧香, 不知道就偷卖了她, 公子满眼落泪, 说, 冤家, 不知是正妻, 是偏妾, 丫头说, 她家里自有老婆, 公子听说, 心中大怒, 恨骂, 王八淫妇, 不仁不义, 丫头说, 她今日嫁别人去了, 还疼她怎的, 公子满眼流泪, 正说间, 呼扶朋友来访, 金歌劝, 三叔休脑, 三婶一世不在了, 你纵然哭她, 她也不知道, 今有许多相公在殿中相访, 闻公子在院中都要来, 公子听说, 恐怕朋友笑话, 即便起身回殿, 公子心中气闷, 无心应举, 一语竖装回家, 朋友闻之, 都来劝说, 顺青兄, 功名是大事, 婊子是未竭, 那里有利表于, 而不去求功名治理, 公子说, 列位不知, 我奋至秦学, 皆为玉堂春的言语积我, 冤家为我受了千辛万苦, 我怎肯倾舍, 众人叫, 顺青兄, 你躺连节, 幸在彼地, 见之河南, 你若回家, 忧虑成病, 父母悬心, 朋友笑耻, 你有何意, 三官自私言之罪当, 躺货侥幸, 得到山西, 平生怨足以, 树言劝醒公子, 会时日气已到, 公子进了三场, 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 刑部官证, 三个月, 选了真定府里行官, 急遣叫马迎请父母凶嫂, 父母不来, 回书说, 教他做官秦慎公廉, 念你年长未娶, 以聘留都堂之女, 不日送至人所成亲, 公子一心, 只想诸玉堂春, 全部以聘娶为喜, 正是, 以江陆柳未连礼, 犯把家机作业冤, 且说沈红之七皮氏, 也有几分颜色, 虽然三十余岁, 比二八少年, 也还风骚, 平息间嫌老公粗蠢, 不会风流, 又出外日多, 在家日少, 皮氏色性大重, 打熬不过, 肩壁有个尖声, 姓赵明昂, 自幼灌走花流场中, 为人风月, 近日丧偶, 虽辉是纳宿相公, 家道已在消伐一遍, 一日, 皮氏在后园看花, 偶然撞现赵昂, 彼此有心, 都看上了, 赵昂访之相口, 做歇家的王婆, 在沈家走动实熟, 且是利口, 善于作媒说和, 乃将白银二十两, 贿赂王婆, 让她通缴, 皮氏凭西间不良的口气, 已有在王婆肚里, 况且, 今日你贪我爱, 一说一上, 幽其密约, 一强之格, 踢上踢下, 做就了一点不明不白的事, 赵昂议者贪皮氏之色, 二者要骗他钱财, 枕袭之间, 竭力奉承, 皮氏心爱赵昂, 但是开口, 无有不从, 恨不得连家当都津贴了他, 不上一年, 青羹道框, 骗得一空, 初时只推事故, 暂时纳戒, 戒去后, 分毫不悬, 皮氏只愁老公回来盘同时, 无言回答, 一夜与赵昂商议, 欲要跟赵昂逃走他方, 赵昂道, 我又不是赤脚汉, 如何走的, 便走了, 也不免吃官司, 指出暗地谋杀了沈红, 做个长久夫妻, 岂不尽美皮氏点头不语, 却说赵昂有心打听沈红的消息, 小的他讨了怨记玉堂春一路回来, 急忙抱与皮氏指导, 故意将言语出脑皮氏, 皮氏怨恨不绝余生, 问, 如今怎么样对付他说好诗, 赵昂道, 他进门时, 你便说他不是, 与他寻闹, 叫他领住昌根令住, 那诗品你安排了, 我央王婆淑的些披霜在此, 去便放在食器内, 把与他两个吃, 等他双死也罢, 单死也罢, 皮氏说, 他好吃的是辣面, 赵昂说, 辣面内正好下药, 两人圈套已定, 只等沈红人来, 不一日, 沈红到了故乡, 叫仆人和玉姐暂停门外, 自己先进门, 与皮氏相见, 满脸陪笑说, 大姐休怪, 我如今做了一件事, 皮氏说, 你莫不是娶了个小老婆, 沈红说, 是了, 皮氏大怒, 说, 为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娟, 你却花柳快活, 又带着颇淫妇回来, 全无夫妻之情, 你若要留这淫妇时, 你自在西厅一带住下, 不许来缠我, 我也没服, 受这淫妇的拜, 不安他来, 昂然说罢, 提哭起来, 拍室拍凳, 口里千王八, 万淫妇, 骂不绝声, 沈红劝解不得, 想到, 且暂时依他言语, 在西厅住几日, 落得受用, 等他气消了时, 却领玉堂春与他磕头, 沈红指道, 魂家是吃醋, 谁知他有了私情, 又且房际空虚了, 正怕老公进房, 借此机会打发他另居, 正是, 你向东使我向西, 个人有义自家之, 不在话下, 却说玉堂春曾与王公子设事, 今番怎肯施劫于沈红, 腹中一路打稿, 我若到这厌务家中, 江晴杰哭诉他大娘子, 求他做主, 以权杰操, 慢慢地寄信于三官, 教他将二千两银子来赎我去, 却不好, 即到沈红家里, 闻之大娘不许相见, 打发者恭和他往西厅另住, 不遂奇迹, 心中又惊又苦, 沈红安排床杖在厢房, 安顿了苏三, 自己却去窝半皮室, 陪吃夜饭, 被皮室三回五次催赶, 沈红说, 我去西厅时, 只怕大娘灼脑, 皮室说, 你在此, 我烦恼, 离了我眼睛, 我便不恼, 沈红唱个淡诺, 谢声, 得罪出了房门, 竟往西厅而来, 原来玉姐承住沈红不在, 剪出他铺盖撇在厅中, 自己关上房门自睡了, 任沈红打门, 那里啃开, 却好皮是叫小段明到西厅看老公睡也不曾, 沈红平日源于小段明有情, 那时扯在铺上, 草草和欢, 也当春风一度, 势必, 小段明自去了, 沈红身子困倦, 一绝睡去直至天明, 却说皮是这一夜等赵昂不来, 小段明回后, 老公又睡了, 翻来覆去, 一夜不曾合眼, 天明早起, 赶下一轴面, 煮书分作两碗, 皮是悄悄把披霜撒在面内, 却将腊汁浇上, 叫小段明送去西厅, 与你爹爹吃, 小段明送去西厅, 叫道, 爹爹, 大娘欠你, 送辣面与你吃, 沈红见的两碗, 就叫, 我儿, 送一碗与你二娘吃, 小段明便去敲门, 玉姐在床上问, 您做圣魔, 小段明说, 请二娘起来吃面, 玉姐道, 我不要吃, 沈红说, 想是你二娘还要睡, 莫去闹她, 沈红把两碗都吃了, 虚语而尽, 小段明收碗去了, 沈红一时肚疼, 叫道, 不好了, 死也, 死也, 玉姐还只认假意, 看住声音渐变, 开门出来看时, 只见沈红酒窍, 流泻而死, 正不知圣魔缘故, 慌慌地高叫, 救人, 只听得脚不响, 疲势早到, 不等玉姐开言, 就便过脸, 故意问道,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死了, 想必你这小淫妇弄死了她, 要去嫁人, 玉姐说, 那丫头送面来, 叫我吃, 我不要吃, 并不曾开门, 谁知她吃了, 便堵疼死了, 必是面里有些缘故, 皮是说, 放屁, 面里若有缘故, 必是你这小淫妇坐下的, 不然, 你如何先晓得这面是吃不得的, 不肯吃, 你说并不曾开门, 如何却在门外, 这某死情犹, 不是你, 是谁, 说吧, 假哭其养家的天来, 家中冲仆养娘, 都乱做一堆, 皮是就将三尺白布摆头, 扯了玉姐往之县处叫喊, 正职工之县生堂, 换尽问其缘故, 皮是说, 小妇人皮是, 丈夫叫沈红, 在北京卫商, 用千金取这娼妇, 叫做玉堂春未妾, 这娼妇嫌丈夫丑陋, 因吃辣面, 暗将毒药放人, 丈夫吃了, 登食身死, 望爷爷断他长命, 王之县听罢, 问, 玉堂春, 你怎么说, 玉姐说, 爷爷, 小妇人原籍北直立大同府人士, 只因年岁荒汉, 父亲把我卖在本寺院苏家, 卖了三年后, 沈红看见, 娶我回家, 皮是极度, 暗将毒药藏在面中, 毒死丈夫性命, 翻译雕破, 展赖小妇人直线听玉姐, 说了一会, 叫, 皮是, 想你先拿男子气就迎心, 你怀恨在心, 要死亲夫, 此情理获有之, 皮是说, 爷爷, 我与丈夫从幼的夫妻, 怎忍做这绝情的事, 这苏氏原是不良之父, 别有个心上之人, 分明是他要死, 要图改嫁, 望青天爷爷明静, 知献乃叫苏氏, 你过来, 我想你原系昌文, 你爱那风流标志的人, 想是你献丈夫丑陋, 不趁你意, 故此把毒药要死适时叫造力, 把苏氏与我加起来, 玉姐说, 爷爷, 小夫人虽在烟花巷里, 跟了沈红, 又不曾难为半分, 怎下这般毒手, 小夫人果有恶意, 何不再半路谋害, 寄到了他家, 他怎容得小夫人做手脚, 这皮氏昨夜就赶出丈夫, 不许他进房, 今早的面, 出于皮氏之手, 小夫人并无干涉, 王之县县他二人各说有理, 叫造力赞把他二人计监, 我差人访时再审, 二人进了难牢不提, 却说皮氏差人秘密传语赵昂, 叫他快来打电, 赵昂拿住沈家银子, 雨行房地一百两, 书手八十两, 掌案的先生五十两, 门子五十两, 两班造力六十两, 镜子每人二十两, 上下打点停档, 封了一千两银子, 放在坛内, 当久送雨王之县, 知县受了, 次日清晨升堂, 叫造力把皮氏一起提出来, 不多时到了, 当堂跪下, 知县说, 我夜来一梦, 梦见沈红说, 我是苏氏要死, 与那皮氏无干, 玉堂春正代分辨, 直显大怒, 说, 人是苦虫, 不打不招, 叫造力, 与我拎住时打, 问他招也不招, 他若不招, 就活活敲死, 玉解凹行不过, 说, 愿招, 直显说, 放下刑具, 造力的比语, 玉解化供, 直显说, 皮氏赵宝在外, 玉堂春收监造力将玉解手肘脚料, 带进南牢, 镜子牢头都得了照上设银子, 将玉解百般凌辱, 只等上司祥允之后, 就递罪状, 结果他性命, 正是安排父虎秦龙记断送绸湾为凤人小, 且喜有个刑防利性流明至人, 为人正直无私, 素质皮氏与赵昂友好, 都是王婆说和, 数日前, 撞见王婆在生药铺内赎砒霜, 说, 要要老鼠, 刘志仁就有些疑心, 今日做出人命来, 赵监生使住沈家不腾的银子来衙门打点, 把苏氏买成死罪, 天理何在? 愁出一会, 我下间去看看那镜子正在那里逼玉解要登游前, 致人喝退众人, 将温言宽慰玉解, 问其冤情, 玉解垂磊败诉来劣, 知人见四旁无人, 虽将赵监生与皮氏私情, 及王婆赎药始末, 细说一遍, 吩咐, 你且耐心手困, 待后有机会, 我指点你去叫约, 日竹饭时, 我自供你, 玉解再三败谢, 镜子见刘志仁做主, 也不敢择生, 此话歌过不提, 却说公子自到真定府未官, 举力除害, 力未明月, 只是想念玉堂春, 无可不然, 一日正在烦恼, 家人来报, 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来了, 公子听说, 接近家孝见了新人, 口中不言, 心内自私, 容貌倒也齐整, 怎急得玉堂春风去, 当国摆了何欢宴, 吃下何府碑, 碧音之际, 猛然想起多娇, 当初指望白头相守, 谁知你嫁了沈红, 这关号却被别人承受了, 虽然陪伴了刘氏夫人, 心里还想诸玉姐, 因此不快, 当夜中了伤寒, 又想当初与玉姐别时, 发下誓愿, 各不嫁去, 心下疑惑, 何眼就现玉姐在旁, 刘夫人遣人到处骑住, 浮宪官都来问安, 请明一切卖条制, 一月之外, 才得全可, 公子在任年余, 官生大驻, 行取道经, 力不考选天下官员, 公子再不点名以弊, 回到夏楚, 焚香祷告天地, 只愿山西伟官, 好访问玉堂春消息, 许马商人来报, 王爷点了山西巡案, 公子听说, 两手佳额, 趁我平生之愿矣, 次日领了赤印辞潮, 连夜骑马, 往山西省城上任气, 及时发牌, 先出寻平阳府, 公子到平阳府, 做了茶院, 观看文卷, 建苏氏玉堂春问了重刑, 心内惊慌, 其中必有敲气, 随叫书吏过来, 选一个能干事的, 跟着我私行采访, 你众人在内, 不可走漏消息, 公子时下换了宿中轻衣, 随跟书吏, 暗暗出了茶院, 雇了两个骡子, 往红铜县路上来, 这赶脚的小伙, 在路上贤问, 二位客官往红铜县, 有甚贵干, 公子说, 我来红铜县要娶个妾, 不知谁会说没, 小伙说, 你又说, 取笑暗县里一个, 财主, 因娶了个小, 害了性命, 公子问, 怎的害了性命, 小伙说, 这才主教沈红, 妇人叫做玉唐春, 她是经理取来的, 她那大老婆皮士, 与那邻家赵昂斯通, 她那汉子回来知道, 一服毒药把沈红要死了, 这皮士与赵昂凡, 把玉唐春送到本县, 将银埋主官府衙门, 将玉唐春驱打成招, 问了死罪, 送在监里, 若不是亏了一个外郎, 及时便死了, 公子又问, 那玉唐春如今在监死了, 小伙说, 不曾, 公子说, 我要娶个小, 你说可投注谁做没, 小伙说, 我送你往王婆家去吧, 她即会说没, 公子说, 你怎知道她会说没, 小伙说, 赵昂与皮士都是她做牵头, 公子说, 如今下她家里吧, 小伙敬饮到王婆家里, 叫生, 干娘, 我送个客官在你家来, 这客官要娶个小, 你可与她说没, 王婆说, 累你, 我赚了钱来谢你, 小伙自去了, 公子夜间与王婆攀话, 献她能言快语, 是个几年的马伯六了, 到天明, 又到赵监生前后门看了一遍, 与沈洪家紧闭相通, 可知做事方便, 回来吃了早饭, 还了王婆店前, 说, 我不曾带的彩礼, 到省下回来, 再做商议, 公子出的门来, 雇了骡子, 星夜回到省城, 到晚进了茶院, 不提, 次早, 星火发牌, 按林洪同线, 各官参见过, 吩咐就要审录, 王知县回宪, 教刑房立书即将文卷审测, 连夜开写停档, 明日送审不提, 却说刘志仁与玉姐, 写了一张冤状, 暗藏在身, 到次日清晨, 王知县坐在监门手, 把应解犯人点将出来, 玉姐披夹带锁, 眼泪纷纷, 随杰子到了茶院门手, 伺候开门, 巡捕官册封已毕, 节审排出, 公子先换苏氏一起, 玉姐口称冤枉, 叹怀中肃壮成上, 公子抬头见玉姐这般模样, 心中凄惨, 叫听士官接上撞来, 公子看了一遍, 问说, 你从小架沈红, 可还接了几年课, 玉姐说, 爷爷, 我从小接着一个公子, 他是南京礼部尚书三社人, 公子怕他说出丑处, 喝声, 住了, 我禁止问你谋杀人命事, 不消多奖, 玉姐说, 爷爷, 若杀人的事, 只问皮士便知, 公子叫皮士问了一遍, 玉姐又说了一遍, 公子吩咐刘推官道, 闻知你公正连能, 不肯玩法训私, 我来道任, 尚未出巡, 先到红铜献访的这皮士要死亲夫, 累苏氏受屈, 你与我把这事情用心问短, 说吧, 公子退堂, 刘推官回哑, 升堂, 就叫, 苏氏, 你谋杀亲夫, 是何意故, 玉姐说, 冤屈, 分明是皮士串通王婆, 和赵监生何计毒死男子, 新官要钱, 逼乐成招, 今日小妇急死诉冤, 望青天爷爷做主, 刘爷叫造力把皮士踩上来, 问, 你与赵监好情可真魔, 皮士抵赖没有, 刘爷及时拿赵监和王婆道来面对, 用了一番刑法, 都不肯招, 刘爷又叫小段明, 你送面与家主吃, 必然知情, 喝交加起, 小段明说, 爷爷, 我说吧, 那日的面, 是俺娘亲手承起, 叫小妇人送与爹爹吃, 小妇人送到西厅, 爹叫新娘同吃, 新娘关住门, 不肯起身, 回道, 不要吃, 俺爹自家吃了, 及时口鼻流血死了, 刘爷又问赵监坚情, 小段明也说了, 赵监说, 这是苏氏买来的印证, 刘爷沉吟了一会, 把皮士这一起分头送奸, 叫一书立过来, 这起泼皮奴才, 苦不肯招, 我如今要用一记, 用一个大柜, 放在丹徽内, 藻几个孔, 你直指笔暗藏在内, 不要走漏消息, 我再提来问他, 不招, 即把他们所在柜左柜右, 看他有圣魔说话, 你与我用心写来, 刘爷吩咐以弊, 书立即半一大柜, 放在丹部, 藏身于内, 刘爷又叫赵立, 把皮士一起提来再审, 又问, 招也不招, 赵昂, 皮士, 王婆三人齐声哀告, 说, 就打死小的那里招, 刘爷大怒, 吩咐, 你众人各自去吃饭来, 把这起奴才注尸拷问, 把他放在丹徽里, 连小段明四人所于四处, 不许他交头骚耳, 照例把这四人背在跪的四角, 众人尽散, 却说皮士抬起头来, 四顾无人, 便骂, 小段明, 小奴才, 你如何乱讲, 今日在乱讲时, 到家中活敲杀你, 小段明说, 不是家的疼, 我也不说, 王婆便叫, 皮大姐, 我也受这行账不过, 等刘爷出来, 说了吧, 赵昂说, 好娘, 我那些亏住你, 躺挨出官司去, 我百般孝顺你, 急把你做亲母, 王婆说, 我再不听你哄我, 叫我原成了, 任我做亲娘, 许我两担麦, 还欠八生, 许我一担米, 都下了康批, 断衣两套, 只与我一条蓝布裙, 许我好房子, 不曾得住, 你干的事, 末天里, 教我只关于你熬行受苦, 皮是说, 老娘, 这糟出去, 不敢忘你恩, 挨过今日不招, 便末世了, 柜里书吏把他说的话禁忌了, 写在纸上, 刘爷升堂, 先叫打开柜子, 书吏跑江出来, 众人都胡软了, 刘爷看了书吏所路口词, 再要拷问, 三人都不打自招, 赵昂从头一直写的明白, 各个化工已完, 帝制公案, 刘爷看了一遍, 兼苏氏, 你可从右魏昌, 还是梁家出身, 苏氏将苏淮买粮未见, 先遇王尚书公子, 汇金三万, 后被老宝一乘金杆竹, 将奴赚卖于沈红魏妾, 一路未曾同睡, 被戏说了, 刘推官情知, 王公子就是本愿, 提笔定罪, 提示凌迟处死, 赵昂斩罪非清, 王婆淑要是通情, 战跪断明是井, 王献贪酷霸直, 追赃不述衙门, 苏淮买粮未见和充军, 已乘金三月礼家醉炼, 刘爷做完身文, 把皮诗一起, 拒以收监, 次日亲朋昭祥, 送谢茶院, 公子依你, 刘刘推官后堂待茶, 问, 苏氏如何发放, 刘推官搭言, 发还原籍, 责付令驾, 公子平去从人, 与刘推官土胆轻心, 背数少年涉事之意, 今日樊贤府密地差人, 送至北京王银匠处赞居, 足赶足赶, 刘推官领命奉行, 自不必说, 却说公子行下官文, 到北京本资院提到苏怀, 移乘金一律问罪, 苏怀已先顾了, 移乘金任的是公子, 还叫王姐夫, 被公子喝酵中打六十, 取一百斤大家加号, 不够半月, 呜呼哀哉, 正是万两黄金男买命, 一招红焚已成灰, 再说公子一年认满, 父命还精, 剑朝已过, 便到王将出问信, 王将说有金戈服饰, 在鼎银胡同居住公子, 即往鼎银胡同献了玉姐, 二人放声大哭, 公子已知玉姐首节之美, 玉姐已知王玉使就是公子, 彼此称谢, 公子说, 我父母娶了个刘氏夫人, 甚是贤德, 他也知道你的事情, 绝不妒忌, 荡夜同饮同宿, 浓如娇妻, 次日, 王将, 金戈都来磕头贺喜, 公子谢二人昔日之恩, 吩咐, 本司院苏怀家当元是玉堂春智办的, 今苏怀夫妇已决, 将以下家财, 波与王将, 金戈二人管业, 以报其德, 上了各省亲本, 辞朝和玉堂春骑马, 共回南京, 到了自家门首, 把门人急报老爷说, 小老爷到了, 老爷听说甚喜, 公子进到厅上, 排了香案, 拜谢天地, 拜了父母兄嫂, 两位姐夫姐姐都相见了, 又引玉堂春见礼已毕, 玉姐进房, 献了刘氏说, 奶奶坐上, 受我一拜, 刘氏说, 姐姐怎说这话? 你在先, 奴在后, 玉姐说, 姐姐是名门患家之子, 奴是烟花, 出身微贱, 公子喜不自胜, 当日正了妻妾之分, 姊妹相衬, 一家和气, 公子又叫王定, 你当先在北京三番四复归见我, 乃是正礼, 我金玉老爷说将你做老管家, 以百金赏之, 后来王景龙官至都御史, 妻妾居有子, 至今子孙凡胜, 有诗探云, 正是原和已著名, 三观和院是新闻, 风流子弟之多少, 富贵欺荣有儿人, 第二十五眷贵园外图穷战会, 交由谁似古人情, 春梦秋云未可平, 沟壑不远途犯爱, 寒暄有问胆虚名, 陈雷义重于娇妻, 管暴贫交托死生, 此道个人气如上, 遂寒唯有竹松蒙, 话说元朝天顺年问, 江南苏州府吴屈方, 有一常者, 姓施名记, 自尽人, 其父施贱, 自功名, 为人谨厚至成, 至家勤俭, 不肯枉费一钱, 生师纪十年已五十余矣, 见晚岁得子, 爱惜如今, 年八岁, 宋于李中之学究先生管中读书, 先生献他聪秀, 于己子之德年龄相仿, 遂令同桌而坐, 那使馆中学生虽多, 长幼不一, 偏他两个聪明好学, 文艺日进, 后知学究得病而亡, 师纪秉之父亲, 腰之德管骨于家, 彼此切磋, 甚相弃爱, 为己同游续续, 其父柯长之家得地为官, 师家屡事不结, 乃散财杰克, 周贫续寡, 欲以豪侠成名于世, 父亲师健, 是个本分财主, 稀愤如今的, 见儿子挥金不吝, 未免心疼, 唯恐他将家财散尽, 去厚消宿, 乃密将黄白之物, 埋藏余地窖中, 如此树处, 不使人知, 待等天年, 才授予儿子, 从来财主家往往有此, 正是, 长江有日思无日, 末代无时思有时, 那施公平熙若是, 常患头疼腹痛, 三好两欠的, 到老来也是盼个死日, 就是凭西间末病, 临老来扶床半月或十日, 儿子昭夕在面前奉事汤药, 那地窖中的话儿却也说了, 只为他年已久失有余, 物字精神健忘, 引吹奸人, 步履如飞, 步况一息五更睡去, 就不行了, 虽换作吉祥而逝, 却不曾有片言遗嘱, 常言说得好,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修, 那施济是有智学好的人, 少不得并练祭藏, 物从其后, 其诗施济年于四十, 尚未生子, 三年孝满, 七言是劝令之切, 施济不从, 发心持诵, 白衣观音经, 并堪本不失, 许愿, 生余之日, 舍三百斤修盖垫子, 几年之后, 严氏得运, 果生亦难, 三朝剔头, 夫妻说起还愿之事, 遂取名诗海, 到弥月做了汤饼会, 施济对魂家说, 收拾了三百两银子, 来到虎秋山水月观音殿上烧香礼拜, 正欲幻主僧嘱托修殿之事, 呼闻下面有人哭泣之声, 仔细听之, 其声甚惨, 施济下垫, 走到千人石上观看, 只现一人坐在剑池边, 望住池水, 乌夜不止, 上前看时, 认得其人性贵名父母, 又年间一条街上居住, 曾同在之先生馆中读书, 不一年, 贵家父母移居啃口, 以便耕种, 贵生就出学去了, 后来也曾相会几次, 有十余年不相闻了, 何妻今日得语, 施公斥了一惊, 唤起相见, 问其缘故, 贵生只是堕泪, 口不能言, 施公心怀不忍, 一手挽住, 拉到观音殿上来问道, 贵兄有何伤痛? 躺然见叫, 小弟或可分忧, 贵妇出师不肯说, 被再三盘结, 只得吐食道, 某祖已有无一所, 田白母, 自耕自食, 尽可虎口, 不幸祸于人言, 为农夫力薄, 商贩力厚, 江波产底界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 犯杀断网燕京, 其料运奏实乖, 连走积便, 本利俱训换家所债, 如狼似虎, 立上盘利, 江田房家司尽数估计, 以妻二子, 亦为其所有, 尚然卫族, 要逼某攀害亲戚陪捕, 某情急, 夜间逃出, 四两无路, 玉头见水中自尽, 是以悲弃而, 施功策然道, 无凶勿忧, 无事代修电银三百两在此, 且一意相赠, 使君夫妻父子团圆何如, 贵声惊道, 足下莫非戏言乎, 施功大孝道, 君妃有求于我, 何戏之友, 我与君交随不深, 然又年曾有铜窗之雅, 每见无下风俗恶薄, 见朋友患难, 虚言抚慰, 曾无一好实惠之家, 甚则面是北非, 幸灾乐祸, 此无平时所深恨者, 矿君今日之祸, 波及妻子, 无相苦无子, 今生子锦迷月, 其佛保佑, 愿其掌成, 君由子而弃之他人, 殿汝门风, 无何忍献之, 无知此言, 十出肺腑, 遂开框取银三百两, 双手递与贵声, 贵声还不敢辩解, 说道, 足下纪念旧情, 肯相周记, 愿留戒犬, 唐有好日, 定当报补, 施公道, 无连君而相赠, 岂望报护, 君可速归, 孔尊嫂玄玄而望也, 贵声喜出望外, 做梦也想不到此, 皆淫在手, 不觉屈膝下败, 施迹荒芒浮起, 贵声垂泪道, 某一家骨肉, 皆足下所再造, 虽重生父母不及此恩, 三日后, 定当肿门叩谢, 又向观音大事前磕头说世道, 某寿师君活命之恩, 今生躺不得补达, 来生一座全马相报, 欢欢喜喜地下山去了, 后人有诗赞师君之德, 一高金恶且连贫, 三百株提见四尘, 试问当今有利者, 同窗谁念又识人, 师公对主僧说道, 带来修殿的银子, 别有急用挪去, 来日奉补, 主僧道, 持一日布房室, 师纪回家, 将此事述与严氏指导, 严氏亦不以为怪, 次日令凑银三百两, 差人送去水月观音殿完了怨心, 到第三日, 贵声领了十二岁的嫦儿贵高, 亲自到门拜谢, 师纪献了他父子一处, 欲加欢喜, 殷勤接待, 九十留款, 从容问其偿债之事, 贵声答道, 自蒙恩人所赐, 以足本钱, 奈去将力盘算, 田产尽数取去, 只落得一家骨肉丸俱儿, 说罢, 泪如雨下, 试纪道, 君家至亲述口, 今后如何活迹普贵声道, 身居口实, 亦无所赖, 家是衣冠, 修在故乡出丑, 只得往他方外郡, 拥躬趁时, 施工道, 为人虚未彻, 墾门外乌有桑枣园一所, 茅屋树间, 圆边有田石亩, 秦于树亿, 静可度日, 躺足下不嫌淡薄, 就此赞过几十何如, 贵声道, 若得如此, 免作他相恶鬼, 只是前师未报, 又道恩赐, 身有慰安, 某有二子, 常年十二, 次年十一, 但凭所爱, 留一个服侍恩人, 绍尽全马之意, 譬如服役于豪换野, 施工道, 无济与君未有, 君之子极无之语, 岂有此理, 当换小私取皇帝, 看个吉日, 教他入宅, 一面差人吩咐看员的老仆, 教他打扫房屋捷径, 致妻交割与贵家管业, 贵声命儿, 子败谢了恩人, 贵高朝上磕头, 施工要还礼, 却被贵声扶住, 指得受了, 贵声连唱了七八个案, 千恩万妾, 同儿子相别而去, 到宜居之日, 施家又送些高米钱薄之类, 分明是, 从空身处拿云手, 提起天罗地网人, 过了数日, 贵声备了四个盒子, 无非是诗心国品, 肥姬聚计, 交魂家孙大嫂, 成教钦倒施家称谢, 严氏备犯留款, 那孙大嫂能言快语, 缠谢面译, 严氏出向会便说得住, 与他如姊妹一般, 更有一件其事, 连施家未周岁的小官人, 一见了孙大嫂也自欢喜, 就赖在身上要他报, 大嫂道, 不瞒姆姆说, 奴家现有身孕, 暴布的小官人, 原来有这个俗迹, 大凡怀胎地报了孩子家, 那孩子就坏了脾胃, 要出清分, 为之受迹, 直到产后方权, 严氏道, 不知沈沈且喜几个月了, 大嫂道, 五个足月了, 严氏把食指一轮道, 去年十二月内受胎的, 今年九月间该产, 沈沈有过了两位令郎了, 若今翻生下女儿, 奴与母母结个儿女亲家, 大嫂道, 多成母母不弃, 只怕班高不来, 当日说话, 直到晚方别, 大嫂回家, 将严氏所言, 竖了一遍, 丈夫听了, 各个欢喜, 只愿生下女儿, 皆得此音, 一生有靠, 光阴四见, 不觉九月初旬, 孙大嫂果然产下一女, 世家又遣人送柴米, 严氏又拆女史去问安, 其实只当亲眷往来, 情好甚密, 这话格国不提, 却说桑枣园中有银杏一颗, 大树十尾, 相传有福德五圣之神七指齐上, 原定每年腊月初一日, 于树下烧纸前垫酒, 贵生小的有这, 日归也是他命运何当发迹, 七年正当烧纸, 忽见有白老鼠一个绕树走了一遍, 竟钻在树底下去, 不见了, 贵生看时, 只见树根斧起处有个斩大的翘穴, 那白老鼠物似在穴边张望, 贵生说与魂家, 莫非这老鼠是神道献灵? 孙大嫂道, 鸟寿毛长, 人贫就质短了, 常听人说金蛇是金, 白鼠是银, 却没有神道变鼠的话, 或者树下叫的有钱财, 皇天可怜, 献我夫妻贫苦, 故叫白鼠出现, 也不见得, 你明日渴望肯门童瞎子家起一档家宅客, 看财交发动也不, 贵生平日贯听老婆舌的, 明日起早, 真个到童瞎子铺中起客, 断得有十分彩彩, 夫妻商议停档, 买猪头寄献葬神, 二更人静, 两口两把锄套, 赵树根下翘穴开疆下去, 约有三尺身, 发起小方砖一块, 砖下磁坛三个, 坛口扑住米都烂了, 拨开米下边都是白雾, 原来银子埋在土中, 得了米便不走, 夫妻二人叫声惭愧, 四只手将银子搬进, 不动纳磁坛, 一日盖砖沿土, 二人回到房中, 看那东西约一千五百斤, 贵生算计, 要将三百两还施氏所赠之术, 余下的将来营运, 孙大嫂道, 确实不得, 贵生问道, 为何, 孙大嫂道, 施氏之我赤贫来此, 躺问这三百斤, 从何而得? 反生一心, 若知是银杏树下决得的, 原是他原中之物, 祖上所移, 凭他说三千四千, 你那里分辨? 河盘托出, 还只嫌少, 不为不见我们好心, 反成不美, 贵生道, 若依贤妻所见如何, 孙大嫂道, 这十亩田, 几株丧枣, 了不得你我终身之事, 杏天赐藏金, 何不与他相思, 与这些产业慢慢地脱身去, 自作个财主, 那时报他之德, 彼此见好, 贵生道, 有致富人, 胜如男子, 你说的是, 我清远房亲族在会积地方, 向殷家贫酒不来往, 金鞋千金而去, 料不漫我, 我在比楚智半良田没产, 每岁网收花利, 盘放几年, 怕不做个大大财主, 商量已定, 到来春, 推说这种仿亲, 私自治下田产, 托人收放, 每年去算账一次, 回时就依就常, 不露出有钱的本相, 如此五年, 贵生在绍兴府汇姬县, 已做个大家事, 住房都买下了, 只瞒得世家不知, 呼一日, 两家儿女同时出斗, 师继请医看了自家儿子, 就交去看贵家女儿, 此时只当亲媳妇一般, 大姓斗都好了, 里中有个李老儿浩梅宣者, 素在世家来往, 岁妖亲临酸前与师公把斩贺喜, 贵生一语习, 师姬一提起亲事, 李梅宣自请魏美, 众人都欲成其美, 贵生心下也情愿, 回家与魂家孙大嫂商量, 大嫂道, 自古说辞不长兵, 亦不长财, 师生虽是好人, 却是为人不负, 家事也渐渐消罚不如钱了, 我的人家都坐在汇集地面, 倒比攀个高门, 这些田产也有个依靠, 贵生道, 先妻说的是, 只是他一团美意, 江河推脱, 大嫂道, 你只推门衰做宝, 攀陪不起就是, 倘若他定要做亲, 只说儿女年幼, 等他长大行聘未吃, 古人说得好, 人心不足舌吞向, 荡出贫困之日, 低门扳高, 求之不得, 如今绝藏发迹了, 反显好道歉起来, 只因上岸身安稳, 望却从前落水时, 师济是个正直之人, 知道他真个谦逊, 并不已有他顾, 在蒋光阴, 又过了三年, 师济忽浅一急, 一致不全, 名呼哀哉了, 并练之事不必细说, 贵妇的魂家调多丈夫, 称此机会早未脱身这几, 乃拒止鸡豆酒, 夫妇齐往世家调殿, 贵生败殿过了先回, 孙大嫂留身向岩世道, 卓夫向蒙恩人救拔, 朝夕感念, 大骂之报上未扫身, 金恩人深顾, 于夫妇何敢酒战斧上之田炉, 宁可转喜他方, 别图生计, 今日就来告别, 严氏道, 沈沈何出此言, 先夫虽则去世, 奴家亦可作主, 孤苦中正要沈沈时常办话, 何人舍我而去, 大嫂道, 奴家也舍不得母母, 但非亲非故, 白占寡妇填房, 被人议论, 日后郎君长大, 少不得要土孩的, 不如早达食物, 善始善终, 全了恩了人生前一段美意, 严是苦留不住, 个个流泪而别, 贵生之家搬网, 汇姬居住, 恍似开龙放鸟, 一去不回, 再说世家, 自从施济存日, 好施乐善, 意中已空虚了, 又经这番丧忠之费, 不免欠下些债付, 那言是, 又是贤得有余才干不足的, 守住数岁的孤儿称之不定, 把田产逐渐弃了, 不够五六年, 资财新尽, 不能度日, 同仆俱以逃散, 常言吉人天相, 绝处逢生, 恰好欲一个人从任所回来, 那人兴知明德, 从小宇诗迹同窗读书, 一举成名, 梯立外任, 官至四川路参政, 此诗员顺地致正年问, 小人用事, 朝政日文, 知德不愿未官, 致正而归, 闻诗迹顾后, 家日贫落, 心甚不忍, 特地登门吊焰, 故于诗还出营, 年辅垂鼠, 进退有礼, 知翁问, 曾聘父否, 世海大言, 先人博业以心, 老母甘指尚缺, 何侠疾此, 知翁煽然泪下道, 另先公优人之忧, 乐人之乐, 此天的间有数好人, 天理若下闽, 子孙必然昌上, 某桥在窗翼, 因酒患远方, 不能分忧共患, 乃令先公之罪人也, 某有爱你一十三岁, 与贤之年颇相宜, 欲浅眉的与令唐夫人一音, 万往先未到达, 是避物拒, 世海败谢, 口称不敢, 次日之翁差家人持金钱毕驳之礼, 同梅人往聘师世子未养婿, 严氏感其美意, 只得医院, 世海则日过门, 拜岳父岳母, 就留在馆中读书, 严明师已交致, 又念其母严氏, 再加薪水不给, 提柴送米, 每十日令其子归省一次, 严氏母子感恩匪浅, 后人评论, 世俗以赴妻贫, 以定下婚姻有有徒赖者, 况以患家之爱女下坠贫有之孤儿, 之翁真胜德之人也, 这才是, 战财如粪土, 仁义值千金, 说那之翁虽然旅任, 立作清官的, 所以患意甚薄, 又添了女婿一家公给, 力量甚是勉强, 某有人来说及, 贵妇武在桑枣园搬去惠基县, 造化发财, 良田美宅, 何止万贯, 如今改名贵迁, 外人都称谓原外, 之翁是晓得前阴的, 听得此言, 遂向女婿说之, 当初贵公武受你家恩惠, 不义而足, 别的不算, 只替他偿债一主, 就是三百两, 如今他发迹之日不来看顾你, 一定不知你家洛宝如此, 贤婿若往汇姬投奔他, 必然厚赠, 此乃分内之财, 量他家也巴不得你去了, 可与亲母记忆, 是还回家, 对母亲说了, 言是道, 若贵家果然发迹, 必不负我, 但当初你上年幼, 不知中兼许多情节, 他的魂家孙大娘, 与我姊妹情分, 我与你同去, 躺男子汉出外去了, 我就好到他那里说话, 诗还回复了, 之翁以盘费相赠, 又做书与贵迁, 自续同窗之意, 主他看顾诗室母子二人, 当下买粥, 竟往绍兴汇姬县来, 问, 贵迁园外家居何处, 有人指引道, 在西门城内大街上, 第一代高楼房, 就是诗还就西门外下个饭店, 四日岩市留纸店中, 诗玄写个通家晚辈的名次, 带了织工的书信, 进城到贵迁家来, 门井甚是整齐, 淡县, 门楼高耸, 屋子轩昂, 花木, 酒坠亭中, 着一百列堂上, 一条羽道花砖契, 三尺高阶着石城, 仓头出入, 无非是管屋管田, 小户登门, 不过是还租还债, 桑枣园中绝藏客, 汇集献离其家人, 施小官人建贵家门庭鹤义, 心中思喜, 这番头人投得住了, 守门的问了来历, 收了书帖, 引到宜门之外, 一座赵厅内坐下, 厅内扁额提之驾唐三字, 乃名人养铁牙之笔, 明帖传尽许久, 不见动静, 此后约有两个时辰, 只听得宜门开响, 吕声格格, 从中堂而出, 师还料到, 必是主人, 乃重整衣冠, 鹤立于箭外, 两久不见出来, 师还引领于宜门内窥去, 只见跪迁鹅官华府, 立于中庭, 从这十余人环室左右, 跪迁东止西化, 处分家事, 同仆去了一辈, 又来一辈, 也有领差的, 也有回话的, 说一个不了, 约莫又有一个时辰, 同仆方散, 管门的禀夫有客后见, 园外问道, 在那里, 大言, 在赵厅, 跪迁不说请进, 一步步夺出一门, 进到赵厅来, 诗涵鞠躬出营, 作一过了, 跪迁把眼一瞅, 故意问道, 足下何人, 诗涵道, 小子长周诗涵, 后进人的就是先父, 因与老叔西年有通家之好, 九叔问候, 特来奉业, 请老叔上座, 小只有一拜, 跪迁也不许寒温, 连声道, 不消不消, 看作换查几臂, 就吩咐小童留饭, 诗涵却又暗暗欢喜, 诗涵开口道, 家母后者神母万福, 现在吕舍, 先前小子通知, 论起昔日寿之深处, 就该说, 既然老夫人在此, 请到舍中与捉惊相会, 跪迁口中唯唯, 全部招架, 少庭, 童子抱午饭以备, 跪生就叫摆在赵厅内, 执一张镯子, 却是上下两镯嘎饭, 诗涵谦让不肯上座, 把椅拖在旁边, 跪迁也不来安正, 跪迁问道, 舍人青棉饥合, 诗涵达道, 西老叔去苏职时, 不孝年方八岁, 承锤吊赐殿, 家母至今感激, 金凤别又已六年, 不孝门户贫落, 老叔福祉日珍, 胜衰玄绝, 使人心献不已, 跪迁但首肯, 不达一词。 九至三巡, 诗涵道, 不孝靓窄, 邝家母现在屡设玄望, 不敢多饮, 跪迁又不招架, 道, 既然少饮, 快取饭来, 吃饭已必, 并不提起昔日交情, 亦不问及家常之事。 诗还忍不住了, 只得微露其意, 道, 不孝幼时视作于仙君之策, 常听得仙君说, 生平窗友, 只有老叔亲密, 彼时就说老叔后来决然大发的。 家母一常称老神母贤德, 有人有义。 幸而现年老叔在碧原暂居之时, 寒家并不曾怠慢, 不然今日依无言至此, 跪迁低眉咬手, 漠然不达。 诗还又道, 昔日虎丘水月观音殿与仙君相会之事, 恩老叔也还记得, 跪迁恐怕又说, 慌忙道, 足下来意, 我已惜之。 不必多言, 恐他人闻之, 未无知修也, 说罢, 先立起身来, 诗还只得告辞道, 暂别台言, 来日再来奉后, 跪迁送至门外, 举手而退。 正是, 别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话分两头, 却说严师在旅店中玄玄而带, 道, 贵家必然遣人迎我, 怪其来迟, 以坚而忘。 只见小舍人快快回来, 背数相见时的态度言语。 严师不绝双肋交流, 骂道, 贵妇舞, 你不记得跳剑池的时间魔, 正要数一数二地叫骂出来。 小舍人急忙劝住道, 今日求人之计, 且莫说尽情话。 他既知我母子的来意, 必然有个处法。 当初曾在观音面前, 涉事全马相报, 料不食言。 待孩儿明日再往, 看他如何, 严是叹口气, 只得寒忍, 过了一夜。 次日, 师还起早, 便往贵家门守候见。 谁知贵迁自见了师小官人之后, 却也腹中打菜, 要厚赠他母子回去。 其耐孙大嫂立足党道, 接人要一事, 怪人指一次。 懒了这夜火上门, 他吃了甜头, 只管思想, 西草流根, 倒是个月月红了。 就是他当初有些好处到我, 他是一概行善, 若前人沾了他的恩惠, 不独我们一家。 千人吃药, 靠住一人还钱, 我们当嫩帮晦气。 若是有天理时, 四嫩地做好人的千年发迹万年财主, 不到这个地位了。 如今的世界还是应心长得的便宜, 贴人不负, 连自家都穷了, 贵迁道贤妻说的事。 只是他母子来一场, 又有同窗之老先生的书, 如何打发他动身, 孙大嫂道, 之家的书不知是真是假。 当初在姑苏时, 不见有肾魔之相患扶持了我, 如今却来通书。 他既然连贫虚寡, 何不损己财? 这样书一万封也修作准。 你去吩咐门上, 如今这穷鬼来时, 不要招接他。 等得心尽心晖, 多少假发些盘费助他回去。 头醋不酸, 二醋不辣, 没事摸想头, 下次再不来馋了, 只一套话说得贵迁。 恶心孔在透一个窟窿, 黑肚长重打三重跑过。 师还在门上厚了多时, 守门的推三阻四, 不肯与他传达。 在催促他时, 洋洋地走开去了。 那小官人且羞且怒, 直一路毕, 面齿高声, 发作道, 我师某也不是无音至此的。 行得春风, 指望下雨, 当初我们做财主时节, 也有人求我来, 却不曾嫩般怠慢人, 骂犹未决, 只见一位狼君一观其整, 自外而入, 问骂者何人。 师还不认的那位狼君, 整一向前道, 姑苏师某, 言未必, 那狼君慌忙作一道, 原来是故人。 别来已久, 各不相时宜。 左家君背恕足下来意, 正在措置, 足下打发大怒, 何性即如此? 金义不难, 当即与家君说之, 来日便有莫处, 师还方知, 那狼君就是贵家长子贵高。 见他说话入耳, 自毁失言, 方欲在宿中取, 那狼君不别, 竟自进门去了。 师还见其无礼, 奋起御家, 又指望他来日设处, 只得寒泪而归, 详细术于母亲言事。 言事父劝道, 我母子数百里头人, 分一千下, 长江和气未先, 物品锐气, 智楚其怒。 到此早, 言事又叮嘱道, 此去需要谦和, 也不可过有所求, 只还得元借三百斤回家, 也好过日, 师还领了母亲教训, 再到贵家, 鞠躬秉弃, 礼于门首。 只见同仆出入自如, 昨日守门的已不见了。 小舍人站了半日, 只得扯住一个年长的仆者问道, 小生姑苏师玄, 求见元外两日了, 樊通报一声, 那仆者道, 元外素酒未醒, 此时正睡梦里, 是还道, 不敢求见元外, 只求大官人一见足矣。 小生今日不是自来的, 是大官人昨日面约来的, 朴哲道, 大官人今早五股驾 传往东庄催租去了, 世还道, 二官人也罢, 朴哲道, 二官人在学堂公书, 不管闲事的, 那朴哲一头说, 一头就有人唤他说话, 茫茫地奔去了。 世还此时怒气甜胸, 一点无名火按捺不住, 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计较, 家主未必如此, 只得又忍气而待。 须于之间, 只见一门大开, 跪迁在亭前乘马而出。 世还迎驻马头鞠躬至敬, 千万不为礼, 以边指道, 你远来相投, 我又不曾耽搁你半月十日, 如何便使兴气恶言辱骂。 本玉从后, 今不能以, 回顾朴者, 将拜侠内大言二定, 打发师生罢, 又道, 这二定银子也念你仙人之面, 似你少年狂妄, 休想分文则发。 如今有了盘缠, 可诉口去, 是还在要开口, 跪迁马上, 扬边如飞去了。 正是, 鞭蛇口中草, 蝎子为后针, 两班由未读, 罪读复心人。 那两定银子只有二十两重, 论起少年性子不稀罕, 就撇在地下去了。 一来主人已去, 二来只有来的使费, 没有去的盘缠。 为奈何, 含住两眼珠泪, 口电对娘说了。 母子二人, 看了这两定银子, 放声大哭。 殿家王婆见哭得悲怯, 问其缘故, 言是从头至尾未诉了一遍。 王婆道, 老安人且省愁烦, 老申与孙大娘相熟, 时常进去的。 那大娘最合气会接待人, 他们男子汉姑恩父义, 父导家怎晓得。 既然老安人与大娘如此情厚, 待老申去与老安人传信, 说老安人在小殿中, 他必然相请, 言是收累而泄。 又次日, 王婆当一节好事, 进贵家去报与孙大嫂之。 孙大嫂到, 王婆休听她话。 当先我园外生意不济时, 果然曾借过她些小东西, 本利都清还了。 她自不会作家, 把个大家是费劲了, 却来这里打秋风。 我园外好意款待她一席饭, 送她二十两银子, 是念她日前相处之情, 别个也不能够如此。 她倒说我欠下她债负未玄。 王婆, 如今我也莫说有欠无欠, 只问她把借气出来看, 有一百还一百, 有一千还一千。 王婆道, 大娘说的是, 王婆急忙转身, 孙大嫂又换转来, 叫养娘封一两银子, 又取帕子一方, 道, 这些微之物, 你与我送施迦母母, 表我的私敬。 叫她下次妾不可再来, 恐怕怠慢了, 伤了情分, 王婆听了这话, 道一心言老安人不是, 回家去说, 孙大嫂千好万好, 叫老神寄礼物与老安人, 又道, 若有就欠未卿, 叫老安人降借气送去, 照气本利不却分好, 严民说当出源, 没有气书。 那王婆看着三百两银子, 山高海阔, 怎么肯谢? 母子二人欺黄了一夜, 天明算了殿钱, 起身回姑苏而来。 正是, 人无喜事精神简, 运到穷时落寞多。 严是未贵家偶气, 右路上往来受了劳碌, 贵家已病三月。 诗还寻一问补, 诸般不孝, 王之命已夫。 依多关亭, 仪事不办, 只得将祖房绝脉于本县牛公子管业。 那牛公子的父亲 牛万户酒在李平章门下用事, 说是过钱, 起家百万。 公子已是欺人, 无所不至。 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雕, 专一替他查访孤寡妇, 便宜田产, 半价收买。 诗还年幼, 岳杖之功虽则相身, 是个厚得偿者, 自己家是不屑照管, 怎管的女婿之事。 诗小舍人急于求寿, 落其圈套, 房产值数千斤, 锅雕儿于中一姑, 只值四百斤。 以百斤压器, 于四出房后方交, 诗还想迎藏千居, 其费甚多, 百斤不能济世, 再三请义, 只许家四十斤。 海绵之葬事, 秋龙已成, 所欲无几。 寻房子不来, 牛公子血片差人催促出屋。 知翁看不过意, 亲王叶牛公子, 要与女婿说个方便, 连去数次并不接线。 知翁道, 等他回败时讲, 牛公子却倒习个典故, 是孔子败扬货之法, 阴亡而亡。 知翁回家, 连忙又去, 仍回不在家了。 知翁大怒, 与女婿说道, 那些侍警之辈, 不同情理, 莫去求他。 贤婿且救生管权住几时, 带巡的房子时, 从容一千遍了。 师还从岳父之言, 要将家私事物权, 一道之家。 先拆卸祖父卧房装招, 往支出修理。 于乃祖房那天花板上的一小匣, 重重丰顾。 还开看之, 别无他物, 只有账不一本, 内开, 某处埋银若钱, 某处若钱, 如此庶处, 威胁九十翁公民亲笔。 还喜慎, 那朱秀中, 吩咐众人, 且莫拆动。 即一支翁家商议。 支翁看了仗不倒, 既如此, 不必迁居了, 乃随序道比, 先发握房间下左铸嗓边, 不上载内藏银二千两。 果然不妙, 岁江银一百四十两与牛公子赎房。 公子直定前言, 乐烧不许。 支翁便求公子亲戚网说方便, 公子索要加倍, 杜世家没有银子。 谁知藏矛冲燃, 一天平队足二百八十两。 公子莫里的奖, 只得收了银子, 推说文器偶寻不出, 再过一日送还。 哄得诗海转备, 即将回产室送于本府。 本本府陈太守正之无私, 所知牛公子之为人, 又得之乡换替女婿分宿明白。 断金回熟, 原价一百四十两, 外加七面银一十四两, 其一百二十六两追出银修学宫, 文器追还诗小观人, 郭雕做教唆问账。 牛公子修辩成怒, 写家书一封, 拆家人网经诗, 逆造诗家三世恶丹, 教父亲逃礼, 平张关节, 托主地方赏司官, 仿拿诗海出气。 谁知人谋虽巧, 天理难容。 正是, 下水托人他为逆, 逆风点火自先烧。 那十元顺帝施政, 洪中贼起, 大肆劫略。 朝廷命书密使, 遥遥征讨。 李平张司受洪中贼贿赂, 主张招安。 事发, 作同密戏域。 穷智党羽, 牛万户系守名, 该全家抄斩, 请客有诏书下来。 家人得了这个凶陷, 连夜奔回说了。 牛公子惊慌, 收拾细软家私, 带妻邪女, 往海上避难。 欲叛寇方国真游兵, 夺其妻妾金箔, 公子刀下王身, 此乃作恶之暴也。 却说, 师还自发了藏旅, 赎产安居, 赵账布以此发掘, 不爽分毫, 得财巨万。 只有内开桑枣园银杏树下, 埋藏一千五百两, 只剩得三个空谈。 直到神物化去, 父之度外, 亦不宜贵生之事。 自此便书田产, 又得之翁代为经理, 众为父侍, 直代福和成亲, 不在话下。 再说贵园外在汇姬为财主, 因田多亦重, 官府生世亲余, 甚以为苦。 近邻有游生好友滑稽, 贯走京师, 包揽士干, 出入贵人门下。 园外一日与他商及此事。 游生道, 何不入宿买官, 一则灌溉荣身, 二则官户免疫, 两得其便, 园外道, 不知所费饥何。 仗者兄斡旋则各, 游生道, 此事无所赎位, 无中许万户, 为千兵, 都是我替他钱的, 渐金妖金依子, 十路前世。 凶若要坐实, 敢不效劳, 多不过三千, 少则二千足矣, 贵生获于其言, 随将白金五十两赋予, 游生安家。 又收拾三千余金, 则日同游生负金。 一路上, 游生江田言, 梅雨哄又贵生, 贵生身信, 与之结位兄弟, 一道经师, 将三千斤唾手付之, 自其所用。 只要乌纱上顶, 那顾百扭空囊。 忧过了半年, 游生来称贺道, 恭喜吴兄, 但惜未贵人矣。 但是在贪慎, 凡百费十倍熄年。 三千不够, 必得五千斤方可承事, 贵千已费了三千斤, 只恐前功尽弃, 遂托游生在士药家吸引二千两, 留下一半, 以一千负游生使用。 又过了两三个月, 忽有立足四人传命, 新任亲军指使老爷请原外讲话。 贵千已是唐官之流, 问, 指使老爷何姓, 立足道, 道笔便知, 今不可说, 贵千吉整一官, 从四人到一大街门, 那老爷乌纱袍袋, 端坐宫堂之上。 二人跟定贵千, 二人仙人报, 少请闻堂上传呼唤进, 贵千生平未入宫门, 心头秃秃地跳。 军校指引道于唐言之下, 喝叫贵拜。 那官员全部打理, 从容说道, 前日所付之物, 我以便宜借用, 搅似得官。 香海有日, 绝不相付, 但心认缺钱使用, 知乳囊中尚有一千, 可速借我, 一锦颂还, 说罢, 急命先前四足, 押到下处取银回话。 如获不从, 仍押来受罪, 绝不清待, 贵千被立足逼乐, 只得将银交付去弃, 敢怒而不敢言。 明日, 债主因贵生功名不救, 值了文器取所援引。 贵千没奈何, 特地差人回家变产, 得二千余, 家里偿还。 贵千受了这场屈气, 没告诉处, 修回故里。 又见游滑机乘马张盖, 前呼后拥, 眼红心热, 忍耐不过, 狠一声, 不是他, 就是我, 往铁匠店里打下一把三尖利刀, 藏于怀中, 等游生明日五谷入朝, 刺杀他了, 便长命也出了这口闷气。 是不关心, 关心者乱, 打电做这节非常的事, 夜里就睡不住了。 看见月光射窗, 直到天明, 慌忙起身, 听得尽忠鼓才三下, 附身回来, 坐以待旦。 又挨了一个羹刺, 心中暗纳不住, 持刀飞奔油滑稽加来。 其门上臂, 旁有一斗, 自己立脚不住, 不觉两手聚地, 钻入窦中。 堂上灯竹辉煌, 一老翁聚暗而坐, 认得是诗迹模样, 自觉修惨。 又被施公看见, 不及躲避, 欲于拱衣, 手又伏地不能起。 只得爬向西前, 摇尾而言, 向城看顾, 感激不忘。 前日令狼远来, 因一时手头不变, 不能从后, 飞复心也, 将来必荡补报, 只献诗君大喝道, 畜生讨死吃, 只管废作慎魔, 跪见诗君不听其语, 心中慎闷。 胡见诗还自内出来, 乃贤依献孝, 谢惜怠慢之罪。 诗还骂道, 畜生作怪了, 一脚踢开。 贵不敢分辨, 俯首而行, 不觉到厨房下, 现师母言老安人坐于椅上, 分派肉羹。 贵文肉香, 乃左右跳跃良久, 敦足叩首, 诉道, 向郎君性急, 不能久呆, 以致老安人慢去, 性无忌怀。 有于肉性见刺一块, 只见言老母患世臂, 打这畜生开去。 养娘取燥内火插在手, 跪打惊, 奔至后缘。 看见其七孙大嫂 与二子贵高、 贵桥及少女穷之都聚一处, 细认之都是犬行, 回顾自己, 异化未犬。 乃大亥, 不觉垂相, 问其七, 何至于此? 气答道, 你不记得水月观音殿上所言货? 今生若不能补答, 来生是作犬马相报。 名中最重是语, 今赴了失君之恩, 受此果报, 附和说也。 贵抱怨道, 当初桑枣园中觉得藏杂, 我原要, 还施加债妇, 都听了你那不贤之父, 满昧如己。 即使他母子远来相投, 我又欲厚赠其行, 你又一力阻挡。 今日之苦, 都是你做成我的。 其七也骂道, 男子不听夫人言。 我是妇人之见, 准教你句句依我, 二子上前劝解道, 既往不救, 屠伤和弃儿。 腹中乃善, 觅食要紧。 于是, 夫妻父子相牵, 同志后援, 绕鱼池而走。 现有人分, 明知龌龊, 因恶极骨嗅之, 气息亦不恶。 见其余儿 散据仙咬, 不觉垂涎, 是将蛇欲, 味觉甘美, 胆恨其少。 忽有童而来池边出宫, 碎手其旁。 而去, 所一事前奋, 以口咬之, 物堕于池中, 一身可惜, 忽闻恶人, 传主人之命, 于猪犬中选肥壮者烹食。 夫妻长而去, 长而哀叫甚惨。 猛然惊醒, 刘汉侠背, 乃是一梦, 身子却在寓所, 天极大明了。 跪迁想起梦中之事, 痴呆了半赏, 昔日我赴世家, 今日游生赴我, 以班之礼。 只知则人, 不知自责, 天以此梦作醒我也。 叹了一口气, 气到于河内, 急急竖庄而归, 要与妻子商议, 寻师侍母于报恩。 只恩一梦多奇异, 唤醒忘恩负一人。 家园外自得了这个异梦, 心绪如狂, 从今失赶回家来, 只见门庭冷落, 既无一人, 步入中堂, 见左边挺有二叔, 前摄公桌上有两个牌位, 明写长难贵高, 刺难贵巧。 心中大惊, 莫非眼花魔。 双手视眼, 定睛观看, 叫声, 苦也苦也, 早惊动了宅里, 奔出三四个丫鬟养娘出来, 献了家主便道, 来得好, 大娘病重, 正望助理, 急得跪迁魂不附体, 一步一跌进房, 直到魂家床前。 两个媳妇和女儿, 都守在床边, 啼啼哭哭, 献了园外不暇失礼, 叫公的叫爹的乱作一堆, 都道, 快来看事。 贵迁才叫的一声, 大娘, 只见魂家在枕上, 忽然倒叉双眼, 直视其夫道, 父亲如何今日方回。 贵迁之沾语, 急叫, 大娘苏醒, 我在此, 女儿媳妇都来叫唤, 那病者睁目垂泪说, 父亲, 我是你大儿子贵高, 被莫其总管家打死, 好苦喝, 贵迁经问其故, 又乌乌烟叶地哭道, 往事休提了。 明王以我家父失事之恩, 父亲曾有犬马之事, 我兄弟两个童, 母亲于明日往施家投于犬胎, 一产三犬, 二雄者我兄弟二人, 其此犬备有肉流者, 及母亲也。 父亲因阳寿位中, 当在明年八月中, 亦脱生施家作大, 已见前世, 为妹子与施海元分合魏夫妇, 独免此男儿。 贵见言语梦合, 毛骨惊然, 方玉在问, 气已绝了。 举家哀痛, 一面差人置半后事。 贵远外戏扣女儿, 二儿致死, 及母病原由。 女儿答道, 自爹赴京后, 二哥出外嫖赌, 日费不惑, 私下姜田庄陆续邪 与万四总管府中, 只收半价。 一月前, 并借擦身死。 大哥不知麦田之情, 往东庄取租。 于万四府中家人, 与他争敬, 被他毒打一毒, 登石呕血, 抬回数日一死。 母亲向闻爹在京中为人匡骗, 终日忧郁, 又见两位哥哥相继而亡, 痛伤难尽, 忘爹不归, 欲成寒热之症。 三日前居发于辈, 遂昏迷不省人事, 便请依人看智, 据说难救。 天性爹毁, 送了母亲之中, 跪迁文言, 痛如刀割。 言请僧众作九周夜功德, 拔罪就苦。 家人连日疲倦, 遗失火烛, 厅房楼房烧作一片白地, 三口棺材尽为灰烬, 不曾剩一块板头。 归迁与二席一女锦已身免, 叫天昊帝, 换祖呼踪, 哭得眼红喉哑, 昏厥数次。 正是从前做过响, 莫兴意气来。 常言道, 寿落驼墙四项, 归缘外今日虽然颠沛, 还有些鱼房成产, 便卖得金银若钱, 念二席少年男手, 送回母家, 听其改嫁, 同产或送或卖, 只带一房男女自随, 两个养娘服侍女儿。 换了船只直至姑苏, 欲与狮子续其殷好, 兼有残赠。 想施于如此赤贫, 决然未娶, 但不知漂流何所。 且道笔, 日居, 疑问便知。 船到吴区方河下, 贵千仙上岸, 到施家门首一看, 只现焕然一新, 比往日更自其整。 心中有疑, 这房子不知卖于何宅, 收拾得嫩般滑美。 监林社家, 旧时施小社人今在何处, 邻居道, 大宅里不是, 又问道, 他这几年家世如何? 林社将师母已故, 及卖房发藏始末竖了一遍。 如今且习取得知餐正家小姐, 才得坚权, 甚会之家。 夫妻好不和顺, 家道日龙, 比老官在日更不同了, 贵千听说, 又喜又惊, 又修又悔, 欲带把女儿与他, 他已有妻了。 欲带不与, 又难以赎罪, 欲带禁调, 又恐怕他不理, 若不禁调, 又求见无辞。 愁出在寺, 乃作欲于尖门, 寻相时李梅宣托其通信, 愿将女送师未测事。 梅宣道, 此事未可造次, 荡隐足下相见了小舍人, 然后徐一之。 明日, 李翁同跪迁造于师门。 李仙人, 树跪生加难, 并打悔过求见之情。 师海不远, 李翁再三相劝。 师海念李翁是父辈之交, 背殃不过, 勉强接见。 贵生修残满面, 留汉瞻衣, 扶手请罪。 师海问, 到此何事? 李翁带达道, 一来拜殿令先堂, 二来求是罪于门下, 师海冷笑道, 谢顾不避, 殿意不老。 即翁道, 古人云理智不争, 贵老而好意拜殿, 修得顾辞, 师海不得已, 命仓投开了祠堂, 贵迁陈设祭礼。 下拜方毕, 忽然有三只黑大, 从宅内出来, 环绕贵迁, 嫌疑嚎叫, 若有所言。 其一大萧上国有肉流引起, 乃孙大嫂转生, 于二大乃其子也。 贵迁思议前梦, 即魂家病中之言, 轮回果报, 确然不爽, 哭倒在地。 师海不知变大之事, 但献其哀怯, 以为懊悔前妃, 不觉感动, 乃撤殿流款, 此起烧和。 贵迁见狮子就汉世然, 遂以往日曾与小女约婚未言。 师海即变色入内, 不复出来。 贵迁迁所, 与女儿谈三全之意, 妇女悲痛。 早知今日都成全, 却毁荡出不作人。 次日, 贵迁拉李翁再往, 师海脱病不出。 一连去后四次, 终不相见。 贵迁既穷, 只得请李翁道玉, 将经中所梦, 及魂家病中之言, 使莫背数, 就换女儿出来相见了。 直到, 此女自出斗时, 便与失事有约, 如惊悔之无极。 然明术已定, 无其敢为。 旷我欺难病丧, 无家可奔。 躺得收吾女为辟妾, 无身杂同仆, 终身立作, 以免犬报, 无怨必已, 说罢, 替泪交下。 李翁怜悯其情, 树于师海, 劝之甚利。 师海道, 我惜凭困十丈岳父周旋, 必因后, 又赖吾妻宗礼家政, 吾安能复之, 更娶他仁乎。 且吾妻怀恨身亡, 此吾之仇家也。 若予未因眷, 九泉之下, 何以为吾妻? 此事断不可提起, 李翁道, 令岳翁失礼世家, 令奸避嫌内则, 以情告之, 想无难色。 旷此女贤孝, 左闻祠堂三大之义, 彻夜悲堤, 似以身属母罪。 取过门来, 又是令监一帮手, 令先唐权下文之, 必然欢喜。 古人不念旧恶, 决人不欲以慎, 郎君是与令月翁商之, 师还方欲再阙, 忽执参政自内而出, 道, 贤婿不必顾此, 无以备戏文之矣。 此美事, 舞女亦以乐从, 极反李翁作罚可也, 言未必, 知事已收拾金珠世博之类, 交鸭更养娘送出一位聘资。 李翁传命说和, 择日过门。 当初贵生欺负世家, 不肯应成亲事, 谁知如今不为妻反未且, 虽是女孩命薄, 也是贵生欺心的献报。 分明是, 周郎妙记高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家女性格温柔, 能得知事的欢喜, 一期一切甚说得住。 跪迁心意所有, 造佛堂三间, 朝夕宁佛持斋, 养三犬于佛堂之内。 贵女又每夜烧香, 为母兄忏悔。 如此年余, 呼梦母兄来辞, 性账佛力, 已脱离罪业乙, 早起贵老来报, 夜来三犬, 一时俱死。 贵女脱倦而买的藏枝, 至今阎门城外有三大家, 贵老于年竟无恙, 乃持斋毁罪之力。 却说是还亏妻妾主持家事, 专义读书, 相绑高中。 贵老相伴至今, 是只有华籍卫亲君指贫户受卖在法, 被严官所合, 拿送法司究问。 图欲贵迁, 悲惨福地, 自臣熙年七祖之岁。 其妻子跟随于后, 向贵老叩头求助, 贵迁慈心互动, 身边带有树金, 息以相赠。 游生叩谢道, 今生无疾, 带来生为大马相报, 贵老叹息而去。 后闻游生受刑不过, 竟死于狱中。 贵迁一信善恶果报, 分毫不爽, 艰辛半岛。 世年, 师还极地未官, 妻妾随任, 各生二子。 贵迁养老于世家, 至今师之二姓, 子孙善也, 为东无民族。 有师未正, 贵迁悔过身无恙, 师祭行人似果昌。 奉公世人行好事, 皇天不幼父新郎。 第二十六卷唐介缘一笑姻缘。 三通谷角四更机, 日色高升月色低。 时续秋冬又春夏, 周车南北赴东西。 静中刺敌人延老, 世上参差是不齐。 若向其坚寻稳变, 一壶浊酒亦残起。 这八句诗乃无中一个才子所作。 那才子姓唐明寅, 自博虎, 聪明盖地, 学问包天。 书画音乐, 无有不通, 词赋诗文, 亦回便旧。 为人放浪不羁, 有轻视作物之志。 生于苏骏, 家住无躯。 作秀才时, 曾笑莲珠体, 作, 花月银, 诗与首, 剧剧中有花有月。 如长空影栋花迎月, 身怨人归月伴花, 云破月窥花好处, 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 为人称颂。 本府太守曹凤献之, 深爱其才。 执宗师科考, 曹公已才明特见。 那宗师姓方明志, 郭县人, 最不惜古文词。 文堂吟事才豪放, 不休小节, 正要做明处志。 却得曹公一例保旧, 虽然免货, 却不放他科举。 直至临场, 曹公再三苦求, 赴一名于一才之位。 是磕碎中了解员, 博虎会世至今, 文明易住, 宫卿皆折结下交, 以十面为荣。 有成詹事典事, 破开私境外体, 恐人议论, 预访一才民宿住者未绑守, 押付重心, 得唐吟甚喜, 许以会员。 博虎兴素坦率, 酒中便向人夸说, 今年我定做会员了, 众人已文成詹事有私, 又记博虎之才, 哄传主私不公。 言官封文动本, 圣旨不许成詹事乐卷, 与唐吟俱下诏语, 问阁。 博虎还乡, 绝义功名, 亦放浪失久, 人都称谓唐谢缘。 得唐解缘诗文字画, 片指齿符, 如获重宝。 其中为画, 尤其得意。 平日心中喜怒哀乐, 都欲置于丹青。 每一画出, 争以重价构之。 由丹制诗, 亦绝未正, 不练金丹不作禅, 不畏商骨不耕田。 闲来写福丹青迈, 不便人间作业钱。 却说苏州六门, 要, 盘, 摇, 盐, 楼, 起。 那六门中只有尖门最盛, 乃舟车扶原之所。 真个是。 翠秀三千楼上下, 黄金百万水东西。 五更是饭和草觉, 四远方言总不齐。 唐介元一日, 坐在阎门游船之上, 就有许多斯文中人, 慕名来拜, 出善求其字画。 谢元画了几笔水墨, 写了几首绝句。 那文风而至者, 其来欲多。 介元不耐烦, 命童子且把大杯针灸来谢元以窗毒镯, 忽见有画房从旁摇过, 房中朱翠夺目。 那有一轻衣小锤, 眉目秀艳, 体态绰约, 梳头船外, 注视解元, 言口而笑。 须传过, 介元神荡浑摇, 问周瑜可认得去的那只船魔, 周人搭眼, 此船乃无锡滑雪是否眷也。 介元欲伪其后, 几乎小艇不至, 心中如有所失。 正要叫同于去密船, 只见城中一只船而摇江出来。 他也目管那船游载莫载, 把手相招, 乱呼乱喊。 那船渐渐致近, 舱中一人走出船头, 叫声, 伯虎, 你要到何处去? 这般要紧, 介元打一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好友王雅姨, 便道, 即要打败一个远来朋友, 故此要紧。 胸的船往那里去, 雅姨道, 弟同两个社亲到茅山去进乡, 数日方回。 介元道, 我也要到茅山蹦乡, 正没有人同去, 如今只得要趁便了。 雅姨道, 胸若要去, 快些回家收拾, 帝博船在此乡后, 介元道, 就去罢了, 又回家做什么, 雅姨道, 乡竹之类, 也要背的, 介元道, 到那里去买罢, 遂打发童子回去。 也不别这些求诗画的朋友, 竟跳过船来, 与舱中朋友续了礼, 连呼, 快些开船。 周子之事唐介元, 不敢怠慢, 急忙撑膏摇卤。 行不多时, 望见这只画坊就在前面。 介元吩咐船上, 随住大船而行。 众人不知其故, 只得依他。 次日到了无锡, 只见画坊摇进城里。 谢元道, 到了这里, 若不取惠山泉, 也就俗了, 叫船家宜舟去惠山取了水, 元道此处停泊, 明日早行。 我们到城里略走一走, 就来下船周子答应自去。 介元同雅仪三四人登岸, 进了城, 到那热闹的所在, 撇了众人, 独自一个去寻那画坊, 却有不认的路径, 东行西走, 并不险些踪影。 走了一回, 穿出一条大街上来, 呼听的呼喝之声。 谢元立住脚看时, 只见十来个仆人前引一城宣教, 自东而来, 女丛如云。 自古道, 有缘千里能相会。 那女丛之中, 昌门所见轻衣小兽, 正在其内。 介元心中欢喜, 远远相随, 直到一座大门楼下, 女使出迎, 一拥而入。 寻之旁人, 说是滑雪是府, 是才教中乃夫人也。 介元得了实信, 问路出城。 恰好船上取了水才道。 烧请, 王雅仪等也来了, 问, 介元那里去了? 教我们寻得不耐烦解元道, 不知怎跌, 一挤就挤散了。 有不认的路径, 问了半日, 方能到此, 并不提起此事。 至夜半, 忽于梦中狂乎, 如霞惊之状。 众人皆惊, 唤醒问之。 谢元道, 是梦中见一金甲神人, 持今凝击我, 则我尽相不前。 我叩头哀起, 愿斋戒一月, 知身至山谢罪。 天明, 如等开船自去, 无且暂回, 不得相陪矣。 雅仪等信以为真。 至天明, 恰好有一只小船来到, 说是苏州去的。 借员别了众人, 跳上小船。 行不多时, 推说一望了东西, 还要转去。 袖中摸鸡闻钱, 赏了舟子, 愤然登岸。 到一饭店, 半下旧衣破帽, 将衣中换气, 如穷汉之状, 走至华府点铺内, 以点钱未有, 与主管相见。 被刺下气, 问主管道, 小子姓康, 明轩, 无限人士, 颇闪书, 处一个小管未生。 静音捉漆亡固, 又失了管, 孤身无火, 玉头一大家充书半之意, 为知府上用得否。 躺收用时, 不敢忘恩, 一羽袖中取出细楷竖行, 与主管观看。 主管看那字, 写得甚是端楷可爱, 答道, 待我晚间, 禁服秉过老爷, 明日你来讨回话, 是晚。 主管果然将字样秉之学士。 学士看了, 夸道, 写得好, 不似俗人之笔, 明日可换来见我。 次早, 戒缘便到点钟, 主管引进戒缘, 拜见了学士。 学士现其仪表不俗, 问过了姓名住居, 又问, 曾读书模。 谢缘道, 曾考过几遍童生, 不得进学, 经书还都记得, 学士问世合经。 戒缘虽喜上书, 其实五经俱通的, 晓得学士喜周易, 就答应道, 一经, 学士大喜道, 我书房中写帖的不缺, 可送公子出座半读, 问他要多少身价。 戒缘道, 身价不敢领, 只要求卸衣服穿。 戴后老爷忠义时, 赏一房好习富足矣, 学士更喜。 就叫主管于点钟, 寻机件随身衣服, 与他换了, 改名华安。 宋至书馆, 献了公子。 公子教华安抄写文字。 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 华安四家改篡。 公子献他改得好, 大惊道, 你原来同文理, 及时放下书本的, 华安道, 从来不增矿学, 但未贫索破尔, 公子大喜, 将自己日课叫他改学。 华安笔不停挥, 真有点铁成金手段。 有时提议疑难, 华安就与公子讲解。 若公子做不出时, 华安就通篇代笔。 先生见公子学问骤进, 向主人夸奖。 学士讨近做看了。 摇头道, 此非如此所及, 若非抄写, 必是请人, 呼公子结问其由。 公子不敢隐瞒, 说道, 曾经华安改审, 学士大惊。 换华安道来出题面试。 华安不假思索, 远比历旧, 手棚所作成上。 学士献其手腕如玉, 但左手有支支。 岳其文, 词意兼美, 自负精工, 愈加欢喜, 道, 你时意如此, 想鼓作亦可观也, 乃留内书房长书记。 依应往来书闸, 受之以义, 折令代笔, 繁简取当, 学士从未曾增减一字。 宠信日申, 赏赐笔众人加厚。 华安时买酒时, 与书房珠童子共享, 无不欢喜。 因而前访前所献青衣小绝, 齐名秋香, 乃夫人贴身服侍, 请客不离者。 既无所出, 乃故春暮, 父黄烟以字叹, 风雨送春归, 杜鹃愁, 花乱飞, 青台满院诸门壁。 孤灯伴锤, 孤囊伴之二, 萧萧孤影汪汪泪泪。 义归妻, 相思未了, 春梦绕天涯。 学士一日偶到华安房中, 献必问之词, 知安所提, 甚加称讲。 但已为壮年观处, 不无感伤, 出不义其有所属意也。 试典中主管并故, 学士令华安赞舍其事。 岳于, 出纳谨慎, 豪呼无私。 学士玉碎用位主管, 嫌其孤身无事, 难以重托。 乃与夫人商议, 呼媒婆御位取妇, 华安将银三两, 送与媒婆, 让她秉之夫人说, 华安蒙老爷夫人提拔妇位之事, 恩同天地。 但恐外面小家之女, 不惜里面规矩。 躺得于事而终则一人献配, 此华安之愿, 也, 媒婆一眼, 惊之夫人。 夫人对学士说了, 学士道, 如此成位两变。 但华安出来时, 不领身价, 原指望一房好媳妇。 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利之人, 倘然所配位中其义, 难保其无他置也。 不若换他到中堂, 将许多鸭兽听其字意, 夫人点头道士。 当晚夫人坐于中堂, 灯烛辉煌, 将鸭环二十余人葛盛氏装扮, 排列两边, 恰似一般仙女, 簇拥住王母娘娘在摇池之上。 夫人传命换华安。 华安进了中堂, 拜见了夫人。 夫人道, 老爷说你小心得用, 欲赏你一房欺笑这几个粗闭中, 任你自责, 叫老母母携逐下去照他一照。 华安就烛光之下, 看了一回, 虽然尽有标志的, 那轻衣小曼不在其内。 华安立于旁边, 漠然无语。 夫人叫, 老母母, 你去问华安, 那一个忠你的义, 就配于你, 华安只不开眼。 夫人心中不乐, 叫, 华安, 你好大眼孔, 难道我这些丫头就没个忠你义的? 华安道, 傅夫人, 华安蒙夫人次配, 又许华安自责, 这是旷古龙恩, 粉身难报。 只是夫人随身势必还来不齐, 既蒙恩典, 愿的静观, 夫人孝道, 你敢是以我有吝啬之意? 也罢, 房中那四个一发换出来与她看看, 满她的心愿, 原来那四个是有执事的, 叫做, 春妹, 夏青, 秋香, 冬瑞, 春妹, 掌手士之粉, 夏青, 掌香炉茶灶, 秋香, 掌四十衣服, 冬瑞, 掌酒果食品, 管家老母母传夫人之命, 将四个换出来, 那四个不及更衣, 随身装束, 秋香依旧情衣, 老母母引出中堂, 站立夫人背后, 世中蜡炬, 光明如照, 华安早已看见了, 昔日风姿, 婉然在目, 还不曾开口, 那老母母之趣, 先来问道, 可看中了谁, 华安心中明晓的是秋香, 不敢说破, 只将手指道, 若得川青这一位小娘子, 足碎生平, 夫人回顾秋香, 微微而笑, 叫华安且出去, 华安回点铺中, 一喜一聚, 习者机会甚好, 聚者未曾上手, 唯恐不成, 偶见月明如咒, 独不徘徊, 吟诗一首, 习以无聊夜卧池, 绿阳风静鸟七之, 南江心事何人说, 说语卿天明月志, 次日, 夫人向学士说了, 令收拾一所洁净房室, 其床障家伙, 无物不备, 又何家同仆, 奉承他是新主管, 丹东宋夕, 摆得一世之中, 锦片相似, 择了几日, 学士何夫人主婚, 华安与秋香中堂双拜, 古月引至新房, 何进成婚, 男欢女月, 自不必说, 夜半, 秋香向华安道, 与君泼面善, 何处曾向惠来, 华安道, 小娘子自去思想, 又过了吉日, 秋香呼问华安道, 向日盐门游船中看线的, 可就是你, 华安笑道, 是也, 秋香道, 若然, 君非下见之辈, 何故屈身于些, 华安道, 无畏小娘子傍周一笑, 不能忘情, 所以从全向就, 秋香道, 窃息见诸少年雍君, 出宿善分囚书画, 君一概不理, 以窗灼酒, 旁若无人, 窃之君非凡品, 故宜孝儿, 华安道, 女子家能前留俗忠实名士, 成红服, 绿库一枝留也, 秋香道, 此后于南门街上, 似幼会一次, 华安笑道, 好厉害眼镜, 果然果然, 秋香道, 你既非下流, 实是甚魔样人, 可将真姓名告我, 华安道, 我乃苏州唐界原也, 与你三生有缘, 得携所愿, 今夜既然说破, 不可久留, 欲于你图携老之策, 你肯随我去否, 秋香道, 解缘为贱窃之故, 不戒入千金之躯, 窃其赶不为命是从, 华安次日将典中, 账目细细开了一本步子, 又将房中衣服首饰, 及床帐器敏令开一帐, 又将个人所赠之物一开一帐, 先毫不取共识三宗账目, 锁在一个护书框内, 其钥匙即挂在锁上, 又于臂肩提示一手, 你向华阳洞里游, 行踪端位可人留, 愿随红福同高岛, 敢向朱家二息下流, 好事已成水所效, 屈身金去上含羞, 主人若问真名姓, 只在连轩两字头, 是夜雇了一只小船, 驳于河下, 黄昏仁静, 将房门封锁, 同秋香下船, 连夜往苏州去了, 天晓, 家人县华安房门封锁, 奔告学士, 学士叫打开看时, 床帐实物广毫不动, 护书内账目开载明白, 学士沉想, 莫测其故, 抬头一看, 忽见壁上有诗八句, 读了一遍, 想, 此人原名不是康轩, 又不知甚魔异故, 来府中住许多时, 若是不良之人, 财上又分毫不苟, 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随他逃走, 如今两口又不知逃在那里, 我弃此, 一避, 亦有何难, 只要明白了这桩事迹, 便叫家同换捕人来, 出信赏钱, 各处激活康轩, 秋香踏无影响, 过了年余, 学士也放过一边了, 忽一日, 学士到苏州拜课, 从严门经过, 家同看见书方中有一秀才坐而观书, 其貌酷似华安, 左手亦有枝指, 抱与学士之道, 学士不信, 吩咐此童再去看个详细, 并访其人名姓, 家同附身到书方中, 那秀才又合住一个童辈说话, 刚下街头, 家同乖巧, 悄悄随之, 那两个转弯向童子门下船去了, 蒲丛相随, 共有四五人, 背后插其行乡, 分明宇华安无二, 只是不敢唐突, 家同回转书方, 问店主是来, 再次看书的是什么人, 店主道, 是唐伯虎借员相公, 今日是文恒山相公周中请酒去了, 家同道, 方山同去的那一位, 可就是文相公模, 店主道, 那是柱之山, 也都是一般名士, 家同一一记了, 回复了华学士, 学士大惊, 想到, 久闻唐伯虎放达不羁, 难道华安就是他? 明日专网拜业, 辩知是否? 次日写了明帖, 特道吴区方拜堂借员, 借员慌忙出营, 分辨而作, 学士再三审视, 果肖华安, 急捧茶, 又见首白如王, 左有枝子, 一欲问之, 难于开口, 茶吧, 谢员请学士书房中小坐, 学士有一味觉, 亦不肯清别, 遂同志书房, 见其摆设齐整, 喷喷探险, 少听久至, 宾主对拙多时, 学士开言道, 桂县有个康轩, 其人读书不欲, 慎通文理, 先生识其人否, 解缘为位, 学士又道, 此人去岁曾庸书于舍下, 改名华安, 先在小儿馆中半读, 后在学生书房管书术, 后又在小典中为主管, 因他无事, 教他于剑壁中自责, 他则得秋香成亲, 数日后夫妇聚逃, 房中日用之物一无所取, 竟不知其何故, 学生曾差人到贵处茶坊, 并无其人, 先生可略知风生魔, 戒缘又微微, 学士献他不明不白, 只是胡答应, 忍耐不住, 只得又说道, 此人形容颇销先生模样, 左手亦有知之, 不知何故, 戒缘又微微, 稍请, 戒缘暂起身入内, 学士翻看桌上书籍, 见书内有指一幅, 提示八句, 读之, 即避上之诗也, 戒缘出来, 学士直诗问道, 这八句诗乃华安所作, 此字亦华安之笔, 如何有在尊处, 必有缘故, 愿先生一言, 以决学生之仪, 戒缘道, 荣少庭奉告, 学士心中郁闷道, 先生献教过了, 学生还做, 愚然极告此仪, 谢缘道, 禀夫不难, 求老先生再用鸡杯薄酒, 学士又吃了数杯, 戒缘巨批奉劝, 学士已半憨, 道, 酒以过分, 不能灵意, 学生眷眷请教, 执欲剖胸中之仪, 并无他念, 戒缘道, 请用一炷粗饭饭后献茶, 看看天晚同于点竹到来, 学士欲疑, 只得起身告辞, 戒缘道, 请老先生暂挪跪步, 当觉所仪, 命童子丙竹前夜, 戒缘陪学士随后供人后堂, 堂中灯竹辉煌, 里面传呼, 新娘来, 只见两个鸭制, 服侍一位小娘子, 轻易连步而出, 诸葛重遮, 不露娇面, 学士黄金退避, 戒缘一把扯住衣袖道, 赐小妾也, 通家长者, 何当拜见, 不避避嫌, 丫鬟扑沾, 小娘子向上便拜, 学士环礼不迭, 谢缘将学士抱住, 不要他还礼, 拜了四拜, 学士只还得两个一, 甚不过意, 拜罢, 谢缘携小娘子进学士之旁, 带校问道, 老先生请任一任, 方山说学生颇似华安, 不识此女, 亦似秋香否, 学士熟视大校, 慌忙作医, 连称得罪, 谢缘道, 还该是学生告罪, 二人在职书房, 解缘命重整碑盘, 席盏更拙, 酒中学士, 复寇其详, 解缘将间门周中, 相遇史莫细说一遍, 各个扶掌大校, 学士道, 今日即不敢以济世相待, 少不得杭子叙之礼, 解缘道, 若要生就相行, 恐又费杖人庄董耳, 二人赴大校, 事业, 静欢而别, 学士回到周中, 江秀中诗句置于浊上, 反复玩味, 首连道你向华阳洞理由是说有茅山进香之行了, 行踪端位可人流, 分明为中涂遇了秋香, 提格住了, 第二连, 愿随洪福同高岛, 赶向朱家西下流, 他屈身投靠, 便有香离而逃之意, 第三连, 好事已成谁所孝, 屈身金去上含羞, 这两句, 明白, 卫廉, 主人若问真明性, 只在康轩两字头, 康字与唐字头一般, 宣字与银字头无二, 是影著唐一二字, 我字不能推响耳, 他此举虽似情痴, 然风还一世, 义无所取, 乃礼义之人, 不再明是风流也, 学士回家, 将这段新闻向夫人说了, 夫人亦亥然, 于是后聚装玄, 约值千金, 差当家老母母, 押送唐借元家, 从此两家岁为亲戚, 往来不绝, 至今, 吴忠把此事传作风流画饼, 有唐借元, 焚香莫作歌, 自述一声心事, 最做得好, 歌曰, 焚香黑作自行己, 口里笑涅想心里, 心中有肾害人毛, 口中有肾欺欺欺欺, 为人能把口硬心, 笑地忠信从此使, 欺晓得或出入, 焉能磨涅无形止, 头插花之手把杯, 听罢歌童看舞女, 识色性也古人言, 个人乃以为之耻, 即是心中与口中, 多少欺人莫天理, 因为不善养眼之, 则何以徒劳尔, 请坐且听吴语辱, 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见严君面不残, 才是堂堂好男子, 第二十七卷, 假身仙大闹华光庙, 欲学位先说羽贤, 长生不老是虚传, 少贪色欲身康贱, 心不瞒人便是贤, 话说顾颂时杭州普济桥, 有个宝山院, 乃家太中所建, 又名华光庙, 以奉吴险之神, 那吴险, 一险, 从昭盛早人服善王, 二险, 明昭盛年亦服顺王, 三险, 正昭盛运至福应王, 四险, 执昭盛汉爱福慧王, 五险, 得昭盛年信福庆王, 此五险, 乃是五行之所, 最有灵应, 或言五险及五通, 此谬言也, 少定初年, 丞相正卿之重修, 天造楼房经社, 极其华整, 遭原石冰火, 道履流散, 房源倒塌, 左右居民, 一阶凋落, 智政初年, 道是墓园修礼, 香火众星, 不在话下, 单说本郡秀才位字, 所居于庙相近, 同表兄福道琴, 读书于庙旁之小楼, 卫生年方一十六岁, 风姿俊雅, 幸福温柔, 言语寻寻, 宛如厨子, 每副文会, 同辈折掉细枝, 呼卫为娘子, 卫生修炼发赤, 自此不会宾客, 只在楼上温习学业, 为福生朝夕相见, 一日, 福生因母并回家市集, 卫生独居楼中读书, 约至二谷, 呼闻有人扣门, 生以表兄之来也, 开儿是之, 现义先生, 黄袍兰秀, 私服轮中, 风仪美然, 香风喜喜, 有出世凌云之表, 背后跟着个小道童, 野生的清秀, 捧住个珠红盒子, 先生自说, 无乃纯阳吕洞宾, 遨游四海, 偶尔经过此地, 空中蚊子书生清亮, 殷勤是学, 必取刻家, 且有神仙之分, 无与乳素适有缘, 何当度乳, 知乳独居, 特特勤访, 卫生听说, 又惊又喜, 连忙下拜, 请纯阳难面坐定, 自己侧坐相陪, 洞兵忽道童拿过盒子, 摆在镯上, 都是鲜艺国品, 和那山珍海味, 心相扑鼻, 所用紫金杯, 白玉壶, 其壶布满三寸, 出酒不结, 其酒色如虎狼, 畏若省欲, 洞兵道, 此仙瑶仙酒, 唯无仙家受用, 以予有缘, 故得同享, 未生此诗黄黄流六, 如已在十周三导之中矣, 饮酒中间, 洞兵道, 今夜与此其欲, 不可无师, 未生玉观先比, 即将文房四宝列于机上, 洞兵不假思索, 信笔赴诗四首, 黄鹤楼乾陵气声, 敞陶会上宜玄音, 见横子海秋光尽, 美西城云上玉京, 其壹, 皆额洞子皆云音, 身在澎湖境里面, 一绝不知天地老, 醒来又现几桑田, 其二, 一立金丹羽画齐, 就中玄妙少人之, 夜来乎听君天乐, 知是仙人跨赫世, 七三, 见其横空海岳福, 邀流请客遍神舟, 崖陶历尽三千度, 不计人间九百秋, 七四, 自是非武, 未生赞不绝口, 洞兵问道, 子聪明过人, 可随意做一师, 以观此先缘之池素也, 未生亦服二绝, 十二封前穷树起, 此生何似拟天梯, 萧摩求自陈分静, 满西辖长闸欲输, 七一, 天空月色两悠悠, 绝胜飞银亭上游, 夜静欲萧天与毕, 直随贺取道弃州, 七二, 动宾揽臂, 目视卫生微笑道, 子有刘州之志, 真贤重也, 西西汉大将军或去病, 倒于神君之庙, 神君现行, 愿为夫妇, 去病大怒而去, 后病毒, 父遣人哀肯神君求救, 神君曰, 或将军体弱, 无欲以大因精气补之, 或将军不悟, 任为淫欲, 遂而见绝, 今日之病, 不可就矣, 去病遂死, 先家渡人之法, 不拘一定, 岂是凡人所知, 唯有原者信之不遗尔, 无耕赠子一诗, 诗云, 相逢此夕在穷楼, 愁苏登前且自留, 玉叶真来经引动, 朱姬父就瞎云收, 漫江素食人间了, 且戒先元天赏修, 从此岳阳一消息尽, 白云天际自悠悠, 卫生独师会议, 亦达亦绝钩, 先进清须绝欲沉, 繁心那杂到心真, 后庭无数灾穷武, 空陷随场低上人, 二人唱贺之后, 亦以仇应, 动宾命童子且去, 今夜无当轻此, 又向卫生道, 此能与吾相聚十昼夜, 当令子神丸弃足, 日积万言, 卫生信以未然, 酒憨, 动宾先请, 卫生合一睡于动宾之侧, 动宾道, 凡人肌肉相凑, 则神器自能往来, 若合一各睡, 无不能有意于此也乃抱卫生于怀, 为之解衣, 并枕而握, 动宾软款抚摩, 见之瞎浪, 卫生欲窃其仙器, 隐忍不辞, 至姬明时, 动宾于卫生说, 先姬不可露谢, 成此未明, 与子暂别, 夜荡再会, 推窗一跃, 以不知所在, 卫生大经, 绝未真现, 取夜来金玉之器看之, 借真物也, 智度精巧可爱, 枕席之间, 余相不散, 卫生凝思不已, 至夜, 动宾又来与生同情, 一连肃了十余夜, 情好玉密, 彼此拒不人舍, 一息, 动宾与卫生饮酒, 说道, 我们的私事, 左刀何仙姑父会回来知道了, 大发恼怒, 要揍上玉地, 你我都受罪责, 我再三求个, 方山息怒, 他见我说你十分标致, 要来看你, 夜间向会时, 你赔个小心, 求服他, 我自也在里面调多, 躺得欢喜起来, 从了也不见得, 若得打坐一家, 这是永不露出来, 得他大阴真气, 亦能少住, 卫生听说, 心中大喜, 到日问, 急忙置办些美酒精赚过品, 等候到晚, 且喜这几日福道勤不来, 只卫生一个在楼上, 卫生间更深人静了, 焚起一炉好香, 摆下酒果, 又穿些华丽衣服, 装扮整齐, 等待二仙, 只见董斌领柱何仙姑, 进来楼上, 看这仙姑, 颜色柔媚, 光艳涉人, 神采夺目, 卫生一见, 神魂飘荡, 心意飞扬, 那时身不由己, 双膝跪下在仙姑面前, 何仙姑看见卫生果然标致, 心里真是欢喜, 到假意做个恼怒的模样, 说道, 你两个做的好事, 扰乱清规, 不守仙犯, 那里是出家读书人的道理, 虽然如此, 秀中有喜, 卫生叩头讨饶, 洞斌也陪住小心, 求服仙姑, 仙姑说道, 你二人既然知罪, 且饶这一次, 说了, 便要起身, 卫生再三苦留, 说道, 陈俗粗瑶, 聊表寸意, 洞斌又恳恳调多, 说, 略饮数杯建议, 不必顾辞, 若去了, 便伤了仙家和气, 仙姑被留不过, 只得免一坐了, 轮番拔斩, 洞斌又与仙姑说, 卫生高才能师, 今夕之乐, 不可无勇, 仙姑说, 既然如此, 朱师兄起聚, 洞斌也不推辞, 每日澎湖炼玉户, 赞同仙半乐须思, 洞斌一消清兴殷之己, 鸡朵金棚应必吃, 仙姑外兴逢环佩暖, 人间一许凤凰矣, 卫生殷勤莫为桃园物, 此息虚掉秦瑟思, 洞斌仙姑懒失, 大怒道, 你二人如何戏弄我, 卫生慌忙磕头谢罪, 洞斌劝道, 天上人间, 其情择一, 若非解孤, 神女行云, 此皆无仙家故事也, 世上家人才子, 游位难欲, 旷卫生原有仙缘, 神仙聚会, 彼此一家, 何必分体别形, 孝尘俗雅玛之太乎, 说罢, 仙姑低头不语, 弄起裙带, 洞斌道, 何以以成, 为此可拜谢仙姑辅救之恩也, 卫生连忙下拜, 仙姑孝福而起, 入席再拙, 敬花而罢, 事业, 三人共解, 卫生先进仙姑, 伺候动宾举世, 扬遍阴言, 换雨一夜, 仙姑道, 我三人此会, 真是奇缘, 可于枕上连诗一律, 仙姑首唱, 满目灰光满目烟, 无情却备有情迁, 仙姑春来杨柳风前舞, 雨后枕花浪里颠, 卫生虚信仙原应不爽, 漫将好事了当年, 仙姑香肖梦绕三千戒, 黄鹤七尺一夜眠, 动宾今明时, 二仙起身欲别, 卫生不舍, 再三留恋, 恳求今夜众会, 仙姑寒助修说道, 你若谨慎不向人言, 我当源源而至, 自此以后无息不来, 或十二仙同来, 或十一仙自来, 虽表兄浮生同欲书楼, 一臂之隔, 窗中来去, 全不入计, 如此半载有余, 卫生渐渐黄寿, 肌肤消烁, 饮食日渐, 夜间偏觉健忘, 无奈日理倦怠, 只想就诊, 浮生见其如此模样, 扣其染病之故, 卫生间不肯吐, 浮生只得对他父亲说之, 卫公到楼上看了儿子, 大惊, 乃取镜子, 教儿自家照看, 卫生自赌辟营之状, 一决骇然, 卫公劝儿回家调理, 儿子那里肯回, 乃请医切脉, 用药调理, 事业, 二仙又来, 卫生树荣炎黄寿, 父亲要扳回之语, 洞宾道, 凡人成仙, 脱胎换骨, 定然仙将俗鸡消尽, 然后重还仙体, 此非肉眼所知也, 卫生由此不宜, 连药也不肯吃, 再过数日, 看看一丝两气, 卫公住了忙, 自协扑盖, 往楼上守住儿子同宿, 到夜半, 儿子向着床里说鬼话, 卫公叫唤不醒, 连哥仿佛道琴都起山来看, 只见卫生口里说, 二位师父怕怎的, 不要去, 伸出手来, 一把扯住, 却扯了父亲, 卫公双眼流泪, 叫, 我儿, 你并是识死一生, 物字不肯识说, 那二位师父是何人, 想是邪赃, 卫生道, 是两个仙人来度我的, 不是邪精, 为公剑而沉重, 不管他肯不肯, 雇了一城小教台回家去江西, 儿子道, 仙人与我紫金杯, 白玉壶, 在书柜里, 与我捡好, 开柜看时, 那是紫金白玉, 都是黄泥白泥免旧的, 卫公道, 我儿, 眼见的不是仙人是邪舵了, 卫生恰才心慌, 只得江妙中出玉淳阳, 后玉仙姑, 使墨续了一遍, 卫公大惊, 一面教妈妈收拾禁房, 服侍儿子养病, 一面出门访问各法妖的法师, 走不多步, 恰好一个法师, 手中拿住法环瑶将过来, 朝着打个问讯, 卫公连忙搭理, 问道, 师父何来, 这法师说道, 弟子是胡广武荡山章三丰老爷的徒弟, 姓裴, 法名守正, 传德五雷法, 普救人士, 阴剑府上有妖气, 故特动问, 卫公听的说话有些来历, 慌忙请法师到里面客位礼作, 查毕就把儿子的事背戏说, 与陪法师知道, 陪道说, 令郎今在何处, 卫公就要陪法师进到房里看卫生, 陪道一见卫生, 就与卫公说, 令郎却被两个词雄妖精迷了, 若再过寻日不至, 这命休了, 卫公听说, 慌忙下拜, 说道, 万望师父慈悲, 垂就犬于泽个, 永不敢忘, 陪法师说, 我今晚就与你拿着精怪, 卫公说, 如此甚好, 或是要慎东西, 吴师说来, 小人好去置办, 陪守正说, 要一副书三生喝酒果, 五雷纸马, 香竹, 朱砂黄纸之类, 分腹臂, 又道, 暂且别去, 晚上过来, 卫公送陪道出门, 主道, 晚上准望光降, 陪法师道, 不必说, 赵就又来街上, 摇住法环而去, 卫公慌忙买办, 合用物件都齐备了, 只等陪法师来捉鬼, 到晚, 陪法师来了, 卫公接着法师, 说, 东西据已完备, 不知要摆在那里, 陪道说, 就摆在令郎房里, 抬两张镯子进去, 摆下三生服务, 烧起香来, 陪道带上法官, 穿领法衣, 仗住剑, 不起钢来, 念动咒绝, 把朱砂梳起符来, 正要烧这符去, 只见这符都是水湿的, 烧不着, 陪法师骂道, 畜生, 不得无礼, 把剑往空中沿浆去, 这口剑却被妖精接着, 拿去悬空钉在屋中间, 动也动不得, 陪道心里慌张, 把平生的法术都使出来, 一些也不灵, 卫公看住陪道说, 师父头上带的道官那里去了, 陪道说, 我不曾除下, 如何变墨了, 又是作怪, 连忙使人去寻, 只见门外有个尿筒, 这道官浮在尿筒面上, 捞得起来时, 烂臭如何带得在头上, 陪道说, 这精怪妖气太盛, 我的法术敌他不过, 你自别做计较, 卫公见说, 心里虽是烦恼, 免不得把服务收了, 请陪道来堂钱散服, 吃了酒饭, 夜又深了, 就留陪道在家安歇, 彼此拒不欢喜, 陪道也闷闷地, 自去厕房里脱了衣服睡, 才要合眼, 只见三四个黄伊丽氏, 扛似五十斤一块石板, 压在陪道身上, 口里说, 谢贼道的毫法, 陪道压得动身不得, 气也偷不转, 慌了, 只得教导, 有鬼, 救人, 救人, 原来卫公家李人正收拾未了, 还不曾睡, 听得陪道叫响, 卫公与家人拿住灯火, 走进房来看陪道时, 县陪道被快精石板压在身上, 动不得, 两三个人慌忙扛去这块石板, 就起陪道来, 将将汤灌了一回, 东方已明, 陪道也醒了, 陪道书洗已毙, 又吃些藻粥, 辞了卫公自去, 不在话下, 卫公见这模样, 夫妻两个类不曾钱, 也没奈何, 次日, 表兄扶到秦来看卫生, 卫公与夫生被说夜来陪道灼鬼之事, 怎生是好, 夫生说道, 本庙华光菩萨最灵感, 源在庙里被惊了, 我们被些福物, 做到书文烧了, 神道正必圣邪, 或可就得, 夫生与同会礼礼等说了, 这些会友, 各个爱惜卫生, 争出分子, 备伴福物, 相逐纸马, 酒果, 百列在神道面前, 与卫公拜献, 就把书文宣读, 为神正气, 涉乎山川, 善恶不爽, 威灵不予果字, 祸福无私, 今未自者, 读书本庙, 祸悲物经, 男女不分, 黄叶欢愉于一席, 阴阳无间, 晨婚丹乐于两情, 苟且相交, 不顾于强之界, 无眉而合, 自同钻学之巫, 仙甲纯阳, 笔弯不已, 后托合适, 淫乐无体, 至使卫生行神摇乱, 慧无清爽之期, 心智飞扬, 以施永长之道, 或月怪, 或花妖, 逐之以灭其迹, 或山精, 或水魁, 法之始平其行, 阳身阴躯, 物态民安, 万众皆亲, 为神是道, 李林等拜说, 书文念碧, 烧化了纸, 就在庙里散服, 众人因论吕洞宾, 和仙姑之事, 李林道, 钟卿向新建一座纯阳安, 我们明早同去年乡, 能臣此事, 倘然吕仙有灵, 必然震怒, 众人齐声道好, 此日, 同会十人不约而起, 都到纯阳祖师面前, 念乡拜道, 转来口服了魏公, 从此夜未始, 魏生坚决清爽, 但元神不能咒服, 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欢喜, 过了数日, 自备三生祭礼往华光庙, 一则赛院, 二则宝福, 众有闻之, 都来陪他拜神, 拜壁画指, 只见魏公双眸紧闭, 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 端然不动, 叫道, 魏则悠, 你儿子的性命亏我救了, 我乃无险灵观事业, 众人知华光菩萨附体, 都来参拜, 寇问, 魏自所患何等妖精, 神力如何救拔, 并服鸡十方能全妥, 魏公口里又说道, 这二妖乃是多年的龟精, 一词一雄, 灌迷惑少年男女, 无神访得真了, 先拆不下去拿他, 二妖神通广大, 反胃所败, 无神亲往收补, 他物自假冒吕洞宾, 何仙姑名色, 抗拒不服, 大战百合, 不分胜败, 恰好洞宾, 仙姑一知此情, 奏闻玉帝, 宁神将天兵下界, 真仙祭道, 违者自不能敌, 二妖逃走, 去乌江孟子河里去躲, 无神将火轮去烧得出来, 又与交战, 被洞宾先生, 飞剑斩了熊的龟精, 辞得直驱在北海兵因中受苦, 永不射出, 无神与洞宾, 先姑奏负上帝, 上帝要病治如此迷惑之罪, 无神奏道, 他是年幼书生, 一时备惑父母朋友, 聚会过囚签, 旷此身后有功名, 可以树枝上帝方准免法, 你看我的袍袖, 都战裂了, 那熊规精的妇壳, 被无神披来, 埋于后园碧桃树下, 你若要儿子素欲, 可取此刻尖高, 用酒扶枝, 便欲也, 说吧, 魏公跌倒在地下, 众人浮起唤醒, 问他时, 魏公并不小的菩萨附体一世, 众人向魏公说这辈戏, 魏公经义, 就神障中看神道袍袖, 果然裂开, 往后园碧桃树下, 崛起浮土, 现已龟板, 约有三尺之长, 油带血肉, 魏公取龟, 肩膏入酒, 与卫生吃, 一口三腹, 笔记膏丸, 并已全域, 于是, 父子往华光庙祭赛, 与神道换袍, 又往纯阳安烧香, 后卫子果种柯甲, 有失未正, 真望由来本自心, 神仙岂肯倒邪影, 人心不被邪淫祸, 眼底蓬来便可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